开始他那嗓子虽然尖锐,但声音好歹不算特别大 这会儿,大家都睡着了,若是等他再叫起来,将人吵醒了,那麻烦可就大了 思绪如同电闪之间,我心头一狠,直接就要动手 请客间握住了枯桑棒 我也不能确保自己一下子能打中,可现在也没有别的选择 也就在这时,呼而搜的一声轻响 旁侧忽然飞射过来一条细长的鞭子 鞭子透着一股子珠沙色,刷的一下打中了那灰皮鹦鹉 瞬间缠绕在他脖子上 又是刷刷的声响,惯性甩动的鞭子继续又缠中了他的翅膀 他咕噜朝着帐篷下滚落 这一幕发生得太快,根本没有我出手的机会,也没有反应的余地 那灰皮鹦鹉的脖子似乎被刚才那一鞭子触碰给打断了 滚落下来的时候几乎没动弹一下,眼皮也是睁着,没有丝毫反应 眼瞅着他就要落到我手中 我正要出手去接,一道纤细的身影掠过 审计先接住了这灰皮鹦鹉,他看都没看我一眼 几个闪身便消失在了我们视线之中 总共距离这灰皮鹦鹉嚣张的出现,在我们帐篷上头喊叫 再到他命丧审计的手中也不过十几秒钟的时间 胳膊忽然被人抓住,往里一拉 我也没敢抵抗挣扎,直接被殷先生拉进了帐篷里头 殷先生做了一个虚声的动作 我心跳得很快,额头上也渗透了细腻的冷汗 他小心翼翼地侧耳倾听,同时做了一个手势,让我躺下睡觉 我躺倒下来之后,殷先生也躺在了旁边,他闭上 双眼 外头很安静,并没有任何脚步声传来 而刚才我也能确定,至少在殷先生拉我进帐篷之前 是绝对没人出来的 大概率刚才发生的一切,没有任何人看见 这一天的赶路,加上在那洞中的攀爬,也着实让我理解 再加上审计出手那么快,让这灰皮鹦鹉当场付出代价 也令我心头有几分莫名的愉悦 我很轻易地就入了棉 一夜无梦,也没有任何打扰 第二天清晨,还是因为外面的响动太多,我才清醒过来 帐篷里头,已经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拉开帘子,阳光刺目,十余名风水师以秦泰为首 坐在篝火堆旁边吃东西 刘文三靠坐在旁边一块大石上 至于殷先生,则是在和杨夏元说话 也不知道两人在谈什么,杨夏元时不时点点头 我也注意到了审计,他正在和姜蒙一块忙活着 明显是在帮忙 至少从他和殷先生身上,看不出来任何奇怪的地方 我从帐篷里出去,此刻也是鸡肠鹿鹿 秦泰刚好喊我过去吃早饭 其余人也有人在相互交流 大致都是说着自己对于昨晚山巷的看法 我没有插嘴 那赵四反倒是凑到我跟前 脸上堆着虚假的笑意 假装熟忍地问我,有没有找到什么捷径可言 昨晚上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回的营地 是在山上吹了半夜风,想驱桥 其余人也都或多或少对我流露出鄙夷之色 不知道是谁说了句 地象看鱼传到我手里面,当真是浪费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阳长主能看上我 我把这些当成耳旁风 左耳近,右耳出 同时我也注意到,秦泰时不时打量我一下 似是在观察我的细微处变化似的 我注意到,这老狐狸的举动 自然更不可能露出破绽 不多时,杨夏元和殷先生走了过来 单看杨夏元的脸色似乎也没什么异影 走至近前之后,杨夏元笑着说道 我刚同殷先生聊了,昨夜无星象 等天星出来之后,他自会勘测 以藏隐之法寻生门 在这之前,就要大家一起 以寻常风水术观测这山巷 尝试寻主封锁在地 秦老,罗先生,这星象出来之前 就看你们两位了 我这才明白殷先生说了什么 不过他讲的也都是常规 反倒是不会令杨夏元怀疑 杨夏元对于殷先生的藏隐之法 明显比对我的地上堪于兴趣更浓厚 至于秦太是他手下的老人 他也没有冷落 和我相提并论 也无疑抬高了对我的重视程度 秦太点点头 至于其他人,眼底总有几分不屑 有人说了句,杨长主放心 或许不用上藏隐之法 由秦老带头 我们就能找到主风和声门 地上堪于虽说厉害 但毕竟使用的人出出茅庐 哪儿比得上当年的英术先生和铁口金算 杨夏元不多言语 只是面带笑容 我也没争吵 而是问杨夏元 我们是先出发进山 还是怎么做 那嘲讽我的人 却又说了一句 进山 昨夜已经看过山巷 对过大致风水盘 现在已经可以参考可能的风水局了 先找主风大致所在 连这点都不懂吗 秦太抬了抬手 事宜那人不要继续多言 然后也看向了杨夏元 说他的确有点看法 现在可以商议一下 看看大家的意思 杨夏元点头说好 接着 秦太便摸出来 昨夜他绘画那张图纸 秦太所画的图 要更为精准一些 就像是将风水盘缩小了似的 其上方 有三道山脉的简图 三山中间 以两座隆起的矮山相连 在最后一座 横向山脉两侧的顶端处 往下有树山 各自三座 连绵不断 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在这三山之间 则是十余座零星的小山 不过大致也有规律 左侧四山 斜着并排往下 右侧又是一座 竖着连绵的山龙 在这五山之间 一座小峰和竖起的 第三山并列 往下则是一个L型的小山 横着又是一道蜿蜒山脉 似乎将上方所有山 都都注视的 那横山右侧的顶端 与包围整体山式的 那竖山夹缝间 又有几座小山 再往下的山 麦则是如同一只横着的手掌 不过只有四只 这其中却相当于四座山峰 这些小山 全部被那三座环绕的 树山包裹起来 最下方又有两座横山 就仿佛和最上面的 那三道山脉对应似的 秦太沉生开口道 昨夜对了山式走向 我画得也不那么简略 大致还是复刻了一些 风水盘的内容 完全确定走向没问题之后 大致从这山式 就能够判断一些 主风所在的可能啊 这二十四山 分辨不出来走向的原因 也很简单 其中八门混淆 八门又随时在变化 难以断定 要是以吉凶来判断 这山中各有相克之处 而大吉之处 也未必只有一山 难以确定生门所在 不过复杂的山式 这却暗和一种 罕见的风水局 鹿存行龙 之所以阳长主 你之前找寻的那些风水师 看不出来这风水局 是因为常规的鹿存行龙 都在平原之上 先有山中有此局 我关 四周走向 自我们来到这石山之处 都有相当一段平地 其风水地理的位置极为特殊 有道是 平中石覆乱石生 或起横山或书面 此处或如腐壁形 腐壁无之路多变 鹿存共有九形不同 而这属于最复杂的第六形 生门所在之处 乃是家户之龙回转 龙行尽头 落穴之处 说话间 秦太的手指竟然落到了其中一座环绕的树山之上 一共三座树山 环绕包裹十余座小山 他指着的就是第二座 宅经之中 也的确有鹿存行龙的风水局 以宅经的行龙 应该叫做鹿存星落入平原才对 这也是我忽略了这山势走向的原因 鹿存星的确不会进入山中 只在平原 现在根据秦太这一说 这山势走向的图纸 还真有几分暗和的道理 只不过这山下有暗和 有了这水之变数 秦太已经是计算出错了 并且 我也不相信杨夏元不知晓着 风水局可能是鹿存行龙 秦太能知道 杨夏元不知道 那杨夏元这几十年的风水 白研究了吗 他还能当得上 看余大师的名号 当然 我这样想 却没有说话 杨夏元则是连连点头 他眼中似乎是有亮光似的 又看向我 忽然说到 罗先生 你有什么看法 杨夏元开口问我 这其实也令我不明所以 他是想让我说问题 还是什么意思 思索也用了几秒钟的时间 我正要开口作答的时候 杨夏元忽然又开口说道 看来罗先生暂时没什么看法 我看这样如何 我们就先按照秦老所说 先去这龙行尽头 落学之处看看 如果罗先生有什么发现 再说即可 届时等天星出现 鹰先生或许也会有所发现 当然 夏元还是希望越快找到生门所在越好啊 若是秦老一语重地 那也算是夏元的机缘 这番话说完 秦 太的脸上顿时浮现了几分大家风范的笑容 杨长主放心 老夫所言已是毕生风水术的精髓 就算比不上地向勘于的正统 但经验有有圣之 尽量不让杨长主白跑这一趟 秦太虽然没有贬低我 但是话语之中的巨傲之意也很明显 其余人看我的目光 则是更为不屑了 原因简单 我刚才已经要开口了 却被杨夏元那句话赌回去 在众人看来 这分明就是杨夏元给我台阶而已 客套地问我一句 实际上他已经做好了打算 可在我眼中却并不是这样 我心中思绪已然沉宁下来 杨夏元不可能会相信 这秦太多过于相信我 若是这样的话 他压根就没有来找我的必要 尤其是秦太所说的 这种程度的风水局 根本不可能难倒杨夏元 思来想去 我就冒出一个惊恶之极的想法 杨夏元 故意再捧秦太和这群风水师 有意要让他们去打头阵 我之前就考虑过 杨夏元找了我 又有殷先生 他将大部分的希望 都寄托在我身上 完全没必要带那么多风水师 真要带 一个秦太也已经足够 其余的人明显是陪衬 而这想法出现的瞬间 就在我脑海之中根深蒂固 看似没有问题 那就是最大的问题 不管杨夏元是否知道暗和的事情 秦太的说法肯定是破不了局 否则的话 不会耗了杨夏元一生之力 这其中的问题 我一时之间却想不清楚 罗先生 怎么发呆了 杨夏元又看向我 他那皱纹纵横的圆脸上 再次堆起笑容 颇有几分深意地说道 秦老是风水界巨拨 若是他能找到声门 对你来说也算是学习 若是秦老出了什么纰漏 就要看罗先生的了 分明 杨夏元看向我的眼神 和讲出的话语都一由所指 那赵四忽然也开口道 杨长主放心 秦老加上我们断然没有披露的道理 就当是让这罗石六掌掌见识吧 风水毕竟靠的不全是传承 见识也很重要 以免他年轻人走了弯路 回头我们也会和他好好切磋 探讨探讨经验 说话间 赵四也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他这话看似在贬我 也有几分抬我的意思 要换成一个别的普通人 精力少一点的 或许就信了 对现在的我来说 却觉得他所有的做法 都显得很低级和小儿科 都听杨长主的就好 我和殷先生 也会进山之后再做斟酌的 我不卑不亢地 回了杨夏元一句 秦太也吩咐那些风水师 收拾自己的东西 去给江蒙和江燕两人帮忙 我本来也打算去喊陈瞎子 不过却看见视线镜头 陈瞎子和狼翱都在下山 与此同时 我忽然发现一点怪异之处 秦太的面相变了 前一刻 他还是一副 和善的面相 眉长且顺 这一刻 他的右侧眉毛 就断了半截 印堂之处 似乎有一道白线入耳 垂到鼻处 秦太这面相变化 也是僵死面相的一种 并且 还是很严重的死症 三日难过 随时可能暴毙 不只是秦太 关那其余风水师 一共九人 或多或少 都有死症面相出现 我心头格外发寒 刚才都还好端端的 现在他们就都快死了 岂不是就说明 秦太锁点的 生门所在的地方 有杀身之祸的危险 面相和气色 都是第一直觉 下一刻再看他们的面容 都不再有异样 我也发现了一点 我遇到的风水师 也算是有几人了 还遇到过道士 能和我一样 会堪风水又算命的 却只有张耳一人 其余的风水师 的确只是风水堪鱼 否则他们面相的变化 应该有人能察觉才对 众人都各自去收拾了 我们身边就只剩 下阳下缘 他脸上忽而闪过 几分阴依的笑容 罗先生 既来至子安之 还没到你出手的时候 不要太心急 人之生死早有定数 看破不说破 才能减少麻烦 杨下缘这话 却令人生寒 他的反应 也确认了我的想法 他不但是要让这些人 打头阵 还要他们送死 下一刻 杨下缘却收起了 所有神色变化 又像是那老太龙中的老人 吹了个口哨 同时也曲起胳膊 我没表现出 别的情绪变化 物质也转身 去收拾东西 殷先生 则是站在远处不动 我稍微用余光 瞥了杨下缘一眼 发现他神色略有不自然 他又吹了个哨子 那声音更响亮了些 我也再没多去看他 进了帐篷收拾 期间 杨下缘起码吹了七八次哨子 等我从帐篷里面 收拾完再出来的时候 发现杨下缘的脸色 已经是铁青一片 他正背着 手 再来回踱步 自他吹哨子的第一下 我就知道 昨晚上的事情 杨下缘肯定不晓得 连他都不知道 其余人就更不可能知晓 现在任凭他吹破天去 那灰皮鹦鹉 也没办法回来 倒不是说我心狠手辣 灰皮鹦鹉虽说也悟性通灵 但他太过歹毒 不知道本身性子就那样 还是跟杨下缘的时间太久了 阴狠施杀 动不动就提议杀人 受点惊吓 也是将沙子挂在嘴边 若不是他昨晚太嚣张 也不会逼我要对他下手 更不会被神机除掉 总归少了这么个东西 会令我们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我也没装作看不见 还是打算上前 至少问一两句 不过秦泰那几人 明显要更快一些 他们已经将杨下缘围住 等我走过去的时候 杨下缘摆了摆手说道 不等他畜生了 不知道他去了哪 回头他 自己会来找我 我们出发 这倒省了我去开口 也免得被看出来啥问题 大伙再次上路 我跟殷先生 沈济 刘文三 陈瞎子 还有狼凹一行人 走在队伍最末端 绕过这十山脚下 算是进了这24山项范围内 我大致能通过 对于风水盘的记忆 知道我们 大概在什么位置 按照秦泰所说 路存行龙的看法 来区分这里的山势 我们留宿的石山 便是最外延的 两座横山之一 对照的是最顶端的 三排山脉 自石山之后 也就几十米的距离 便是另一道横南的山脉 此山并不高 看似应该是 知龙脉的矮山 可山体却偏偏又有 隆起和位移起伏的部分 前方传来秦泰 自信满满的声音 阳长主 此山脉名为鬼心 也叫做鬼山 一般都是在龙学山外 存在的小山 但凡有这种山存在 那必定靠近之所是 生机欲结的龙脉之地 十至七八生门就在附近 有道是说 鬼心者 学后脱称之山 枕乐学长野 横龙结学 鬼心也是验证 之山 此处的龙气定然真切 对于秦泰的此番说道 那些风水师自然是恭维 阳下元也是称赞不已 我有几分说不出的滋味 秦泰他们 还以为杨下元真的看好他们 实则杨下元 只是让他们去送死而已 出发的时间是早上十点钟 绕过第二座鬼心山脉之后 便来到了另外一座 巍峨连绵的山脉之下 此刻时间已经接近中午一点了 自山脚之下 山坡逐渐拔高 到了视线远处 就是山势迭起 此山的主峰 更是厚重大气 一条还算宽阔的河流 围绕着山脚之下流淌 我们停住在河流对岸 有一座年分不短的石拱桥 助力在河上 秦泰从马上翻身下来 提醒江蒙和江燕 在此处扎营 他现在带我们去看雪眼 找生门所在之处 说真的 若非是我知晓 这山下有暗河 恐怕也会对于秦泰的那番话语 坚信不疑了 因为这座山所表现的龙脉 在风水之中 叫做止龙 山缓水暴 凝重宽缓 止龙又 是气脉停序的结学之山 这整个二十四山项中 若是有止龙存在 那止龙的结学之处 必定汇聚了所有龙脉的龙气 龙气汇聚之地 又是生门所在 可地下有暗河 暗河又是龙牙水 会卸走汇聚的龙气 换句话说 龙气融入水中 又在这二十四山中循环 生门到底在哪 又是未可知了 在我思绪之间 秦泰已经领路走过了那石拱桥 下桥之后 我们又跟着秦泰上了山 他手中持着一块螺盘 同时还摸出来了一根略有弯曲的手杖 这止龙山脉不小 又是属于龙山 结学之地在山腰处 山腰处却不好寻觅 主要这山是起伏太多 很容易变错了位置 我们一直找到了下午六点钟 临近暮色的时候 众人都累得不轻 杨夏元也额头冒汗 气喘吁吁 终于情态满脸喜色地 停在了一片空地之前 他激动不已地喃喃道 知龙知智 平移如掌 若是我推断不错 生门必定在此处 其他的呢 谢风水师也兴奋起来 纷纷左右打量 我着实累得够呛 刘文三直接坐地上了 扫尸一圈周围 除去了那一片空地外 周围陵墓要比寻常地端茂密得多 这冬末初春之际 按道理 大部分树都该是枯枝落叶 而这一块地方 却是翠绿长青 空气中也隐隐流淌着 一股子暖风 此处是风水的确不错 却绝不可能是生门所在 因为这里太简单了 还有其余那些变故存在 秦太却很兴奋 他已经用那根弯弯曲曲的 手仗点好了一个位置 让众人开始挖 并且他断言 生门之处必定有藏官 官中尸体必定会语化 只要挖出来了 就能确定他的说法没错 也就找到了杨夏元 想要找的地方 语罢之后 秦太又看向了殷先生 故作谦逊地说道 殷先生看来老夫要截足先登 用不上藏隐之法了 可老夫也的确对这妓娘的 独门风水树深感兴趣 事后还请不吝赐教 这话听起来虽然礼貌客气 但我却从他的眼神中 看到了一丝掩饰不住的得意之色 至于那赵四 还来瞥了我一眼 神色很是玩味 殷先生只是N了一下 也没多开口 我则是一言不发 杨夏元倒是鼓励了他们几句 让他们尽快挖 挖着山腰之地 着实花费了一番功夫 暮色退去 夜幕降临的时候 他们还在挖个不停 眼见一直没挖出来棺材 下方起码已经有十几米深了 秦太坐不住了 也跳到坑里帮着去挖地 今夜 月光虽然清冷 但却有满天繁星灰映 朦胧的夜色中 秦太和另外三个风水师 在那深坑之下继续挖着 其余几位风水师中有的 已经历劫 不顾形象的席地 坐在深坑旁边歇息 有的趴在坑口观望 忽然 秦太惊喜地说了一声 见官了 有官果 其中必定 他声音戛然而止 紧接着从坑底再次响起的 是他惊恐万状的大喊声 怎么有水 关下水 龙牙水 快 绳子 拉我们上去 在秦太喊出第一句 见官了的时候 我也快步走到了深坑旁边 深坑本身 已经超过了15米 在秦太和那三个风水师的脚下 当真出现了一口官果 自上往下看 官果材质敦实 厚重 像是汗白玉 此刻秦太也是面色惶恐不已 不停地喊快放绳子 几乎要生死力竭了 我额头上也是细腻的汗水 胳膊上不受控制地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龙牙水本身就是风水之变 水为阴 阴气流淌过本身阴阳平衡的龙脉 就会泄走生气 可若是棺材直接置于这龙牙水的水中 那就不可能是生气汇聚 让观众人语化了 阴气过重 师必不服 不服阴师 必定圈阳 寻常人或许不明白 这什么意思 有三个字却绝对知晓 那便是西洋气 亘古至今 常有传闻说 深山老龄出女鬼 西时男人精气 也有说狐狸精蒙骗男人 西人洋气的 西洋气是真 全是女鬼和狐狸精 却是假 多归就于古人的男女之分 男儿为至刚 女儿为阴柔 女人为阴 在那个时代根深蒂谷 实际西人洋气的事情 也多发在阴气过重的地方 任何被阴气熏陶的诗 不管男女 都会眷阳 渴望西洋气 甚至是男人会更多 因为男人阳刚在死后消散 引起侵蚀 死而不宁 终日受苦 秦太他们必须得赶紧上来 否则的话 他们得摊上大麻烦 在坑 洞上面的其余几个风水师 也匆忙慌张地开始放绳子 绳子落到坑洞下面之后 秦太飞速地抓住 并且绕在了胳膊上头 就在这时 杨夏元忽然走到坑洞旁 他那满是沟壑的圆脸上 显露着晦暗不明的神色 隐隐地还透着一股子阴冷的沙气 秦老 已经见关了 还有水一出来 你们就不要那么急着上来了 用绳子绑住棺材 先把棺材拉上来再说 杨夏元语气中 充满了讽刺的意味 周遭的风水师 脸色都变了变 那赵四则是语速极快地说道 杨长主 你是不知道 这龙牙水的凶险 龙牙水 关下水 关中必定倦阳阴师 哪敢拉上来 必须赶紧让秦老他们上来 不然得有生命危险 杨夏元英智地看了一眼赵四 脸上的褶皱颤抖了几下 挤出一丝怪异的笑容 突然拔高了声调 反问到生命危险 这一幕令我心头一寒 精神也警惕了不少 下一刻 杨夏元却猛地一拍赵四的后背 他们本身就在坑洞旁边 赵四对杨夏元哪有防备 就如同滚瓜葫芦一样 咕噜一下就被推进了坑洞里头 赵四在下坠的过程中 几次撞到坑洞的边缘 惨叫不已 最后喷的一下 月光之下 刺目的鲜血瞬间弥马出 赵四脑袋硬挺挺地砸在棺谷顶端 他脖子都断了 身体开始倒立着 最后歪 歪扭扭地倒在洞壁上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我压根没料到 杨夏元开始只是神色变化 顷刻间却下这么狠的手 这赵四哪还有活下来的可能 已经是弃绝身亡 坑边的其他几个风水师 都被吓得不轻 惊疑不定地看着杨夏元 包括坑洞下头的秦泰 脸更白了 杨夏元冷不丁地说了句 秦老 是你说的 这是生门 里头挖出来的棺果 尸体必定于化 建了棺材 你又要上来 这不是戏耍我 秦泰面色煞白 额头上大颗大颗的汗水滚落下来 他也极力解释 杨长主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地方有龙下水 我们判断的风水局有物 上来之后才能再做斟酌 这里头的圈阳阴尸 绝不可小觑 棺材肯定是不敢拉上来的 说话之间 秦泰也直接拽着绳子 开始往上爬了 坑洞边的几个风水师 也在拉转 杨夏元冷笑了几声 寒忙一闪 他的手中 竟是出现了一柄匕首 刷刷两下 那绳子直接被他割断 爬了一半的秦泰 也砸到了棺果顶端 将赵四的尸体压在下头 旁边的几个风水师着急了 还想劝阻 杨夏元却直接说了一句 我是看明白了 秦泰你在蒙骗我 你们几个也想和他一样 他冷眼扫了一眼众人 那几人顿时净声 不敢再言语 坑洞下的三人 将秦泰扶起来 他们也极力 想要解释 我心中却升起几分 对他们的默哀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杨夏元此刻摆明了 不让他们上来 所说的话 却没有撕破脸皮 秦泰本不应该察觉不到这一点 这临危之客 也是乱了他的思绪 当真还以为是杨夏元 是思想固执 觉得自己是上当受骗 坑洞下的四人 依旧在不停解释 月光下 他们的面相 却全都是黑气入口 甚至都能看出来 他们头重脚轻 说话的声音 都变得空洞起来 杨夏元蹲在坑洞旁边 定定地往下看着 他神色似是饶有欣慰 坑洞旁边剩下的几个风水师 终于察觉到什么端倪 不再敢开口说话劝阻了 我犹豫了一下 眼睁睁地看着秦泰 他们死在下头 我也是的确于心不忍 开口说了一句 既然错了 那也要找对的 要不放他们一条生路 杨夏元没有搭理我 忽而下方出现了 轻微的水流声 同时还有咔嚓一声轻响 我低头往下看去 不禁骇然 那汉白玉的棺果 已经完全被水浸泡满了 赵四的尸体 也被水淹过一半 血染红了水 显得格外森然 秦泰他们几人 忽然不说话了 睁大的双眼 直勾勾地看着我们上方 而他们的肤色 正在迅速地变得灰白 双眼逐渐凹陷下去 脸色痛苦而又猙獰 嘴巴也长大起来 咔嚓的声响还在持续 其中还加 砸着几声闷响 似乎是什么东西裂开了 哗啦一下 坑底的水面一阵波动 那棺果突然从中间裂开 秦泰他们几人 全部落了进去 与此同时 水位迅速下降 几分钟后 水就完全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漆黑幽深的洞 同时消失的 还有那棺果和秦泰几人 祭祀下去了 英龙洞了 忽而 杨夏元冷不丁地说了一句 他抬头又看向了我和殷先生 森冷地笑了笑说道 现在才是此地风水局活落过来的时候 趁今夜天上有星光 可以找声门所在 我眉头紧锁 殷先生也眯着眼睛 一言不发 也就在这时 狼傲忽然狂吠起来 扑愣 扑愣的声响之中 树丛里头竟飞出来一只灰皮的鹦鹉 脑袋歪歪扭扭搭拉在一边 脖子像是断了似的 皮毛虽说之前就灰败 但现在更显得死寂 我心头大惊 这东西 不都被审计处理掉了吗 当场就断了脖子 还能回来 那灰皮鹦鹉歪歪扭扭的脑袋颤动了两下 他似乎又想要开口 却发不出声音来 狼傲蓄势待发 就要扑上去 杨夏元的神色阴沉森寒 他曲起胳膊 灰皮鹦鹉落在了他手肘上 他伸手碰了碰他脖子 颤声问道 你这畜生东西 进山就乱跑 现在倒好了 脖子都整断掉 是谁干的 灰皮鹦鹉 还是那副灰败死寂的模样 没有了脖子的支撑 搭纳着的脑袋摇晃着 鸟嘴里却发不出什么声音来 一双深灰色的爪子 紧紧地抓住杨夏元的手肘 沿着他的上臂 又僵硬地爬到了他的肩头上 就一动不动了 场间的氛围变得更加诡异 杨夏元扭头直视着灰皮鹦鹉 灰皮鹦鹉 还是没有其他反应 我强忍着心中的惊异 也多打亮了两眼 发现这灰皮鹦鹉的眼神很呆滞 就如同我见过的那些死尸似的 并且 他身上的灰色羽毛透着几分白 它 化煞了 不过只是最普通的白煞 和尘虾子刘文三一起 我也算接触过很多化煞的尸体 白煞是最为普通的一种 依照我的经验来看 白煞以煞气可以引动一些怪象 闹碎 黑煞闹碎的程度更高 可以使人撞邪 而血煞往往和活石沾边 除了当初的黄珊珊 是白煞化血成了血煞 它没办法动 不能像是活人一般 其余我见过的所有血煞 都和活石沾边 怨念太重 致死都有一口气咽不下去 这灰皮鹦鹉 只是简单的白煞 它死得不甘 可也没多大本事了 白煞本身 也只是普通的邪物而已 没办法告诉杨夏元多少东西 瞬间思绪 想明白了这些东西 我才放 心了很多 也就在这时 陈瞎子忽然说了句 杨长主 你这鹦鹉化了白煞 我这狼翱专吃施煞邪碎 恐怕你得小心一些 狼翱呜咽了一声 舔了舔舌头 杨夏元依旧是阴沉着脸 他也不看那灰皮鹦鹉 扫尸了我们一圈 才说道 罗十六 鹰先生 你们找声门吧 秦太连带赵四 还有那三名坑洞下的风水师 一起丧命之后 杨夏元索性也没有再隐藏自己 之前还叫我罗先生 现在则是直呼名讳 其他还剩下五个风水师 已经挪到了空地边缘 眼看着要逃窜的模样 杨夏元忽然喊了一句 谁敢走 我就会要谁的命 在我秋天元的眼皮子底下 还没有能溜得走的人 顿时 那五个风水师将置在原地 他们在看杨夏元的眼神 已然是格外的惊恐 秋 秋天元 他不 不是早死了吗 恐惧的声音颤抖无比 狗家给我的详细资料中 我也知晓 杨夏元最开始的身份 在风水界代表着什么 性格乖利 暴虐 为了不封水局 可以杀人不眨眼 有那么多的人想杀掉他 也是因为他太过凶残 杀人如麻 他三次更名改姓 那些要杀他的人 大多都已经老死 未死之人也因为年迈 而无力再来 追逃找他 但在风水界中 秋天元这个名字 却绝不会随时间而被淡忘 杨夏元忽而阴冷地笑了起来 秋天元死了 你们都死了 我秋天元也不会死 都给我滚回来 那剩下的五人 被夏德体弱筛康 都扑通扑通地跪在地上 惊慌失措地哀求杨夏元 你一言我一语 都是在说求放过他们 秦太都死了 他们这点风水术 在他面前也不够看 有罗十六和殷先生在 在罗先生的地上堪于 和殷先生的藏隐之法面前 本身其他风水术 就成了微末之节 再加上他杨长主 就是传闻中的堪于 大师秋天元 又怎么用得上 他们这些小喽啰 还不如让他们滚了 免得碍眼 我没偷微皱 之前他们还看不起我 觉得我是个出出茅庐 没什么本事的人 现在却直接改了说法 这是打算把我和殷先生捧杀了 他们好逃命的节奏 可杨夏元都直接说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还怎么可能放他们走 莫不说走掉了以后 活不活地下去 恐怕他们根本就出不了这南山群岭 更重要的是 他们留下来 也绝对活不下去 杨夏元会让知道自己真实身份的人 再去别的地方 杨夏元满脸鄙夷地看了看 地上那些苦苦求饶的风水师们 与带威胁地说道 我找到声门之后 自然会放了你们 现在 谁都不能走 祭祀完成 阴龙洞 风水局活落 秦太他们的那五条命已经够了 那五人面面相去 眼中也出现几分欺义 我却觉得不可能那么简单 杨夏元留着他们 恐怕还要打算 那五人也没有再逃 而是慢慢走了回来 杨夏元脸上多了几分笑意 但那笑意中 却藏着几分阴险 他又看了我和阴先生眼 说道 两位还在等什么 阴先生忽然开口道 这地下有水 你早就知晓 杨夏元点点头 说道 这本是陆存行龙的风水局 还是最复杂的第六行 最开始我也这么认为 多年前进来过一次 当时我的大儿子 也在风水方面颇有建树 我也带了不少厉害的风水师 在这千点龙穴之处 挖开了这个位置 杨夏元指了指这坑洞的所在 继续说道 一口汗白玉的棺果 让我以为找到了生门 我而兴致勃勃 要取棺而出 棺下去渗出水来 好端端的血眼 涌出水来 就变成了棺牙水 最后他没能上来 被这下方涌动的暗河 直接带了下去 本身的风水局 被龙牙水所破 这地方也就不再是生门所在 我心头狂跳 杨夏元的 大儿子死在了这脸 杨夏元忽而苦笑了一下 我竟从那苦笑中 看到了一丝哀伤 本来我想的是虎毒不食子 可回想杨夏元自家的 风水宅客死家人 这念头就烟消云散 下一瞬 他再度将目光投向 我和殷先生时 已是满眼的狠力之色 我将我知道的一切告诉你们 也希望你们 能有本事找到生门 那样皆大欢喜 我时间不多了 要么能让我一直活下去 要么就只有 让你们一起死在这里了 杨夏元的话 却让我心中更惊 不过 我没有插嘴去打断它 他继续说道 那白玉石棺果里的阴湿 吞噬了活人的阳气之后 原本禁止的暗河 就会流动起来 本身陆存形龙 聚集的龙气 会被这暗河 带到二十四山各处 任何一个位置 都可能形成生门 我曾至少找到了三次生门 结果还没等我行动 那生门之像便消失不见 唯有一个可能 生门因为这暗河在变 我想要的那羽化之师的棺果 必定在水中 随暗河的流动 而在二十四山中变幻方位 只不过 之后我多次挖出那白玉石棺果 以龙牙水的变故 使暗河流动起来 好借着龙气变幻方位时 找到生门 但任凭我用尽方法 每一次找到生门 都只是看到一眼 它就消失不见 并且这风水局之洞 只会维持三天 三天之后 那口白玉石的棺果 又会回到这里 山体会动 血眼又会被填上 我的风水术 已经将寻常风水 研究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但想要得到那羽化之师 必定要算出 所有他可能经过的血眼 在哪一处停留的时间最长 当年罗忠良通晓地向 勘于之术 可以将八卦五行 天干地支 完全融汇贯通 也只有他 或许有本事 能算出羽化之师的走向 和他停留时间最长的血眼 但这罗忠良 却不愿为我所用 你罗十六能破我的悬河 破三才风水局 必定也有机缘在身 再加上纪娘山的鹰先生 应该把握很大了吧 说完 杨夏元就咳嗽了起来 他一抖一抖地 仿佛随时能断了气 鹰先生喃喃地又说了一句 天心下诏 地上成形 龙脉藏水 关在光运 藏影关山 骤然间 杨夏元抬起头来 他眼中都是惊喜 鹰先生忽然又继续说道 当运者望 将来折死 以过者衰 久过折死 其中 贪狼 吴曲 左辅为吉 文区右臂半疾半凶 巨门 陆存 连针 破军 也是大凶 我们所在之处 单看地上风水 是陆存行龙的千点龙穴之处 是生门所在 可因为地下暗河的原因 有龙鸭水的风水局 所 已变成了大凶之局 这座山 刚好对应的是 天心的陆存心所指 鹰先生忽然仰头看天 杨夏元 以及其他活下来的那五个风水师 包括陈瞎子和刘文三 也仰头看天 至此我再去看 也就没人会怀疑了 九星必献 今天的确是找到生门的好时机 平日里头 能看到七星 已然是不错的天象了 鹰先生话语难难 接着他又看向了我 继续说道 罗十六 当我一人 找不到那随时变化的生门 生门所在 不仅仅是要九星之极处 更要地向风水 也是大吉之所 即便是这生门游动 必定有一处是光影所照之地 但这是已然不难 你找出这山中 无论八门任何变化 都是大吉之山的吉壤 我在推断星象 亭观之处 必定就在那里 话语至此 鹰先生却又微微摇了摇头道 杨长主 你认为这风水举动 才能够知道 生门在哪 或许也是因为你在此期间 看到过你想要的观果 和语化之势的生门 认定了必须要这样 才能够破局 其实在星象所看来 不动才是万动 将光果和尸体 放在此处的那人 必定是大家 算准了 会有厉害的风水师 找他的尸骨 所以投其所算 只要水一直动 就一直不可能 找到真正的光果所在 旷 且刚才那口白玉石光果里头 还是圈阳阴师 他又进了水中 也是一个麻烦 鹰先生这话 却让杨下元面色 阴晴不定了起来 他似乎也在低头思索似的 同样 我也如同醍醐灌顶一般 因为鹰先生所说 其实我之前也思考过 当初我回到柳河村 研究了那么长时间的风水盘 那时候 我就考虑过 剑走偏锋之法 以宅经判断山势 对应吉凶 宅经对星象也有所描述 当初我是想要 再借藏影之法 发现更多端倪 就需要变星象 也确定风水盘的准确性 现在看来 风水盘准确性无误 我的想法也是正确的 只需要找出 无论如何变化 都是大吉之处的山 就可以通过星象和藏影之法 确定这鹰龙停下来 之后的停关所在了 给我一张你们绘过的图纸 我立即看向那仅存五人 目光也没有特意地看谁 他们几乎同时在拿图纸出来 没有拿我自己的 也是因为鹰先生 在那图纸上画过 被杨夏元看见了 必定也有麻烦 让他知道 我们其实也发现了细节 他肯定会多想 五人的图纸 全部交到了我手中 我才发现 其中一人所绘画的 竟然和秦太的相仿 我还抬头多看了那人一眼 他也有所察觉 抢笑了一下 秦老师我老师 点点头 我低头 继续看图纸 取出来一支笔 以我们脚下所在 这座山脉为起点 先画下一个点 所有有关于 这鹿存行龙峰水局的信息 也在脑海中回顾 因为在宅经中 这也叫鹿存星落入平原 龙牙水 以至于破坏了 本来的生门结构 我也将每一座山峰下头 画出来一团水运 再用线连接起来 这也是我所推断的暗河 很快我就发现了其中的蹊跷之处 这鹿存山所在 是包裹众多小山的横山之一 在这横山之外 是鬼山和石山 鬼山是汴穴之山 这必定在近处有血眼 否则鬼山必定坍塌 而在鹿存山这横山之内 还有一座山 山寺有四指 横批而出 当时秦太的话中也有一句 或起横山或书面 这山在宅经之中的解释 又叫做批发鬼 这批发鬼也是 鹿存龙穴的鬼形 只脚太多 就像是人的头发 批发鬼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劫掠 人之劫掠为财 鸟兽之劫掠为果腹 风水之劫掠 当然就是为了生气 我的笔狠狠地处在 那批发鬼的山石之上 接着 我猛地抬起头来 盯着天上星象 也就在这时 鹰先生忽然说了句 你发现什么了 说来听听 鹰先生这打断 却让我背上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 刚才我有所发现 欣喜之下要自关心 象 却险些露出破绽 鹰先生也恰好走到了我身边 杨夏元也略有期待地看向我 我不动声色 只是看了一眼夜空 然后我才回头 指着那批发鬼的山石说道 这山为劫掠之行 批发之鬼 按道理来说 本不是急处 反倒是凶恶处 可这风水局 因为暗和阴龙已经变了像 所以 这里反倒是成了 劫掠生气的大吉之所 鹰龙洞实为大吉 鹰龙停下 又变成了凶 刚好能混淆 绝大部分风水师的视听 鹰先生 你看这山对应的山石如何 杨夏元明显眼中也有了震惊 直勾勾地盯着那图纸 没等鹰先生多说 他才喃喃道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鹰先生也抬头观星象 他微眯着眼睛 似是陈寗思索起来 足足过了几分钟 他才说道 一白贪狼为上级 罗十六你所说也有道理不假 但吉星对凶山 怕是多出恶鬼 凶险与机遇并存 鹰先生话音将落 杨夏元就猛然间开口道 必定是罗十六所说的那样 这些年 我什么山都找了 唯独没进批发鬼 就是这里太凶 我一直以为是凶上加凶 可他既是劫掠 必定会将溃散之容器 完全吸收进去 再加上天星所指 也是急处 就算是有恶鬼 怕他作甚 杨夏元的表情 兴奋得已经有些扭曲 他这副神态圣人之极 眼底的贪婪 也掩藏不住 我定定地看着他的面相 若是有惊变 面相就能遇照一定的急凶 杨夏元的面相 果然有所变化 可让我惊乐的是 他之所变 却并不是凶兆 本身他眉形 就是长寿之相 而现在 他的眉毛又更长了 并且极为浓郁 本来饱满的耳垂 变得红润有光泽 大而不肥 人中也长而挺立 本来老太隆中的脸 黄眼之间 竟然有几分年轻化的模样 面相只是一闪而逝 下一刻视线中的杨夏元 又恢复了正常 只是他脸上的兴奋之色 多得不像样 他抬了抬手 又继续说道 这鹿存山是横山环抱 网上至封顶不远 翻过去就能看到批发鬼 事不宜迟 出发吧 你们几个 走前头 紧跟着 他又瞪了一眼那五个风水师 那几人唯唯诺诺地往前走去 鹰先生也对我点了点头 此时也没别的选择 不过看杨夏元的面相 去下一座山 恐怕他会有机缘 即便是有危险 也是逢凶化吉 我们只要小心为上 应该不会有大问题 刘文三和陈瞎子 几乎贴着我走了 狼熬在旁边 他还时不时地 盯着杨夏元尖头的那灰皮鹦鹉 舔舔舌头 不多时 我们便上了一封的山顶 一轮清冷的圆月 高悬在夜空中 漆黑的天幕上繁星璀璨 我仰望 微眼星空 也看到了九星之中贪狼所在 低头往下看去 入目之中 则是一座只脚颇多的矮山 这便是披发鬼 前端的主风 形似半张人脸 后面四道只脚 如同披散的头发 当然 这也有些像是曲起的四根指手 在前方的杨夏元 摸出来了一块螺盘 他低头看一眼螺盘 又看了一眼披发鬼的矮山 面露更多喜色 静止不归中 侧针为神坛古叉 果真在这里 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得来全部费功夫 由于极度的兴奋 杨夏元近乎癫狂地大笑了几声 本来我也想看定螺盘 杨夏元先做了 也说出来了 我就没看的必要了 指针禁止不归中线 代表侧针对应神坛古叉 这种地方绝不是住家之处 本身也不会是安葬的吉让 只是羽化在古人看来便是成仙 修筑成神坛古叉也是有所道理 我们上山并不快 因为山路陡峭 下山这一段路却显得格外的平滑 在这鹿存山的脚下 也有一条小河流淌 水流湍积不少 龙气涌动扩散 不光是地下暗河的水流流失汹涌 这些本身的禅带小河也是会受到影响 河面上有不少乱石横生 我们刚好踩踏着这些露出水面的乱石渡水 到了批发鬼的山脚下 前头那五人先停了下来 他们回过头略有几分面面向 去 阳长主 这山口煞气很重 五鬼树都齐全了 而且也没路 要不然等天亮了再进去 总归这龙气波动有三天 天亮我们应该也能找到 那羽化之师的观果 其中一人明显露了惬意 不安地说道 山脚之下桑槐成片 柳树枝条飘舞不止 也有不少高大的杨树 在风吹之间发出啪啪的声响 似是有人在鼓掌似的 在这些树间 还有不少叶子呈现尖锐长条的大树 其上结满了一串一串的暗绿色果实 地上除了枯枝败叶 也有不少掉落下来的果子 这种树叫做苦练树 自寻苦果的来由 也是因为它的果实苦涩无比 风水上也是最后一种鬼术 这山林中辽无人烟 那鬼拍手的喧闹 柳条的晃动 好似在等我们进去 自讨苦吃一般 我也本能地告诉自己 现在应该停下来了 杨夏元却双目元睁 瞪了一眼说话那人 等天亮 这等以风水掩人耳目之所在 天亮之后还能看到棺材 我已经等了几十年 找了几十年 你敢让我再等一天 他的话语 也透着十足的狠力和阴森 那人顿时闭嘴不言 还是你们走前头 不要有任何心思 杨夏元又立合了一声 接着他回头看向了我和殷先生 脸上表情反倒是和善下来两分 眼前就是批发鬼 确切地声门在何处 我没开口说话 在风水看来 批发鬼的劫掠 是整座山在抢夺龙气生气 想要找到最中心那一点 就要靠看星象了 而这在地上看愚之中 只有几分提起 最多关于星象的描述 还是来自于藏影之法 我其实已经看出来了 却不能在杨夏元面前表现出来 殷先生沉宁了片刻 说道 刚才下山之时 我已经通过星象分辨 若是我推算得不错 发病之处 应该是月光汇聚之点 也是心灰无遮挡的位置 只不过随着我们要入山 本来之前没风 现在却起了风 夜黑风高杀人夜 祭娘之坟尚且有百师做侍从 也有鼠酒仆从 在外也有祭司守卫 这等地方 我已经觉得 其风水奥妙之处 不少于无土之山了 凶险之处 有有圣之 急心对凶山 这里头的恶鬼 不会好对付 殷先生话音落下 杨夏元又是一挥手 他脸上尽是笑容 这笑却透着残忍 无妨 再凶的鬼 能凶过我杨夏元 在我手上的人命 岂止数千条 当年我埋那些扶军还算少的 图村镇也有几座 鬼看见我都要怕 这些年 我微微缩索 已经躲够了 在他催促之间 那五个风水师 打头镇进了 鬼树森森的山脚 我们跟随上去 刘文三的额头上 一直在冒汗 就连尘瞎子的眉头 也是紧锁着眉 松开 杨夏元的话 也着实让我心惊 岂止数千人命 他比徐白皮 还要恶贯满盈啊 况且他还说 他躲够了 是不是就意味着 他从这里出去之后 又要以真面目示人 那我岂能让他活着离开 思绪之间 我们也在山中贯穿横行 约某花费了有一个多小时 便到了这批发鬼的发际处 这也是第三只脚 和第四只脚的夹缝间 这里有一处山坛 山坛并不静谧 水流涌动不止 而在坛水最中心 隐约可以看到一个古代的建筑 看起来像是一间大屋 屋中停着一口关 月光完全照射在山坛上 星光也没有丝毫阻碍 那屋子的瓦片都是透光的浴瓦 杨夏元兴奋的双眼都要冲血了 那五个风水师却不敢往前 因为在山坛跟前 还有一些人 这些人似乎是在这潭水翻滚之时 被冲上岸边的 但仔细一看 就会发现那些人大多数都是干尸 其中有一个不似干尸的人 似乎还在动 只见他挣扎着身子 勉强坐了起来 月光清冷森寒 照射在那人的脸上 他皮肤透着青色 似乎是低着头一般 他这青 可不是青白色的死人肤色 而是泛青 殷先生忽然说了句 竟然有青事 而我也发现 这人的模样 有几分眼熟 他的五官模样 怎么有点像是阳星 我不禁愕然 这阳星怎么 此时那阳星 突然挣扎着阳起头来 清冷的月光 照在他泛着青色幽光的脸上 我定睛细看 才发现 此人与阳星虽有七分相似 但却并非阳星 他约莫也是三十多岁 穿着一身灰色的道袍 瓜子脸型 整体的身材比较薛瘦 脸上的肉略微凹陷进去 颧骨很高 眉骨也格外分明 他并非普通干湿那种 木乃伊一般的干碟枯瘦 而应该是本身 就属于销瘦的身材 最重要的是 那泛青的肤色 带着幽冷死寂的气息 让人看一眼 就感觉有一股冰冷的气体 从脚底钻入全身 迅速渗透至四肢百骸 再多看一眼 感觉自己的身体 都要被那青湿身上 散发出的寒气 给冻得僵硬了 他仰起头之后就不动了 月光仿佛形成了 两个汇聚点 一处在他身上 一处在山坛中央的大屋里 他身边那些干湿 也变得更加猙獰 忽而又有一具尸体动了动 顶开了压在他身上的 几具干湿 我面色大变 那哪是湿铁 分明就是刚才被吸了洋气 又被关下水岸盒 带走的秦泰啊 秦泰双颊干扁 您恐怖 他胸口不停地起伏 喉咙里头发出难听的呵呵声 刚才除了赵四世 直接摔死了 秦泰还有另外三个风水师 都是只被吸了洋气 还没有完全丧命 就被暗河带走 我一时间却弄不清楚 秦泰现在是死尸还是活人 他的模样太过恐怖争鸣 杨夏元脸上的兴奋 也将指下来 他直勾勾地盯着秦泰看了半天 四世也在怀疑 秦泰到底是死人还是活人 但当他把目光 落到那酷似杨欣的青狮身上时 竟瞬间红了眼眶 布满皱纹的唇角 也微微地抖动几下 这青狮很像是杨欣 本身就让我格外不解 世上不可能有如此的巧合 这么像的 十之七八是血清关系 可杨欣又很瞧不起风水师 至少从他身上看 杨家不像是风水师家的样子 青狮不只是穿着道袍 我还注意到 他腰间也别着东西 除去了桃木剑 还挂着八挂镜 罗盘 一类的巫事 现在杨夏元的神色变化 就更令我思绪混乱 一时间想不清楚了 就在这时 殷先生忽然说了句 龙气汇聚 生气冲煞 凶山吉星养尸 出这么一句青狮 倒不是偶然 只不过 青狮还是风 水师 这就不好对付了 刘文三和陈瞎子 也格外凝重 狼傲也不叫唤了 还把尾巴夹了起来 面对血煞 狼傲其实已经不够看 拼命之下 勉强刻意一搏 这青狮却绝对不是 他能拼杀的存在 杨夏元忽然又笑了起来 那又哭又笑的表情 就更怪异了 他肩头的灰皮鹦鹉 忽然又歪歪扭扭地飞了起来 扑扔着翅膀 竟然落到了那青狮的肩头 青狮低下仰着的头 僵硬地扭动着脖子 他的眼神从空洞呆滞 渐渐变得清明起来 起伏的胸口分明昭示着他 还有一口气 接着 那青狮伸出手来 摸了摸肩上 那只灰皮鹦鹉的脖子 突然将其摁住 用力一捏 一阵轻微的咔嚓声响 鹦鹉搭拉在一旁的脑袋 静立了起来 他身上的白色绒毛 也开始朝着黑色转变 好像 有很久没见了 爹 那青狮忽然笑了笑 扭过头来 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杨夏元 这一声爹 听得我脑袋嗡的一下 这青狮 是杨夏元儿子 请客间我就回想到 杨夏元之前说过 他多年前第一次来这的时候 带着他的大儿子 那时他大儿子 在风水方面也颇有 剑术 实力不弱 却因为他们错认了声门 被暗河带走 他现在 竟然成了这么凶的事 活着 能继承我的风水术 死了 也是数一数二的事 不愧为我秋天元的儿子 杨夏元的表情恢复了正常 声音里透着几分威严和森冷 隐隐的竟还有几分得意 青狮抚摸着灰皮鹦鹉的头 道 爹 你很老了 老得快死了 没想到你 还是没放下这里 还能找来 或许这边是命数 杨夏元点点头 他沉声开口 让开路 也清理掉这些挡路的东西 这就是命数 命数让我们父子二人能来这里 这观中羽化的尸体 命中注定就是我的 青狮站起身来 他并没有按照杨夏元的做 而是在笑 他的笑容和杨夏元类似 透着阴朗森寒 只不过 因为他是青狮 要显得更为可怖一些 我忽而发现 旁侧秦太的身上 已经滋生出来了 红色的绒毛 还不止是秦太 他旁侧还站着三个风水师 他们脸皮同样凹陷 也一样生出来 血色的绒毛 我不禁汗毛倒数 浑身起了一层细腻的鸡皮疙瘩 秦太和这三个风水师 不是没死 二 是成了挂着最后一口气的火石 他们死得不甘心 宁死不厌气 而在暗河之中冲刷 本身就浸泡在弥漫的龙旗之中 现在又到了 这龙旗生气 汇聚的凶恶之地 直接就成了血煞 刚死就成为血煞 恐怕假以时日 也会变成青狮这种恐怖的存在 阳长主 恐怕事情不能如你所愿 我们要么能对付他们 要么就得走 我眼皮狂跳 下意识就脱口而出 走 这么多年了 还没有我杨夏元见到了 还不能到手的东西 说完 杨夏元就狠力地盯着那青狮 喝道 你这逆子 要忤逆不孝吗 还不赶紧清理掉 这些碍眼的东西 阴先生双手已经按在腰间 审计也抽出来了鞭子 与此同时 那青狮忽然一摸腰侧的桃木剑 呼吃一声 那剑直冲杨夏元飞射而来 盖文 天元地方 律令九章 金尘是负 万事哀上 桃木化鬼 凶满山岗 狮鬼凶恶 齐聚一堂 青狮幽冷的话音 响彻这整个山傲之间 更是令人心头恶寒 头皮炸气 这不是斩桑咒 前头一句一样 后面的却无比的凶煞 口口声声地说要是负 还要满山皆存恶鬼 同样让我心惊的是 这杨夏元的大儿子 竟然还和柳家 正牌倒是有关 一时间 脑中更是思绪乱麻 我也不敢松懈再多想 强压住所有思绪 一把抽出来了 哭丧棒 那桃木剑并没有攻击我们 而是直射向杨夏元 杨夏元忽儿也从腰间一抽 他拔出来的并不是剑 反倒是一柄浮尘 只是浮尘之上的 不是白色的丝线 反倒像是人的头发一样 透着一股子圣人的冷意 好好地骑土咒 竟然你改成了是负咒 爹就再教你一次 什么是校图尊备 杨夏元猛然往前一挥浮尘 朝着那桃木剑打去 我瞳孔紧缩 惊骇不已 这岂不是成了父子相残 不管杨夏元实力如何 结局会怎样也罢 今天这事 也算是他这些年的报应之一了 桃木剑请客间 到了杨夏元跟前 那浮尘瞬间扩散开来 就如同一个女人散开的长发 呼斥一下 将整柄桃木剑都包裹在一起 可那浮尘 却并没有挡住 这桃木剑的充实 整柄浮尘 直接砸在了杨夏元的胸口 杨夏元闷哼一声 扑得一下吐出来一口鲜血 整个身体如同弹射一般 被撞飞了树米远 那青狮身体前倾 朝着杨夏元的方向 急冲而去 杨夏元重重地撞在了 一棵大树的树干上 我本以为这下杨夏元 定然会重伤不起 没想到他立合 一声 猛然间又从树干上窜起身来 手在腰间一摸 五指间便夹着五块 不同颜色的石子 分别为 青 红 白 黑 黄五色 嗖嗖五声响动 几乎是紧连着响起 杨夏元声音沙哑至极地喝倒 东北安青石 东南安红石 西南安白石 西北安黑石 穴中安黄石 那五块石子 竟还真的被他甩到了 这五个方位 也刚好以青狮为正中央 那黄石稳稳地 砸在青狮的脑门之上 杨夏元声音更狠力 道 咒约 五星八地神灵保佑 碎星居左 太白居右 营获在前 陈星立后 振星手中 碧除殃旧 妖翼灾变 五星涉案 王者安宁 生者福寿 急急如律令 沙哑的声音 盖过了那青狮之前 所念咒语 在山谷中产生的回音 一瞬间 夜空中的星辰 似乎都明亮了不少 反倒是让月光暗淡些许 青狮脑门痴痴一响 冒出阵阵白烟 而青狮的四肢 忽然猛地刺开 就像是双手双脚 被人狠狠拽住了似的 他神色也寝刻间 变得胸利无比 宁笑了一声道 爹 你老了 下一刻 嗖嗖几声轻响 我也没注意到 是什么时候 以秦太为首 连带着三名化成 解煞的风水师 竟然接近到了 阳下园的身边 秦太的手中 持着一柄青铜小剑 狠狠刺向阳下园胸前 那三个 风水师 则是同时扑向阳下园身体 要制服他 不让他闪避 这些尸死了之后 被聚集在此处 整个风水局 必定有对尸的束缚 想要接近那口棺木的人 都得死 阳下园威胁最大 他们先对付阳下园 要么看阳下园死在这里 我们离开 要么就得帮忙 殷先生忽然开口道 我脸色顿时也难看无比 不能让他死 他若是死了 谁还能知道我奶奶在哪 这一切都是电闪之间 我手中的枯丧棒 当头朝着秦太砸去 当头一棒 我不但使得如碧灰纸 力道更是比之前大了 不知道多少 与此同时 殷先生也陡然冲向了那轻尸 陈下子 刘文三 以及沈济 则是分别对付那三名风水师 说时时那时快 砰的一声闷响 我稳当地砸中了秦太的脑袋 一声淒厉的惨叫穿破夜空 同时滋生起来的 还有大片白色烟气 秦太那一件 自然没次中阳下园 他登登登退后了十几步 印堂的位置几乎裂开了一道缝隙 端地是头骨都被我这一棍子打碎了 本来生满血色绒毛的额头 也变得漆黑无比 一时间 他眼神都暗淡下来 我呼吸也急作不少 心咚咚直跳 这同时之间 陈下子骑坐在一个风水师的头顶 双手掰着他的头颅 狠狠一撇 他脸色也是铁青 因为他 没将那风水师脖子掰断 刘文三也一刀 劈中了一人的脖梗 扎鬼刀也没斩进去 反观审计要稍微好点 他的鞭子勾中了一人的腰间 狠狠一甩 直接甩飞出去十几里外 砸在了一棵树冠之上 这倒不是说我伸手强过了 陈瞎子和刘文三 而是我手中的东西 雷姬木的枯丧棒 上打血煞 下批利鬼 横抽恶人 占据了优势而已 我也没有停顿 就要先去帮陈瞎子 却没想到 那琴太只是僵持了几秒钟 他头上的漆黑 瞬间又被细腻的红色绒毛密布 他声音都淒厉不少 小畜生 你找死 我面色骤变 琴太都被我打散了煞气 怎么又恢复了 下一刻我才发现 有几缕肉眼可见的气息 如丝如缕地进入琴太的身体 琴刻间我也明白过来 这就是这里的龙气和生气 琴太他们那么快化成解煞 也是因为这些龙气和生气的原因 十六 专心对付一个就好 陈叔身上家伙比以前多 他不能将陈叔怎么样 陈瞎子也急促地喊了我一声 刘文三也是一声抱贺 操 老子看你脖子多硬 他仰起手 又是一刀劈下去 同时他也没回头 喊了我一声 十六 你闻三叔要比陈瞎子能拼 你对付好一个就成 我顿时也不敢分心了 琴太的风水数在 这几人中最高 除缺了青师 他就是最厉害的一个 对付不了他 我们也有大麻烦 攥紧了枯桑棒 我思绪转动的同时 也马上告诉了陈瞎子和刘文三 这地方生气太重 就算是能伤了血煞 也打不死 必须要一击毙命 不过这话 他们两人都没回应我 我盯着琴太 心中也有几分良意 本来血煞就很难对付 陈瞎子刘文三 拼命才能周旋 一击毙命 又弹劾说起 琴太没有立刻冲上来 他手里头的青铜剑 已经开始袖石 这是被他身上煞气冲刷 他似乎也知道 我手中枯桑棒的厉害 再找出手时机 杨夏元见我们 正在跟琴太为首的 四个活石周旋 便朝着那青铜冲去了 此刻 殷先生已然在青铜面前 他手中持着一柄 明晃晃的短刃 要割断青铜的脖子 青铜并没有反抗 因为他还被杨夏元镇住 我也马上有了几分喜色 这青铜一旦落败 他们就能来对付琴太几人 青铜都不是对手 血煞必定是手道琴来 殷先生 这利子 已然被安五金镇服定住 交给我来处置 杨夏元忽然喝了一声 殷先生的手 停顿了一下 偏偏就在这时 那化作黑鲨的灰皮鹦鹉 突然扑扔了两下翅膀 惠子朝着青铜的头顶一啄 咔嚓 那块在青铜额头上的 黄色石头裂了 青铜的手陡然抬起 一巴掌却拍在了 殷先生胸口处 殷先生反应也极快 匕首往下一斩 只不过青铜的动作更快 另一只手抬起 挡住了殷先生的匕首 殷先生也闷哼了一声 吐出一口鲜血 杨夏元冲至跟前 他手中却摸出来了 他那块锣盘 稳稳地朝着青铜头顶拍去 我脸色变得格外难看 这该死的鹦鹉 他却继续扑扔翅膀 尖锐无比地叫喊起来 喊声僵硬怪异 分明还是在喊着 他那臭名昭著的口头禅 杀了 杀了 接着又是咕 喽 乱叫了两声 鸟嘴里又在喊 秘密 秘密 这恶心人的鬼东西 要不是我正跟秦太纠缠着 真想一把将枯桑棒甩到他身上 让他魂飞魄散 呼吱一道黑影闪过 一旁夹着尾巴的狼傲 却不知道什么时候 绕到了青狮身侧 直接一跃而起 血口朝着灰皮鹦鹉叼去 这灰皮鹦鹉画 白煞的时候 他没什么本事 只能搭拉着脖子 刚才被青狮将脖子捏回来 画了黑煞 反倒是叫嚣起来 狼傲的速度很快 顷刻间就到了灰皮鹦鹉跟前 却没有躲闪 直接朝着狼傲的眼睛啄去 青狮也无暇管狼傲和灰皮鹦鹉 他那只拍了殷先生胸口的 手要去攻击杨夏元 殷先生另一只手 却忽而钳住了他的手腕 杨夏元的罗盘 眼看也要打中青狮的头顶 罗盘是震恶 能在杨夏元手里头的罗盘绝对不弱 要是砸中 这青狮定然会束手就擒 说实实那是快 灰皮鹦鹉这一拙 并没有啄到狼傲的眼睛 狼傲转铺为拍 一巴掌就将灰皮鹦鹉 从青狮肩头打了下去 灰皮鹦鹉惨叫一声 知晓了厉害 扑扔着翅膀要逃 歪歪扭扭地刚飞起来不到两米 狼傲落地又是一跃而起 直接将它叼在口中 狠狠落地之后 硕大的脑袋摁在地上 任凭着灰皮鹦鹉挣扎 也再无法挣脱 罗盘也到了青狮额头前 下一刻就要落下 青狮忽然喝道 岂不闻一人立地 下游九狮 自古无不败之国 无不破之木 皆游树叶 当今有生人 圈阳殷师当起 生人当供 哗啦一声水响 同时还有一声闷响声 后方的山坛水花四件树米高 凄冷的月光下 那口汉白玉的棺果 竟不知道什么时候 浮在了水面之上 闷响 来自于猛然掀开的棺果盖子 诺大的棺果盖子 直接朝着杨夏元 青狮 还有殷先生杂趣 殷先生勃然变色 杨夏元的确将罗盘 拍中了青狮 青狮也一动不动 不过他们两人 却不敢停留 殷先生挣脱青狮之后 飞速后退 杨夏元也是一脚 揣在青狮胸口 倒飞数米外 那棺果盖子 直接砸中了青狮 将他死死压入了地下 那罗盘也因此 撞在地上 四分五裂 这仿佛就是一个 动手的讯号 秦太也同时 朝我这扑来 我虽然分了一缕神 看青狮那边的情况 但主要的注意力 还是在秦太身上 侧身前冲的同时 枯桑棒没有砸秦太的额头 而是打向他的膝盖 另一只手上 也摸出来了一块纺织罗盘 纺织罗盘可震血煞 临出发之前 逢区给我送来了银行卡 和四块纺织罗盘 刚好能对付四个血煞 顷刻间 我和秦太接触到一处 我先砸他膝盖 他手中的青铜剑 则是朝着我刺来 这纺织罗盘也是同众 我毫不犹豫 以罗盘挡箭 痴痴的刺耳声响起 仿制罗盘和青铜剑 触碰的瞬间 也蹦出大片火花 难听的摩擦声 也令我浑身都是鸡皮疙瘩 秦太也没有躲 而是一脚朝着我踹来 我卯足了力气 狠狠一棍子砸下去 咔嚓一声碎响 分明就是骨头裂了的声音 秦太压根不知疼痛 断腿还是踹下来 力道虽然因此卸去大半 但我还是被踹飞得 连番了三四个 跟头 整个人都差点猛圈了 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 浑身更是气血翻滚 右手虎口一阵次痛感和酸麻 刚才那一下子 反正力道也不小 这仿制罗盘倒是没什么损伤 秦太手中那柄 被煞气冲刷过的青铜剑 被仿制罗盘打得彻底成了焦黑色 仿佛下一刻就会碎裂一样 果然如同我所料的一样 龙气和生气 能保住施杀的命 却不能恢复他们断掉的肢体 至少凭秦太 他还做不到 秦太还要朝着我走来 却只剩下一条腿 能好端端地动 另一条一瘸一拐 速度慢了 不知道多少 我有了招数 准备打断他另一个膝盖 正当我要行动的时候 忽而身后一阵破空声传来 我心头微惊 没等我回头 就看见沈济竟然冲了过来 他手中的长颠 直接抽中了秦太的脖子 猛然往上一提 秦太的身体 竟直接被他拽起数米高 沈济已经独自对付了一个血沙了 这么夸啊 罗十六 这里的生气若是破不掉 这些东西就打不死 圈阳殷尸还没出来 等它跑出来了 我失罪也没有办法 你要想办法破了这里的生气 这东西交给我来对付 沈济本身柔和玉耳的声音 此刻却变成了清冷的赤和 我还是下意识的 回头看了一眼 沈济拽着那秦太 继续朝着之前那棵大树而去 我才看见 之前沈济对付的那头血沙 竟被他钉在了树干之上 用朱砂绳死死束缚起来 秦太正在死命挣扎 我反应速度也极快 将手中的纺织罗盘朝着沈济一扔 接着另外两块罗盘 也丢向陈瞎子和刘文三 他们自知小区接种 这一下就没人来对付我了 审计的话却让我心中凝重无比 我自然也知道 生气在我们就没机会赢 那青狮居然也没有彻底被制服 他正在从汉白玉光果盖下往外爬 分明是他刚才无法脱身 兵走险招 让那光果盖子砸自己 让殷先生和杨夏元无从下手 我目光落至山坛中央那大屋上 想破生气 就得破生气汇聚的关 我把腿直接朝着山坛跑去 请客间跑到山坛口 青狮也反应过来 要朝着我追来 殷先生和杨夏元同时上前拦住他 我扑通一下跳进了水里头 奋力朝着大屋游去 本打算先到棺材旁边 再看有什么办法能够破解 可当我从水里把头抬起来 往大屋里看的时候 却发现大屋之中空空如也 哪有什么棺材 这不可能啊 前一刻都还在 好端端的棺材 怎么会消失不见 从我匆忙跳入水中 到我现在从水中抬头看向大屋 不过一分钟的时间而已 就这么短暂的时间内 诺大一口棺材 绝不可能凭空消失 就算是有什么东西要移走它 也不会悄无声息 况且这批发鬼的山坛之中 龙气和生气未曾变化 棺材不应该动了才对 脑海之中的思绪 如同一阵乱麻 我也不敢停顿 奋力往前游去 这山坛水并不冰冷 相反 还透着一股子热气 这水是地下暗河汇聚而成 在今日之前 必定是幽冷无比 可今天暗河带动的是 整个风水局的龙气 才会变得这么温热 就如同当时在继娘山上 继娘羽化之前 八风龙气汇聚 以至于冰风上 都有暖风 我往前游了 大概有一小半的距离 忽然觉得 水中的阻力 一下子变得沉重了起来 四肢在水中用力滑动 只能艰难前行 背上莫名其妙地冒起 一阵阵的冷汗 浑身也都是鸡皮疙瘩 我心里咯噔一下 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 顿时 我的头皮一阵发麻 岸上的青狮 被殷先生和杨夏元拦住 他们三人缠斗 战局如火如荼 刘文三和陈瞎子 以及沈济 也分别在对付那几个穴上 可 岸边其余的那些干狮 却一句一句地 被卷入了山潭之中 他们漂浮在山潭水面之上 正随着水波朝着我飘来 漆冷暗淡的月光 映照在这些干狮 早已干笔凹陷的脸上 每一句干狮的五官 都扭曲猙獰的 如地狱罗刹一般 我心里忽然生起一种直觉 他们想要我身上的某样东西 那激进猙獰的表情 似乎是饥渴 破浅 瞬间我就明白过来 这些干狮 都是这些年 死于圈阳殷尸之手 杨夏元用他们做祭品 启动殷龙 死了不少人 其中能化成青狮的 就只有他大儿子一个 以及刚刚被暗流吸进这里的 秦太他们几个血煞活尸 如若我们不来 也指不定秦太他们之后 在这里还会遭遇什么 说不定 最后也都会跟其余人一样 变成普通的干狮 这些人死之时 阳气被吸干 他们现在 想要我的阳气 我猛地甩开所有杂乱的念头 拼命朝着中心的大屋游去 肯定是没办法返回岸边了 有那些干狮堵着 我肯定回不去 大屋里头 棺材虽然不见了 但这其中肯定有所蹊跷 我必须游到潭中心的大屋 弄清楚原因 把棺材找到 水中的沉重感越来越大 我也 游了五分之四的距离 眼瞅着下一刻 就能攀爬上大屋的地面 结果肩膀却忽然被一只手 死死地扣住了 冷不丁地 耳边忽然钻进来一个声音 你看着我被推下去 你们是一伙的 把命还给我 这声音尖锐 怨毒 自第一个字响起之后 就在我脑袋里头乍响 我耳朵都嗡鸣了起来 不敢停顿 我猛地伸手 要去拨开尖头的手 再回头一看 抓住我肩膀的 是一只苍白铁青的手 在我身后是一具干尸 它仰面朝上飘浮在水中 双目圆睁 眼珠子凹陷 整张脸都皮薄骨头 它额头上 还有个挽大的伤口 几乎整个脑门都坍塌了下去 脖子也是 歪在一旁 这不就是肇死吗 它看似一动不动 死不瞑目地看着夜空 那只手却死死地扣着我 怎么都不松开 它并没有张口 那出现在我意识里的声音 完全是凭空乍响 就好似幻听一样 现在又消失不见 后方那些干尸 也逐渐在接近 我根本耽误不起时间 那些干尸包上来 那我就被它们包饺子了 抽出来哭丧棒 我狠狠朝着赵四头上 又是当头一棒 碰 它脑袋凹陷更多 可是手却没松 开 滋滋的白气冒起之后 脑袋伤口变成漆黑一片 可很快又恢复过来 我又砸了一下 还是这个结果 没有丝毫变化 我开始转而去打赵四的手 可那手指头 就像是钻进我肉里头似的 怎么样都不松开 我心里头也急了 眼瞅着那群干尸越来越近 我马上摸出来了坚硬的匕首 狠狠朝着赵四的胳膊上一盏 匕首就像是切近了木头 发出一阵难听的摩擦声 赵四的胳膊 自手腕处断开 脱困的一瞬间 我拼命往前游去 下一刻 我就碰到了大屋边缘的地面 赶紧攀爬上去 我心都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赵四的尸体 砰的一下撞到了这边缘处 后方的尸体 也是随着水波撞击过来 我太阳穴一直跳动不止 定定地看着这些干尸 水波虽然推动它们 一直撞击过来 但是它们却上不了这大屋 就像是冥冥之中 有什么阻碍似的 在撞击数次之后 这些干尸开始缓缓后退 直到跟大屋 保持有一米左右的距离后 开始呈现环状散开 将大屋包围起来 我总算是松了半口气 它们上不来就好 光当一声轻响 有东西掉在了地上 我低头看了一 眼 这不正是赵四那只断手吗 断都断了 还抓了我那么久 我一脚踹中断手 它呼吱一下 掉进了水里头 压下所有思绪 我抬头打量整个大屋的构造 屋顶之上 覆盖着一片片玉制瓦片 银润透光 似是在汲取着夜空中的月光星辉 大屋之内洒满月华 大屋共有八道梁柱 成八边形 地面铺着青黑色的石板 透着冰寒刺骨的梁液 八边形有八门 我们正面的门是打开的 所以刚才能看到棺材 那现在 棺材去了哪 忽然我又发现一个细节 南南道 但看一间屋 名为孤单房 八卦形屋 孤单房 葬在这里的 必定是大才之风水师 都能利用此间风水局 保护棺木尸体 怎么会让自己住在孤单房里 也就在这时 岸上忽然传来杨夏元的贺声 罗十六 把棺材撬开 把尸体搬出来 这里的龙气生气 都会被他吸过去 这些东西 就没那么难缠了 紧跟着 殷先生也喊了一声 意思也和杨夏元 说得差不多 让我开关破此处的生气 我思绪被他们打断 脑袋却嗡了一下 他们还能看到 这大屋里头有棺材 那为什么 我看不见 我死死地盯着大屋中央的空地 那本身应该停棺材的位置 额头上 密出大颗大颗的汗水 汗水滴落在地上 发出巴哒巴哒的声响 我盯着大屋 看了足足好几分钟 岸上的杨夏元 本来是贺声催促我 现在却变成了何耻 问我站着 发呆干什么 怎么不赶紧动手 这期间 却一直没有 殷先生的话语声 我仰起头 再次看向屋顶的瓦片 又扭过头 看了一眼岸上 杨夏元面色凶利 对付青狮的同时 又立声对我呵斥道 罗石六 你再不动手 就别怪我到时候 对你奶奶不客气了 殷先生依旧一言不发 他脸色却比刚才凝重了许多 他在和青狮缠斗之余 看了我两眼 眼神之中 透着的却是复杂之色 殷先生也发现了 棺材并不在这大屋之中 我请客之间 猜测到了他的想法 同时也明白 他的凝重和复杂 出于何处 深吸了一口气 我不再看他们 将视线扭转回来 只是看着屋顶瓦片 利用这种程度的风水局 用这么多手段 保护自己的那位风水师 绝不会停关在孤单房中 我其实遇到过类似的景象 当初上无土之山 寻找祭娘坟的石 后 我们最开始没有找到坟之所在 先发现了冰潭之中 有祭娘坟的倒影 仿若实质 之后我知晓 这是藏隐之法 祭娘坟藏于祭娘山上 八卦隐秘 光影现行 当时我还不会藏隐之法 只能够凭借八卦定理 去寻找九卦的尸体 来找祭娘坟 也正好误打误撞给找到了 现在我们远处看见棺 到近处却无关 这看似庭棺之处 又是凶宅 不可能葬人 唯一一个解释和可能 就是棺材根本不在此处 这里也用了藏隐棺山的秘书 实际上的棺材 藏匿在别的安全所在 我们看到的 也只是隐而已 想要找到棺材 很简单 找到藏隐之法中 对应的风水局 或者线索 顺藤摸瓜 就必定能破解 殷先生的复杂 也是来自于此 我心里头也很清楚 这其中祸患 这就相当于 在杨夏元面前暴露出来 我也会藏隐之法 以后出去了 简直就是后患无穷 这一路上的隐瞒 也就相当于 做了无用功了 只是 我现在却别无选择 现在不破局 他们连轻尸都对付不了 卷阳音师一旦爬出来 所有人都得死在这里 静心宁神 我再一次 平稳心中思绪 开始仔细地观察 整个孤单房的构造 藏隐之法最特殊的地方 就是在于藏隐二字 隐就是假象 用来混淆视听 单看着棺材 出现在大屋之中 何其心好心好 花费巨大心血精力 来到这里的风水师 一眼看到这棺材 必定是兴奋至极 多年寻找终于找到 绝对会放松 绝大部分的思绪和警惕 因为棺材都在面前了 下一刻要做的 只不过是 接近棺材就够了 而山坛之中 却暗藏凶险 想要过山坛 活出命 都不一定做得到 就算是做到了 最后到了大屋里头 却发现 本来应该有的棺材 却消失不见了 将这事情 放在一个 以此为执念的风水师上 恐怕当场 就会心神受损 杨夏元是 何等精灵狡诈的人 他到这里之后 情绪都竭尽失控 想清楚了这些 我心头略有几分恶寒 这套路那人 不止做这一次了 乾隆典穴的声门 挖出来的是 汉白玉光果 里头装着圈阳殷尸 就已经是他第一次算计 让人以为简单成事 结果其后藏着的是 大危机 大凶险 那凶险只是一个开始 就算是人能破开 他那第一层算计到达 这里 在解决了那么多麻烦之后 又发现棺材消失 那大起大落的情绪 有这样一句话可以形容 杀人诛心 我能先到这里 也是因为我们人手众多 而且高手不少 否则的话 哪有机会上到这里来 我思绪格外清明 想清楚这些的同时 这孤单房的构造 也被我剖析出来 八卦之形状 吻合八门盾甲 我进入这道门 是声门所在 藏影虚关山 关为死地 就要从死门寻关 生死两相对 声门正对着的 就是死门 我禁止穿过大屋中央 走到了死门的位置 本身还在岸上 威胁我的杨夏云 忽然也惊声不语了 我直接就从堂屋中间走了 没有绕路 杨夏云也不傻 人能从棺材之中穿过去 走至死门之前 几乎三米高的大门 格外地厚重 我深吸一口气 双手置于门上 用力往前一推 嗡声闷响之中 这道门被我推开 随着门开 灌入进来的是一股子冷风 死门净死气 即便是生气再多 也改变不了这一点 站在此处 便能看见 不远处有一座枝脚山脉 本身这山傲处 就是第三枝脚 和第四枝脚的夹缝之间 我所 看到的山脉 也就是第四枝脚 乍眼一看 这矮山脉之上 树影稀疏 青石叠起 哪能看见棺木 前面三座枝脚山脉 都是山林繁茂 这最后一座 反倒是少林少木 正对着我的 还是一道悬崖峭壁 看了几分钟 我面色也更加凝重 即便是第一眼没找到 我也没放弃 这肯定用的是藏影之法 藏影虚观山 棺材绝对在这山上 我稍微挪动了自己身体的方位 刚才我站着的地方 虽然是死门 但却不是死门最为正宗的位置 现在调整之后 我再一次抬头寻觅 月光映照之下 视线中忽然闪过一抹深邃的青黑色 那颜色要比旁边的青石更深 都快变成有黑了 此刻是夜间 就更为不明显 若非是我知晓破绽之处 换做别人来 根本不可能找到 直勾勾地盯着那青黑色 勉强能看清楚了 那正是一口棺材 悬崖峭壁之上的棺 心猛地一跳 几乎都要到了嗓子眼 太阳穴也不受控制地跳动起来 这口棺材 必定就是这里的正棺 其中装着的 就是杨夏元想要的羽化之事 眉头也瞬间紧锁起来 我想要上去 可不容易 且不说 我先要从山坛游出去 此刻在这死门的位置 也聚集了很多干尸 他们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 看似没什么动静了 可我要一旦下水 他们定然不会让我游出这山坛 尤其是还有一具尸体 正在水中移动 赫然是刚才被我斩断手的赵四 他简直是阴魂不散 也到了死门的位置 回头瞅了一眼 另一侧的岸上 殷先生和杨夏元 并没有站上风 那口汗白玉棺果 也被潭水推上岸 并且还有一个人 从棺果中立了起来 从背影看那个人 穿着一身青黑色的官袍 阴森至极 这就是那句倦阳阴诗 说到底 倦阳阴诗 才是这里真正的防护措施 其余的诗 不过是因为这些年 杨夏元反复来 死了太多人 因为这里的生气 而形成了尸杀而已 当然 这本身肯定也是 那人计算中的一环 因寻觅此处而死的人 也会变成这里的守卫 殷先生和杨夏元 现在恐怕也是资深难保 没有办法来帮我 摸索身上的东西 现在别无选择 我只有自己下水 拨命上山 也就在这时 身后忽而传来 轻微的脚步声 我心头 一惊 猛地回头 却发现在我身后的 竟然是沈济 他发丝略有几分凌乱 胸口也在起伏喘息 令我诧异的是 他除了斜肩和裤腿的位置 身上其他地方 都没有什么水迹 沈济走到我身侧 他也顺着我刚才的视线 看向第四只脚的悬崖峭壁 你怎么过来的 我心中惊恶不已 沈济不应该 在岸上对付秦胎吗 沈济眉头微皱 自然走过来的 难不成还能飞过来 他声音依旧清冷 我 之前我没发现 这沈济呛人的本事 还真有一手 沈济这才解释了一句 你给的罗盘定住了秦胎 另外一具血煞被我震住 我也帮你两位朋友 定住了其余两具血煞 我帮不上师尊 就过来看 能不能帮上你的忙 我这才略微松了口气 的确 沈济本事本就不弱 有了仿制罗盘 对付血煞 就没那么大问题了 他能帮沈瞎子和刘文三 也让我感激不已 我正要开口说话 呼而后面 也传来了骂骂咧咧的声音 同时还有水花剑射声 侧眼一看 浑身湿漉漉的刘文三 也爬上了这大屋的地面 一堆干湿 这些 老石子玩意儿 撞着还真疼 再看水中的那些干湿 有好几个 都被刘文三砍得七零八落 有的断了手脚 有的只剩下个脑袋 刘文三尖头扛着炸鬼刀 他还朝着水里头 吐了口唾沫 接着他看向我 十六 陈瞎子帮殷先生他们 对付那俩尸体了 文三叔也来帮你搭把手 下一刻 他就又骂了句 操 棺材呢 不见了 我定了定神 刘文三对付血煞 的确是捉襟见肘 这些普通的干湿 却并不是他对手 没有多说别的 我也直接抬手 指着那峭壁上的位置 说道棺材不在屋中 屋子里的只是瘾 那人用的是藏瘾之法 真正的棺材 是那口玄关 文三说 我要上那山去开关 这水里的尸体 都要拜托你了 我话语说得很快 刘文三从兜里头 摸出来半瓶白酒 滋了一口 道 放心 这些老石子 文三叔都给砍了 水里头的东西 触他作甚 羽霸 刘文三大阔步地走过来 侧身而过之后 直接就纵身跃入水中 炸鬼刀呼啸而起 当头断的 就是赵四的人头 也是因为他最凶 刘文三下水塌 当即就飘过来 直接就成了刀下残尸 其余干尸 也在接近刘文三 而在水中 就到了刘文三的主场 我正准备 从旁边下水去对岸 然后想办法上峭壁悬崖 结果沈济却忽然一甩鞭子 呼吃一声 那长鞭直接缠住我腰间 紧跟着 我就被拽到他身前 抱住我 清冷的声音入耳 我还来不及做反应 审计又是一拉 我就贴近他的身体 下意识抱住了他的腰肢 审计侧身一跃 便跳入水中 不过 我们并没有落水 他踩中的是一具干尸 与此同时 他另一只手中 抽出一根长鞭 挥舞之中 也将两具干尸 抽出去数米之外 漂浮在前面的潭水上 我助你一臂之力 刘文三爽朗的声音 赫然响起 他挥刀之间 由数据残尸 抛飞而出 这一切 不过是转瞬之间 审计身体微微下沉 又是蓄力而起 他连续踩踏而过 两具刚才抽飞的干尸 第三次跃起落下 刚好踩中 刘文三抛飞出来的残尸 我简直是瞠目结舌 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之前就见识过 审计的身手 身轻如燕 刚才看他只是失了鞋子 他也说了 是走过来的 我就很清楚 他全凭身手 几乎是从水面跑过来 可我完全没想到 带上我这么个大活人 他还能屹立于水面之上 几十米的距离 若是游 怕是得几分钟 而靠着审计 不到一分钟 我们便踩在了对面的岸上 眼前在十余米 便是峭壁悬崖 泛着青黑色的石头 透着更为刺骨的冷液 空气漂浮的暖液生气 和这冷液加在一起 这感觉就格外怪异了 我也赶紧松开了 抱着审计的手 可他那鞭子 却不知道什么时候 紧紧缠着他的腰间 和我的腰 这是枪族特有的玄关葬 没有绳索 他们从山顶往下葬人 没有绳索 你上不去 报警我 别婆婆妈妈 审计呼吸略有喘息 分明是带我过河 也花费了不小的气力 他耳垂也微微泛红 脸颊也透着几分粉色 我只是犹豫了一瞬间 就不得不赶紧报警审计 因为他已然跃起身体 迅速攀爬上岸边 仅有的一颗枯木 借离跃上了峭壁悬崖 他每一脚 都巧妙地踩在一块 凸起的岩石上 手也趁机在上方建立 我们在悬崖上飞速往上 矮山悬崖并不高 笼共也不过百米 玄关约莫在五六十米的位置 话虽这样说 这距离也相当于二十层楼了 在攀爬至一半的时候 审计的呼吸已经变得急促 我都能看到 他侧连满是汗水流淌 这会儿 我连大气都不敢喘 甚至都不敢抱得太紧 生怕影响了他 这要是摔下去 我俩都没有半分生还的可能 时间每一分 都似乎变得格外的漫长 终于 沈姬带着我爬上了 那玄关所在的凸起支架 他身体发软 几乎跪倒下来 我也险些压着他 赶紧站稳了身体 同时抓住了旁边一根木梁 我站稳之余 因为两人身上绑着鞭子 沈姬也就没倒下了 他只是微微颤抖 明显脱力 我顾不上其他 直勾勾地看着这支架上的棺材 这是一口青黑色实质的棺果 上面有许多繁杂的符文 沈姬解开了腰间的鞭子 他勉强能站稳 快点开关 师尊他们对付不了圈阳音士 沈姬语气也罕见急促起来 催促我道 他就要接近棺果 我迅速伸手 抓住了他的肩头 民众地说道 不要乱碰 葬在这里的人 岂止是风水大财 能来这里都已经危险重重 他的棺果 绝不敢贸然触碰 让我来 沈姬微微醋眉 正拖开我的手 棺果之中就算有问题 至少我的伸手也能闪避 你恐怕不行 沈姬这话倒是不尖锐 不过话语之中透着的意思 也让我汗颜 我来开关 你在旁边看 要是有问题 你出手 我定了定神 当然也没有一个人逞强 两个人一起开关 把握会大很多 没等沈姬开口说话 我就摸出来了一样东西 许久没有使用过的灰仙手套 灰色的皮毛 泛着阴冷死忌 将其戴上之后 我才继续说到 济娘坟上有尸头菇 那东西的毒 杀人不见血 就连济娘本身也有尸毒缠身 她在要羽化之前才解毒 这人用了藏瘾之法 安葬棺果 而在我们所知中 藏瘾之法来自于济娘 现在看来 恐怕没那么简单 此人对于自己 棺果保护的 可谓是严密无比 若非我会藏瘾棺山 哪能来到这里 咱们绝不能大意 我这灰仙手套 虽用作接音 但也不进水 又能辟邪 好歹能做防护 沈济的神色 也平稳了不少 她轻轻点了点头 我双手 摁在了棺果盖子上 这些十日以来 我也算是见过不少棺材 也送人下葬数次 棺果和棺材之分 就是棺材抬头的套棺 古语有言 古之藏者 后一之以兴 藏之中也 不分不数 桑期无数 后世圣人 一之以棺果 盖取株大过 棺果的存在 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像是刚才那汉白玉棺果 里头直接就是棺材 圈阳音师 可破棺而出 身份地位越高的人 棺果越好 甚至有的不止一层棺果 我找准了棺果头尾 然后用力往下一推 咔嚓一声闷响 实质的棺果 被我推开了盖子 随着我用力往下 轰隆一声 棺果盖子落在了支架之上 被边缘的木梁挡住 没有坠入悬崖 而第二层 依旧不是棺材 而是另一层预制的棺果 这棺果就小了不少 我没有停顿 一鼓作气 将预制的棺果盖子掀开 这一次我小心了不少 没有破坏掉这珍贵之物 第三层露出来的 就是棺材了 而这棺材看起来 却颇有几分寒酸 甚至不能说 这是一口棺材 而是一根粗壮的木头 树皮干枯 凹陷开裂出来沟壑 边缘能看到 一层开河处 好像就是一块树干 掏空了中心 开了棺盖 当作棺材使用 这么严密存放的棺果 而且一层石 一层玉 里头的棺材 竟然是普通的树干 那位有大材的风水师 是怎么想的 要羽化 却用薄棺 也就在这时 怪异的一幕发生了 干枯的木头上 竟然萌生出了一只心芽 我这才发现在 玉制的棺果四周 这树干空隙的位置 填满了一颗颗 深褐色的果实 这东西 我一眼就认出来 都是例子 我心头大震 诗声道 木华于春 栗牙于世 我久久不能回过神来 喃喃道 观中人 当真有大材 竟能做到这一步 沈济却一脸不解疑惑 问我这是 什么意思 而且 我还在拖延什么 不赶紧开关 我沉默了片刻 才说道 不用开关了 宅经有所记载 这叫做仪器之感召 野人藏栗 春至栗木发芽 家藏的栗子也会发芽 父母之骨葬 若是成生气 子孙必定服望 夫遗器磅礴于天地间 无端泥无中穷 万物随时运化 本不自知 而受造物者 亦不自知也 沈济却摇了摇头 没心紧锁 你和师尊一样 说的话太玄奥 我听不明白 能简单点吗 我只想知道为什么 不用你说那么多 我 苦笑了一下 我才说道 意思就是 这里生气很重 栗木本断根因死 现在却生长起来 栗子是其亲属 也会发芽 枯木冯春 棺中尸体 必定是羽化尸 而且它应该不是 以前羽化成功 而是我们 开棺材羽化 现在不开棺 它也会疯狂吸收 这里的生气 我们目的已经达成 沈济若有所思 忽然说道 再说清楚一些 也就是你 不想破坏这口棺材 沈济这话 却让我心头一致 低头沉默了片刻 我才回答 我在有意无意之下 已经破坏过 不少地方的浮地了 这棺材破开 棺中人重见天日 尚不知会发生什么 毕竟我也是 沿袭风水之人 我的确不想破坏了 它多年的准备 只不过 我奶奶在杨夏元手中 我才不得不来此处 纵使我不想开棺 杨夏元也必定会开 拖延一时三刻 也是我掩耳盗铃罢了 叹了口气 我直接说了实话 沈济脸上的冰冷散了些许 眉头也舒展了一些 你算不上君子 也不是小人 坦诚的确是难得 怪不得失踪 会直接给你藏影观山 要知道 他都还只有半份 当年纪娘留下的扩本呢 沈济轻声说道 此刻预置棺果之中的 那栗木树棺 已然生出来树根枝条 那些栗子发出来的心芽 也变成了嫩绿的枝叶 这里的生气 的确可怕如丝 与此同时 我也发现悬崖下方 那山坛之中 因为龙气生气而翻滚的水 逐渐平息下来 在更前方 殷先生和杨夏元斗青狮 圈阳阴师那一处 他们似乎也占据了上风 那圈阳阴师 仿佛瞬间失去了行动力 助力在原地一动不动了 也不知道 他们用的什么手段 青狮也僵直在原地 无法行动 杨夏元迅速朝着我们这边赶来 殷先生也紧随其后 我忽而觉得有些差异不减 按道理 生气被吸到此处 那圈阳阴师也不该停下才对啊 应该更为疯狂地守护 心头一领 我眼皮狂跳地 扭头看了一眼那立幕树冠 难道说 这关中人 还有第三算 棺材被人找到了 生气引动 看似是因为生气一味 圈阳阴师停下 实际上 是他故意有所设计 要放人来开关 这想法一冒出来 我就觉得太过匪夷所思 可却在我心头生根发芽 甚至生起几分后怕的激动 要是我刚才忍不住开了这里木棺果 必定会出大事 有句 话叫做当局者谜 旁观者清 我们虽然在帮杨夏元做事 但实际上 真正的当局者 只是杨夏元一人 我们都只能算得上是旁观者 并不会因为这里 发生的突变情况 而改变情绪 同样 这也和殷先生对我的叮嘱有关 当初的张儿 也叮嘱过我类似的话语 只是这里对杨夏元来说执念太重 为了找到这尸体 大儿子都折在了此处 甚至还上演了父子相残的一幕 他大概率会连番上当 当然 这最后也是我的猜测 不知晓到底是否还有计算 报警我吧 还需要鞭子吗 忽然 沈济轻声开口 我从出神中清醒过来 沈济才继续说道 你也说了 他必定会来开关 我们没必要在上面等 这变故 无需我们一起承受 那还是用鞭子比较好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有点尴尬地说道 最后 我还是扭头多看了这立木棺材两眼 好奇心固然有 并且很强烈 这语花之诗 到底是什么模样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和纪娘的藏影观山有什么关系 我都想知道 开关大概就会有答案 可这关 于情于理 我都不应该去开 很快 沈济就带着我下了悬崖 落至地面 没有两分钟 杨夏元也从潭水之中爬了上来 他风水术固然高超 却也没有审计这般身手 老太隆中的脸上 竟是兴奋之色 同样 他身上还有不少伤口 胸口还有一处伤势 都能见到里头的血肉 那诗 何等模样 杨夏元声音也很紧张 甚至有点微微发颤 立木藏尸 我没开关 我如实说道 杨夏元眼前一亮 木花于春 立芽于世 这道理并不是秘密 只是更深奥的风水术而已 我点点头道 对 杨夏元更为兴奋了 竟是忍不住大笑出声 葬者之称生气也 这一气只赶照下的羽化师 必定是仙师 此等羽化师 定有诗诞 罗十六 你很好 还只想让我亲手开关 我很满意啊 杨夏元连连点头 更是伸手 重重拍着我的肩头 他神色更是赞语 年纪轻轻 不但精通了地相堪于 还会藏影之法 你藏得虽深 但也的确是我小觑你看走了眼 我秋天元这辈子没收过徒弟 你有资格当我的徒弟 杨夏元这番话让我梦了 同时我忽然觉得 他的恶毒 恐怕还源于一点 自负过了头 普天之下 为他最强 万千风水师都要养他鼻息 恐怕不尽然 我摇了摇头 平静地说道 不管是羊长主也好 还是秋前辈也罢 罗十六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阴阳先生 现在的阴阳术 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贪多交不烂 我只求一点 还请您遵守承诺 将我奶奶所在告知 杨夏元忽而微眯了一下眼睛 笑呵呵地说了句 回去之后 我自会放人 不过 你还是得拜师 我说的话 向来是说一不二 没有我拿不到的东西 除非东西毁了 若是人不听话 那也只有死人 杨夏元前一刻的和善 瞬间就变成了阴影 我脸色微变 可现在让杨夏元直接上去 也不行 若是上头没事 那想对付他就更麻烦了 他所说的诗单我听不明白 却绝不会是反物 他还想强迫我拜师 恐怕罪翁之意不在酒 而是在藏隐观山 况且 最后的栗木树冠 绝没那么简单 不管杨夏元是城市坏 对我来说 都是糟糕的结果 思绪之间 我手里头也握紧了枯桑棒 隐隐地 我挡在了杨夏元的身后 此刻 殷先生也追 那上来 审计的反应速度很快 他也闪至杨夏元的右侧 手中长边绷直 杨夏元眼睛彻底微眯下来 他更为阴冷地看着我 罗十六 你想现在找死 你们 都想死 没等我说话 审计却轻声开口 厉害的是 或许我们不如 你能对付 不过 你只是个老将死的人 未必能打得过我们 你想要的东西 我们已经帮你找到 你唾手可得 而你许诺的现在却不对线 兔子急了也会咬人 不是吗 审计话语未停 又说了一句 我深吸了一口气 也没有丝毫退缩 定定地回视杨夏元 死不死 还未必 若是你不遵守承诺 那我们也不得不动手了 我抽出来了枯桑棒 目光锁死了杨夏元的脸 他脸上的肉太松弛 是真看不出来骨像 不过惊人魂的话 一般都打印堂鼓 像是杨夏元这种 看于大师 魂魄必定不容易受惊 他年纪很大 那我便打他眉鼓 打散他阳寿 此刻 殷先生也忽而开口说了句 杨夏元 你时间不多了 语话先师定有单 若是你要和我们斗 拖死你不成问题 杨夏元的脸色 也因为殷先生的话 而逐渐变得难看起来 此前 我看杨夏元的面相 他分明是更为长寿之征兆 金英先生这么一说 我再多看一眼 果然发现了一些问题所在 杨夏元的确面相 依旧有长寿预兆 不过他牙齿 却变得稀疏起来 之前虽说没太特别注意 但我依旧记得清楚 他虽老 但牙口依旧很好 牙为骨 骨为气血之精 人之生气足 骨变年轻 人老骨松 牙齿是心号心号在外的骨 几乎会掉落 人之身形也会鱼铝 这也是为何老人 多驼背的原因 刚才和青狮斗 又对付圈杨殷师 杨夏元 怕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他阴森地看着 殷先生 也扫过我 殷先生此刻又说道 在风水界中 你看于大师的名号 并没有随着时间 消去而消散 你也用先凶后继的宅院 以子嗣族人之命 待你承受杀人害命之报应 那你也应该知晓 你答应十六世英 要放他奶奶 爷爷 父亲是果 若是你破坏这英国 必定也会遭报应 现在没有时间 让你用风水局 再躲避灾祸 十六也不会答应你 等你回去之后再说 何必咄咄逼人 殷先生话语太平静 杨夏元眯着的眼睛 忽然又松懈睁开 他冷冽地地说道 继娘的祭司 也算是能言会道 你也看中了罗十六对 爸 这女弟子也不错 此番事后 我会上继娘山 来回会你的 与爸 杨夏元忽儿看向了我 笑呵呵地说了句 罗十六 我那风水道场下 有一间密室 你奶奶 还有罗忠良 以及你爸的尸骨 都在其中 他安全没有问题 两具尸骨 我也没有损伤 你难道现在 就想离开 不想看看 羽化仙尸 是何等模样 从杨夏元口中 得知奶奶的讯息 我心中已然是 按捺不住 要离开的心绪 尤其是杨夏元的眉心 忽而闪过一道裂缝 我心头一领 立刻就说道 不是我的东西 我也不会去觊觎 我也无服销售 与爸 我也让开了 挡着杨夏元的路 杨夏元这人阴险 不过在这件事情上 就和殷先生所说一样 因果相连 他断不敢骗我 他快速行至峭壁之前 没有沈济那般伸手 他却也从腰间 摸出来两道钢爪 绑在双手之上 快速地朝着峭壁之上 攀爬而去 走 我快速地说道 这一次 我也没让沈济 继续带着我了 和殷先生 两人游回了对岸 中途也没有在那大屋上停下 等上对岸之后 我才发现 刘温三也回来了 沉瞎则靠着一块石头休息 至于狼壳 则是在铁氏嘴角 地上只剩下一堆 杂乱的灰色雨 毛 那灰皮鹦鹉 就算是化了黑煞 也没逃过狼壳的血口 落成了腹中石 青狮的头顶 还落着另一块螺盘 杨夏元身上的螺盘 明显不止一块 而那圈阳鹰狮 则是站在山坛旁边 一动不动 他行似活人 唯妙唯笑 穿着的衣服却很古朴 鹰先生忽然说了句 这东西有点不正常 生气的确消散了 但他却不动 好像故意放我们过去 那峭壁下似的 问题不小 我正想解释 沈济忽然说道 快看 他语气很急错 我下意识顺着他视线看去 我瞳孔紧缩 心头像是被一双手 紧紧攥住了一样 站在这岸上 再看大屋 就又能看见那棺果了 两个棺盖被我掀开在一旁 也能清晰可见 同时 更能看见杨夏元 已经趴在了棺果边 我和沈济 并没有破坏掉棺果的位置 这藏隐之法的结构 也就没被破坏 所以 峭壁上的一幕 才能够到这大屋之中 杨夏元的脸上 竟是贪婪之色 他伸手入棺 直接掀开了 那薄薄的栗木棺盖 下一刻 他的贪婪兴奋 忽而变成了痛苦猙獰 口中也发出一声惨叫 自他的双臂位置 竟开始迅速地干瘪 愈发地老迈下来 仿佛一瞬间 他身上的生气 就消耗一空似的 我心头 大惊 男男道 生气 倦阳阴师西阳气 那观中羽化师 吸整个风水局的生气还不够 还要吸活人生气 一瞬间 杨夏元就变得更为苍老 几乎只能颤抖一动 已然是到了游进灯窟的边缘 甚至他头顶的头发 都快掉光了 胸口的起伏 也越来越微弱 他死定了 沈济忽然开口道 可偏偏就在这时 杨夏元双目圆睁 他脸上泛起一阵青涩 干枯老迈的双臂 狠狠往外一转 一具尸体 便从观果中被拉了出来 这尸体身上 净是荣语 要比那狗家老祖的膳师 更要羽翼丰满 甚至将每一寸血肉 都覆盖起来 肉眼可见的 这荣语还在增加 并且 那观果之中的栗木之条 也在滋生 似乎要将其包裹起来 下一刻 杨夏元却埋头 咬在了那尸体的脖根处 脑袋耸动 身体也颤抖不止 死死地估着尸体 像是要融为一体般 骤然间 杨夏元的身体 从老麦干瘪的油镜灯窟 又开始朝着充盈转变 这 沈济被吓到了 我也心惊无比 糊儿 那卷杨音师动了 砰的一下 他坠入水中 山坛呼吃 破开一大片水花 卷杨音师 飞速地朝着对岸而去 阴先生语速极快 可下一瞬 这两座只脚山 麦却猛然间晃动不止 说是地动山摇 也丝毫不为过 轰隆巨响之间 巨石从山头滚落而下 可怕至极 更为惊悚的是 那山坛竟然开始下陷 我们后方的第三座山脉之脚 也有了坍塌的迹象 陈霞子猛然起身 狼翱也狂吠不止 刘文三惊魂未定 骂道 操 这还怎么走 杨夏元这老不死的 要把我们都害死在这里 咬什么尸铁 肉眼可见 那第四座只脚山脉 也在颤动不止 仿佛下一刻会坍塌 殷先生脸色铁青无比 审计也是惊慌失措 师尊 山要他了 怎么办 殷先生死死看着后方山体 他也面色苍白地摇摇头 山要他 哪有路可走 我们一行人全部围在了一起 我也生起一股无力感 难道说 我们真得死在这里 那羽化失 就是这里的根基 杨夏元咬了他 吸他失血 就是吸走这里的生气根基 才会山崩 风水便是如此 生气就是一切 骤然间 我的目光落在了陈瞎子身上 我声音凝重到了极点 陈叔 你的命最硬 我要再给你算一挂 刘文三也急了眼 十六 这都啥时候了 你还要算什么挂 殷先生瞳孔也紧缩成了一个小点 立即说道 快 快算 陈瞎子神色凝重地 对我点了点头 这种千军一发的时刻 我也来不及和刘文三解释 直接打开了身上挂着的长木匣 取出金算盘 盘膝坐于地面 手指飞速地在算盘上移动 清脆的琵琶声不断响起 随着几座只角山脉的不断颤动 周围的乱石飞起 殷先生 陈瞎子 审计都站到我前面 为我遮挡万石 此刻刘文三似乎也明白过来了 举着扎鬼刀 警惕地扫尸四周 一旦有乱石飞到我们进前 刘文三就挥刀屁斩 所幸我们离这些 正在颤动的枝角山脉 还有些距离 没有特别巨大的乱石飞镜 否则只怕刘文三的 扎鬼刀再厉害 也没办法抵挡 心中默念着 陈瞎子的生辰八字 我也按照顺序打出来了算盘 手指停顿下来 金算盘上呈现出来一道挂像 视为砍上砍下 砍为水之挂 我直勾勾地看着算珠 喃喃道 喜砍 有福 为心亨 行有上 同挂像蝶 两砍相中 均为水之险 险祖重重 忠实而有生机 虚灵而亨通 往上行走 我惊恶地抬起头 仰望前方乱石飞舞 山崩地裂的山脉 不禁哑然 这挂像生机在何处 殷先生迅速问我 用陈瞎子来算挂 算的就是生机 因为他的命足够硬 若是我们之中 谁最不可能死 一定是陈瞎子 只不过这挂像所表现 虽说有生生不息之机 但是这生机 却是往上行走 这往上行走 是山崩啊 山崩 要怎么走 送死吗 我没有马上回答 殷先生 紧紧拧着嘴 思绪飞速地旋转 殷先生的脸色 也变得更难看 更复杂了 他忽然说了句 沈济 拼了命 你也要带罗十六出去 我死在这里 也就罢了 你一定要带着他 回寄娘山 明白了吗 这当口 沈济已经红了眼眶 泪水不停地 在眼眶里打转 瞬间 殷先生的表情 也平静下来 他扭头看向了 陈瞎子和刘文三 说道 想来两位也有 心里准备了 我这女徒儿身手尚渴 不过他只能带 罗十六亿人出去 我们互从跟随 便先送他们一程 能跟他们多远就多远 不求离开 但求破些乱石 陈瞎子倒也很快 恢复平静 他说了句 可以 刘文三 呸了一口唾沫 说道 我打头阵 三人请客间 就做好了准备 审计闭了闭眼 明显将眼泪逼回去 他抬手就要用鞭子 绑住我的腰 我直接退开了两步 摇了摇头 目光也很坚决 要走肯定是一起走 这挂像并不是必死之局 阴线上海 要说话 刘文三和陈瞎子也要开口 我目光锁死了 那不停崩塌的山体 抬手打断了他们要说的话 我飞快地在脑中 将整个挂像 都理解分析了一遍 这砍上砍下之挂 初六摇氏身处险境 坠入陷阱造成的困难重重 贴合那栗木树棺中那人的算计 从假的陆存行 龙生门处被引导到这里 六二摇六三摇 都是置身在险境中无法脱身 进退都有危险 不应该有任何作为 六四摇却显示 以九尊饭食和朋友结交 脱困脱险 六五摇则是陷阱 虽然没被破坏 小险已经去除 无灾祸 最后的上六摇 则是被困牢狱 因为这挂是从陈瞎子身上算出 那所有的一切都是关于陈瞎子 从六四摇开始 就不再是这山中事情 我来不及多想 以后陈瞎子要遇到的问题 六三摇六四摇说 进退有险 不能有任何作为 整个卦象显示 生机是往上行走 这才能够脱困 那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人之将死 卦象也要错乱 我不甘心 卦象怎么可能乱 我们也绝对不能都死在这里 也就在这时 刘文三忽然说了句 十六 你莫耽耽了 文三叔还有你陈叔 也活得够本 再等下去你就走不掉了 殷先生是把命搭进来 啦 你务必完成沉默 这下头还有暗河呢 等会儿你走了 文三叔带他们进水里头 你身上也有骨欲 以后来给我们收尸 实在不行找狗家帮忙 殷先生也看了一眼审计 审计二话不说 长边呼吱一声 缠上了我的腰 刘文三的话 却让我心神大震 整个人都猛然间僵硬了下来 脑中混乱的思绪 瞬间如同被拨开迷雾一般 卦象也瞬间完全清晰了起来 这哪是卦象混乱 卦象已经明确到几点了 我瞬间脱口而出 水 往上走是水 没有任何作为 也是水 常言到水往低处流 可暗河之水 却会流到地表 这反倒是去了高处 水力万物而不争 看似无作为 却是生机之始 这卦象的生机 在水中 我猛然间转过身 指着那山潭 此刻山潭已经下陷了小半 整体山潭底部 呈现的是一个半圆弧形 似乎山潭水 只是从最下方一个洞眼钻出来似的 刘文三 陈下子两人面面相去 殷先生也是眉头紧锁 审计则是一脸茫然 我呼吸格外的急促 这卦象想通了之后 更是觉得绝对不会有错 此刻 殷先生却忽然说了句 罗十六 下去了之后 若出错 那就真死在里头了 现在让审计带你走 他能带你出去 冰封无战道 他都可上下自如 我定定地看着殷先生 也郑重地开口说道 殷先生 你 信风水吗 殷先生眉心都郁节起来了一个穿字 我一字一句地继续道 我知道你信 因为你信 你才会在寄娘山守卫那么多年 寄娘村才会百年都依旧存在 也因为你信 所以你听张九卦的话 最后来找我 既然他说了 我是寄娘语话的关键 那我必定不会死 此时此刻 这地方看似死死无生 可我们的面相 却都没出现将死之相 之前杨夏元那么一副长寿相 却也突遭横祸 被吸干生气 现在他引动了 这山崩之变 那才是死死无生 此地的变化也是杀他 张二之前和我说过 有的人要死 前一刻高枕无忧 后一刻天降横祸 有的人不该死 就算是绝地险境 那也死不了 我身上有文三叔的古语 我尽量照顾好审计 文三说 你看好殷先生和陈叔 与爸 我也没有再和殷先生多说 扭头看了一眼狼傲 我低声喊道 小黑 我们走前面 接着 我一把拽住沈姬的手腕 拉着他 朝着山潭脊步走去 毫不犹豫地 跃入了越来越浅的潭水之中 在我跃下的那一瞬间 我低声说了句 抱紧我 扑通一声水响 我们瞬间没入了水中 沈姬紧紧地抱住了我的腰 入水之后 他几乎紧贴在我的背上 双腿缠住我腰间 双手也改为从我胸前环抱而过 他那缠住我腰间的长边 则是将我们两人紧紧绑在一起 这动作格外暧昧 我却是绝对的心无杂念 极力平住呼吸 争取能在水中多憋气一段时间 沈姬这番动作表现 分明是将命交到我手里头了 水中很冷 不再似刚才的温热 因为其中的龙气和生气被吸扯走 这本身就是暗河中的阴龙水 失去了龙气和生气之后 更多的就是阴气 水流也格外湍急 水中完全不能失误 我能感觉到 这水中有一股像漩涡般巨大的吸力 我只能够尽力护住头脸 任凭这水流 叫我往下吸去 冰冷和漆黑 还有水流冲刷 成了仅有的胆观 也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 我感觉格外的漫长 肺部的空气再一点点消耗 我已经做好了 跌倒极限的准备 不过水流却忽而变得 没有那么急促起来 最后那一下 我仿佛坠入了一个 略微平静的地方 我尽力摆 动身体朝着上方游去 又是哗啦一声水响 我脑袋竟浮出了水面 我大口大口地喘息 视线之中却净是漆黑一片 不能视物 身后也传来审计 略有急促的呼吸声 那呼气扑打在耳朵上 妈妈痒痒 这是地底下的暗河 我们在地下 沈济语气有些不安 我稍微恢复了一些 保持身体依旧浮在水面 先回答沈济说了句 是 接着又喊了一声文三书 旁边并没有回应 沈济松开了手 我感觉到 他在解开长边 我立刻就说了句 不要解开 这里不知道 有没有其他危险 想出去还很困难 也几乎没有能见度 万一分开 麻烦就大了 沈济的动作 这才停下 不过 他再一次搂着我的时候 明显僵硬了不少 我又喊了一声文三书 同时也喊了 沈瞎子和鹰先生 沈济声音也变得不安起来 喊着师尊 这地方应该不怎么大 我们的喊话声 也形成了回应 他们没有跟下来 刘文三的水性 要比我强得多 不至于进水会出事 尤其是沈瞎子跟着一起 按道理 这挂象升机是沈瞎子的 他更不可能出什么问题 足足过了几分钟时间 忽而 水波又震星号星号了一次 接着在旁边 传来哗啦一声 还有急促地喘息 我一下子听出来 这是刘文三的声音 同时声音比较杂乱 还混杂着 沈瞎子灰灰的咳嗽 还有人喊了一声罗十六 这不正是鹰先生的声音吗 没等我回答 沈济就惊喜地 应了一声师尊 他们三人就在旁边不远处 我也赶紧回应一句 马上回应我的 则是狼凹的肺声 接着才是 沈瞎子和刘文三回应我 我顿时松了一大口气 心头也落下来一块大石 刘文三心有余悸的声音传来 十六你还真是算准了 我们刚进来 山应该彻底崩了 这山坛被堵死了 地下暗河肯定有出口 往前吧 不要担得太久 我沉浸了片刻才说到 龙气消散 地下暗河回归平静 或许在表面没有出口了 这话我不是危言耸听 本来暗河上流 就是龙气灌注使然 现在只剩下阴气 这暗河就不会再飞正常的洞 水就是一直在地底 没出口 那不是白给了吗 刘文三声音有几分难听 银先生却开口道 车到山前必有路 既然挂象有生机 我们已经入水 躲过山崩 必然不会死在这里 他语气笃定了不少 继续又说了句 听罗十六的 我思绪也没停下 一直在想 下一处的生机在什么地方 挂象我已经全部解开了 入水是生机 在这之后 就是陈瞎子以酒水艳客 没有更多的细节 想要出去 就只能全靠自己 水流静静往前流淌 依旧有一些流速 还在逐渐地变得缓慢 我知道出口在哪了 顷刻间 我就想到了一个地方 忍不住声音都兴奋了起来 刘文三立刻就问我 出口在哪 我沉声回答 石山的乱坟岗下面有一个洞 洞就通这条暗河 那里是整个风水局的死龙之处 必定就是这条暗河的尽头 到了那里 就能出去 雨霸 我毫不犹豫地往前游去 虽说视线之中完全漆黑 免不了有恐惧和压抑感 但是更多的 还是求生的渴望 身后声响不断 刘文三他们也紧随其后游着 我总觉得 水里头有什么东西 好几次都碰撞到了身上 那感觉冰冷生硬 直觉告诉我可能是尸体 好在这些尸体 并没有试变 也不知道游了多久 那黑暗和空气的感觉 着实太强了 不停 的侵蚀着内心 而且 前方似乎一直没有尽头似的 就让人更压抑难受 我已经有一些逐渐开始历劫了 完全是要凭着意志力去强撑着 才能够撑下去 抱着我的审计 也在不停地轻身 我能感觉到 他的轻微动作 给我减负 冷不丁的 我忽然觉得 水变得更冷了一些 是因为龙气完全抽干掉的错觉 我刚这样想到 刘文三忽而也不自然地说了句 石榴 水又变冷了 冷得不正常 后方的位置 忽而散发出一股清幽的光 在这完全漆黑的地方 但凡是一点微弱的光源 都弥足珍贵 可对我来说 这光却让人心头恶寒 因为我扭头过去的瞬间 就看到约莫十余女外的地方 有一张泛着青色幽光的脸 他露出一个脑袋 浮在水面上 双目幽幽地看着我们 这不就是杨夏元的儿子 那具被震住的轻尸吗 必定是山崩之时 也弄掉了他头顶的罗盘 他才跟着 我们一起下山坛 不只是我发现了他 刘文三 陈霞子 鹰先生还有沈济 也都发现了 狼凹硕大的凹头 浮在水面上 发出一声乌液 这水里头 我们怎么斗得过他 杨夏元和鹰先生 两人在岸上都要全力对付 还是我打开玄关的棺果 断了生气 他们才有可乘之机 将轻尸震住 在这水里 虽说没有生气支撑 但水中全都是鹰气 也是尸煞的主场 斗起来 那恐怕真的是实死无生 我的手摸索到了枯桑棒 沈济从我身上离开 刘文三的炸鬼刀 也出了水面 包括鹰先生 陈霞子 甚至是狼凹 都做好了准备 你们先走 鹰先生忽然说道 这已经不只是一次 鹰先生要先保我了 可想而知 他对我的重视程度 以及济娘山缺了我不可 偏偏就在这时 那轻尸却忽然缓慢 沉入了水下 消失不见 水中的冰冷 依旧没有消散 这就代表 轻尸还在附近 可他没有动手地打算 我刚这样想到 刘文三忽而不自然地说了句 他好像不打算动手 也不想拦着我们 这轻尸 该不是想出去 他这话 却让我心头一灵 鹰先生也是眉头紧锁 他沉默了片刻 说了句 应该是想要出去 他还有一口眉眼的气 不知道执念是何物 不过 他已经成了轻尸 所用的咒法 从正牌都成了鹰邪独咒 即便是 身在风水局之中 他也用不了风水术 这些东西 对他来说 都是空谈了 我们在原地 足足等了七八分钟 轻尸再没出现 要动手早就动手了 已经可以确定 他就是想跟着我们出去了 转而继续往前游去 这时水中的压迫力 似乎都小了不少 仿佛下方有什么东西 拖着我似的 都不需要多想 就知道 恐怕是那轻尸 本来的历劫 反倒是得到喘息的机会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 周围的黑暗 都快让人觉得麻木的时候 忽然耳边听到一声 咳嗽的声音 这冷不丁的声音 让人身上起了细密的鸡皮疙瘩 与此同时 水面微微有了一丝丝的暗光 这暗光 来自于斜上方的一个洞口 而咳嗽的声音 则是来自洞口边缘的 一只癞皮蛤蟆 青黑色的蛤蟆皮 以及它鼓动的腮帮子 上下起伏不止 光线的微弱程度 如果是在正常的夜晚 根本无法发现 也就是 我们在暗河里头待了太久 所以才显得那么清晰 我心头大喜 抬手指着那洞口 说了句 到了 那蛤蟆却转身往上爬去 消失在我们视线中 沈济从暗河边缘的石壁 往上攀爬 他很快就上了那狭小的洞口 钻进去之后 他将鞭子丢了下来 与此同时 刘文三也解下了他身上 随时携带的绳索 直接往上抛了一下 沈姑娘 用绳子 这么多人呢 别把你鞭子整断了 刘文三的声音 里头也有抑制不住的喜色 我们逐个往上攀爬 钻进了洞中 又继续往上面的出口爬去 这洞太小 根本不能让人等待 不往前走 下面的人就上不来 大家都已经很疲惫了 往上攀爬 足足花费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最后才钻出洞口 离开了那逼子的地下 阵阵山风吹拂在身上 我大口大口地呼吸 感觉整个人都活了过来 我们一行人 都格外地狼狈 狼凹则是跑出去了鸡米外 疯狂抖动身上的毛发 我都想学着它抖两下 不然这身上太湿了 本就在冰冷的暗河里游了那么久 又在潮湿的洞里 爬了半个多小时 不仅是肢体的极度疲乏 浑身的水气 被夜风一吹 那叫一个冷嗖嗖 我不禁牙齿都有些打颤了 又是一声冷不丁的咳嗽 我一个机灵回过神来 才看见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那只长着青黑色皮肤的癞蛤蟆 跳到了狼凹的头顶上头 狼凹竟然也没有挣扎 更没有要甩开咬它的举动 反倒是摇了摇尾巴 物极通灵 如果提及因果的话 还是 这蛤蟆给了我们生机的提示 之前我是听陈瞎子的话 寻着这只蛤蟆 才发现这洞口下的暗河 提前知道了生门有问题 刚才我们几人逃入水中 一直沿着暗河往前游 最后也是听到它的咳嗽声提示 我们才能立刻发现洞口 否则的话 大家一直在黑漆漆的暗河中都麻木了 还真可能忽略掉洞口那点微弱的暗光 狼傲自不会恩将仇报 天边有一抹鱼堵白 这会儿应该是临近天亮了 身上的手机 手表 全部都进水湿透 压根也看不了时间 我心里头也慌了神 我身上的几本书 会不会也湿了啊 要是损坏了这几样质宝 哎 那可真是 匆匆朝着石山上走去 一行人也跟在我身后 很快我们下了石山 才发现江蒙和江燕两人 正在营地里头烹煮早饭呢 我们下山也引起了他们两人的注意 惊喜地看向我们 结果发现 只有我们几个 他们的神色也变得愕然起来 问我们发生什么事了 其他人呢 我沉默了一下 才回答说 山中巨变 恐怕凶多吉少 我们是闲死 还生才逃出来 还不知道别人的情况 当时江蒙就被吓坏了 江燕也是眉头紧锁 他表现得镇定不少 说让我们赶紧去 帐篷里头换衣服 别弄生病了 这会儿我也顾不上太多 匆匆进了帐篷 鹰先生他们也都进了帐篷 路途上 我们都带了一些衣物能够更换 要说这些 还是杨夏元事先准备的 换了干净衣服之后 那四本书都拿出来 其中包括了藏影之法 幸而我之前为了防备意外 一直用一张油皮纸包着这几本书 外面还套了层塑料袋 经过长时间浸泡 有少量水 透过塑料袋和油皮纸的缝隙处 渗透进了书里 好在这些书 都只是背进了一些水渍 墨迹字体都没问题 藏影之法 被羊皮外壳保护着 倒是一点没进水 我赶紧出帐篷 跑到了火堆旁边 江书滩开小心翼翼的烘烤 江萌则是在另一侧 不知道和江燕在说些什么 刘文三 陈瞎子 鹰先生也换了衣服出来 江萌过来给我们盛饭 江燕则是说 要去山里头看看 我当时就阻止了江燕 让他不能去 江燕脸色却格外地不正常 最后 他才咬牙说了句 杨夏元不可能出不来 他要是出不来 这就是大事 你们都得惹上麻烦 此刻 鹰先生忽然说了句 他到底是什么人 和你们羌人有什么关系 另外 柳家的正牌道士 应该也和你们有交集吧 江燕的身体明显易疆 他本身形貌粗犷 有着典型少数民族特征 看上去忠厚实在 平日里 也是快人快语的爽朗性格 从来都是 把情绪写在脸上 尽管此刻江燕 正在努力地尝试 掩饰起他异样的情绪 只是在我们眼中 他的极力克制 反倒使他更显局促 鹰先生的话 也让我感到非常震惊 请客间我才明白过来 为什么他会这样说了 石山后头的乱坟岗 埋着羌人之中的恶徒 至死都不得安宁 终日饱受折磨 为了让他们不失便闹碎 每一座坟头前面 都有压阵神咒 这压阵神咒 来自于柳家的正牌道士 并且从久远的时代 到不久之前 都一直有人会来这里 给新的坟头前画上符咒 这就说明 柳家甚至是柳玉咒本人 都和羌人有关 之前杨夏元并没有表现出 任何他和羌人之间的关联 可在对付轻师 的时候 轻师用出来了 和斩丧咒类似的咒法 当时杨夏元说了 轻师将其土咒 改成了是副咒 杨夏元还用了一道 名为安武经正咒的咒法 正轻师 当时我其实就想到了 杨夏元 还有他大儿子和柳家 必定有脱不开的感谢 只是我一直没时间去多想 现在被殷先生提出来 所有的线索脉络就相连起来 杨夏元必定也和枪人有关 更关键的是 那峭壁悬崖之上的悬关 也是骨枪特有的悬关葬 他们之间的关系 不可谓不复杂 我一瞬间想清楚了这些 殷先生也定定地看着江燕的脸 此刻江燕表现得更不自然了 江燕有黑的脸上 因为情绪的激动 而变得双颊透红 持续了半晌 他忽然摇了摇头 这些事情和你们无关 我无可奉告 我眉头一皱 殷先生却也没抢逼 而是平静地回答 杨夏 元不可能再出来了 他贪心不足 动了这整个风水局生气的根基 葬入其中的那位羽化的风水师 早有准备 他以山崩之力保护尸身 山体已经崩毁 杨夏元已经和那人同葬 听闻殷先生的这番话 江燕的双目都变得赤红 他咬着牙 坚定地说道 这绝不可能 下一刻 他还要和殷先生争论 殷先生却压根没有再理会他 找了快干净的地方 席地坐在火堆旁边开始烤火 刘文三一边烤火 一边用手掌斧弄自己光溜溜的头顶 还时不时打量一下江燕 江萌站在江燕旁边 此刻的表情也很不自然 透着焦急和局促 下一刻 江燕忽然抬腿 朝着石山上急步而去 石榴 你跟上去 别让他出事了 咱们离开这南山群岭 离不开他们二人 陈瞎子声音平淡地说道 至于沈济 则是 悄无声息地走到了江萌的旁侧 本身我们对他们 都没有这些防备 殷先生挑拨关系 江燕的反应这么大 还说杨夏元出不来 我们都得惹上大事 那就不得不防 当然 我们并不会惧怕 江燕刚才话语中的警告和威胁 只不过没有他们做向导 我们很难出南山群岭 这高山密林 不是经验充足的当地土著 根本走不出去 思绪之间 我也快不跟着江燕上了石山 他身材高大 脉步也很宽阔 我勉强才能跟上他 到了石山顶上的时候 江燕脸色骤变 我也是一阵骇然 因为入目中的一切 太过令人惊恶 本身我们第一眼看见的 应该是离我们最近的鬼山 再往后 则是乾隆典学的 露存雪眼山脉 也就是最开始 杨夏元哄骗秦太等人 荡成生门的地方 再往后 才是批发鬼 批发鬼较为矮小 得 从各座山脉的缝隙之中 才能勉强看得到山形 而现在 本来的鬼山 却硬生生 像是被消掉半截似的 山体都下陷了很多 不只是鬼山 那乾隆典学的 露存风的高度 也下降了超过半数 几乎和鬼山等高 就像是两道山丘高墙似的 在那之后 原本被其他山脉 遮挡着的批发鬼 却赫然处理 清晰可见 它在不似批发鬼 头发散开的模样 而是成了一个巨大的山包 这山包仿若一座坟 一座山崩之后 形成的坟 而在这坟头之前 批发鬼本身的主峰 是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的 反倒是高过了 其余前头的两座山 更像是那两座山 故意要将这座 批发鬼的主峰 显露出来似的 那主峰山脚比山腰小 整体形似椭圆 便像是坟头前的一张的脸 我们这角度 刚好是测看 坟在脸后 那脸妖异无比 又像是坟前的一座墓碑 沉间的出阳终于升起 暖阳照射在我身上 暖意钻入身体里 却无法驱散我心头的惊恶和震撼 我还注意到 鬼山河路存风下 本身并不多的水流正在扩大 好似水要江山包裹似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山体下降 将暗河挤了出来 更令我庆幸的是 现在我们活着出来了 如果我们速度不够快 恐怕会死在其中 那现在这一切 也是那关中人的计算吗 即便是最后一步 棺材被破坏 尸体被人挖出 它都能有办法 将有贼心之人留下 这么大一座坟 就算是以后再有人想来 也是有心无力 想要再找它的尸体 就得挖穿一座山 并且还不知道具体方位 更重要的是 它已经给人留下一种可怕的印象 无论你怎么做 似乎都会在它的算计之中 我不否认 我也摆脱不了这种 隐隐硬刻进心底的阴霾 它的确不可能出来了 我沙哑地说了句 江燕仁不坏 近山这一路上 我和他们打得交道不少 他却一直死死地握着 拳头 抿着嘴 定定地看着那边的方向 也就在这时 江燕的眼中忽然出现了一丝狂喜 人 那边有人 雨霸 江燕脚下生风 快步地朝着石山脚下冲去 这一声太大 大的都让我耳鸣了 我脸色也是一变 有人 杨夏元 这怎么可能 我也匆匆朝着另一侧山下追去 同时我也看清楚了 来人并不是杨夏元 而是几个相互搀扶 跌跌撞撞 一直走到山脚处的风水师 他们格外狼狈 明显是疲惫到了极点 衣服也被拉破了不少 我心下很是惊恶 他们怎么可能从山崩之局逃出来 我脑中迅速回想着我 跳入山坛前的情景 那时我和殷先生 一行人都是命悬一线 并没注意到 他们五人去了哪里 当时若是看到了他们 我也定然会叫上 他们一起 跳入山坛逃生 毕竟我与他们远日无怨 近日无仇 江燕先一步到了山脚下 跑到那些人面前 我也紧随其后 当发现杨夏元 并不在这几人之中时 江燕的惊喜 变成了茫然 他急切地问道 怎么救你们几个 杨夏元呢 其中一个风水师 恨恨地说了句 这老东西 死了 下一刻 其余人却忽然同时看向我 他们的脸上 全然是震惊之色 那开口说话的风水师 更是惊讶困惑地说道 罗十六 你不是也死了吗 这怎么可能 你们怎么出来的 车到山前必有路 我们自然有我们的法子出来 你们不是也出来了吗 这也是 值得庆幸的事情 我略微平缓了一下呼吸 语气也缓和了下来 其实他们五个人能活着出来 我心里头也很高兴 秦太和赵四他们五人 死的也算是格外冤枉 说到底 他们都是风水师 都想要得到杨夏元 所许诺的风水道场 以及钱财而已 我也没看到 他们有什么恶行 这样的下场 本就不该他们 去承受和陪葬 那五人面面相去 甚至开口那人 还到了我近前 他小心仔细地打量我 似乎要确定 我还是不是活人似的 至于江彦 他的脸色 则是更加苍白了 他 猛然伸手抓住了 那人的尖头 声音更大 甚至还用力摇了 他那人两下 你不要胡说八道 杨夏元是不是就在后面 那风水师脸色一变 神情都阴沉了不少 另外四人 也是面色极其难看 忽然那风水师 冷冰冰地说了句 我就知道 杨夏元心思深沉 不但算计我们 想要我们死在里头 连找来带路的向导 都是他安插的眼线 天道好轮回 他不但是死了 而且死得格外难看 他说这话的同时 眼神中明显有几分闪烁 又看向了我 我当即就明白 他们是因为我活着出来了 其实也不确定 杨夏元是否丧命 我微微点头 回了一个确定的表情 明显 他神色才彻底松缓下来 江燕还想要再说什么 另外四名风水师 却直接将他围住了 开口那人 再次对江燕说道 杨夏元害死我们一行人中 另外五位风水师的性命 你要是也敢有害人之心 现在我们就斩出后患 识相的话 就好好带我们出山 否则 你就留在这里 陪杨夏元 爸 女爸 他对我点点头 示意我们先上去 至于江燕 则是被其余四人围着往上走 我倒是没有阻拦他们 能看住江燕 也能制止没必要的麻烦 在此过程中 我也知道了 讲话这人的名字叫做唐德 当然他之前介绍过 只是我们两人之间 没怎么说过话 我对他没多少印象了 唐德变得友善许多 先和我道了歉 他们之前基于我身上的地象堪于 还一直觉得我年纪轻轻 不可能将其发挥得多好 却没想到我不但风水术过人 甚至还会藏颖之法 堪称大财 他这恭维 就令我接不住话了 赶紧解释说 我只是略懂几分 称不上风水术过人 更称不上大财 唐德却叹了口气 说我太谦虚 接着他又问了我们 是怎么出来的 我倒也没瞒着了 直接就说了 从山坛之中下去 再从地下暗河中游出来 顺便指了指石山脚下 那个洞的位置 唐德和其余人面面相去 他苦笑中带着几分羞愧 原来那天晚上 你在石山待一夜 是找到了这暗河 我没否认 不过也没说太多细节 当然 我也问了唐德 他们是怎么出来的 唐德回答说 在殷先生和杨夏元 对付青师的时候 他们就准备逃走了 因为杨夏元顾不上他们 不过他们没跑多远 还是在山脚下头 不走的原因 还是因为心存侥幸 想着欲棒相争 渔翁得利 结果之后 又出来了倦阳殷师 他们本来想要赶紧逃命 发现倦阳殷师停了下来 他们也通过大屋内的藏颖之法 看到了我做的一切 他们一直等到快要山崩的时候 才放弃了那一丝侥幸 确切来说 是看到杨夏元出现在棺材旁边 他们就直接逃走了 因为他们觉得 杨夏元一定会得手 但肯定还得出大事 等他们逃出那两座山脉之角 又从其他地方 出了批发鬼山脉范围的时候 整个山体都已经坍塌了 他们并没看见我们下山坛 更没看到之后 到底发生了什么 至于这些细节 我也没说太多 只是含糊带过 关于羽化仙师 还有诗丹 更是只字不提 虽说我现在还不懂 诗丹到底是什么东西 但是难保没有人再起贪念 到时候 指不定又得酿出多少条人命 等我们从石山下去的时候 殷先生 他们看到这五位 侥幸保住性命的风水师 也是多少有些惊诧 不过倒也没多问什么 唐德他们去打了招呼 姜蒙则是表现出几分害怕 让我们不要伤害姜艳 他只是比较认死理 他会好好给我们带路 让我们平安出南山群岭吧 他这话 让我放心了不少 不过唐德等人 依旧是对他们冷脸相视 此刻我才反应过来 刚才追姜艳的时候 我还将书放在火边烤着呢 现在那石头上面 竟然空无一物了 当时我就有几分慌神 刘文三对我打了个眼色 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我这才松了口气 我们也没有继续在这里多停留 收拾了银杖 江 东西装上马匹 在江蒙的岭路之下 朝着山林之外走去 至于江艳 则还是被其余的风水师看着 避免出现意外 我们进山 整整花了三天时间 那时候已经算是快速赶路 出山的路途没捷径 在这期间 刘文三将书归还给了我 还狠狠地拍了拍我的脑袋 我也着实是懊悔不已 告诫自己 一定要尽快把这几本书读书吃透 磨叽于心 可不敢再有任何疏忽 此刻我只剩下一个念头 那就是 快点出山 我爸和爷爷的尸骨 还有奶奶都在那风水道场下头的密室里 尽管杨夏元说了没安全问题 但我也很担心 毕竟杨夏元出来这一趟 已经很长时间了 而我和奶奶 也是有数月没有见面 一晃眼 又是三天时间转瞬而逝 出了南山群岭 进了封县 那几个风水师 放了江蒙和江艳 我们一行人 又去风水道场 那几位风水师的神色 早已不再是之 钱的坠坠不安 反倒是有几分红光满面 喜形余色 我才知晓 原来在进山之前 杨夏元早就做了一英的准备 将该给他们的东西 都写下来了相应的纸质合同 承诺 只要这些人陪同他前往南山群岭 探寻风水宝地 返回后 就可以共同拥有这风水道场的所有权 若是此行顺利 能够找到这风水宝地中的生门之所 和语化之师 杨夏元还将把自己名下财产的一半 分给这些人 杨夏元这一手不过是为了收买人心 让这些风水师死心塌地地 跟他去寻所谓的生门之所 但实际上 杨夏元压根就没打算过 要让他们活着出山 这合同不过是当时用于 蒙骗这些风水师的 到时候人都死了 合同自然也就变成了一张废纸 不过现在 他却万万没料到 折在山中的是他自己 而唐德他们五人 则是按照合同约定 共同拥有了风水道场的所有权 因为杨夏元并没回来 也没 有找到羽化之师 所以合同中 杨夏元的一半财产 也无法给到这些人 可能构险死还生 还拿到这座顶级风水道场的所有权 五人已经十分满足和庆幸了 因为要进风水道场的密室 我不得不将杨夏元挟持我奶奶 还抢走了 我爸爸和爷爷尸体的事情 告诉了唐德他们 唐德的表现 也让我放心了不少 他说 肯定会全力先帮我 他的确听杨夏元说过 风水道场下面 还有一些密室 用于存放特殊的尸体 只是他们不知道 杨夏元用尸体做什么 那些密室 除了杨夏元本人 别人都不能进去 他们也不会冒着得罪杨夏元的风险 强行进入 这话令我更为心悸 略作思索 觉得这道也是正常 杨夏元想要尸丹 必定不会将目光 只放在一个地方 这些年 他祸害的风水宝地 恐怕不少 同样 我也更好奇了起来 这尸丹 究竟有什么作用 能让他如此趋之若鹜 殷先生肯定知晓这些 我也将思绪压抑下来 没有现在询问 临近风水道场门前的时候 时间已经是第四天的中午了 那夏元六十先命的门匾 似乎透着几分挥败 唐德等人大步如风地走路 期间也出来几个道袍穿着的小丝 他们临至近前 明显神色不自然 有话要说 没等他们开口 唐德就沉声道 阳场主安排我们先回来 我要先带罗先生 去道场下面的密室一趟 你们各自散去 莫要叨扰 那些小丝面面相去 唐德面色一沉 听不懂我的话吗 这些都是阳场主的安排 也是秦太 秦老的意思 唐德没有立刻说 杨夏元死了 我也明白其原因 他不可能在我们都还在这里的时候 处理风水道场接手的事情 杨夏元死了 必定会有其他麻烦 他也需要时间准备来应对 那些小丝顿时不敢多言 唐德则是让其他四个风水师 带着那些小丝散去 他一个人带我 门区找我奶奶 从大殿进入后院 后院的位置 修建了一个类似于 顾家那种往地下的通道 阶梯还算是宽阔 杨夏元似乎没有藏密这里的打算 约莫绕过两层楼梯 便到了一道铁门之前 门上挂着一把铁锁 唐德皱了皱眉 说让我们等等 他去找把钢具来弄开 刘文三摆了摆手 让我们躲开 他直接抽出来腰间的炸鬼刀 狠狠一刀劈下 铿锵一声 那铁锁上头的锁链 直接就断掉了 我已然是安纳不住 伸手就去推开门 本来我另一侧的审计要拦我 不过他刚抬起来手 也就缩了回去 只是警惕地朝门内四看 铁门开启之后 则是一条长廊 这长廊的光线并不阴暗 反倒是有常年不灭的油灯 悬挂在两侧 每隔一段距离 就有两盏油灯 以及一道木门 我更克制不住自己的心绪了 心急如焚地想 胆紧走进去 这时沈济却按住了我的肩头 做了一个嘘声 的动作 他侧耳倾听了一会儿 这才走在我前面 约莫走过七八道门 在这长廊中间的位置 沈济停在了一道木门前 把耳朵贴在木门上 又仔细倾听了几秒钟 然后抬手 直接就将木门推开 吱压的声响之中 入目的是一个 约莫十几平米的小房间 房间里头的光线非常灰暗 还是门开了以后 油灯的光投进去 视线才逐渐清晰 这房间格外简陋 另一侧对面的墙根处 放着一张木桌 一把木椅 木桌上面放着一堆压缩饼干 桌子下头堆着好几箱矿泉水 木桌旁边是一张木板床 星号星号 蜷缩着一位老妇人 她背对着我们 身材瘦若鱼 她的头发白如银丝 这老妇人的背影形态 看上去如油镜灯窟一般 瞬间溢满了泪水 心里头跟刀刺针扎似的 难受到了极点 我哪会认不出 这老妇人的背影 她分明就是我奶奶 也就在这 时 那老妇忽然冷不丁地说了句 又要来羞辱忠良 你这人无心无德 我不把你当人看 你和我说那些话 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我孙子不会做你手里头的刀 更不会帮你的忙 你把我关到死在这里 也没用 她背对着我们 并没有转过来 我心头更是滋生了几分 对杨夏元的恨意 之前我都光顾着 想要救奶奶出来 也没精力去多想 奶奶刚才那番话 还以为是杨夏元来了 可想而知 平时杨夏元绝对没少折磨她 就为了挟持 我助她找那诗单 报复我爷爷 当年不为她所用 就如此地折磨我奶奶 这人真的是桑尽天良 嘴唇轰动了一下 我颤抖沙哑地喊了声奶奶 这一声落下 屋子里头瞬间就变得寂静一片 沐星号星号的老妇人 猛烈地抖动了几下身体 忽然颤巍巍地坐起来 再回过头 我更觉得格外心疼 奶奶本来就已经很老了 被折磨的这段 时间面色枯黄 双眼浑浊之外 眼神还略有空服 那些皱巴巴的皮肤 几乎贴在了面骨上头 这么久的折磨 不只是精神身体受挫 还有格外严重的营养不良 和奶奶四目相对的一瞬间 奶奶眼中出现一丝清明 更多的 却还是不敢相信 十 十六 你们 快走 那人阴险毒辣 绝不能和他多打交道 不要管我 奶奶的表情 顿时变得焦急起来 我已经是泪流满面 大步走入了屋内 砰的一下 直接就跪在了奶奶的面前 双手握住奶奶的手 我才发现 奶奶的手腕上 竟然还锁着一条细铁链 铁链延展在床边的墙体里头 顿时 我对于杨夏元的憎恶和恨意 几乎都要钻进骨子里头了 我没有停顿 也毫不犹豫 一字一句地说道 奶奶 杨夏元 她已经死了 十六不笑 让您等了那么久 受了那么多苦 十六 今天来接您回家 奶奶原本只要推开我 让我赶快离开 她唯恐我也会落入 杨夏元的魔掌之中 当她听到我的话时 反过手来 一把攥住我的手 睁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问到杨夏元 她死了 奶奶浑浊的眼睛中 溢满了悲愤的泪水 我看着奶奶的眼睛 郑重地对奶奶说道 奶奶 杨夏元的确是死了 这事说来复杂 我和文三叔他们十天前就倒过一次陈仓 她用您 还有我爸和我爷爷的尸体来要挟我 让我跟她走了一趟南山群岭 我们在那里找到了她 想要找的东西 她本不用死 可最后还是没能从那个地方出来 也是因为她的贪念和执念太重 等离开这里 我以后会详细告诉您一切 说着 我就看向了刘文三 文三叔 还得辛苦你帮个忙 吭枪 一声金属碰撞声 墙上的铁链 直接就被刘文三斩断 之后她又小心翼翼地 将奶奶手腕上的铁链 也禁述割断 这狭小的房间里头 太过逼泽 奶奶这段时间待在 这里 是真的吃了不少苦头 我一分钟也不想她多待在此处 赶忙转过身子 弯腰背起奶奶 要带她赶快离开这里 奶奶却急急地说道 十六 咱们不能就这么走 不能把你爸和爷爷撂在这不管 奶奶的声音 虽然还有些虚弱 但精神状态 明显都比刚才好多了 我心里头也缓和了不少 让她别着急 我们肯定得 带上爷爷和我爸的尸骨 才能回家 刘文三上前把我背上的奶奶 扶正了先 催着我赶紧先上去 找尸体的事情包在她身上 让我放心 唐德也表示 马上派遣人手 一起找 我便快步背着奶奶离开密室 一直走进后院 审计他们 也跟着我一起上来 我把奶奶放在后院的一个堂椅上坐下 奶奶在密室里 多日不见阳光 此刻不得不用手遮挡在额前 审计不知道从哪拿出来一把折扇 小心翼翼地 给奶奶遮挡阳光 我也赶忙脱下外衣 盖在奶奶身上 不多时 唐德带着几个小丝道士 抬上来两口棺材 棺材的盖子已经被开过 棺内放着的 正是我爸和我爷爷的尸体 两具尸体还完好无损 让我总算是放下心来 不过唐德的脸色却有些发白 额头上直冒汗珠子 刘文三也是绷着一张脸 眉头紧锁 脸上的肌肉 还不由自主地颤动了两下 那几个小丝则是更失态 一直捂着嘴巴 强忍着干呕的动作 我心里头咯噔一下 问唐德和刘文三下面看到什么了 人都成这样了 没等他们回答我 那几个小丝 就都朝着后院强登的花铺跑去 呕吐声接连响起 唐德也是忍不住了 匆匆跑过去呕吐 我依稀记得 上一次刘文三也吐过 不过这一回 他明显忍耐力更强 他颤巍巍地摸出来一根烟 忽然他又狠狠地丢到地上 说道 陈瞎子 把你的叶子烟整一根来 老子快忍不住了 陈瞎子递给了刘文三 一根卷叶子烟 刘文三点着后 狠狠地吸了一口 却也被呛得不停咳嗽 半嗓才缓过神来 他呸了一口唾沫道 吓 头那些屋子里都是棺材 里头全装着尸体 有的年份久的 成了干尸 要么缺胳膊少腿的 要么肚子被挖了 也有一些才死了不久 含了定尸猪的 我们在最里头的房间 看到了一个炉子 这杨夏元真是一个疯子 他学方术 整尸体来练丹 也不知道这些年 他吃了多少 刘文三说着 又干呕了一声 我奶奶也是微微变色 沈济眉头紧皱 看了殷先生一眼 殷先生低声说了句 他对尸丹太过痴迷 寻常尸体 却不可能有尸丹 方术之中倒是有炼丹之法 他是想另辟蹊径 显然 他没成功 我咬牙说了一句 我其实很想 现在就问 施丹到底有什么作用 简单一猜测 我知道 肯定可以延年益寿 这时 唐德停止了呕吐 有些摇摇晃晃地走了回来 说先安排我们离开 密室里头的事情 他会妥善处理 殷先生点点头 说 那就快些离开 他开口了 我也就没有再说 其他话的道理 那些小私道士 也都跑了回来 过来帮忙抬棺材 往外走去的同时 我打了电话给冯区 和他说了这风水道场的地址 让他开车来接我们 冯区明显很高兴 说他马上就到 这都整整十天了 他还以为我们出事了 冯宝也要忍不住直接来找我们 我这电话总算打过去了 简单交代了两句 我才挂断电话 我跟唐德说了 有人会来接我们 让他无需安排别的 唐德也点点头 表示要亲自送我们离开 不多时 我们就走过后院 绕过了大殿 来到了前头的大院处 大院中间站着一个人 那人西装革履 一头黑色的 短发打理的干净利落 身形高瘦挺拔 脸上却是一副 不耐烦的样子 一直皱着眉头 来回踱步 看见他的一瞬间 我都愣住了 鬼使神拆的 他也同时转头 刚好也看到了我 两人四目相对 顿时 他的脸色就是一尘 我也是眉头紧皱起来 不只是觉得冤家路窄 还觉得 有点蹊跷和不正常 因为这人 竟然是阳星 在狗家遇到他 已经算是意外中的意外 可他竟然会出现在 下园六世先命这道场里头 他不是瞧不起风水师吗 也要来这里求风水师办事 还是他真的跟那 南山群林里的轻尸有什么 思绪只是请客间 唐德小声在我耳边说了句话 我都没听清楚他说了什么 下一刻 他则是匆匆朝着前方走去 很快 唐德就到了阳星的跟前 笑呵呵地说了句 新少爷 您来找阳场主 这一句话 我就听得清清楚楚了 我不禁眯起了眼睛 唐德 竟然管阳星叫少爷 一瞬间 我脑子里就生起来 一个呼之欲出的答案 阳星很是不满地瞥了我一眼 似乎很不喜欢 我用审视的目光打量他 然后他冷冰冰地冲唐德说道 我爷爷人呢 我连续来了好几天了 一直没见到他人影 每次到场里头的人都说 他出去了 我的确没给他 带回来他想要的东西 可他也不可能一直不见我啊 你赶紧去叫他出来 然后你告诉他 要是他再不见我 以后就别指望我 再叫他一句爷爷 这简单的三言两语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好几件事情 第一件确认的事情就是 这阳星果然是阳夏元的孙子 然后第二件事情 就是阳星去买玉化阴胎 竟然是要给阳夏元的 在狗家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 我其实想过 却没说 就是阳星 分明是瞧不起风水师的态度 这不是他简单地瞧不上下酒流 而是直接瞧不起 整个风水师的脉络 可他还要买玉化阴胎 这等阴邪的物品 这本身就很反常 玉化阴胎的珍贵 也就是因为他是形成了真身的阴胎 这东西并不是简单的玉 阳星明明不信风水 甚至是厌恶瞧不上风水 他却还要专程千里迢迢地来买 这就是反常的原因 只是我当时没有多和他争辩 之后又离开狗家 不打算和他有交集 这些事我就没再放在心上了 刚才阳星那句话 几乎已经告诉了我根源 他显然有事情要求阳夏元 这应该也是他去买阴胎 要讨好阳夏元的原因 甚至他知道阳夏元喜欢尸体 就送这种珍贵的尸体 现在他没能将玉化阴胎带回来 态度又显得这么烦躁 也代表这件事情迫在眉睫 同时他的态度和语气也表明 他其实对阳夏元也没什么敬畏之心 甚至那话语间还带着点威胁 似是平日里头 这种做法他已经习以为常了似的 一瞬间我脑海中就闪过这样一大堆的思绪 同时我心头隐隐有所压抑的是 阳星和阳夏元的关系 以及他和顾若林的关系 这不就代表 顾若林和阳夏元也有亲属关系的关联吗 在我思绪间 唐德正一副笑脸地应和着阳星 他说道 新少爷 阳场主还没回来呢 这次出行 事情还是比较麻烦 他和秦老都还在南山群林里头 不是他对你避而不见 而是他真的还没回来 这不 我们也是先从山中出来 今天刚到道场不久 唐德的解释 明显让阳星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他忽然又看向了我 说道 这人 怎么回事 唐德侧耳 在阳星身边低语了一番话 他做事声音很小 可实际上也没掩饰多少 就像是故意让我听清楚似的 这唐德肯定是不知道我和阳星关系的 他自从在南山群林脱险之后 一直都对我比较尊重 和阳星说的那番话 大致就是 我是阳夏元请来的人 也是风水界的一颗星星 现在事情落定了 先让我离开 至于尸体的事情 他没说多少细节 只是简单交代 那是阳夏元让我带走的 这话也令我松了口气 因为我的确不打算让阳星知道多少 甚至 我现在想赶紧离开 因为我不愿多想下去 直觉告诉我 我停留久了 恐怕有的事情 会牵扯纠缠不清 因此而深陷泥潭 阳星若有所思 他忽然迈步 朝着我走了过来 很快 他就到了我的面前 在身高方面 阳星要比我高出一截 颇有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他摆出一副上位者的姿态 脸上写满了对我的轻蔑和不屑 罗十六 你眼神躲躲闪闪 很想现在就走 对吗 遇到我 令你紧张不安 阳星的话语毫不客气 还有几分咄咄逼人的气势 刘文三当时就变了脸色 跨步往前走了两步 我抬手挡住刘文三 制止了他接下来的动作 阳星却更加轻蔑地笑了笑 哦 一个阳江凹尸体的 还敢在这里对我做什么 刘文三顿时就起了怒意 我挡在了他身前 目光回视阳星 毫无躲闪 也毫不犹疑 直接就说道 本来我便是要走 这和你无关 看见你 我更要走 因为我压根 就不想见到你 不想 也不屑于和你有什么交解 道不同 不相为谋 你不用将自己抬得太高 你有钱也罢 有事也罢 这些都跟我毫无干系 对我来说 这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上一次 阳星言语上羞辱我 我没有予以反击 是因为当时 我的确还不确定他是谁 他的那句连个正经的人 都不是刚好触及到我的伤疤 我的伤心处 这一次 我得知了他的身份 这的确让我思绪有复杂的地方 可却不能够影响我什么 更不会吓到我什么 反倒是觉得 阳星也是个可怜人 他不通风水 明显更不可能知道 阳下园那老宅的作用 能活下来 本身就是他的运气 只是我略有疑惑的是 阳下园的大儿子 在风水之上 都是造诣颇深的高人 为何孙子反 倒是会厌恶风水 纵然阳下园隐瞒身份 格外彻底 可他表现出来的 也是痴迷风水 只不过隐藏了实力而已 这其中必定还有曲折 话语落下的同时 我也想清楚了不少事情 眼神中不禁透出几分怜悯的情绪 又说了一句 另外 我也奉劝你一句话 风水 有时候你不得不信 你必须要敬畏他 你才能得到他给你的善意 否则的话 必定会深受其苦 阳星却是愣了一下 他呵呵冷笑两声 这可真新鲜了 下九流的接音婆 就算我高看你一眼 当你是阴阳先生 那你也只是个阴阳先生 还要在我爷爷的道场讨饭吃 替他办事 拿他给你的东西 你和我说 让我不要把自己抬得太高 对你来说 没有意义 你还要对我说教 阳星冷冰冰地一拍我旁边的棺材 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他拍的这棺材 正好是我爷爷的 下一刻 他直接就说道 刚才唐德告诉我了 这两口棺材 就是我爷爷给你的酬劳 他如今不在 这地方我说了算 棺材 你不能带走 顿时 我的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 死死地盯着阳星 我一字一句地说道 这并不是酬劳 而是他本来就该归还给我的东西 是他从我这里抢去的 阳星 你不要逼人太甚 阳星反倒是嘲讽地笑了起来 罗十六 你着急了 刚才不是挺威风的吗 我一旦说 这两口棺材不给你了 你就开始胡扯一些鬼话出来 还说 这是我爷爷该归还你的东西 你能有什么是他需要的 刹那间 他神色一沉 直接就说道 唐德 直接就把这两口棺材抬出去烧了 绝不给这罗十六 唐德的脸色变得格外为难起来 他欲言又止 明显是想打圆场 却不知道怎么开口 同时 他还有几分惊惧和惶恐 我知道 他这是在怕我们 因为他很清楚 棺材里头是我爷爷 还有我爸 接着 他干脆一咬牙 凑到杨欣耳边 继续说了一番话 我一息听了几句 大概也听明白了 唐德就是告诉杨欣 棺材里头的尸体是我爸和我爷爷 是杨夏元关押了我奶奶 抢走了尸体 来要求我帮杨夏元办事 现在我帮杨夏元办完事了 所以杨夏元就安排他 放了我奶奶 把尸体还给我 杨欣听爸 摸着下巴 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我也没想将事情闹大 直接就说了句 唐德 送我们出去 唐德正要开口 杨欣却忽然说道 我说过让你走了吗 不管棺材里头的是谁 在杨家的地盘上 那就是杨家的东西 我爷爷要还给你 我也不想还 你还欠一个交代没给 他冷冰冰地看着我 依旧是居高临下的姿态 依旧是蔑视不屑的语气 我给你一个选择 第一 跟我去一个地方 给顾老爷子的事情一个交代 第二 这两口棺材我烧了 也算是交代完成 罗十六 你要怎么选 唐德的脸色 更加为难了起来 而杨欣的这番话 却咄咄逼人到了极点 甚至还有些不分青红 皂白虎脚蛮缠的意味 我也沉下脸来 杨欣连番要我给顾老爷子交代 这已经很明显 他是想和顾若林示好 对我来说 并不是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只是因为顾老爷子的死 本身就和我关系不大 甚至可以说 当时我因为顾若林 几乎都算是不要脸皮了 被顾家那么羞辱 还贴着脸上去帮忙 最后 顾家落的那个下场 顾老爷子的死 几乎都是因为他们旧游自取 顾若林的不辞而别 也着实伤透了我的心 杨欣有什么理由 要让我对顾老爷子的死 有个交代 杨欣要用我爸和我爷爷的尸体 来威胁我 也触及到了我的底线 倪人也有三分火气 我也自认为 给足了杨欣颜面了 他还是如此 我也不打算再忍下去 微眯着眼睛 我摇了摇头 冷冷地回答 我一个都不会选 因为顾老爷子的死 并不是我造成的 我也没什么可交代的 那两个棺材里的尸体 是我爸和我爷爷 我自然有权利带走 如果你再挡着路 你就会后悔 杨欣怒及反笑 后悔 他伸手就要来救我的衣领 同时也喊堂得不要傻站着 把人都喊出来 我速度极快 直接抽出来了腰间的枯桑棒 啪的一下 就抽在了杨欣的手背上 这清脆的声响 还携带着杨欣的一声惨叫 我虽没下狠手 只用了三分的力道 但这枯桑棒 可是雷劈目作的惊魂之物 加上陈瞎子传授给我的 能打破人骨巷的刁钻打法 瞬间杨欣的手背上 就是一道血痕 他额头上满是大汗 蹬蹬蹬后退了好几步 更是惊目无比 你敢对我动手 杨欣额头上 青筋都鼓了起来 冲着唐德大吼了一声 唐德 你是瞎了 还是聋了 还不叫人 唐德脸上的为难 变成了抱歉的神色 并没有按照杨欣的话 杨欣死死地瞪着他 说道 你等着 等我爷爷回来了 你会知道 你今天站错队了 我往前走了一步 冷眼看着杨欣 杨欣的气焰 被我那一棍子抽散了不少 他又后退了两步 可他眼神之中的威胁 却没有减少 罗十六 今天 你走得掉 但是来日 你要付出代价 明显 杨欣现在 不敢挡着我了 我摇了摇头 眼中也有几分怜悯 杨欣 你其实很可怜 能活下来到今天 你已经全靠了运气 殊为不易 看似你有钱有势 可实际上你两眼一抹黑 什么都不知道 唐德 陈生海那些小厮 送我出去 接着他也到了我的身边 有几分讨好之意地说道 罗先生 新少爷不通风水 杨长主也算是惯坏了他 这些事情都是杨家家事 我知晓处理 您没必要再和新少爷冲突 我很清楚 唐德也不想让杨夏元的死讯 现在暴露出来 他们要平稳接手道场 应该也有其他事情要做 我给了杨欣一个教训 他不敢拦着 也已经够了 就如同他所说的 我们不是一路人 事实也本就如此 即便是知道他的身份 知道他跟顾若林的关联 我也一样 不想跟他有什么更多的交集 一行人走出风水道场 杨欣的目光 让人觉得芒刺在背 只是 他连风水术都不会 根本给不了我 什么危险 刘文三嘖嘖说了句 石榴 这抽的解气 你怎么不抽脸 我 陈瞎子开口道 打人不打脸 石榴总归还是心软 再者说 哭丧棒抽头上 就是惊魂折寿 没必要下这么狠的手 毕竟他也算是一个外行 难免无知吧 随着他俩的对话 我明显感觉到 身后的目光 更充斥了怒气 对我来说 却无心 去想阳心的事情 我现在只想带着奶奶回家 再去安葬我爷爷和我爸 这些日子 奶奶受苦受难太多 另外还有静娘山的事情 也等着我去解决 没有等多久 冯区的车就停在了道场外 他和冯保下了车 满脸高兴地 跟我们相互打了招呼 这辆车没办法放棺材 我们又都不介意尸体 干脆就直接将我爸和爷爷 请了出来 放置在后排座位 其他人上车 我最后坐上副驾驶 临开车的时候 我还是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 阳心已经快走到门口了 他直直地盯着我看 我忽而发现 他的人中窜起亲戚 耳朵 口鼻的位置 都有几分发 嘿 我不禁有些震惊 这阳心该不是要出事 油门发动 车直驱往前 阳心很快便消失在我的视野里 大概开了几分钟 冯区才问我 还要在这陈仓做什么步 直接回内阳 我沉默了片刻 点点头说 回内阳 冯宝则是在和刘文三搭话 大致就是问这几天 我们的见闻和见识 刘文三绘声绘色地讲了一大堆 听得冯宝和冯区两人连连称奇 惊诧不已 最后他说完了之后 笑呵呵地说道 有句话说得好 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杨江旁边的祠堂里头那七百具遗骨 当年被杨夏元害死 如今杨夏元永远留在了南山群岭之中 也是自食恶果 十六 回头你还是和我去一趟杨江祠堂 我们也得祭拜祭拜他们 我回答说好 这时 冯区却忽然从后视镜打量了冯宝一眼 使了个眼色 冯宝犹疑了一下 才说道 罗先生 我们这几天 也打听了一些有关于杨夏元的事情 其中有一些 和顾驾有关 也算是和你有关 你要听吗 陈瞎子突兀地说了句 十六不听 陈瞎子这话说得太快 其实冯宝开口的那一瞬间 也给了我几分猜测了 本来我心头犹豫 陈瞎子这样说了 我也就没反对 刘文三反倒是说了句 听 为什么不听 陈瞎子一皱眉 直接道 刘文三 你不要乱十六的心 况且这么长时间了 你难道看不出来什么 当初我就说过很多 若非是你窜多 十六也不至于那么难受 刘文三点了根烟 巴达吸了一口 声音却沙哑不少 瞎子 我不是你想的意思 十六今天也可以不听这顾驾的事 那这就一直是一根刺 十六可以装作无视 可他却一直在 刺得拔 事得平 说到底 这件事情 也是十六自己的事 我早就知道自己看错人了 你虽然眼睛不好使 心眼却更看得轻人 但我们不能干涉太多 从后视镜里 刘文三也深深地看着我 我深吸了一口气 也明白刘文三的意思了 陈生开口 冯宝 你说吧 陈瞎子是一直都对我采取保护的态度 尽量他觉得不行的事情 不再入我耳 也不让我去碰 刘文三就不同 他反倒是让我去做 也不是抵死了较真 而是有种认清事情本质的意思 他看得出来我现在心里的纠结 是想让我拔了心头刺 冯宝听懂了刘文三的意思 开始说了起来 他所说的 就是狗家信息上不全面的地方了 当时狗家丢的资料不少 但基本都是关于杨夏元本人的信息 至于杨夏元的家人 还有势力都没有详细的说明 冯宝和冯区这十天 的确没有闲着 打探了不少杨家的信息 风水道场 只是杨夏元势力中的一部分 他很有钱 也多生子女 不过历年来子女 都多遭横祸暴毙 能留下来的属实不多 到现在 还剩下一个小儿子 和一个女儿 这一子一女都凭借他的财力 形成了脉络很庞大的家族 杨夏元对外 是自己丝毫不懂风水术 却对风水格外痴迷 他还让大儿子沿袭风水 甚至还颇有剑术 成了名气 我听到这里的时候 才暗暗觉得杨夏元老谋深算 实际上他和他大儿子 父子两人肯定清楚一切 他在用风水术做什么 以他大儿子的名义就可以解决 只不过 可惜他大儿子 还是折在了批发鬼前 现在成了轻尸 思绪归思绪 我也没出声打断冯宝 冯宝没停顿 也已经提到了杨欣这个名字 杨欣是杨夏元的孙子 也是他大儿子 唯一流下的血脉 不过自从多年前 杨夏元带着一批人 进了南山群岭 最后只有杨夏元 一个人活着出来 连大儿子都死在里面的时候 杨欣的脾气 就变得乖利起来 他对杨夏元有恨意 而杨夏元或是觉得自责 对杨欣 这个长孙给予的 要比另外两个子女更多 这种关系实际上很微妙 并且自从他大儿子之后 也就没有再让其余子女 学风水术了 我眉头微皱 虽然冯宝所说的杨欣 解开了我一些迷惑 可对我来说 知道他的事情 其实没用 我想听的不是这个 我正要开口打断冯宝 让他直接说 顾家和杨夏元的关系 冯宝似乎看出来 我神色 变化 他长嘘了一口气 罗先生 我说这个杨欣 也是因为他和我接下来要说的事情有关 顾家的顾开阳 说到底 其实算杨夏元的女婿 杨夏元的二女儿 也就是杨夏元那个 现在还活着的女儿 在商界里的成就颇高 当年他认识了顾开阳 两人有过一段情愫 不过杨夏元的老婆 一直觉得顾家配不上杨家 不想让女儿下嫁 非要让顾开阳入坠 顾开阳不同意 在杨夏元老婆的干预下 两人结婚没几年 就离了婚 那时 他们还有一个女儿 这女儿被顾开阳带走了 顾若林 始终 我还是没完全控制住情绪 喃喃脱口而出 结果 冯宝却摇了摇头 他不自然地说了句 最开始 我也以为是顾若林 不过罗先生 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这话 却反倒是让我惊恶不已 难道顾若林 不是顾开阳 和杨家二小姐生的女儿 没等我开口 冯宝才继续说道 这件事情 杨家 最开始都不知情 还得亏了我联系过家主 才知道这些细节 当年顾开阳回了顾家 路途之上 他带着的女婴生了顽疾 最后久之无果 还找过张儿 张儿所断定 是因为这女婴 命中受外邪入侵 属于祖宗风水不好 被连累夭折而死 之后 顾开阳瞒住了他人 收养了一个女婴 张儿暗中帮忙做法 似乎说是疑魂 让本来死去女婴的魂魄 跟随着顾开阳收养的那女婴 顾若林和顾开阳 实际上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之后 顾开阳带着顾若林 回来找他前妻 两人的确复婚 这件事情 顾开阳却一直瞒着所有人 除此之外 那杨兴对顾若林兴趣很大 一直在追求她 不过顾若林却一直没有答应 杨兴也在尝试 让杨夏元开口 点了这个鸳鸯谱 可毕竟众所周知 表面上这顾若林 毕竟是杨兴亲姑姑的女儿 所以杨夏元倒是一直没同意过 这一大段话说完 冯宝也苦笑了一声道 这事儿虽然对罗先生 你没多大作用 但我还是感觉 应该和你说一说 说出来 我心里头也舒服 我却压根没想到 这其中 竟然还那么曲折 眉头紧皱 眉心也欲结成了一个穿字 人死之后 还能一魂 我压根没听过这些 也不知道 风水能做到这一点 还有冯宝所说 杨兴追求顾若林 顾若林却并没有同意的事情 却依旧让我心绪复杂 看着窗外 我一言不发了 冯宝也闭上嘴 没有继续说话 也不知道冯宝车 开出去多远 开出去了多久 这期间我一直在出神 心里头很复杂 很犹豫 最后 我总算想清楚了一切 摸出来手机 我翻到了顾若林的头像 翻开他朋友圈 还是显示一条横线 什么东西都没有 也不知道 到底是拉黑 还是被删除 深吸了一口气 我选择将顾若林的好友 从我的微信列表里头删除 我退出微信 画翻出来了他的电话号码 打开短信界面之后 我打出来一大段的话 大致 我将顾家发生的事情 以及顾老爷子的死 全都写了出来 杨欣要我给交代 是要去讨好顾若林 而我现在主动联系顾若林 并不是要给他一个交代 对我来说 这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我要拔掉这根扎在我心里的刺 一切说清楚之后 我才能坦然面对以后 短信里头 我不只是说了顾家当日的情况 我也将我自己的感受说了一些 倒不是有怨气 而是心境平和 祝他以后安好 点了发送按钮 心里头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似是轻松 也似乎是放松 停顿了片刻 我将顾若林的电话号码 也拉黑了 回过头 我笑着和奶奶说 等回去之后 我把我爸和爷爷安葬了 咱们也算是一家团员 得好好庆祝一下 我又转头看向殷先生说道 年关早就到了 零过年也就几天时间 能不能年后再去寄娘山 殷先生并没有什么意见 说没问题 也应该让我好好休息 养精蓄锐 审计则是若有若无地在打量我 我看不出来他的情绪 因为我每次回视他的时候 他的目光都总是马上就躲闪开了 也就在这时 手机忽然嗡嗡震动了一下 我下意识打开一看 是一条好有深情 下面有聊聊几个字 我想见你一面 发送这条好有深情的头像 不就是顾若霖的吗 我沉默地注视了 那个头像几秒钟 刚才拉黑他联系方式的时候 甚至说 我在发那条短信的时候 该想的 我已经想清楚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一个直觉 顾若霖似乎并没有因为 顾老爷子的死而埋怨我 稍微多想一下 我当初觉得他和杨兴走了 再加上顾开阳和刘文三的那一番对话 将我心伤得很深 他并没有接受杨兴的追求 还让杨兴这样的人没办法 得去找杨夏元开口 也足以说明 我其实当时有一些误解 可我于他来说 又算是什么呢 不过是 在他无助的时候 出现了我这样一个人 能帮上他的忙 虽然我的喜欢 还没有说出口 但我的表现 已经说明了很多 他的决绝 却做得很直接 我不去否认 他可能也有被逼迫的成分在内 再怎么被逼迫 他也是一个活人 好生生的大活人 能被逼死吗 连发个信息的时间都没有吗 思绪更是异样的清晰 我心头还是很难过 这难过伴随的 却也还有几分洒脱 随手划过那条好友申请 我点了删除 脑子里头 莫名回新号新号起 陈瞎子最开始和我说过的话 她是豪门贵女 我是阴生子 我们走不到一条路上 如今她的身份更为复杂 至少众所周知 她名义上是杨夏元的孙女 至于她是礼带桃江的顾若林 顾开阳肯定死都不会揭穿 她又是那么一个眷恋家族的人 杨夏元死在了南山群岭 当初顾家的事情 还有她那个名义上的表哥阳心 一直将我是做眼中钉肉中刺 顾老爷子的事情 虽说和我无关 但杨夏元的死 我总是难逃干系 这件事情一旦揭露出来 就算不会反目成仇 也绝对不会再成朋友了 毕竟 我和顾若林接触了挺长一段时间 已经算是对她的性格很了解了 她对家族的维护和执念 远远超过了理性的范畴 她和徐世宇那清晰的思路 通透的性子 干练的风格迥然不同 脑袋里头钻出来 徐世宇这三个字的时候 我不禁一正 因为同时 在意识中闪过的 还有徐世宇无嘴轻笑 说我是个大盲人的画面 玄节我苦笑了一下 她说的还真没错 这一趟能回家 又是小半个月了 看着手中手机 我沉宁思索了片刻 然后我回头看向刘文三 郑重地说道 文三叔 问你个问题 刘文三和陈霞子的表情 都很郑重 明显对我很担心 至于殷先生 则是在闭目养神 审计转头看向了窗外 啥问题 刘文三皱眉 给一个女人送礼物 送什么合适 我再三思量 还是认真的问了出来 最后 我还补了一句 是回礼 刘文三脸色微微变了变 还有几分诧异 他的眉头都被挤成了穿子 十六 你这文三叔 恐怕不得不说说你了 陈霞子的脸色 当即也沉了下来 他直接摇了摇头 你不能去找那女人 十六 这事情比你想得更严重 强人 柳家 亲事 杨夏元那些关系 太错综复杂 况且那女人 配不上你 陈霞子这声音 就显得严厉了很多 而且很不好听 当时我就知道 刘文三和陈霞子 都误会了 虽然他话真的很难听 但是对我来说 何尝又不是良药苦口 苦笑之余 我才说 文三叔 陈叔 你们误解我了 扬了扬手中的手机 我才解释 说是上次徐世宇 给我送了手机 我那天没带什么东西 这几天也是年节了 我打算给他回一样礼物 也是那天答应他的事 陈霞子的表情 顿时就放松下来 甚至于 我觉得他灰白色的眼珠子 都有了几分神光 刘文三顿时也笑容满面 他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 咧嘴笑道 那十六 你可问对人了 等下车 文三叔好好叫你这骑中门道 陈霞子却打断刘文三 和我说道 不要听刘文三的 陈叔的意思 是你看他最缺什么 然后用你这阴阳先生的本事 帮他一次 另外 给他算一挂吧 这 陈霞子的话 似乎还有深意 我大概想得明白 不过也有点不太自 再 也就在这时 我发现沈继的目光 又落在我身上 我回看了他一眼 发现他那许久未见的抵触神色 跃然于眼底 目光相对的瞬间 他又看向了别处 不再看我 刘文三则是在和陈霞子争论 说他这想法太不对 女人想被算卦 阴阳术 能帮女人什么 陈霞子则是一句话堵了回去 你是女人 你怎么就知道 女人不想被算卦 阴阳术不能帮女人忙 刘文三哑口无言 最后碎碎念了什么 我也没大听清 不过我心情倒是好了起来 在赶路过程中 又和奶奶商量 我们应该怎么操办家里的年事 还有就是 我身上钱也算是不少了 要不就直接在外面买套房子 咱们就不回小柳村 虽说落叶归根 但是小柳村 毕竟不合适住人了 也是我们一家人的伤心底 奶奶本来精神不太好 我最后这句话说完 她明显提起来不少精力 脸上的皱纹都笑在一起了 说买房这件事情 可以赶紧去办 她不催我成家 却也让我要好好考虑清楚 然而成家立业 就要能有本事 肩负地起责任 明显 奶奶基本上 不掺和我这些问题和想法 时间 一会儿过 又是三天 逢区将车先开回了柳河村 打算将刘文三 殷先生 沈济 还有我奶奶留下 陈下子要回市区里 我也要进市区内操办事情 在刘文三院门口 车停下来 他们四人下车 我也跟着下了车 到了刘文三家门口 我怎么也得下车 跟何彩儿打个招呼 好巧不巧的 就和沈济并排在后头 进了院门 过门槛的时候 忽而脚下一半 这半脚太突然 我闷哼一声 砰的一下 直接整个人正面 朝着地上摔去 结结实实摔在地上 疼得我呲牙咧嘴的 刘文三他们诧异地回过头 殷先生忽然皱眉 说了句 胡闹 我强忍着疼 回头瞅了一眼 沈济正收起腰间的鞭子 我摔那一下 可不是他长边 绊住我的脚了吗 沈济轻声回了一句 鞭子太长 不小心掉出来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从地上爬起来 沈济已经走到 殷先生的身边了 他都没再看我一眼 刘文三问了我一嘴 没摔坏吧 何彩儿也匆匆 从堂屋里头出来 他胆紧来搀扶我 我胆了胆身上的尘土 苦笑着说 没事 奶奶则是让我走路注意点 得好好站稳 简单和何彩儿说了几句 告诉他 我下车就是想跟他打个招呼 接着 冯宝和冯区 也将我爷爷和我爸的尸体 抬下车 送进院子里头 将尸体安顿进了一个房间 奶奶叮嘱了我一句 让我别担了太久时间 去看房子 一并也要看好藏地 我告诉奶奶 其实藏地我已经有打算了 爷爷要葬在张九瓜的旁边 我也可以在附近 给我爸选一个急扰 奶奶这才放心了不少 我也没在院子里多留 回头上了车 进城之后 我和冯区先送陈瞎子回了家 随后我有些局促地 拨通了徐世宇的电话 这会儿时间在下午六点左右 天色临近暮时 我这会儿才打电话 也是估摸着徐世宇下班了 结果 响铃都结束了 他都没接 犹豫了一下 我又打了一个 他还是没接电话 加班 有其他事情在忙 考虑到徐世宇职业问题 我也没继续打了 一般情况下 他肯定不会连续不接我电话 给他发了一条微信 说的是我回那阳了 想和他见见面 给他回礼 这条微信 他也没有回我 冯区眼力见儿倒是不错 试探地问了一句 罗先生现在没别的安排 要不去一趟冯家 家主肯定很想再见你 你不是还得看房子吗 这事儿我能去帮你跑一跑 你直接告诉我要求 在冯家休息一晚上 明天这事情就妥当了 冯区的提议也不错 对于仿制罗盘的事情 我也得感谢感谢冯志荣 要不是那几个仿制罗盘 审计未必能对付得了 秦太为首的那几个血煞 也没办法带我上 批发鬼的第四只脚山脉 我们就不可能将杨夏元 留在南山群岭了 同样 我也想见见 那个打造定罗盘的工匠 他记忆的确不一般 单凭我手绘的图纸和照片 就将仿制罗盘做出来 甚至还有很强的效果 我还得找他打造更多的仿制罗盘 甚至可以考虑 多加一层到两层的风水盘 罗盘之中的风水盘层数越多 震湿驱邪的效果应该越好 仿制罗盘使 用一两次会裂 除了工艺原因 也有风水盘层数不够 震不住那么凶的鬼祟 定罗盘肯定不会那么容易损坏 效果绝对更强 我也回想起来 杨夏元用了自己的罗盘 去震轻尸 换做仿制罗盘 肯定当场就会裂开 没这个实力 我升起一个算得上 是异想天开的想法 能不能将定罗盘 再按照一比一的比例 仿造一个出来 不多时 车也停在了冯家大院外 推门下车 就看见院门口 冯志荣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蝉服 他满脸笑容地朝着我走进过来 我刚打了招呼 他就和我握紧手 冯志荣明显格外高兴 说他接到冯区的电话 马上就安排了接风宴 事情经历得多了 对于这些 我也就没那么紧张 不会像是以前那样 忐忑和受宠若惊 反倒是宠辱不惊 接风宴上并没有其他外人 冯志荣也安排了冯区和冯堡上桌 除此之外 就是一些我见过的冯家人 以及当时在阳江边上 出力不少的管理人员 一餐饭吃下来 冯志荣表示 我应该多到冯家走动走动 就当成自家一样 言语上我也没拒绝 毕竟冯志荣给我帮了不少忙 我总是要给足冯志荣面子 最后我才说 想让冯志荣引荐一下那位打造纺制罗盘的工匠 冯志荣当即就点点头 说这是一件小事 他问我什么时候要见 他这就安排安排 略作思索 我回答说 那就今晚吧 快过年了 我也还有不少事要做 耽误不了时间 冯志荣也没犹疑 马上就打了电话 对我来说 虽说这几天时间都在赶路 从南山群岭出来 又回内阳 起码路上六七天的时间 但是赶路多了 反倒没那么累 睡觉是睡了不少 算是休息得不错 几分钟后 冯志荣笑容满面地说 让冯驱开车送我过去 他已经交代好了 从冯家离开的时候 差不多是八点半 前几天都一直在山里头 耳边听多了虫鸣鸟叫 见到霓虹闪烁 车水马龙 反而让我很亲切 冯驱也和我说了一些 他所了解的 那个工匠的信息 那人叫做商匠 四十来岁 很擅长打造铜器 经他手修复了不少 有价值的青铜器 也出产过一些仿造的精品 他并不是专门打造 风水器具的人 不过对这些也很感兴趣 至于人的性格 也很豁达 很好打交道 我 听了这些信息很高兴 人豁达好打交道 那就再好不过了 差不多九点钟的时候 冯驱的车 停在了一条 比较寂静的老街 这里也是内阳市的 老城中心 下车之后 都能远眺到内阳山 这条老街 都是老房子 黑灰色的砖墙 门略微凹陷进去 纵观前后两排 都是如此 门也不大 一米见方 逢驱走到其中一家门前 敲了敲门 很快门就开了 开门的 并不是我所预料的中年男人 反倒是一个 妖娆性感的女人 这女人三十来岁的年纪 保养得宜 很有成熟女人的韵味 虽是素颜未施粉带 但生就一双桃花眼 看人时总让人觉得 有些勾魂射魄 只是在她的眼角 尖门的位置 若隐若现有一颗黑红色的痣 这尖门之声的特殊 血至为虚 黑至为实 一眼我就断定 这女人 怕是有点不对劲 逢驱明显呆了呆 然后才回过神来 笑呵呵地喊了句 伤夫人 接着她又和我介绍 这是伤将的妻子 苗靖 我注意到 她腹部隆起 明显还怀了孕 看肚子 应该有六七个月了 我神色不变 打了个招呼 苗靖反倒是有几分诧异 还多打亮了我几眼 她走在前头 领我们进了院子 门后还有一个小院 不过二三十平 十分紧凑 在后方才是一间堂屋 堂屋里头 还坐着个和苗靖年纪 差不多的男人 这位是我表哥 这两位是冯家来的贵客 表哥你要不过两天再来 他们找老伤 别有正事儿呢 苗靖笑意迎然 不过我注意到 她神色有几分躲闪 当然不是对我们 而是对椅子上那个男人 我注意到 那男人竟然生着一副三白眼 并且 他嘴唇厚 嘴大无棱角 鼻头也很大 还略有几分下垂 那男人站起身 笑眯眯的说了个行字 苗靖歉意地 对我们打了个招呼 说商将 在那屋里头忙活东西呢 马上就会出来 接着 他就送着男人离开 他们往外走的时候 我目光也随着打量过去 冯屈小声地说了句 罗先生 这苗靖的确是个游物 不过对您来说 算不上什么 您还是 我 他面相 有点问题 说完这句话 我也没忍住 瞪了逢屈一眼 他则是明显有点尴尬 小声说他误会了 赶紧和我道歉 这个小插曲 苗靖已经送他表哥离开 我皱眉思索了几秒钟 还是觉得 这苗靖的面相很奇怪 一般尖门生智 都是代表感情有变 有的代表自己 有的预照着另一半 而面相上的志向虚实不定 这就肯定是代表自身了 只是 如果女人出轨的话 要么人中会并存出强制 或者额头上升双龙抢猪 苗靖这两样都没有 只是那虚实不定的尖门智 难道是在摇摆不定 这面相太少见 才让我多看那么几眼 以至于让冯屈都误会我了 同样 刚才他表哥的面相 也是少见 甚至比当时的周冰的面相 还要稀少 其一是三白眼 眼珠子靠上 眼左眼右 还有眼下都是眼白 或者眼珠子靠下 眼上和左右都是眼白 分别有上三白和下三白之说 三白定好色 性格还阴险奸诈 婚约感情不忠 也对经历过的女人 绝情绝义 其二和其三 则是鼻头肥大下垂 以及后唇没有棱角 前者是鼻大欲大 后者是欲求不满 没有节制 放到以前 这就是标准的登徒子面相 到如今 就是渣男相了 出神之间 脚步声传来 同时 冯屈也兴冲冲地喊了句 伤老哥 我回神抬头 从堂屋偏门处 走出来的男人 他无短身材 身高竟然还不到一米五 穿着一身干干净净的白布衣 也是整齐利落的寸头 此人便是伤将 他已然走至我面前 笑着伸出手 阴阳先生罗十六 早有耳闻 早有耳闻 商将身材不高 手指却很长 干了那么多年工匠 也没多少老减 我一眼 也看过了他的面相 他五官很清晰 端得是古戏肉滑 印堂明润 更是五月朝戒 这五月分别指额头为南月横山 鼻头为中月松山 下颗北月横山 左右两全鼓 分别是西月华山 东月泰山 鼓相之中有句话 五月朝戒 一生富贵 而无短身材的人 则需腿短 则命长贵 若是腿长 便是富贵难享用 多早死了 商将之命贵一生 也是五短中的长命相 倒是有得有失 只不过 我还注意到他的英智功 干扁 尖门也有一颗黑痣 这反映的是老婆出轨 以及他今生五子四 罗先生 商将喊了我一声 才将我喊回神来 我也伸出手 和他握了我 他张望了唐屋外 怨门处一眼 他的确豁达 也带着歉意说道 万分抱歉啊 罗先生 我那表舅哥老上门 我刚才是避避他 不然的话 冯家主都知会过 我肯定在这里等您 我摆摆手 说无碍 再者说 也没怎么让我等 接着 我也阐明了来意 除了说感谢他之外 还想要他 帮我再打造纺织罗盘 这一次 我想要做得更复杂一些 商将眼前一亮 他连连点头说 没问题 接着问我 带图纸了没 他打造那罗盘之上的 三层风水盘 已经觉得格外精妙 打造完成之后 自成一体 本身他就想要找 我要更多的图纸 虽然我给过 原物罗盘的照片 但是单凭他看照片 反倒是打造不出来 这段时间 他尝试了许多个 都失败了 最后还是只能 打造出来三层风水盘 我也觉得诧异 不过很快也想明白了 定罗盘毕竟是 风水勘于的宝物 不懂风水的人 拿出来放在他面前 他都不会用 画出来图纸 也使我很了解定罗盘 按照要打造的 仿制罗盘 放大了风水盘的刻画图 换成别人 或许能做个表象 但却不知道 到底什么尺寸 最为合适 这恐怕也是 商将拿着照片 都做不了的原因 思索间 我立刻回答 虽然图纸我没带 但是定罗盘的 食物我带了 我们可以现画图纸 除去了给 仿制罗盘加层数 我还想要 一比一的刻画 打造一次 商将明显 心神澎湃起来 说那正合他意 他也要看我画图纸 接着 商将就要带路 让我往里走 我其实本想 现在提醒他 一下面向的事 毕竟他现在帮我了 我不能看见了 还不说话 不过 他老婆苗静也回来了 他额头上都是汗水 脸色也有些飞红 老商 送走了 明显 苗静话语间 有点乏力 他歉意地 对我们道了个歉 说自己去房间休息 他走后 商将眼中 都还有几分心疼 逢驱 恰逢其实地问 老巨 这是咋回事 看起来好像这表情 关系不太好 商将苦笑说 他这表舅子 为人贪婪成性 早几年他经常帮衬 现在他倒好 直接上门要钱 每个月都来 那么一两次 拿得也不少 说是借 却从来没还过 最近他表舅子 要结婚了 开口就是借八十万 他不是拿不出来 是不想再拿了 他老婆本来 很照顾娘家 和他表哥关系很不错 现在也被弄得很伤心 只是他现在 有孕在身 加上他不想 和表舅子闹翻脸 到时候 整来一大家人闹事 就万事一个必自觉 从来不露面 单凭商将这话语 还有神态 我看得出来 他对他老婆 怕是感情不浅 我就没选择 现在马上说出口了 而是在思量 一个合适的方式 不多时 跟着商将进堂屋之后 绕过一条过道 进了一间工具房 里头摆放着一张长桌案 上面都是各种工具箱 其中一个打开了 里面都是刻刀 以及其他 我不认识的小工具 桌案上放着好多雕刻 废了的罗盘底子 当时我画的那张图纸 还有打印出来的照片 都挂在墙上 商将立刻给我 腾了一个地方出来 又找了纸笔 让我画设计图 我也没藏着掖着 直接拿出来了定罗盘 当时商将眼睛都直了 小心翼翼地 从我手中讨要过去 捧在手里头细细打量 他喃喃道 真的是精巧无比 能打造之人 也算是工匠打架了 商将看了许久 小心翼翼地 将定罗盘还给我 他又去拿桌上的工具 正要说话 紧跟着 他手却忽然不受控制地 抖了一下 他痛哼一声 无名指竟然稳稳地 扎进了一把刻刀的尖头上 我看着都生疼 下一刻 就是鲜血如注 商将额头上都溅了汗 他眉头紧皱 面色难看地说 见鬼了 他把刻刀拔下来 赶紧捉住了伤口 过了半晌 他才让我别见笑 同样 他也有几分烦躁似的 说他这辈子 都没被刻刀扎过 刚才好端端地想去收一收 就是没控制住 手直接戳上去了 我则是神色一宁 定定地看着他的无名指 若有所思 人之食指 根根连心 一掌无指 也有所代表 手指受创的话 其中大拇指代表长辈受伤 或是事业招惹是非 食指则是招小人 破财 中指则是自身或有灾病 小拇指则是子女健康欠佳 无名指预照的是感情 以及配偶的身体状况 或许会有所变化 苗静有出轨相 甚至怀孕 商丘也是监门生智 并且因志工绝无子女 开始我的第一直觉 是苗静肚子里头的孩子 不是商将的 可忽然我又想到 另一个可能的因素 若这孩子是他的 只是无法出生呢 此刻商将无名指受创 虽然意外 但却吻合了 他和苗静的感情变化 我长叙了一口气 郑重地和商将说道 商老哥 我们先去看看 你老婆 商将诧异地将手指头放下 不解地看着我 罗先生 咱们不是还得画图纸吗 明显 商将压根不知道我的意思 刚才我本就想说 却被他老婆回来了打断 之后商将就带我进了屋 没给我机会 现在我若是不说清楚 万一出事了 商将肯定也无心再做其他 请客见我捋顺了思绪 直接就说道 刚才我看出来他面相有异样 本来还在想 怎么和你说 你无名指却受了伤 无名指在骨相之上 代表感情变化和身体状况 还是去看看他 确保稳妥 顿时 商将眼底惊恶 同时也有了几分急切 那时得赶紧去看看 商将虽然身材矮小 但是他急切之下 速度可不慢 我赶紧跟上 同时 我也快速和商将说 嗨 有事情得和他说 也是关于他和他老婆的 商将都没回头 直接摆摆手 罗先生 先看看 我老婆安不安全 阴阳恕我早有耳闻 马虎不得 请客间 我们就回到了堂屋 逢驱坐在右侧的椅子上打瞌睡 我们出来的同时 他一个机灵回过神来 下意识就问我们怎么了 商将没理他 快步朝着左侧的廊道走去 我也来不及多说什么 冯驱就匆匆跟上了我们 这院子本身就不大 不到一分钟 商将气喘吁吁 停在了一间屋子门前 他本来要直接推门 又忽然回头看了我和冯驱一眼 改推为敲 还急匆匆地喊了一声苗静 你睡了没 这细节我看得清楚 要没我和冯驱 他直接推门就进去了 夫妻俩哪有那么举手 不过我们两个男人是外人 万一推门里头 有什么不方便的 也很尴尬 房门半天没想动 我眉头微皱 商将也着急了 又敲了几下 喊了几声 最后 他还是一把推开了门 屋内光线有几分晦暗 没开灯 月光也照射不进来 安静得像是没人似的 我却闻到一股子淡淡的血腥味 或许商将和冯驱没反应 可我遇到的事情多了 见得血多了 对这血腥味就格外敏感 啪哒一声轻响 商将摸到了旁边墙上的开关 屋子里头亮起白赤灯的光 这是一个略有古色古香的房间 床室雕花木床 旁边不少架子 都放着铜器 苗静躺在星号星号 双目紧闭 被子盖着他的身体 直露出来一个脑袋 发丝略有凌乱 没事 没事 他睡着了 商将似乎是松了口气 呼吸都没那么急促了 我微眯着眼睛 左右在屋子里头扫视了一圈 很仔细地分辨闻到的味道 确定的确是血腥味 只是这一圈下来 却没见到血 最后 目光落到了苗静的脸上 我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这苗静的脸色有点发白 白得不太正常 之前一刻见到他 他不湿粉带 皮肤白里透红 极有风韵 哪儿要人睡着了 皮肤变成惨白的 就和湿血过多了似的 罗先生 咱们先去继续画图吧 商将喊了我一声 商老哥 你把你老婆喊起来看看 我沉声说道 商将却不自然地说道 这 我老婆平时睡眠不好 今儿还罕见地睡得早了 觉醒了 怕是今晚上就不好睡 现在也没事 要不等明天 罗先生再帮我们看看相 这么晚了 应该不会出事吧 商将犹犹豫豫 我心里头那股悸动 却丝毫不减 直觉太过强烈 我快步走到了床榻边上 直接一把就拉住了被子的脚 用力就要掀开 骤然间 星号星号的苗镜 眼睛一下子就睁开了 同时 一只冰冷的手 死死地扼住了我的手腕 苗镜直勾勾地看着我 冷不丁地说了句 老公 你干嘛呢 让罗先生进我房间 还掀我被子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很困了 想休闲 他眼中空服 声音也充满了空洞 手上的力气却丝毫不小 掐得我手腕生疼 这 罗先生 伤降语气也沉了两分 我后退了两步 多看了苗镜两眼 也挣了一下手 苗镜这才松开我 靠近他 那骨子 血腥味就更浓了 看上去这苗镜没事 可他的面色 和脸上的神态 都和刚才有天壤之别 尤其是这木桐空服 还有声音空洞 都是死人像 罗先生 咱们还是去画设计图吧 这的确很晚了 先让苗镜休息休息 等天亮了 再给他看相 伤降陈生和我说完后 简单跟苗镜解释了一下 我们来他房间的原因 也是实话实说 他刚才无名指受伤了 我是很厉害的阴阳先生 帮他算了无名指受伤 可能妻子身体抱恙 他带我来 我去掀被子 也是出于对他的担心 苗镜还是保持 躺着的那个动作 目光却瞟到了我的身上 说道 我现在好端端的 哪有什么事 你们忙你们的吧 行 商将已经伸手 来拉我了 我心里头疑惑很多 却也不好现在开口 不然商将 怕是要和我翻脸 三言两语就能看出来 他对苗镜感情很深 也格外呵护 这种情况就很难办 刚好这会儿先出去 到了房间外面 我得郑重和商将聊一聊 关于监门面向的事情 没等商将的手拉到我 我就先直接往外走了 我们刚走出门 砰了一下 门就被重重关上了 这动静大的惊人 就像是有人砸门似的 屋里头又响起苗镜的声音 变得比刚才更冷硬 老公 你们忙完 就送罗先生走吧 我不算命 命越算越薄 我肚子里还有孩子呢 不能让他的命也薄了 我眉头微皱 商将明显很尴尬 往前走了一段距离 回到堂屋 商将也马 上后道歉 说他老婆性格就是这样的 睡觉被吵醒了 就得和他吵闹 这事不用放在心上 接着他又小声问我 不看相的话 能算命吗 是不是还得要生成八字 他老婆说话都抵触了 他想要不就偷偷算一下 我深吸了一口气 先让商将坐下 他明显有些不解 还担忧地问 是不是我生气了 他老婆的确没什么坏心思 刚才也只是误会 毕竟一个女人 被陌生男人进屋先辈子 她的反应也是人之常情 我摇摇头 说我没生气 这都是小事 我要说的 也是他老婆面向的问题 商将诧异 问我就这样一照面 就看出来了 我点点头 也直接说清楚了 我刚到的时候 这面相就看过一遍 不光是他老婆的 还有他的 商将眼中惊诧更多 不过也变得迫切起来 让我快说来听听 我理了理思绪 直接将苗静的尖门志 以及他的尖门志 加英志公的事 说了一遍 并且 我说得很直接 也很确凿 双方都是尖门志 必定有一方出轨 要么是他老婆 要么是他商将 而英志公代表的 又是子嗣 商将没子嗣 大概率他老婆 肚子里的孩子 不是他的 就算是 恐怕也生不下来 无名指受伤 也暗合了感情变故 和他老婆回身体抱恙 讲清楚这些 还是花费了十几分钟 因为怕商将 觉得听不明白 我解释得格外详细 女爸 我定定地看着商将的脸 而商将的脸色 顿时就变了 变得格外难看 我正想继续说话 商将却忽然站起来 他来回踱步 神色阴晴不定地看着我 也就在这时 啪的一声碎响 这声响太突然 我猛地侧头 看了一眼唐屋外 商将和逢驱 也都看出来 让我瞳孔紧缩的是 苗静静不知道 什么时候 站在唐屋门口 他手锤在身边 地上多了一个长条盘 还有几个碎了的茶杯 一个茶钟 苗静的脸白得吓人 他直勾勾地看着我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老 老婆 你怎么起来了 商将脸色变得很慌乱 苗静的眼睛里头 也充满了血丝 那血丝似乎要 蹦裂开始的 他忽然笑了笑 说了句 罗先生 我老公好端端地 帮你做事 他得罪你了吗 你要说 这种话来污蔑我们 亏我刚才还觉得 自己说话太重了 起床来给你们泡茶 你说的是人话吗 一眼就能给人看了下 算了命 苗静的声音格外尖锐 甚至还透着怨恨 他冷不丁地又说了句 还是你心眼太小 刚才没让你掀辈子 你就这样诋毁人 接你进门的时候 我就觉得 你真人不对劲 眼珠子从我身上挪过一会儿 你是觉得无所谓 想随便怎么说 别人就说了 你是阴阳先生 有冯架给你撑腰 所以别人不撑你心 不如你意 你就要逼死人 苗静的语速快得惊人 他说的话也格外刁钻 那空洞的感觉 却越来越强烈 这声音在院子里头 似乎都形成回音似的 滚 你们两个都滚出去 不准再来我家 最后 苗静直接下了逐客令 伸手指着院子的门 我眉头紧皱 定定看着苗静的脸 才发现 他的眉毛断了半截 印堂的位置 似乎也有所开裂 心头猛然间落了半拍 苗静 死了 这念头出来的瞬间 就让我心惊无比 可他的面相 的确是死人相 性格也比这刚才变化太多 尤其是这无声无息 出现在堂屋外 我们压根一点都没发现 商将忽然也走到了苗静身边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 说道 罗先生 你们还是先请回吧 今天的事 看在冯家的面子上 就这么算了 罗盘的事情 你另请高明 我脸色也变了变 没想到商将竟然那么直接 我正想开口解释 商将却直接没给我说话的机会 又说请回两个字 也刚好在这时 他家院门被人推开 走进来的 赫然又是 刚才离开的苗静他表哥 三十来岁的中年男人 却生着三百眼 夜里头这面相也挺甚人 表妹夫 我一直在门口 等着没走呢 咋地了 家里头出事了 这男人神光游走 脸色上也充斥着阴影 还有几分阴狠之色 表哥 你没走正好 这人来我家 说些话更是恶心人 他还在老上面前污蔑我出轨 孩子别人的 苗静直接伸手指着我脸 顿时 这男人就变得不怀好意起来 手里头也抽出来皮带 商将冷着脸看着我 又说了句 让我请回 不要闹得太难看 冯驱直接就挡在了我前头 他声音也冷了不少 什么难看不难看 谁敢动罗先生一下 他还要继续说话 我打断他 让他不用说了 直接就转身往外走去 冯驱紧跟着我 很快 我们就出了商将家门 后面砰的一声 门直接关闭得 严严实实的 明显冯驱声音不愤 罗先生 你刚才怎么拦着我 这商将明显脑子轴了 他老婆说什么是什么 他都看出来 这苗静有点不对劲了 我摇摇头 说这人的性格很倔 他明显对他老婆也很相信 这种情况下 我们待在这儿 也没啥意义 再加上苗静的表哥没走 在别人家里头闹起来 没半点好处 冯驱也不自然地问道 那现在咋办 仿制罗盘不做了 我沉默了一下 微眯着眼睛 看了看商将家的门 说道 他会来找我的 冯驱诧异 问我为啥 我示意他先开车门 我们两人上了车之后 我也没瞒着冯驱 直接道 看苗静的面相 应该是死了 他这性格也变得很乖利 他表哥绝对有问题 商将一时间发现不了也正常 要我刚才说了 就得破罐子破摔 没那个必要 指不定他还不信我 冯驱脸色又变了变 不安道 死了 刚我们来都还好好的呀 他就送个人 回来救 于至此处 冯驱闭口不言 他开车回冯驱 路上我也看着窗外 心里头也有几分不自然 苗静是死人相不假 主要的是 他肚子里还有个娃子 死后马上就成那副模样 我在榆山身上见过一茬 这恐怕是活尸 活尸还有口气 硬要解释 哪儿解释得清楚 我真要出手了 让他咽了气 在商将看来 岂不是我杀了人 也就只能等商将自己发现问题 月末半个多小时 回到了冯家门口 我翻开手机看了看 徐世宇还是没回信 这已经好几个小时了 我不由得有几分担忧了 站在冯家门口 我又打了一个电话 这通电话 却还是没人接 心头的那股悸动 多得有一些不像话 冯驱看出来 我神色不对 问我怎么了 还是徐世宇不接电话 惊吓我在车上 他也晓得我打过电话 我点点头 冯驱犹豫了一下说 要不我打到他们局里头问问 这不太正常 不接电话 回得信息总藏 看是不是发生什么 紧要的案子了 徐小姐一直在办案 无暇看手机 万一有啥特殊情况 也好有个反应 冯驱这提议 我刚才也想到了 也没拒绝 就让他联系过去看看 我没他们局里的联系方式 马上 冯驱在我旁边摸出来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那边很快接通 冯驱也直接阐明意思 问了徐世宇 说真的 我还是很激动 有种说不出来的紧张感 冯 驱明显脸色也有所变化 很快 他挂断了电话 不自然地说道 罗先生 怕是有点不对劲 我心头突突直跳 让冯驱直说 发生啥了 犹豫了一下 冯驱说道 他们讲 徐世宇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去局里了 差不多 快一周了吧 他没去的头一天 发了信息说请假 之后 也就联系不上人了 我眉头紧锁起来 直觉促使 我让冯驱再打一个电话过去 问问徐世宇家里头的地址 我过去看看 冯驱也明白 事情的严重性 他又去要了地址 好在我和徐世宇局里打过交道 再加上冯家的地位 以及他们知道 我和徐世宇的关系 拿到这地址 倒是没阻碍 此刻时间 已经快十点钟了 夜空中透着一股子 幽冷死寂的感觉 逢驱又开车 再到徐世宇家楼下的时候 时间花费的就长了许多 差不多临近十一点 深夜紫时 徐世宇住的地方 是一个老式小区 大门还是那种铁门 门卫是亮着暗灯 我们进去 还花费了不少功夫 又是登记 又是说徐世宇的家庭住址 那门卫大爷 还审视地看着我们 似是怀疑似的 进单元 上楼 一直到了六楼徐世宇的家门外头 我都用的是最快速度 几乎没花费什么时间 抬起手 我敲了敲门 心跳都加快了不少 楼道里头太安静 鼻翼间有骨子发霉的味道 我都能清晰听到 自己的心跳和呼吸声 悄无声息的 我身旁又多出来一个女人 逢驱明显被吓得不轻 我心头一致 出现在我身边的 不就是我妈吗 她面容竟也有几分死寂的冷 抬手就推向房门 咔嚓一声 整个门发出不堪重负的声响 直接就被推开了 屋子里头光线很暗 月光照射 勉强能失雾 我压低了声音 喊了一声徐世雨 屋里头形成回音 明显也没人在家 我妈走到了茶几边上 伸手拿起来了一样东西 我也快步走过去 才看见 那是一把梳子 自从离开狗家 去陈仓这一行路上 我妈一次都没出现过 我也没有无谓地担心 我妈本是不小 至少不会有莫名的危险 再之后 南山群岭之中却太危险 我反倒是不想它出现 直到刚才 她翘无声息来到我身边 现在又拿起来这把梳子 这一瞬间 我就回想起来 当时徐世雨和我吃饭的时候 手里头莫名其妙地多了把梳子 那时候 整个咖啡厅的灯都灭了 这梳子 是我妈给徐世雨的 她 不在 我妈的声音很空洞 透着几分冷剂 甚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利色 这就让我心头的悸动更多了 好端端一个大活人 不可能莫名其妙就失踪了 主要是徐世雨小姐他们局里 也没说什么不正常的呀 冯屈也硬着头皮说了句 我没接话 极力让内心平稳镇定下来 去开了灯 屋子里头很整齐 也很干净 没什么异状 这是一个普通的一居室 我也去开了卧室门 以及洗手间 厨房的门都找了一遍 也没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只是徐世雨老家就在内阳市 他也没有其他亲戚 徐白皮也早就 留在狗家后面的婴来之地 他请假不上班 还那么长时间 等救 已经返常 现在连电话也不接 信息也不回 肯定是出事了 回到客厅里 我脸色也沉下来不少 能推断徐世雨出事了 可想找他 却无异于大海捞针 他什么信息都没留下 他可能去了哪 出什么事 我们也是两眼一抹黑 冯居 你现在联系他们局里 把情况说清楚 看看徐世雨可能去哪 最近出过什么事 无可奈何之下 我也只有这一个办法 先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冯居马上就开始打电话 我下意识地 又扫过一圈客厅 目光却停留在 南墙根上的地方 那里放着一张暗机 暗机上头点了香炉 供奉了一个雕塑 前头还放了不少供果 香炉之中的香早就燃烧干净 供果也因为放得太久 有的发霉 有的脱水干扁 我快步地走到了那暗机前头 却觉得格外的不对劲 看似这暗机也干干净净 没什么异样 可徐世雨在认识我之前 压根不信鬼神 之后就算勉强接受 这世上有很多超乎常理 存在的东西 他又怎么可能在家里 供奉神坛 我定定地看着那雕塑 那雕塑无脸 更为显得怪异 眼皮不受控制地 微微跳动起来 我将雕塑拿了起来 我 才发现更怪异的地方 这雕塑是抬着手的 手臂平举 指着前方似的 眉头皱得更紧 我将雕塑放回了原位 顺着它的动作 回头看了一眼 这南墙根 正对的却是客厅开门的那道墙 墙上有一排子 之前我们进屋 因为背对着这道墙 那墙边什么东西都没有 也就直接忽略了 压根没看见那字 字迹透着黑红色 像是血一样 已经干涸 那却是一个地址 我的动作 也引起了我妈的注意 她只看了一眼 忽然整个人 透出来的气息 都阴冷到了极点 她的血 我妈的声音 都陡然变得尖锐了不少 这话 却让我头皮炸起 心头更是恶寒 这墙上的字 是用徐诗宇的写写的 我死死地盯着字 不只是自己 记下来了地址 我也拿手机拍了照 再回头看那雕像 以及整个暗机 不知道为什么 我忽然觉得这东西 冲我来的 徐诗宇莫名的消失 应该是被人劫持了 那人还用他的血 在墙上留字 更重要的是 他还留下着暗机和雕塑 引导我去看 这人来者不善 可我却不知道 他是谁 和我有什么仇怨 会迁怒到徐诗宇的身上 我这样想 并不是没道理 徐 诗宇没什么亲切 更是不信鬼神 接触我之后 也就认识我这么一个阴阳先生 不可能有人莫名其妙地对付他 然后玩这一手 唯一的可能就是 和我有什么矛盾 知道我和徐诗宇认识 才故意出手 找到他 我妈冷不丁地 又说了一句话 我回过神来的时候 却发现 他已经消失不见了 这时候 冯居的电话也打完了 他走到我身边 不自然地说 罗先生 的确有点问题 他们局里头消失的人 其实不止徐诗宇小姐一个 还有别的人不见了 不过那些人都没请假 其实他们局里已经在调查 只是我还想问更多 他们却不透露了 这事儿我还得找家主 家主出面 联系一些人 才能够知道确切情况 不止徐诗宇一个 巧合 还是说他们局里头得罪了人 可心里的直觉告诉我 我最开始的想法 应该是对的 至少 我得去那个地址看看 冯居 你先回去找冯家主 把那件事弄清楚 我们分头行动 我开口说道 冯居面色担忧 他也看着墙上的地址 不安地说道 罗先生 你打算一个人去 我感觉不太正常 要不再多带点人手 普通人带多了没用 这会儿去叫陈叔 或者去柳河村 来回又要担了很久 我先去看看情况 你回去和冯家主说了之后 也帮我去找陈叔 以防万一 最后 我又郑重地 说了这四个字 冯居也没多说别的了 从徐诗宇家里离开 在小区门口 我们分道扬镳 这里城区虽然破旧 但是叫车方便许多 很快我就拦了一辆出租车 上车后 直接就说了地址 同时我也催促司机 快点开车 我拿地图导航了一下这地址 这地方竟然贴近了内阳山了 当初顾家 是在内阳山的正面 坐北朝南 不过 顾家都已经坍塌了 早已经不复存在 等到了地方 我才发现 这是在内阳山下的西面 从这角度 勉强能看到当初顾家的位置 现在还是一个大坑 下方蓄满了江水 眼前是一排民房建筑 多是平房 并且墙上都打了拆的红字 看上去 基本上没什么住户了 不少窗户都是破败的 漏风 甚至还有很多平房 连门都没了 这些老房子早就该拆了 人怕是全都搬走了 也就在这时 我的手机忽然嗡嗡震动起来 拿起来一看 竟然是徐世宇发过来的信息 只有聊聊一句话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 短暂的惊喜 随即就变成了冰猛 这肯定不是徐世宇发的消息 这话的意思 可不就是在等我吗 我直勾勾地盯着眼前那一排平房 给我发消息的那人 明显就是看见我了 他一直在这里等我 果然我的猜测没错 我马上就回了一条信息过去 你到底是谁 和我有什么仇怨 这事情和徐世宇无关 你放了他 我们面对面谈 那边回过来一个消息 罗十六 你是真的年轻不懂 还是装傻充愣 我会想和你面对面谈吗 我沉默片刻 问他到底想做什么 怎么样才放人 那边又回了信息 从东边开始数 第三间屋子里 有一个人 他怀孕快足月了 第四间屋子 也有一个人 不过这是一个死人 也是怀孕足月的 你想知道怎么样 我才放人 倒不如我告诉你 那女人现在不在我手里 我将她留在某个地方 不算太危险 但也不安全 你尽快过去 说不定她不会死 你按照我说的做了 我就让你找到她 怎么样 这一次 信息就连续好几条了 只不过期间的内容 却让我心头一沉 一个不好的直觉 从心底升起 信息继续发过来 说问我的意见 怎么迟疑了 我回她 让她说 想要我做什么 她说很简单 要么给活人接生 要么给死人接阴 只要做完一样 她就立刻告诉我 徐施宇在哪 当时 我心就猛地落空了半拍 这人肯定万分了解我 给活人接生 给死人接阴 我看家的饭碗 就是接阴 阴生九术里头的禁忌 那就是 不能给活人接生 常年和死人打交道 满身的阴气 绝对冲撞阴儿魂魄 孩子一出生 就死于非命了 我咋可能给活人接生 马上我就回复 我不接生活人 我接阴死人 那边又发过来 两字 说那你就去吧 这消息之后 手机就静了下来 再无别的信息 我急不朝着 东边起头的平房走去 第三间屋子和第四间 本来就挨在一起 门也相互靠着 因为窗户都是破的 我一眼 就同时看到了 两间屋子里的情况 第三间屋子里头 一个女人躺在 星号星号 均匀地呼吸 她明显是睡着了 肚子挺着 不过她脖子上 拴着链条 分明是被人抓来 困在这里 而第四间屋子里头 空空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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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什么人 我心中格外警惕 对这人更慎重了不少 为了对付我 还分别抓了一个孕妇 甚至还弄了个孕妇的尸体 我伸手去推门 门是开了 不过后面 又像是撞到了啥东西似的 沉甸甸的 当时我脸色又是一变 尸体 在门后头处着 我稍微绕了一下 从窗户侧边往里看 顿时我心头恶寒 在这平房门后头的房梁上 悬挂下来了 一条白铃 一个大肚子的女人就吊死在白铃上 脖子亲子的勒痕 几乎陷入肉里 刚才我推门撞到了她的尸体 此刻她一晃一晃的 肚子还碰在门上 发出难听的闷响 我这才反应过来 那人乃是什么好相遇的角色 我给活人接圣 我要破大戒 害人性命 若是我给这死人接圣 这女人可不是死于难产 也不是什么意外 这是上吊死啊 还大概率是那人弄来上吊的 胎足怨 含冤死 该有多大怨气 给她接应 我也会破机会 被这死女人缠身 搞不好 还会被阴胎缠身 在原地僵持了半分钟 我也没多做其他死索 那人根本没有给我考虑的空间 也没有后退的机会 许诗语安危不定 她就是摆明 让我必须选一个 进退我都得出事 尸体就挂在门后 我进不去屋子 直接就从窗户里头翻进去了 屋子里 头光线灰暗 好在月光不算太阴沉 我摸出来灰仙手套戴上 伸手去将那女人 从上吊的白领解下来 我高度够不上 旁边有两条板凳 立起来刚好能垫脚 将它弄下来之后 我将其挪到了 平房最里面的破目信号信号 床边有一个破旧的开关 我试探性地去按了一下 啪哒一声 开关灯竟然还亮了 节能灯的瓦数不高 白光还是显得灰暗 只不过 对于事物来说 已经没有丝毫的障碍 低头看着信号信号的女人 她约莫二十五六岁 算是大好年华 隆起的腹部若是不死 恐怕早已经临盆 铁青色的皮肤 现在透出来的 却只剩下死剂 对于那个抓了徐施宇的人 我心头更多的都是压抑和恼恨 和我有什么仇怨 都没必要牵连其他人 这样滥杀无辜 必定会遭天遣 悄无声息之间 这女人的眼睛 不知道什么时候睁开了 空洞 死寂 怨恨 还有冰冷和不甘 黑漆漆的眼珠子里头 连眼白都看不见 忽然 她嘴角像是动了动 皮笑若不笑似的 更让人心头恶寒 我迅速摸出来了其他的东西 白瞻 以及猫骨桃 我随身现在只带一个猫骨桃 装在糖妆的那包里头 勉强不碍事 而我现在给她接音 犯的忌讳 其实也不只是一条 她是被人害死之外 她家人也不在此处 接出来的音 甚至都没能供奉 不能取名 咬咬牙 我又将最后一个 纺织罗盘取了出来 随时做好了证实的准备 一切东西都准备妥当之后 我才去脱那女人的裤子 片刻后 两条皮肤铁青的纤细长腿 暴露在视线中 我忽而觉得 有种刺痛感 似乎是从灰仙手套中传来 除此之外 耳边还有嗡嗡声 白瞻也啪哒一下 掉在了地上 这一动 仿佛是在提示我 让我助手似的 冥冥之中 一切都有定数 就像是人要出事之前 面向会先行变化 之前我强行给尘虾子改挂 手指也被戳烂 吃接音这晚饭 我一直努力 想要做到恪守行规 但却并非易事 此刻 我要破规矩 就连我随身携带的 接音法器 都开始有了异样 我咬咬牙 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 开始接音 我太明白 那人的目的了 他想对付我 没有直接出现 必然就是没有 对付我的十足把握 先让我破了 接音的忌讳 我本身 也会麻烦缠身 恐怕届时 他才会面对面出手 我却别无选择 把白瞻从地上捡起来 放到手边 能碰到的位置 将所有的凌乱思绪 全部压抑下来 所有的注意力 都挪到了面前的女尸身上 节能灯笔 刚才稍微又亮了一些 女尸两条腿绷的笔直 那铁青色 愈发甚人 我单手按在了她的腹部 心头冷不丁的 一股寒意袭来 而手下的触感 却跟以往接音时 有所不同 并非是那种冰冷僵硬 而是略带柔软和弹性 再看那女尸一眼 她虽然没动弹 但我却觉得 她那双眼珠子 游离到了下方 直勾勾地盯着我 你我本没什么仇怨 我不晓得你名字 不知道你家人在哪 你腹中胎儿不能生产 亡死两命 怨气冲天 我晓得你想杀人 杀人不过投点地 可杀人之后 你就投不了胎 你娃子 也没有投胎的机会 要是你能熬得住 不动杀念 我会帮你找到 家人供奉的 我眼皮微跳 这番话说完之后 女尸那股冰冷怨毒的情绪 却还是没有丝毫减少 她 应该是听不尽我的话 我也不再耽搁了 按住女尸肚皮的那只手 微微用力 同时低声尼南 产阴灵 碧阳关 胎足月 赴慧明 十二月 香竹缝 接音声 最开始的低声尼南 到了后面 依然是尖锐到 让人浑身鸡皮疙瘩的 山哥一般 女尸的身体 忽然颤动了两下 双腿之间 滑落出来一个紫红色的肉球 这阴胎 竟是连同胎盘 一起被生了出来 别的母子是 接音出来 早就没胎盘了 我将阴胎捧在手中 迅速将其和猫骨桃放在一起 也就在这时 那生产完的女尸 呼尔翁的一下坐立起来 愿毒的双目 和我直勾勾相对 下一刻 一声淒厉的猫叫声 陡然响起 我稳住神 单手抓住鹰胎 往猫骨桃里放去 另一只手抽出枯桑棒 朝着窗户旁边狠狠一砸 一只黑猫 也刚好从那里跃起 要冲向女尸 碰 枯桑棒稳稳 砸在了黑猫的头顶 它惨叫一声落在地上 却再也站不起来 只剩下在原地一直抽搐 我定定看着女尸 她也没有别的反应 只是平房屋子里头的 幽冷感觉更强烈了 低头看猫骨桃 让我诧疑恶然的是 鹰胎怎么还没进去 结果我却觉得 手掌上微微蠕动了一下 这冷不丁的一下 就让我起了不少鸡皮疙瘩 难道是鹰胎化煞了 这不可能是我的错觉 它的确蠕动了一下 那股粘稠的触感 很让人难受 猫骨桃收不进鹰胎 这却是个大麻烦 就算好端端的鹰胎 也 可能因此变鹰灵 我也不知小原因 只能简单地判断 它应该会化煞 不过化煞的鹰胎我也收过 当初周长长老婆被捞起来 龙凤胎就因为 争执出生的先后顺序 都长了白毛 收不进猫骨桃 是因为胎盘的问题 我迅速用接鹰的匕首挑掉胎盘 又用小龙血浸泡过的剪刀 剪断了旗带 剥落胎盘之后 这婴儿双目紧闭 皱巴巴的像是个小老头 还没等我放到猫骨桃前 它却又颤动了一下 这一次没有胎盘挡着 我就看得格外清楚了 只是 它连一点白毛都没有 也没有黑毛和血沙的红毛 不应该啊 都没诈尸 怎么可能动 更重要的是 它也不可能成为活尸 活尸的必要条件 就是有死都化解不了的执念 不甘咽气 婴胎想成活尸 就必须是母煞仙成活尸 这才能成为母子活尸 这可怜的女人 已经死得不能再死 她怨气不清 还没化煞 就想诈尸 不过 她也不是活尸 思绪如同电闪一般 快速掠过 当婴儿又颤动一下之后 忽然 我耳边乍响一阵 尖锐胸利的哭喊声 把娃子还给我 这声音 还伴随着一阵凌冽的进风 竟是从我身后传来 我头皮乍起 这出神间 正对着我的女尸 浑身已经滋生了黑色绒毛 并且 这绒毛还在朝着血色逐渐转变 猛地回过头 出现在我身后的 竟然是隔壁房间 那个怀孕的女人 她脖子上挂着的链条 已经被解开了 她双目空洞怨恨 手上还有一把生锈的菜刀 直直地朝着我脑门上劈来 刚刚那哭喊声 就是她发出来的 我心里很清楚 这是那死女人画煞 让这活着的孕妇撞碎客 就和当初南南 让那法医撞碎客一样 这孕妇呢还有神志 她只想活劈了我 可我也不敢对她动手 她还是个好端端的活人 还是临盆待产 撞碎客的人 都会不知疼痛 可我要是打了她 指不定就会打出来一失两命 那人的算计 当真是一环接着一环 就算我破机会 她都没让我轻松地去破 思绪之间 我迅速避过了 这孕妇的一刀 结果咔嚓一声轻响 她竟一刀 劈在了猫骨桃上 猫骨桃顿时蹦裂开来 碎片撒了一地 她面色猙獰 头发凌乱 怨毒地又喊了一声 把娃子还给我 你和她一起害我命 还想抢我娃子 今天我要和你拼了 孕妇又朝着我劈来一刀 房间里头太狭小 直接就将我逼到了墙角了 星号星号那女师 已经彻底完成了 化黑纱的过程 红毛也在逐渐覆盖黑色毛发 她不止坐起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 竟然立在了床边 脑袋扭过来看着我 星号星号的两条纤细长腿 还在流淌下来血液 不知道是幻觉还是心理作用 我总觉得 她似乎是在笑一样 她头脸上细细的绒毛 更是令人心头生畏 我也被逼得退无可退了 也不敢将阴太丢开 单手直接朝着那孕妇手腕抓去 单凭反应速度 我比她快多了 一把抓住她手腕之后 顺手将她往前一拉 借力朝着旁边一张桌子斩去 一声闷响 菜刀劈到了桌上 直接深深地砍了进去 那孕妇面色更猙獰 也不松手 用力拔刀 我趁着这机会 躲避开孕妇的身体 闪身到了床边那女士跟前 飞速就掏出来了纺织罗盘 啪的一下拍到了女士的头顶 纺织罗盘落到她头顶上的瞬间 她身上的绒毛就开始迅速消散 连血煞都能轻易震住的 三层风水盘纺织罗盘 对付她 简直是易如反掌 那孕妇本来刚把刀拔出来 要再次扑向我 忽然身体也僵住了 软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我长吸了一口气 太阳穴的青筋也在一直跳动不止 刚才我就做好了准备 早就知道她肯定会化煞 镇湿的东西垂手就拿得到 只不过那孕妇出来的太突然 直接就将我逼开 好在总算是有惊无险 看着那碎裂的猫骨桃 我还是有些犯难 猫骨桃只剩那一个了 其他东西当初都留在柳河村 我还得回村一趟 可现在更重要的是 徐世宇的安危 还有这孕妇和那个死女人的尸体 也得有妥当地处理 取出来一张布 我打算先将鹰胎包起来 摊开布也就不算直接落地 鹰胎刚脱手放上去 她忽然又动了一下 并且这一下的动不是颤动 而是抽搐 甚至在抽搐中 还连着微弱地哭了几声 我惊恶不已 随着微弱的哭声 这鹰胎的胸腹位置 也在不停地上下起伏 它并不像是我之前接触过的鹰胎 皮肤清白 反倒是透着一股子熟瞎一般的红 我刚才抓着她的身体 也有红痕 就和人被掐久了似的 下意识地 我探出手 放置在她的鼻头前 微弱的鼻息 扑打在手指头上 尽管淡的都快消失了 可还是能确定 这就是呼吸 当时我的心就被捏住了似的 这孩子 竟然还没死 他绝不是活尸 能有呼吸 还能哭 的确就是活人 我额头上已经不满 那细腻的汗水 扭头看了一眼 门后头的白铃 又看了一眼那女尸 她双腿流淌的血 虽然颜色暗很多 但也不是死了很长时间的污血 这一下子 我就明白过来了 这必定是 我在徐世宇家中 发现那地址 来这里的路上 那人才杀的这女人 她早就做好了准备 却也等到我入套了之后 才实施 恐怕我来之前 这女人才死不久 她而被我接生出来 还有一口气 也就是正常了 我迅速摸出来手机 打了120的电话 接着又联系了冯志荣 简单交代这里的情况 让她去联系 徐世宇他们那部门 我之所以没自己报警 也是因为很多事情说不通 有冯志荣来插手 会稍微好一些 这时 微信也收到了一条新的信息 上面写着 罗十六 时隔三日 真当刮目相看 她在暗和 我放她一条命 不过 你的命 我会收 我直接无视了她第二条信息 暗和 顾家下面的暗和 那徐世宇 当真是在显殿 只是 我也没办法马上走 白布上的婴儿 呼吸欲发的微弱了 我迅速脱掉了 自己糖妆里头的一件毛衣 给她裹在身上 又将那女士身上的外套脱下来 却没什么作用 这孩子当真是可怜 出生之前 妈就死了 想到这里 我心头也格外地压抑 她和我的命 不也是有着惊人的相思之处吗 死人肚子里生出来的活鹰 鹰生子啊 只不过 她恐怕是熬不到救护车来 我的压抑也变得更多 她这呼吸微弱 真是因为鹰生子的原因 还是说 是因为我接生她 引起冲了她的魂魄 真要是那样 那不就是 我害了她的命 这念头出现的一瞬间 就挥之不去 鹰生九叔的禁忌之中 分明的一条 就是接鹰婆的鹰气 会冲撞鹰儿魂魄 让他们出生 就死于非命 冷不丁的 我也想起来了 当初我奶奶 她将我从我妈肚子里头掏出来 我不也是活鹰吗 我一直没想到这一出 之前也是下意识觉得 我妈死了 那也就是死了 不算是活着的孕妇 可孩子总归是有呼吸的 鹰气还是能冲撞 我身体下意识微颤了一下 心头的压抑也就更多了 低头看着那鹰儿 尤其注意到了 她头顶的位置 天灵盖也就是性门所在 正常的鹰儿出生 性门未曾闭合 一两岁之前 都在闭合的过程中 这也是为什么 小孩容易见鬼祟的原因 天灵之下是神魂 刚出生的孩子 思维纯净 加上天灵性门大开 就能看到很多 寻常人看不见的东西 随着之后性门闭合 不该看见的就看不见了 这鹰儿性门的位置 竟然裂开了一条缝 已经充分地说明 她的确是被我冲撞了魂魄 就算是救护车来了 也就不了她的命 禁忌之所以是禁忌 就是因为几乎不能逆转 只能硬扛报应 我不但破了禁忌 还害了人命 想到这里 我忽然又回忆起来 阴生九树的最后一树 其实这些年 我一直都觉得我奶奶很显老 我二十二岁 我爸也不过四十多岁 奶奶那个年代的人 往往不到二十就有了孩子 结果 她就像是暮年老人一般 风竹残年 以前我只觉得她显老 没想到 其他原因 现在忽然一下子 我想明白了 我身上的命 远远不止是我妈的 我爷爷的 其中还有一部分 恐怕是我奶奶的 手下意识地摸到了头顶 只见能够触碰到一丝细微不明显的缝隙 那缝隙也是在杏门的位置 和这婴儿如出一辙 当年我也被冲了魂魄 我能活下来的原因 不是因为运气 而是因为奶奶用了那最后一树 婴生九树的第八树为杀树 断母子煞之魂命 第九树却是生树 若是婴胎将死为死 或者是孕妇还有一口气在 都能救人命 这树要用监婴婆的血 使用之后 监婴婆还会短命十年 我这身上 还背着我奶奶的十年阳寿啊 同时 我对这婴生九树 又有了几分更深层次的了解 的确监婴婆不能接生活人 生树却给了救人的契机 让监婴婆这破忌讳 能够用十年阳寿去挽回 说真的 想清楚这一切的时候 我犹豫了 不过这犹豫 只是一刹那 便直接驱散 监婴的匕首 直接划过食指的指度 下一刻 食指直接就摁在了那婴儿的天灵鲁门位置 如果说 只是路边的一个陌路人 遇到这种情况 我未必会救他 十年阳寿 我要折寿十年 去救一个陌生人的命 我没那么余善 用命去发好心 只是这女人会死 这孩子会被阴气冲撞魂魄 以至于破了鲁门 我都觉得自己难辞其咎 若非是我 他们母子可能就不会被人盯上 遭受这无妄之灾 在阴阳术之中 这也是因果 不救他 闷 我先造一次天前 他们因我而死 我再造一次天前 同样 这也会成为我心中的魔障 思绪之间 我画出来了符文的起手势 低声难难 以指为笔 以血待墨 以胎儿作指 以先天命在生魂 前世符位 六世六煞 天世天矣 鬼世无鬼 或是祸害 绝世绝命 岩是岩年 生是贪狼 前六天武惑绝岩生 朱比落字 麒麟震魂 在我画音泥南之间 我勾勒出来了一张符 顶头是横向的三点水 水为阴 也为生机 下方则是凤字 紧跟着就是摄令两字 从上而下并连 再往下方 则是麒麟震命四字 最底下 是以钢字收尾 天刚之钢 锁死魂魄生机 这张符画完了之后 我分明能感觉到 身体一阵疲软 食指的位置 似乎一直有流淌感 没有中指 仿佛血还在不停地 往外流一样 我也没有将手指 立刻收回来 服饰画完了 现在感觉流出来的血 其实并不多 我很清楚 这流淌的是生机 是我要折的十年阳寿 伤人容易救人难 现在我将手指挪开 恐怕一切都将前功尽弃 当那骨子虚弱 几乎要侵蚀 我整个身体的时候 流淌的感觉终于消失了 我手指所触碰的位置 婴儿心门处的裂痕 收缩的只剩下一道细细的缝隙 这婴儿的呼吸 也不似刚才那么微弱 胸口有力的起伏 忽而 他眼睛一下子就睁开了 下一刻 就是哇的一声啼哭 响彻整个屋内 这并没有任何恐怖的感觉 反倒是让人心生喜悦 我还是没忍住那股虚弱 喘息地后退了两步 险些瘫软在地上 后背却被人搀扶了一下 不过我却并没有危机感 回头一眼 扶着我的果然是我妈 他正正地看着 心好心好的女人 还有那刚刚被我 施展生疏的胎儿 明显情绪也有不小的波动 他似乎也想起来了什么 眼神变得格外复杂 妈 徐世宇在暗河下面 你之前救我的地方 我现在去救她 你在这里守一会儿行吗 这娃子应该没事了 那孕妇也只是撞了碎客 这女人的尸体被我镇住 不会闹起来 等救护车 冯家的人和警察来了 你就走 别让人看见 我强忍着那骨子疲惫 这会儿 我也不敢单得下去 先救了徐世宇 以免再生变故 其实我刚才还先升起 让我妈先去的念头 却也担心 那人还有什么后手 我妈看不出来 遇到危险 她很了解我 必定也清楚 我会的不止是结因 简简单单将徐世宇留在那里 这不可能 毕竟她前一刻还说了 去晚了 徐世宇可能会丧命 思绪落定 我一番话也说完了 我妈微微点头 只是说了一句 她不能死 她看着我 伸出手想触摸我的脸 眼底满是对我的心疼 我强忍着虚弱和疲惫 打起精神 转身出了平房 月光悠悠 地上我的影子 被拉得老长 虚弱和疲惫 来自身体深处 我走出去一段距离 靠近了那阳山正面 正北处的时候 稍微恢复了一些精力 我这才明白过来 阳寿的损耗 并不是真的损耗身体 那疲惫是来自于身体 对自身生气减少的不适应 就如同风水宝地之中的 阴阳失衡一样 以至于山崩地陷 我平缓过来 身体也接受了阳寿损耗 就像是平衡了此刻 所剩下的生气 那疲惫感才减少 脚下的速度 也变快了起来 跑到内阳山正面 山脚下 的时候 约莫花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开裂的路面 到了这里成了断层 顾家本身的老宅 一点残余都没留下 阳江的水位 却仿佛下陷了不少 巨大的深坑 在最外面 形成了一个隔离带 当初我让铁牛状态的地方 就是分界线 往外是阳江流淌的水流 那里则是平静的暗河 暗河的水位 也下降了很多 显得格外的安静 我视线飞速扫过这深坑 一眼并没有看到 徐施宇在哪儿 不过这却难不倒我 摸出来了定罗盘 看着旗上指针挪动 我也在低头拆去诗语的字 徐子没有卦象御照 而诗语两字 前者有岩旁 岩为口 口对应了对卦 对卦对应着是河边 山崩地裂之地 而语为水 水对应砍卦 两卦相结合 则是在水旁 有山崩地裂之地 当初我没有用这八卦地理 找我奶奶 原因也很简单 即便是我到了陈仓 诺带一个陈仓室 我怎么算卦 同等卦象的人 太多太多 一般要用这八卦地理 也只能是小范围 才有可能找到 钗子的卦象表示 徐施宇应该是在此处的水边 甚至经历了当时顾家崩塌 还未曾完全崩坏的位置 很快 我的目光就落在了 一道残存的闸门之前 暗河当初被铁牛拉开了闸门 只剩下边缘的一些零万十块了 不过还勉强能看到 旁边剩下半截通道 我欣喜之下 迅速从内阳山脚下绕路 从另外一侧的山体边缘 攀爬至那乱石之下 很快就到了通道进口 本身顾家老宅后面 就接着内阳山 还能剩下半截通道 怕也是内阳山的原因 当初那里德贤 主要也是炸破暗河 炸他的顾家而已 快速地进了这通道 我一眼就看见了 在一处角落中 被绑在一块大石上头的徐施宇 他垂着头 面色憔悴 眼睛上被蒙着一块黑布 嘴巴也被塞了起来 显得格外的可怜 在他头顶的位置 还有不少的乱石 仿佛随时会掉下来似的 我心头一领 速度更快 跑到徐施宇身边之后 就赶紧用接音的匕首 割断他身上的绳索 徐施宇明显很惊慌 挣扎不已 我压低了声音 低喊了一声是我 罗十六 徐施宇这才没挣扎 不过他却明显被吓坏了 被解开之后 就用力攥着我的手 头顶上方 传来难听的嘎吱声响 我猛地背起徐施宇 快步从我刚才 跳下来的地方 往上攀爬 徐施宇反应也很快 他紧紧地抱着我不松开 我也不知道 是哪来的力气 这顷刻间 竟然攀爬 回了山脚的位置 再回头去看 刚才绑着徐施宇那块大石 已经被顶上的乱石 纷纷砸中 轰隆声中 完全被掩盖 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我擦了擦汗 徐施宇也从我背上下来 他立刻就拉开了 嘴巴上的布条 我赶忙帮他 拆掉了他眼睛上的黑布 他看到我的瞬间 双眼立刻就红了 泪痕从脸颊滚落 我一时也语色 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徐施宇定定地看着我 忽然好像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也深吸了 一口气说道 我晓得你有很多话要说 我也有不少事情想问你 不过这里不安全 那人还盯着我 怕是也盯着你 先回去 回去再说 徐施宇抿着唇 不过他还是不自然地 问了一句 罗十六 你头发怎么了 我猛了一下 徐施宇问我这个 啥意思 不过下一刻 我却感受到 一股芒刺在背 下意识地回过头 我看的方向 刚好是阳江的江段 那边停了一艘船 船体不小 像是游轮似的 一盏巨大的射灯 直直地射到了 我和徐施宇的身上 徐施宇惊呼一声 赶紧捂住了眼睛 我浑身陡然紧绷 死死地盯着那游轮 射灯几乎让视线 差点暴芒 那射灯的光线 太过强烈 刺得我双目灼痛 徐施宇一把抓住 我的肩膀 强行将我的身体扭开 让我的视线 避开了那艘游轮 罗十六 小心你的眼睛 我强忍着心头的狂跳 却还是按捺不住 那种愤怒在心底的翻滚 这段时间 我已经经历了不少的事情 可对于上一次 江中的这艘游轮 还是记忆犹新 我站着的地方 虽然变了 但那游轮所在将断 依旧没有变化 这一切 也没有过去太长的时间 李德贤这三个字 几乎是一个一个 从我牙关里头蹦出来的 上一次 我和李德贤之间的博弈 说到底 没有谁输谁赢 李德贤为了杀我和陈瞎子 弄走了清儿和陈远归的尸体 我和陈瞎子 险些命丧此处 若非我妈救命 我和她都 已经是江夏尘尸亡魂 冯家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起码几十号人死在了里面 故老爷子也未能生还 之后我们找到李德贤老家 却发现他为了自己的风水运程 活葬亲生父母 使得他们与话 庇佑后人 当时我们还找到了李德贤的叔叔 挖出了李德贤父母的尸体 让他另立他出安葬 冯家 还有内阳市的公安 都在想尽办法 要捉拿李德贤归案 他绝对没有多好过 恐怕一直是在东躲西藏 我本以为 在这种情形下 李德贤只有被我们找到的份 却万万没想到 他竟然敢卷土重来 甚至还是采用了这种 极端阴毒的方式 绑架杀害无辜孕妇 还险些要了徐世宇的命 其实我早就应该察觉 是李德贤 逢区那个电话 已经问到了一些细节 好几位公安干警 也失踪不见了 恐怕就是因为 他们调查李德贤太多 逼得李德贤不得不动手 在我的思绪 正飞速旋转的时候 射灯忽然消失了 强光的确对眼睛的伤害不小 直到现在 我还感觉眼前像是蒙上了一层黑影 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 过 那好一会儿才恢复过来 此刻 江中的邮轮早已不见了踪影 江面上又恢复了黑暗和寂静 动手的 真的是李德贤 徐世宇忽然小声地问了一句 我点点头 接着告诉他 此地不宜久留 回去以后再说 并且我也没有迟疑 直接先和徐世宇说了 公安那些人失踪 肯定也和李德贤脱不了关系 当时徐世宇脸色就变了 惊恶地说 还有人失踪 我这才反应过来 那些人的失踪 都是在徐世宇之后 他自然是什么都不知道 沉溺之间 我让他先跟着我走 这事一言两语说 不太清楚 我现在也不能让他去别的地方 跟着我 才能安全下来 徐世宇抿了名嘴 他说 让我把手机给他用一下 他的手机也被拿走了 雨霸之后 他又面色一浆 说我刚下了水 浑身湿漉漉的 恐怕手机也没办法用 他听我的 先跟我走 不过等会儿先找个电话 他要合局里头沟通 我已经拉着他胳膊 朝着我刚才过来的平房那边 也就是那阳山的西面走去 因为视线中 我已经看到一些车辆了 同时我也告诉他 我手机没进水 之前遇到的事情多了 我早就有准备 身上一些重要物品 都拿袋子包裹着的 徐世宇顿时有惊喜和急切之色 让我快点把手机给他 此时 他哪有之前的柔弱和惊慌 剩下的只有想快点 通报消息的急切 我抬起手来 指了指西面的方向 让他看 徐世宇诧异之余 神色也是一宁 他喃喃道 你事先就做了准备 通知了他们 警车怎么不过来 还距离那么远 下一刻 徐世宇声音微变 还有救护车 那边也有人受伤了 徐世宇问题接二连三 他思绪也明显很清晰 我也就没有迟疑了 直接将从他家里投出来 一系列的事情说了一遍 当然 其中有的能简单省略过 那就简单说了 关于生疏者 种特殊的数法 我就没有告诉徐世宇 徐世宇越听越是惊愕 满眼的不可置信 李德贤 真的是没有丝毫人性和良知 他为了让你犯忌讳 竟然用这种方式 杀害孕妇啊 简直惨绝人寰 阴狠歹毒到了极点 我苦笑着叹了口气 说李德贤的歹毒 我们早就见识过了 他活葬父母 也只是为了让父母避佑他 这种人 只有我们想象不出来的恶毒 没有他做不出来的狠事 徐世宇一字一句地说 必须将他绳之以法 否则的话 还不知道他会害死多少人 我也沉默了下来 点点头道 我会的 说话间 我们两人距离西面的平房 已经近了 徐世宇又犹豫了片刻 才问我 能不能告诉他 我头发是怎么一回事 而且他怎么觉得 这一次见我 要比上一次见我的时候 我憔悴了很多 不到一个月没见 我就老了十岁似的 本来我都差点开口 问我头发沾什么东西了 徐世宇所说的最后那句话 却让我身体一僵 思绪也是一正 十岁 他说的太贴切 生树消耗的 的确就是十年阳寿 我依旧没告诉他生树的细节 故作轻松地说 最近事情太繁杂 太累了 没休息好 面色憔悴 自然就显老了 徐世宇却摇了摇头 说我在骗他 他办过很多案子 人最难撒谎的 就是眼睛 以前我说话都很诚实 从脸色眼神都看得出来 刚才我说那句话 却在躲闪 更重要的是 什么样的繁杂事情 能让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灰白了头发 我的脚步猛得一僵 下意识地 我就伸手摸到了头发位置 徐世宇脸色也微微变了变 更不自然地说道 罗十六 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了 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头发变成这样吗 是因为刚才你破了忌讳 还是因为你救了人 徐世宇简直是一语重叠 我沉默 然后回答说 这些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等回冯家 安全下来之后 我才有时间讲 徐世宇也没有继续追问 只是一直若有所思 很快来到了平房之前 这里拉上了警戒线 来的警察 刚好是徐世宇局里头的人 他们看见我们之后 马上就匆匆朝着我们靠近 同时 我也看到了冯宝 以及冯家来人人手 临至近前 那些警察见到徐世宇 也明显惊诧不已 简单说了几句之后 徐世宇拉他们到一旁 去沟通情况 救护车的后门打开着 我已经看见 之前那撞碎壳的孕妇 被放在担架上 很快 又有几个医护人员和警察 从平房里头出来 冯区居然也在这些人当中 医护人员抱着婴儿 上了救护车 其中一位女护士 没有马上上车 竟是跟着冯区 匆匆跑到我跟前 她一脸不解地看着我说 刚才你给那个死人接的声 到了我身边的冯区 马上解释 大致就是说 有警察在 她刚才也就肇事说了 我表示没什么大碍 也和女护士确认 是我接的声 她明显更为不解了 说道 你应该采取措施 急救过孩子吧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孕妇都死了 还能把孩子弄出来 这件事情 简直是个奇迹 孩子不但活下来了 她精神还很好 这放在医院 孩子得马上放进暖箱 她又问我 能不能有时间 去一趟他们医院 了解一下情况 我表示 谢谢她的好意 只不过 我现在还有事情要忙碌 冯区也帮忙接过话头 把护士和救护车打发走了 在之后的事 便是这些警车 调查完现场之后 马上回公安局 临走的时候 他们也告诉我 这件事情 绝对是内阳市的第一大案 李德贤他们 一定会捉拿归案 至于徐世宇 则是没跟他们离开 留在我身边 按照他们的意思来说 是让徐世宇跟着我 也好了解一些情况 我心里头当然也清楚 经过上一次周冰 和小男的事情 他们对 我还是有几分信任度的 冯区和冯保 将我和徐世宇 领着上了车 冯保先上了副驾驶 倒是占了我之前的位置 我和徐世宇 就坐在后排 发动油门之后 冯区也诧异地问我说 罗先生 你头发是怎么回事 这也没多大话 怎么白那么多 冯保也小心翼翼地 补充了一句 不只是头发白了不少 看上去还老了不少 他们这一番话 也让徐世宇的目光 一直落在我身上 他眉头深锁 眼中也尽是担忧之色 震动得我找借口 敷衍都做不到 冯区眼力也不错 他很快就发现 自己说错话 又马上开口 错开了话题 可他这几句话 却让我更是面色一变 因为他说 他安排了人去找陈瞎子 尽量把人接过来 结果人一直都没回来 打电话也不接 刚才他也听到 我们的一些对话 知道是李德贤来了 他先把我们送到冯家 就得赶紧亲自去 接陈瞎子过来 这事儿 也得和家主多沟通 做好万全准备 我立马就说了一句 我们先不去冯家了 先去陈瞎子家那边看看 是不是有什么情况 李德贤已经弄得我草木皆兵 他什么缺的事都干得出来 我生怕他对陈瞎子和刘文三他们 单独下手 冯区也没多问 直接就调转车头 朝着脂肪街火葬场赶去 我也从那包的防水塑料袋里头 拿出来手机 拨了刘文三的电话号码 我的担忧不是没道理 李德贤用徐施宇引我上钩 逼我破街阴婆的忌讳 难保他不会同时对陈瞎子下手 让他无法来帮我 这很符合他的做法 上一回他也针对了陈瞎子 思绪间手机里却传来嘟嘟声 并不是电话没接 而是直接就没打通 我心里头不自然起来 又拨了一次刘文三的电话 电话还是没通 提示的是不在服务区 我本是想和刘文三说来 冯家商议这件事 同时也想提醒他们小心 这连电话都打不过去 柳河村的信号也没问题 我要过来了冯宝的手机 也拨了一次号 依旧是不在服务区的结果 我不禁沉下脸来 皱紧了眉头 冯宝不安的笑声问我怎么了 还出别的事了 徐施宇也向我投来询问的目光 我也没隐瞒 说柳河村可能出问题了 打电话过去都是不在服务区 冯区脸色微微一变 说道 那我联系一下家主 也安排人手去柳河村 当即我便摇了摇头 道 没那么简单 要是李德贤下手了 冯家派遣人去 也只是上去送死 根本不可能通知到消息 他要真想动文三叔 也没那么容易 先去指方街那边吧 柳河村并不是只有刘文三 何老太这神婆 本事比陈瞎子大多了 还加上了殷先生和沈浸 他可没本事对付所有人 甚至我觉得 面对面碰上何老太和殷先生 他都得送命 只不过 在我不去的情况下 直接阻隔了消息 他还是能做到 我心头也愈来愈沉 还是必须和陈瞎子会合 再同刘文三英先生 他们会合 不然给够了李德贤时间 天知道他能做出什么来 他不是一个守规矩的风水师 心态更残暴 在某些程度上 比杨夏元还要阴狠凶残 不多时 车已经临近指方街 隔着老远 可以看到新修的牌楼 上一次李德贤纵火 毁了整个指方街后 住户和商户又重新将其修建了起来 毕竟这里是内阳市唯一一条丧葬街 也紧挨着火葬场 商业价值和存在的必要性也毋庸置疑 陈瞎子当初也提过 他会重建鹰湖宅 车并没有禁止方街 而是顺着火葬场的方向 朝着老丁家开去 我之前也和冯去说过 陈瞎子住着的地方 是朝阳宅 车开到这里的时候 月光似乎都变得稀薄了 漆黑的夜幕下 路面寂静空旷 车一直开到老丁家 那破旧的小二楼外 才停下来 院子里头 还停了一辆黑漆漆的商务轿 冯去霍说道 冯兰的车 罗先生你说 他不会出事吧 当即我便明白过来 这冯兰就是冯去派来的人 我沉声回答说 现在还不知道情况 下车之后 我直接就过去 拉开了那轿车的车门 车内空空信号 信号信号信号 哪有什么人 接着 我也进了一下小二楼 里头也进悠悠的 我喊了一声花咕 回应我的 就只有回声 啪哒一声轻响 徐世宇打开了灯 灰暗的瓦斯灯光下 莫名的我觉得有点甚的慌 扭头就看见在南墙的位置 摆着一个灵堂 灵堂之上是一张遗照 照片那老丁那张面无表情的死人脸 正直愣愣地看着前方 花咕供奉老丁很正常 老丁是他爸 而且这灵堂一直都在 我之前已经见过不止一次了 不正常的是 依照前头还多了一样东西 我急不走过去 瞳孔紧缩地看着那多出来的木雕 这不就是徐世宇家里头那木雕吗 首饰都一模一样 唯一例外的就是徐世宇家里的木雕无脸 这一个已经有了 他的脸竟是李德贤的 李德贤面带微笑 仿佛一切都在他掌控之中 这表情和木雕透出来的神态 虽说栩栩如生 但却让我厌恶之极 我一把就抽出来接音匕首 刷得一刀斩下去 木雕的脑袋就掉了 转过身 我往屋外走去 徐世宇和冯曲 冯宝都没开口打断我 只是紧紧地跟着我走 小二楼旁边的田路 就通往我给沉瞎子点的朝阳宅 我心里头却清楚 怕是没那么好走过去了 夜很深了 田路上投起了雾 当初点宅地的时候 为了避过老丁家小二楼这凶宅 选了一个比较远距离的风水地 也因此找到了极为适合修建 朝阳宅的子五毛友四正宫 只不过 那位置却在田地深处 我们少说得走十几分钟 极力让呼吸平稳下来 我才沉声说到 夜里头的雾 有时候不光是雾 这黑灯瞎火的 除了我们 也不可能有其他好端端的人 总归你们跟着我 等会儿要是遇到什么 看到什么 千万不要大惊小怪 不要去搭话 要是有人问话 也全当没听见 没看到 更不要自己说错话 地上的东西不要捡 总归就是一句话 万事有我 只需要跟着我就好 徐世宇用力点点头 你的声音也很坚决 冯曲和冯宝也表示明白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我还是拿出来了几张镇煞符 分别交给他们三人 然后我才顺着田路走了进去 田耿个脚还很窄小 稍不注意就得掉田里头 随着我们进了田路 雾气似乎就变得更多了 白雾都开始浓郁起来 以至于头顶的月光 更加稀薄暗淡 冯曲和冯宝都拿出来了手电筒 灯光从后面照射至前方 晃动不已 视线却清晰了不少 我也多想了两分 忽然觉得还有不正常的地方 这种雾气 是鹰鹿才会出现的鬼雾 有人死了 这田路附近有尸体 才会出现这种雾 谁死了 是冯曲派遣来的那个冯兰 想到这里 我心头压抑了不少 继续往前走去 我却觉得 田耿好像有点不对劲 我也说不出来那感觉 雾气太大了 加上这夜色太黑 我根本没办法判断前面的路 再加上我也有很久没来过了 这种情况万一走错了田耿 那就要绕路了 也就在这时 我忽然发现 前方若隐若现的 似乎有个人影子在晃动 一眼我就看出来 不可能是陈瞎子 这鹰鹿上头出来的 绝不是什么好相遇的角色 我手里头也攥住了枯桑棒 结果身后却传来了冯曲的声音 他格外小声地喊我 我回过头 冯曲额头上都是汗 小声地说了句 冯兰 罗先生要不要喊他 他怎么在这里处着呢 我眉头紧缩 做了个虚声的动作 在等我回头的时候 那人影子却不见了 雾气突然大的惊人 这些白雾 竟然朝着我们围拢了过来 走 这雾气的围拢 让我心头很压抑 也觉得汗毛炸力 肯定有危险 枯桑棒当前 我快步往前而去 徐诗宇的反应 速度很快 直接拉住了我衣服 他也拽住了冯曲的胳膊 冯宝胆子大得多 他跟着也没落下 当头穿进去 雾气里头 冷不丁的 我耳边传来一个 颤巍巍的声音 小伙子 你们也迷路了吗 雾气仿佛固定了下来 隐约我看见 田耿旁边处着一个人 这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玉 一脸的生无可恋 他神色更是哀求 小伙子 你行行好吧 送我去火葬厂城吗 老夏子心狠 一直不搭理我们 俺们在村路上 好歹也有个机会 不知道哪个天杀的 把我们弄到这儿来了 回不去了呀 老玉旁边 还有一些人 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瘦得皮包骨头 搭拉着脑袋 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 牵着个呆呆傻傻的小女孩 那女孩还在一直坐手指头 那男人不停地掉眼泪 令人觉得压抑无比 路边好歹有香火蹭 田耿里头 哪有人气 我孩子都要被饿死了 老弟你行行好 成吗 除了他们 重重雾气中 还有不少人影子 在朝着我们靠近 那些人手里头 还提着白灯笼 记忆虽然模糊了 但随着他们的话语 面容 我也很快回想起来 当初陈瞎子 带我去老丁家里头拉尸 开鹰鹿的路上 就遇到了这些人 当初陈瞎子 直接不搭理他们 再加上狼翱的震慑 他们直接就骂 陈瞎子冷血 是畜生 说他死了 都没人送终 没想到李德贤 竟然将他们弄过来了 我没有搭理那老玉 手中的枯桑棒 挥舞了两下 呼啸声中 他们似是惊慌失措的后退 雾气散了一点之后 又变得更为浓郁 又走了几分钟 却还是没有到 陈瞎子的朝阳宅 我也安纳不住了 摸出来了定罗盘 实在不行 又只能以定罗盘来寻方位 直接找子五毛 有四正宫 也就在这时 忽然身后传来一个 阴侧侧的声音 冯管家 你们可算来了 也迷路了吗 刚好 我跟着你们 就能走出去了吧 这声音来得突然 也让我大惊 猛地回过头去 在冯区后边 正多了个 二十七八岁的男人 他脑袋都快放到 冯区的肩膀上了 冲着冯区的耳朵根 一直吹气 铁青色的皮肤 瞪得溜圆的眼珠子 脖子上凸起的青筋 以及开裂的硬糖 简直将阴森和恐怖 诠释到了极点 尤其是他呼吱呼吱地 吹冯区的耳根子 更是让人不停地 起鸡皮疙瘩 冯区被吓得身体 一直发抖 眼睛也瞪直了 冯宝更是面色苍白 他惊意不定地 想要挥拳头去砸那男人 却又有些惶恐胆怯 不敢上前 最镇定的 反倒是徐施宇 他不过是脸色 稍微白了几分 站在我身边一动不动 这男人叫冯区管家 他必定就是冯兰 我其实心头很压抑 李德贤的手里头 又沾染了一条人命 而这冯兰 也是因我而死 为了杀我 李德贤真的是 无所不用其极 冯管家 你聋了吗 怎么不回头看看我 也不回我的话 冯兰的神色更为阴逸 声音也带着几分怨毒 信不信 我掐断你脖子 他做事要抬手 掐冯区的脖子 我猛地抽出腰间的枯桑棒 呼啸一声 棒子朝着冯兰当头打去 砰的一下 枯桑棒 叮叮地打在了冯兰的印堂处 他阴逸的表情 还有动作 一瞬间定格下来 印堂的裂纹更大了 不只是命数进了 本身产生的裂缝 还有枯桑棒的力道 完全倾泻 造成的骨头开裂 他也没能再继续吹气 整个人都仿若呆滞的木偶 冯兰反应很快 往前一步 拽住了冯区的胳膊 将他猛地一把拉了过来 冯区到了我们身边 他腿都软了 要不是冯兰扶着 早就摔倒在地上 两人看着冯兰 神色却很不好受 我轻叹了一口气道 我会负责他后世的 逆一处风水宝地 急嚷血眼 至少让他子女父母无忧 冯兽低头 然后沙哑地说道 罗先生不用太介怀 在冯家办事 拿到的钱 好几辈子都赚不到 同样也要为冯家卖命 家主不会亏待冯丸 只要咱们能抓住 那该死的李德贤就好 他身上还有我们 几十号弟兄的命 我晓得冯兽提的是 顾家那档子事 也没再多说别的 吐了口啄气 我抬 头看路 让我眼皮狂跳 身上汗毛炸力的是 我们刚才分明已经走了 相当长的一段距离 可现在脚下的路面 怎么好似走过一样 罗十六 你看我们旁边 徐世宇忽然轻轻碰了碰我胳膊 他指着右后方 我更是瞳孔紧缩 身上都泛起鸡皮疙瘩 月末几十米外 不正是老丁家的破旧小二楼 我们走了 起码得有快十分钟了 就算是有雾气 速度慢 也不可能才走几十米 冯区哆嗦地说了句 罗先生 鬼打墙 我眯着眼睛 说了句 我眼睛没有花 这里还有其他问题 那这咋整 刚才冯王好像说了 他迷路了 跟着我们就能走出去 冯区又黄黄然地说了句 我也刚想到这一点细节 其实不只是冯兰 还有刚才那些雾气中的人 那第一个开口大话的老玉所说的 就是小伙子 你们也迷路了 陈寗片刻 我说道 鬼打墙很简单 迷的是活人眼睛 走不出一段路 实际上是在路里头绕圈 可这里迷的不只是人眼 不会是鬼打墙 另一句话我没说的是 鬼打墙 我也听陈瞎子 叫我常识的时候说过 大鬼逞凶 小鬼打墙 能有本事要人命的 就不会用鬼打墙 来困人路 可若是真遇到 连我们这种人 都能困住的鬼打墙 那必定是穷凶极恶的猛鬼 他还不想杀我们 只是戏弄 遇到这种鬼打墙 也无需挣扎 因为根本挣扎不了 也对付不了那鬼东西 待在原地等天亮 若是天亮前他没动手 那就侥幸保命 要是他动手了 那就是必死无疑 李德贤要有本事杀我 就不会先让我破机会 然后再将我和陈瞎子 刘文三之间的联系断开了 因为小鬼又不可能 迷了我的眼睛 大鬼他又没那个本事弄爆 所以这里 才不可能是鬼打墙 我蹲在地上 手中拿着定罗盘 对照着地面往前看去 田耿小鹿细细长长 只不过在往前 雾气竟然又生腾了起来 雾影朦胧的白雾之中 似乎又有提着灯笼的 人正在来回地走动 我本想看 这路到底有什么问题 不是鬼打墙 肯定就是奇门遁甲 在八卦方位上动了手脚 结果这雾气形成了极大的阻碍 根本不可能看见 往前走走看 我微眯着眼睛 沉深开口 同时 我还是又叮嘱了一遍 逢宝和逢驱 至于徐世宇 他此刻反倒是更加镇定了 他注意力也不在我们身上 似乎在思考什么一样 忽然徐世宇问了一句 只要不搭话 不捡东西 不和那些人产生任何性质的交流 接触就不会有危险 对吧 我点点头 不过他的问话 却反倒是让我诧意不解 你走最前面 我走最后面 徐世宇又继续说道 冯宝马上开口 不行 徐小姐 你是个女人 怎么能让女人 徐世宇笑了笑 他从兜里掏出来一个巴掌大小的本子 在冯宝面前晃了晃 不要歧视女人 也不要过度保护 女人有时候更冷静 冯宝哑口无言 我眉头紧着 徐世宇发现什么了 旋即我也没再多说别的 而是往前走去 现在已经耽误不得时间 我也怕陈瞎子那边出什么问题 随着我们往前 雾气更加的朦胧 那些人也靠得愈发的近了 刚才那老玉 皮包骨头的年轻人 以及三十来岁 带着呆傻女儿的中年男人 又缓慢地走到了我们身边 除了他们之外 又多了几个其他的人 这些人都直勾勾地看着我们 那视线仿佛要将我们几人都吞了似的 老瞎子心狠 你这个小畜生心更狠啊 眼睛白长了吗 看不到我们在受苦 这双眼珠子 还不如挖了了事 小畜生 你聋了吗 那老玉声音更尖锐 他猙獰地挥起双臂 想来掐我们似的 我一下握住枯桑棒 他真能动手 我也不能坐以待毙 结果他又停下不动 像是吓唬我 又像是不敢动手一样 往前走着走着 忽而视线的左侧 出现了一个人影子 我的心头 顿时沉了下来 这人 不就是冯岚吗 刚才他挨了我一棒子 魂都给打没了 自然动弹不了 我们那么小心地往前 又走回来了 身边那些阴气森森的人 这一次并没有退散 还是逼近我们 几乎就在田梗下头瞅着 也就在这时 冯宝忽然不安地说了句 罗先生 徐 徐师宇小姐 人呢 我猛地回头看后方 当真 徐师宇静不见了 冯曲也被吓得不轻 他哆嗦地说了句 掉 掉对了 那老鱼冷不丁地开口道 小逆子生的水灵 你不带我们出去 就留他给我们做伴 冯宝气急 抬手就摸出来了 我给他那张震煞符 我立即伸手按住了他胳膊 并且我瞪了他一眼 给他使了个眼神 冯宝额头上满是汗水 不过他也没再多做别的 一点声音也没吭出来 再往前走 看看这里到底有什么问题 李德贤在搞什么拐 我沙哑地又说了一句 我心中也更担忧 徐师宇现在的情况 不过我也相信他 他应该不会去破 我说的那些忌讳 鬼鬼祟祟的东西 应该伤不到他 只是我们绝不能被困太久 否则天知道 还会有什么变故 急不往前 又走了大概几分钟 那些人 还是步步紧逼 尤其是雾气浓郁到 几点的时候 人更多了 他们全都阴侧侧地盯着我 仿佛在等着我们踏错步 忽而 我耳边听到一声 清脆悦耳的喊声 罗十六 我猛地一顿 停在了原地 这喊话声 怎么来自于雾气之中 就好像眼前这些人群里 我开始以为我幻听了 这声音 不正是徐师宇的吗 下一刻我也急了 他真被这些人弄到一起了 往前走 徐师宇的声音再一次响起 更为清晰了不少 我皱紧了眉头 瞳孔紧缩 呼吸也骤然急速起来 忽而那些人群之中 伸出来一只手 一把就抓住了我的手腕 我心惊之余要反抗 却感受到一阵温润和柔软 死人的手 是不可能有温度的 我也就没反 抗 这只手拽着我进雾气 几乎和那几个人擦肩而过 本来我以为要踩到田梗下面 已经做好了失足的准备 因为这田梗的路太细长 本来我们往前 现在被拉着往右 肯定得摔倒 结果脚下不但没失足 反倒是稳稳当当地 踩在路面上 眼前的雾气忽然散了许多 清冷的月光也便亮了不少 在我跟前拉着我手的 不是徐施宇又是谁 周围那些人却消失不见了 后方是急速的脚步声 还有呵呵的呼吸 这 出来了 逢驱震惊的声音响起 我们的确是出来了 徐施宇脸上也有几分微红 呼吸带着些许急速 他松开了我的手 我扭过头 定定地看着地上的路 我们后方雾气更为浓郁 那些人却没钻出来跟着我们 徐小姐 你让我逢驱长见识了 竟然也会这些门道 深藏不露 逢驱震惊之余 也带着钦佩 徐施宇才轻声说道 这地方是专门用来 迷罗石榴的眼睛 还有懂这些事情人的眼睛 我不懂 我也不怕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我本来就在仔细地思索 为什么我们会绕回原路 在我主观意识中 我踏出来应该是田梗 却反倒是稳当的路面 其实我就已经想通了一些了 徐施宇这句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也让我恍然大悟 李德贤这一招 当真是精妙 从老丁家里投出来 雾气浓郁不止 尤其是李德贤 弄来了火葬场外的那些人 直接就给我 造成了压迫感 我入行初始 跟着陈瞎子走鹰路 当真是遇到不少祸患 引出来不小的麻烦 以至于我很小心谨慎 当然 谨慎并不是错 尤其对于这些鬼鬼祟祟 李德贤就偏偏利用了这一点 才让我来回在这绕圈子 走不出去 我们走的路 必定不是直路 在我下意识的直觉中 我们的确是一直往前走 那些人一直跟着 再加上脚下的路面 就已经让我注意不到 我们到底是 直走了 还是绕了圈 田耿四通八达 只要我避过那些人 就必定会走偏了路 李德贤的设计 也就是如此 只要走错了一次 就会有思维误区 我刚才都潜意识地在告诉自己 这里不是鬼打墙 李德贤在路本身动了手脚 和奇门遁甲 八卦方位有关 这样一想 我反倒是想错了 只会在本身绕圈子的路里头纠结 路中必定有八卦方位 也有奇门遁甲 可那也只是 乱我更多思绪的布置 根本和出口无关 出口只是视觉性的隐藏 以及外力干扰 就算是我想破了头 也不可能找到出路 徐诗宇反倒是不知晓这些 他应该也有其他的发现 想清楚这些 我再回过头 视线之中 不远处便看见了一片宅院 周围的田地也很熟悉 不正是我给陈下字典的子五毛 有四正宫吗 那宅院 就是朝阳宅 谢谢 我很诚恳地和徐诗宇到了线 徐诗宇轻声道 我尽量不添麻烦 对于这李德贤 也不能太以常理度知 他很多时候 似乎都见走偏锋 我也从李德贤这一处的布置上 看出来了一些似曾相识 在南山群岭的时候 阳下园想要找的那师 他生前将自己葬入那风水宝地 不就是利用风水的本质 还有风水师的思维局限 来保护自己 李德贤竟有几分和他类似 虽然他现在远远比不上 但是以后的事情 谁能料到 再加上他心思毒辣 未必不会成为下一个阳下园 甚至更恐怖 要除掉他的那心思 也愈发地强烈坚决了 朝阳宅已经近在眼前 往前走的同时 徐师宇也解明恶药地告诉我 他是怎么走出来的 一来是和他们的训练有关 再加上本身干那一行 对于细节 其实很敏感 最开始因为恐惧 没有太多想脚下的路 之后他镇定下来 往前走的时候 其实发现了 走在某些地方的时候 那些人就逼近很多 看似吓人 实际上也很刻意 并且他也发现 实际脚下的路 并不是一条直线 我们走在前头 他故意放慢了一些速度 走在后面 结果他看见我们绕了圈子 他只是停顿了一会儿 我们就消失不见了 接着他又选择了凭借本能 往前执行 结果就走出来了 冯驱也恍然大悟 说其实就是 我们走得太近 如果是分开拉长一点 也能发现问题 紧跟着他又苦笑 说我也是事后诸葛亮 当时哪有那胆子 冯宝也是心有余悸地点头 不多时 我们就来到了朝阳宅的院门外 院门紧闭 严密无缝 我上前敲了敲门 咚咚咚的声响 还有些许回音 同时我也很警惕 防备万一李德贤 已经对陈瞎子下手 脚步声从门后传来 院门被打开了 在门后的 便是睡眼惺忪的花姑 她揉着眼睛 神色也很诧异 罗十六 大半夜的 你怎么来了 你们不是才刚回来吗 又有什么事找陈叔了 花姑这话语 虽然明天上没什么 但我也听出来了细节 她有点埋怨了 我也不禁在心中苦笑 她这说的还真没错 我们回来也不过一两天 这事就迫在眉睫 你们这里没发生什么事情吧 陈叔在睡觉 我也开口问道 花姑皱了皱眉 能有什么事 她也没有继续揉眼睛 明显是清醒过来 在钉钉地看着我 她忽而惊呼一声 捂住了嘴巴 眼中近视惊诧 你 真的是罗十六 花姑的反应 在我预料之中 我也很郑重 说我现在要见陈叔 的确出了不小的事情 她这才让开门 将我们请进去 和徐世宇对视的时候 花姑还很友好的 喊了一声徐警官 当初花姑她老公的案子 就是徐世宇办的 徐世宇也回应了一个笑容 进院之后 我便感觉到一阵冷热交替的温度 似乎从身上钻过 院子四角外秃 东南西方修了三个屋子 北面则是花圃 芭蕉树 桃木 一小片竹林 以及一些阴阳中和的植物 南面的那屋子 房门和阴壶宅的有些类似 透着红色 西面的半眼房门 一眼就能看出来 是花姑住的房间 我跨步直接朝着 东面那屋子走去 到了进前之后 我就直接敲了敲门 也喊了一声陈叔 吱压一声 房门被推开 开门的不是陈瞎子 反倒是狼翱 他很兴奋地跳起来 还朝着我脸上舔来 我赶紧拿手挡住 最后舔了我一手的口水 花姑也匆匆跑进 陈瞎子的房间 十六 出事了 陈瞎子的声音响起 我也没犹豫 直接就告诉陈瞎子 李德贤来了 而且动静不小 三言两语 我就将他做的事情说了一遍 包括朝阳宅外今夜的布置 同时我也听到 屋内 花姑还在说着什么 零散的几个字 有头发 脸什么的 不过两分钟的时间 陈瞎子出来了 花姑领着他 走到了院子中央的 一张石桌旁边坐下 我也赶紧走过去 陈瞎子的眉心 欲结成了一个穿字 他那灰白色的眼珠子 盯着我的脸 忽然说了句 花姑说 你老了 陈瞎子根本没有接我说的 关于李德贤的话 也没有理会朝阳宅外的危险 而他问的 却让我语色 此刻 冯宝和冯去目光 也在我脸上停留 至于徐施宇 更是咬着下唇 直接看我的眼睛 接音 一个死的 一个活的 接了死的 抱着破忌讳的心态 去的 对吧 陈瞎子忽然又说道 嗯 我点点头 叹了口气 死人也是因我而死 陈瞎子却沉默不语 他这一沉默 院子里头 反倒是安静下来了 我见过你爷用黄树 听过他用杀树 他声名远扬的 便是那杀树 只不过 我没见他用过生树 刘英婆却是用过的 陈瞎子的声音 也透着几分沙哑 他摇摇头 生树用出来 必定就会有一个阴生子 十六你这事情做得对 也做得不对 十年阳寿 损了就没了 你本身也是因生子 活下来 已经是殊为不义 那孩子 和你又不一样 你管了他生 管他现在不死 却很难管他一直活下去 你想想 你活下去 你爷爷付出了什么 那不只是 刘英婆的十年阳寿 这 陈瞎子的话 的确让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因为我压根也没想到 那一点 陈瞎子最后叹了口气 他起身 抬起手 摸到我眼角的位置 又碰了碰我的头发 一个小伙子 眼角皱纹 发丝灰白 哪还有年轻人的模样 这事情 我们需要好生商议 还得见英先生 徐世宇忽而小声问了句 陈叔叔 十六的阳寿 能弥补吗 他与其很小心翼翼 也有几分胆怯和担忧 可这胆怯担忧 明显不是因为陈瞎子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我心里有点难受 徐世宇在关心我 为什么我 反倒是难受了 命数之所以叫做命数 那就是命中有数 阳寿也是如此 寿中便死 古往今来 也有人掩年有数 也有人到死 都还在挣扎不想死 我和十六才遇到过 不想死的人 逆子你便放心吧 十六的命中 没那么薄 语霸 陈瞎子才继续说道 李德贤 他必定是会来找你 看似你 被他打了个措手不及 那又何尝不是 他在怕你 因为怕 才会做出那么多准备 莫要自乱了阵脚 陈瞎子平静地说道 他不敢登门 只能藏头鹿尾 而他这个尾巴 是藏不住的 你说是吗 逆子 最后 陈瞎子又看向了徐诗雨 徐诗雨 微咬着下唇 点了点头 我心头突得一跳 陈瞎子继续开口道 我去一趟柳河村 去通知刘文三和殷先生 十六 你带诗雨去冯家 李德贤就是乱你阵脚 让你妄动 你不动 他就不知道怎么办 以不变应万变 或者直接釜底抽薪 陈瞎子这话 有种一针见血的感觉 李德贤直到此刻 也没有露面过 他做的一系列事情 的确是坏我心境 乱我阵脚 我自己也知道 可还是被他一直 牵着鼻子走 就是因为他处处 都牵制到我的软肋 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 许诗雨没有因此受伤 陈瞎子也没出什么事 我重重点了点头 道 陈叔 我晓得你一半的意思了 可釜底抽薪 我却一时半会儿 想不明白 我没有迟疑 直接问陈瞎子 后半句的意思 你想得明白 陈瞎子却罕见的 没直接回答我 接着他招呼我们 事宜直接出去 一行人离开朝阳宅 当然留下来了花姑 临到门口的时候 我还是问了一嘴 花姑 亲儿和远归留在这里 没问题吗 李德贤会不会再下阴照 陈瞎子平淡回答 小黑留下 这里还是朝阳宅 李德贤没那胆子进来 十六 莫要小瞧了这朝阳宅 他可是养尸鬼的风水宝地 陈瞎子的笃定 也让我松了半口气 从朝阳宅离开 不多时便回到了我们之前 走过的那一处田地 此颗雾气依旧不少 陈瞎子扯着脖子吆喝了一句 死人过关不沾地 活人夜行莫回头 银石正客 瞎子借到 百鬼退散 他声音尖锐到极点 几乎穿透夜空 明显逢驱和逢饱 甚至是徐诗宇 也都不由自主地搓了搓胳膊 就像是起鸡皮疙瘩了似的 肉眼可见的 我们面前的雾气 正在迅速地朝着两边散去 顷刻间 眼前就出现了一条路 那些人依旧在路的两边 漫无目的地走着 我也看得清晰 这条路虽然直 但是周围两侧 却有很多分支小路 踏错一条 就会被牵着鼻子走回去 有陈瞎子在 那些人也没敢靠前 只是阴冷的感觉太强 让人心里头不舒服 不多时 我们便走到田地出口的位置 冯兰的尸体 还是像个木偶人似的呆呆助力 月光自他头顶洒落下来 说不出的凄凉 陈瞎子动作很自然 直接就将冯兰的尸体 扛在了尖头 我们也走出了田地 很快到了老丁的破旧小二楼旁 尸体暂时放在老丁家里 等事后再做妥善安排吧 冯区忽然小声地说了句 接着他上前 从冯兰身上摸出来一把钥匙 他叹了口气说 陈先生 我开车送你去柳河村 让冯保领罗先生 他们回冯家 刚好这里两辆车 陈瞎子倒也没其他意见 将尸体背进去小二楼 再出来之后 直接在冯区试一下 上了冯兰那辆车 我和徐诗宇也跟着冯保上车 村路还是一前一后 过了指方街 就是分开两路了 去冯家的路上 我一直在想 陈瞎子所说 釜底抽薪的意思 逐渐有了些许眉目 李德贤动的不只是徐诗宇 还有他们局里头 相当一部分的同事 这些人 无一例外 都是在调查李德贤的事情 并且 他们已经有所查获 这李德贤的出手 应该是被逼到了一定程度上 必须终止他们的调查 他不仅挟持了徐诗宇 同时还以此来对付我 这也是他所采取的 一箭双雕 以绝后患的方式 想清楚这些 我思绪更是一片清明 釜底抽薪的意思 就是从根本处解决李德贤 徐诗宇他们所调查的东西 必定也影响到了李德贤的根本 你要是没想明白陈叔叔的意思 或许我能告诉你 徐诗宇的声音 恰逢其时地响起 他看我的目光 依旧带着几分担忧 我笑了笑道 我想明白了 接着我也没有犹疑 直接就问徐诗宇 他们到底调查到了李德贤多少 查到了哪一步 徐诗宇眼中也有抑制不住的惊讶 他思索了片刻才开始说起来 这番信息 却让我无比震惊 据徐诗宇所说 上一次顾家事件之后 他们就在用所有途径和线索 调查李德贤 本来线索也只是中断在李德贤的老家 李家 口 他们也查到 我们对李德贤家里头做的那些事 其实我还有点尴尬 毕竟决人坟营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听上去总不是那么好 打断徐诗宇的话 我简单解释了一下 为什么绝分 徐诗宇却认真地说了句 罗十六 我信得过你 知道你做 必定有你做的道理 我略有哑然 他则是继续告诉我 在李德贤的身份家事上 他们查不到线索 就转查了另一个人 顾家的大少爷顾天良 从顾天良的身上 他们果然查到了一些突破口 李德贤在内阳市的这段时间 一直都和顾天良有密切接触 并且 顾天良的母亲王金菊 和这李德贤也是关系匪浅 当年李德贤在内阳市成名的时候 有过不少相信他的门徒 王金菊就是其中之一 封他为大师 这两人之间的勾当 经不住调查 十几年前 顾天良身患一次重病 需要换骨髓 结果顾开山的不能匹配 给顾天良公体的 反倒是李德贤 从医院提供的线索 以及相关一系列的佐证 顾天良十之七八 是李德贤的儿子 并且 这件事情多半是顾开山知晓的 他一直隐忍没有戳破 顾开山死后 顾天良转移了顾家的财产 当时顾家坍塌 停留在江面上的那艘邮轮 也是顾家名下 局里面有了突破口之后 就将所有的调查力度 都放到了顾天良 和他母亲王金菊的身上 开始的确一无所获 之后也总算收获了一些线索 逐渐找到了顾天良的下落 发现他做的生意也有问题 牵扯到失绝坟 并且 他的行踪飘忽不定 线索时而中断 他们继续深入调查 整个内阳市的天网监控之前 几乎随时都有人轮班看监控 并且也标记了一些重要地段 出城路段 顾家名下 以及和顾家相关的任何车辆 全部都在被监视 终于他们发现 顾天良会每隔一段时间 出城去一座山外 那座山 是冯家千分之后所在的山 他们不晓得 顾天良去那里要做什么 虽然他们答应过我 有李德贤的信息 就要先通知我 尽量不打草惊蛇 可我当时却不在那阳市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机会稍纵即逝 不抓顾天良 就找不到李德贤 所以他们制定了计划 就连冯家也没通知 直接就要抓顾天良 结果那一场围堵 没抓到人 徐世瑜抿着嘴停顿下来 轻声道 在之后你就知道了 我被人抓走 一直就到今天你救我 这些信息太过惊人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尤其是顾天良 竟然是李德贤的儿子 可一番思索下来 我还真觉得有点眉目 叹了口气说道 怪不得当初 顾开山对于顾开阳那私生女 意见那么大 原来是因为在她的身上 有另外一个 更为戳心的痛点 徐世瑜摇了摇头 或许当时顾开山的死 也不只是唐小天害人 其中有谁推波助澜 还未能确凿 只是我们没抓到顾天良 现在李德贤反应这么大 想要釜底抽薪 却不容易 之前我和局里头的人聊了一些 他们又找到了关于王金菊的线索 现在却没敢轻举妄动 我点点头 说他们没忘动是正确的 微眯着眼睛 我心底也坚决了不少 一字一句地说道 还是暗中继续调查 李德贤的注意力在我身上 这一次做好万全准备 我会和你们一起动手 抽了李德贤的新火 他就翻不起什么风浪了 徐世瑜却苦笑 说未必能从王金菊那边 找到什么突破口 李德贤太阴险狡诈了 顾天良也会更小心谨慎 我沉丁片刻 说先看事态发展 总归没有十足的把握 就按照陈瞎子说的 以不变应万变 其实我还有所疑惑的地方 就是顾天良 为什么要去冯家千坟之后 所在的那座风水山 还想要破坏冯家的风水 这事情李德贤应该很清楚 他们压根就做不到 顾天良还是反复去的话 那这个中原油就值得深究了 罗先生 徐小姐 咱们先下车 已经到了好一会儿 快天亮了 冯宝的提示 让我回过思绪 这才反应 过来 车的确停下 有一段时间了 下车之后 天边隐约有了雨堵白 徐世宇的神色 也显得疲惫不少 被掳走那么长一段时间 刚或就 又跟我颠簸一路 他怕是 也快到了身体 所能承受的临界点 我让冯宝 给我们安排房间住下 也叮嘱冯老爷子小心 冯宝给我们安排的 还是之前我住在冯家的偏院 徐世宇 则是在我旁边的屋子 我也的确累极了困极了 脑袋一直在发沉 目送徐世宇进屋 也叮嘱他 好好休息之后 我才回了房间 简单洗漱之后 我倒在星号星号 就沉沉睡了过去 这一觉 我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期间一次都没醒 也一个梦都没做 在等我睡到自然醒 睁开眼睛的时候 窗户外头都慢进来了月光 脑袋还有点昏昏沉沉 我从房间出去 却看见徐世宇在院子里头坐着 他仰头看着夜空 显得有些孤单 长发披散在肩头 皎洁的月光 照在他精致的侧脸上 我看到他的眼神中 有种说不出的忧郁 明显徐世宇也发现了我 他回过头来 那孤单忧郁的神色转瞬即逝 取而代之的是 稍显活泼的浅浅一笑 嗓音清脆地说道 休息好了 你这一觉 睡了都快十四个小时了 再不行 我就得让冯宝送你去医院 我也笑了笑 同时还注意到 徐世宇的手掌中 捏着一把梳子 的确太困了 睡一觉 精神也好了不少 我回答道 而徐世宇 则是很随意自然地 将梳子收进衣兜里 轻声道 冯宝来过两三次 你没醒他都走了 也就在这时 院外又传来了 急匆匆的脚步声 我刚抬起头 就看到冯宝撞瘦的身体 他更是惊喜 罗先生 你总算醒了 这都十几个小时 家主都要把他的医生 喊过来看你情况了 我哑然失笑 冯宝又说 喊我们先去吃东西 他来过几次 也叫了徐小姐先去 他都说要等我醒了一起去 并且冯宝还告诉我 冯区也回来了 刘先生和陈先生 也一起到了冯家 我心头微喜 果然陈瞎子出马 几乎不会有任何纰漏 只是徐世宇 饿着肚子等我 爷 让我略有过意不去 先去吃点东西吧 等我那么久 真的是抱歉 我诚恳地看向徐世宇 徐世宇却更显活泼了两分 道 我没有名字吗 这 说真的 我有点尴尬 我觉得 我们也算熟悉 大致我小的徐世宇一些意思 直接叫徐世宇的名字 就显得太过生亡 可若是叫亲密了 又会唐突 我们这朋友关系 有些说不出的微妙 就连我自己 也说不清那种感觉 徐世宇轻声道 我爸妈还在的时候 喜欢叫我诗诗 不过同事们都叫我诗语 你可以选择一个 总不能每次都不叫我一声 直接说诗 徐世宇这话 倒是没有埋怨的情绪 不过 这的确是我的问题 我开口说行 那我也和他们同事一样 叫他诗语 结果不知道为啥 舌头突露一下 就和打了结诗的 鬼屎神拆地叫了一声诗诗 徐世宇忽然就眼着嘴笑了出来 他眼睛弯成了一个月牙 煞是好看 冯宝则是赶紧说了句 罗先生 徐小姐 那我去前头等 你们慢慢来 语爸 冯宝就赶紧走出了院子 我刚大的不行 脚趾头都快把鞋底抠穿了 不过下一刻 我就注意到余光之中 在对面的一个房檐下 站着一个女人 那女人不正是我妈吗 她面上的笑容很温柔 对我轻轻点了点头 我一下子就明白过来 为什么自己舌头会突露一下了 其实我也早就有所猜测 我妈很喜欢徐世宇 陈瞎子也很喜欢徐世宇 似乎现在就连刘文三 也觉得徐世宇很不错 这么长时间 徐世宇的意思态度 我哪会不明确 上一次 她近乎都是明示了 她对我的好感 我却一直在回避 回避自己去深思这个问题 原因很简单 我怕乱了情绪 我自己不能再定心明神 也连累她出事 抛却了心头的思绪 我脸上也挂上笑容 先去吃点东西 两人往外走的同时 徐世宇轻声又问了我一句 我能叫你十六吗 能 我点点头 我很喜欢那把梳子 徐世宇忽然的一句话 又让我语色 好在 冯保已经到前头等着了 几分钟 我们就到了前院 堂屋里头的桌案上 摆着不少吃食 这会儿大家似乎都在等着 刘文三 陈瞎子 冯志荣 冯屈 其中却没有殷先生和沈继 也没我奶奶 这让我诧异了一下 冯志荣和我打了个招呼 我回应之后 喊了文三叔和陈叔 同时也按捺不住 问了他们 殷先生怎么没来 回答我的是刘文三 他耸了耸肩 殷先生说 这事你能应付 不算什么大麻烦 比起杨夏元差太远 他就在村子里头等你 本来他说让沈继跟着来 我感觉还是算了 那小丫头说不上来 人是漂亮 身手也好 就是我怕他鞭子再扮你脚 万一破了枪 以后可不好找老婆 刘文三说着 就拿起来筷子 加了一块回锅肉 滋了一口酒 他也让我赶紧坐下来吃饭 这都等我一个人吧 同时他也说 李德贤没啥可怕的 藏头鹿尾的东西 他要么别露面 露面就直接炸了它 我苦笑 说恐怕没那么容易 坐下吃东西的同时 刘文三已经连着喝了好几杯 他说 没那么多不容易的 也就在这时 冯志荣开口说道 罗先生 你和徐小姐聊的 冯宝之前都和我们说一遍了 陈先生和刘先生也听了 我也和徐小姐他们局里面联系过 对了对细节 我夹起一筷子红烧鱼塞进嘴里 也仔细听冯志荣的话 他意思也很简单 其他的虽然他不懂 得看我们 但是还算是知道 为什么顾天良非要到他家 千坟之后的风水山去 顾天良那人心思狭隘 雅自闭爆 他儿子冯香楼 还有西王小燕 虽然已经死了 甚至他儿子还是被害死的 他还是看不下眼冯家能够风生水起 更看不下眼他儿子和尔西安稳下葬 只不定打了什么坏心眼 并且关于顾天良现如今的生意 他也有了眉目 警方调查的是道师绝坟 而这些失去了哪 他们却不晓得 冯家却查到 乐 我心头一惊 筷子也不由自主地放下来 定定地看着冯志荣 冯志荣叹了口气道 他偷师道股 卖给有需要的人 李德贤点殷亲婚配 这买卖做得可不小 若非是他们最近的一家客户 和我私交不错 我也查不到 我眼皮狂跳不止 陈瞎子忽然开口说了句 绝人坟 未经死者家人同意 点殷亲婚配 惊扰死人安宁 让人投不了胎 这事伤天害理 也让人一家悲痛 陈瞎子话语简单利落 可岂只是悲痛那么简单 人好端端葬了亲人尸骨 结果被人掘了坟 还拿去买卖 甚至婚配 设身处地去想 杀人的心都有 我能感同身受 是因为杨夏元掳走我爸 和爷爷的尸骨 不过 我至少还有夺回来的机会 就算是被胁迫做事 也总算能接受 李德贤和顾天良做的 已经是到绝处了 哪给人找到尸骨的可能 徐世宇则是定定地看着冯志荣 声音清脆 冯家主这样说的意思 那家人同意帮忙 抓李德贤 我觉得 应该没有那么简单吧 徐世宇的话 也是问到关键点 冯志荣点点头 他诚恳地说道 的确没那么简单 我也是和他劝说过 李德贤这人的人品 还有这件事的后果 他也听闻过罗先生的名号 他提了个要求 他可以出卖李德贤 提供机会 让我们拿下他 不过事后 罗先生要帮他解决家族的隐患 最近 他家族内忧外患 长子暴毙 也是没有选择 才会和李德贤合作 其实他还有点怀疑 他家风水的问题 不是突如其来出现的 家里头灾祸不断的同时 李德贤也来了 天家卖他尸骨 点阴卿解决麻烦 刘文三自了一口酒 说道 好一个自产自销 李德贤这算盘打得精明 这岂止是精明 当初李德贤 不也就是这样对冯家的吗 只不过 李德贤是真的想毁了冯家 即便是冯家出钱了 也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我也没犹豫 点了点头说行 虽说王金菊那边有突破口 顾天良这也有些许线索 可这都没有直接 能对付李德贤来的直接 他恐怕绝对猜测不到 我们能用这种方式 将他一军 冯志荣脸上喜色不少 说他今晚就连夜和那边商量 看看是怎么办 再和我说详细 接着 他也端起来一杯酒 示意尽我们所有人一杯 一餐饭下来 刘文三喝了不少 我也没劝他 他习惯就是这样 说不定不喝酒 还没办法精神集中 徐世宇也吃了不少东西 他竟然也喝了一杯水酒 那杯酒是陈瞎子到的 他也不好拒绝 十六 你扶徐小姐回去休息 其他的事情 明天再说 陈瞎子很正经 不管他是一本正经也好 还是面无表情也罢 可他这句话 就让我觉得他有点不太正经了 徐世宇低着头 一句话都没说 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还以为是陈瞎子的做法 让徐世宇心生反感了 毕竟他可不笨 正打算先扶他回去 在做解释的时候 匆匆地前院进来一个冯家的下人 他到了桌前郑重地说道 家主 有个叫商将的人来了 他好像很急切 一会儿说要见你 一会儿说 要让罗先生跟他走 你之前不是叮嘱 谁找罗先生 都说不在吗 这商将听了也不走 他还想闯进来见你 又让我们把罗先生叫来 我眼睛顿时就微眯起来 冯志荣诧异地看向我 冯屈却面露惊恶 很快 他的神色就成了钦佩 我开口道 你把他带进来吧 我见他 那下人又匆匆出去 几分钟之后 他便领了个无短身材的人 进了大院 这人赫然就是商将 只不过他的神色 要比之前憔悴太多 眼睛都是血丝 头上还有伤势 更重要的是 他鼻子破了 鼻子是财伯公 他更是武戒朝月的面相 鼻头还是中月松山 他的财 乃是大财 结果却破了财伯公 这事 比我想象中要严重 下一刻 那下人就将商将带到桌前 商将的眼神明显有几分闪躲 脸颊因局促而仗得通红 我和他对视 他更是不自在 一双手不断重复着 松开握紧的动作 商老哥 有什么事情 坐下说 我随和地开口 商将身体一颤 他摇了摇头 惨然地说道 我哪有资格做 罗先生 帮帮我 明显 他的眼神多出几分哀求 我也想问他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从他家里离开 我就算准了他 会来找我 他老婆当时就出问题了 只不过他当局者迷 看不透彻 只是现在 他破了财伯公 问题就更为严重 他老婆谋财 这不现实 钱本身就是两口子的 我正要开口 冯志荣确行说话了 商将 冯家应该带你不薄 同时 冯志荣也微微对我点头 旁边的冯区 更是给我使了个眼色 商将连连点头 对 我一直感激冯家的照拂 下一刻 冯志荣眯起眼睛 继续说道 那我让罗先生 去找你 你去将他赶出来 若不是冯区告诉我 我还当真不知道 你那么大的威风 罗先生好意提醒你 那是要救你 你还以为 他对你老婆 有什么意思 冯志荣的声音 都冷冽了不少 压迫力更强 看在冯家的面子上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商将的脸色 刷得一下惨白 他支支吾吾 我 我 冯志荣眯着眼睛 又继续道 罗先生吸财 才会那样帮你 他平时事务繁多 便是冯家请他帮忙 也不是随时都能做到 你反倒是 将人去之门外 口口声声说地感激冯家 却这样对待冯家的贵客 商将 你的小人之心太重 还是请回吧 求人办事 连求人办事的态度都没有 还求什么人 冯家也不缺你一个工匠 话语至最后 冯志荣已经变得严厉了不少 商将的头都快埋到地里头去了 冯志荣喊了句 送客 商将才猛地抬起头来 他脸上更焦急 说了句 冯家主且慢 下一刻 商将就冲着我一鞠躬 这一鞠都快成九十度 他连着鞠了好几下 才惨 然道 罗先生 我是个粗人 鬼迷心窍 枉费你一片好心意 对不起 还请你谅解 给我个机会 冯志荣的脸上 这才露出几分满意之色 我心头苦笑 本来我是打算直接帮商将 他肯定不会再怀疑我 冯志荣的做法 却更为直接彻底 商将的确没给我和冯驱留言面 冯驱将这些事情 告诉冯志荣 也无可厚非 如今冯志荣简单几句话 也帮我和冯驱找回面子 同时无意让商将低了一层 虽然事实上 我觉得低这一层的意义 不是太大 但冯志荣在帮我 我没有反驳 他的道理 冯志荣没开口 我就没先说话 商将抬起头 他的脸色更急 哀求似的看向冯志荣 冯志荣却叹了口气道 我的话已经说了 这是冯家的意思 至于罗先生如何 我冯志荣也管不了 说完 冯志荣便端起一杯酒 悠悠地喝了起来 商将又满眼哀求地看向我 正要说话 我也感觉 冯志荣对商将教训得够了 再多就像是成人之威 这并不是我本意 商老哥 我倒是觉得不是什么大事 咱们就此翻片 你说说你的事情吧 我回了一个友善随和的笑容 商将脸上 立刻露出狂喜之色 他马上就急促地 说了一遍事情的始末 原来那天我走了之后 他也回过外来 想让他老婆的表哥 也就是他表舅子离开 结果他表舅子 又说他过河拆桥 一副赖着不走的嘴脸 他本就对这样的事情 无可奈何 平时也不太习惯拒绝人 所以之前 都是能躲着就躲着 全靠他老婆苗静劝人走 结果苗静又直接睡了 就只能安排人先住下 等第二天天亮了 他表舅子就开始要钱 好说歹说 非得要拿到才走 苗静又一直在房间里头不出来 不吭声 他没办法 就答应得四十万 他表舅子不干 说结婚要八十万 最后 苗静竟然在房间里头 开口说话了 让他得八十万 商将虽然搞不明白 但还是同意了 想着 可能他老婆有什么打算 果然 没一会儿 他老婆就说 让他表哥拿了这钱 以后一辈子都别来他们家 商 将心里头也痛快不少 想着破财消灾 结果他表舅子当场就表示 都要断绝关系了 八十万怎么够 得要一百六十万 商将猛了 觉得这太贪得无厌 直接就回绝了 结果他表舅子当场就动了手 把他打了一顿 说他不念情分 都挨了打 他就更不可能拿钱出来 可他却没想到 苗静竟然出了房间 直接给他表舅子 赚了一百六十万 将人打发走了 他本来气不过 觉得这钱怎么能给 可他又的确心疼苗静 苗静的意思就是 一次性破财 打发了这个温神走 之后就没人 再来打搅他们 他难受了一会儿 也接受了现实 钱还能再赚 日子安静就成 结果晚上 他就发现了别的问题 苗静睡着了之后 呼吸特别微弱 他怕出事 赶紧就把人叫醒 说去医院看看 结果苗静大发雷霆 把他赶到了其他房间 他还是担心的不行 偷偷回房间 却发现苗静没睡在 星号星号 反倒是鞋尖子对着床 对于这些简单的事情 他还是听一些先生说过 鞋尖子朝里鬼上床 他赶紧就去 把鞋子摆着 结果他却发现 苗静趴在床底下看他 这把他吓得不行 怪是接二连三 他想要劝 结果又被一顿臭骂之后 赶出房间 一晚上 他就没怎么睡了 好端端的人 怎么就出问题了 他觉得 是不是他表舅子的事情 其实也刺激到了苗静 所以他就打算等天亮 和苗静好好谈谈 却怎么都找不到人 找了整整一个白天 他愣是不知道 苗静去哪了 打电话也不接 最后都快天黑了 他听到库房有响动 就过去看 结果发现 苗静躺在他收来的 一口铜棺里头 刚爬起来 脸上还像是 长了黑红色的毛 当时他都被吓傻了 也不敢待在家里 所以就直奔过来 找我 这番话说完 商将就更是哭丧着脸求我 一定得帮帮他 救救他老婆 恐怕是他家里 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让他老婆变成这样的 我沉默 然后叹了口气 摇摇头 商老哥 他到底怎么样了 你自己怕事也猜到了吧 商将嘴唇翁动了一下 一言不发 他忽然拿起刘文三跟前的酒瓶 咕嘟咕嘟地灌下去小半瓶 接着他红着眼睛看我 艰难地又说道 救救他 在商将的眼底 我看到了一丝侥幸 还有不愿意相信现实的挣扎 我也没有再继续戳破 点点头道 我陪你去看看 正当此时 刘文三忽然开了口 十六 我陪你一起去 你现在这身体情况 对付母子血沙 怕是得悠着点 他这番话说的没什么波折 从眼神上 我明显也看出来点意思 虽然刘文三没多问我 关于折寿的事情 但陈虾子肯定会说 没等我开口 刘文三就继续说道 虾子 你就留在冯家吧 这里总得有个人 顺道护着点震妮子 雨霸 刘文三又瞟了一眼徐世宇 他一口滋完了杯中酒 摸了摸炸鬼刀刀饼 越快处理越好 尽可能不要节外生枝 陈虾子声音很平静 接着道 我会和冯家主聊一聊 关于刚才那事情的 我点点头 也放心了不少 准备起身离开 徐世宇却拉了一下我的胳膊 他轻声说了句小心 我笑了笑 回了放心两个字 从冯家出去 本来商将坚持要开车 他可是一口气 闷了小半瓶二国头 已经满身酒气 走路都在晃 哪敢让他开 还是让冯屈开车送我们 此刻时间约末是九点多钟 月光蒙着一层隐约的白雾 天上没星星 差不多到十点的时候 我们到了商将家外头 黑灰色的砖墙 透着一股子 说不清道不明的冷意 下车之后 我叮嘱冯屈 不用跟我们一起 待在车上就行 商将去推凹陷在内的院门 吱压一声轻响 一米建方的木门被推开 院子里头也很冷静 和上一次来的时候 感觉完全不同 分明是正正常常的院子 也没啥变化 就是冷得让人心头压抑 就如同多年不住人的老房子里 充满腐朽为的死气一样 这里有血煞 便不再是适合活人待着的地方 尤其是这血煞也是活尸 怕和廖寡妇当时差之无几了 右侧的一间屋子 窗户内透着悠悠的光 不像是灯光 反倒像是蜡烛 罗仙 商将正要开口 忽然 那屋子的窗户开了 探出来了苗静的头 苗静凌乱的发丝 一半搭拉在肩头 一半倒垂下来 遮住了大半张脸 说真的 他这忽然一下冒出来 着实让人毛骨悚然 冷不丁地 苗静说道 老公 你怎么又带这个人回来了 他想像我被子 你不是看到了吗 他的声音干巴巴的 还很空洞 在院子里头 似乎都形成回音 商将的脸色煞白 他慌乱地看向我 脸上的表情仿佛下一刻就要哭嚎出声 我眼皮微跳了两下 从苗静那半遮住的脸下头 隐约还是能看到不少血色绒毛 并且 我也感受到了隐隐的威胁 血煞母子师 还是活师 这很难对付 不过 我和刘文三两人 他也讨不到好处 只是真打起来 这苗静就没什么好下场了 我还想要商将做的事情不少 要是下手太狠 商将受刺激太大 恐怕我就没有机会再跟商将合作了 接触的活师已然不少 其实我也略有了解活师秉性 转念间收起思绪 我也平静地回答 我们来让商老哥拿点东西 完事就走 冯家主安排的 商将的猴杰明显滚动了一下 刘文三也没开口 一瞬间 院子里头变得很安静 落真可闻 下一刻 苗静忽然伸手捋顺了头发 那张脸完全露了出来 他直勾勾地看着我 脸皮还抽出了两下 皮笑若不笑似的 那你们赶紧拿 拿了就滚出去 他的声音空洞冰冷 眼神之中更是阴寒刺骨的凉意 紧跟着 他又说了句 老公 以后逢家的事情 你也别管了 咱们要好好过日子 谁都不能分开我们 谁想分开我们 谁就会死 雨霸 苗静忽然笑了起来 他这笑就太甚人了 院子里头都是空洞间隙的笑声 回信号信号 啪哒一声轻响 窗户被关上 不过明显能看到影子 苗静还是在窗户后头坐着 就像是一直看着我们一样 商将满脸的茫然失措 我退了退 他往前 他才回过神来 顺着进了堂屋 很快 他就带着我们 进了之前那工具房 这里头和上次来的时候一样 没有任何变化 我反手关上了房门 商老哥 这里还有没有三层的纺织罗盘 我直接开口问道 商将不安地问我 到底是要做什么 怎么不帮他老婆 我叮叮地看着他 叹息摇头 商老哥 还是不相信现实吗 我这句话说完 商将嘴唇又翁动了一下 他忽然就哭了 两行泪落下来 顺着脸颊流淌 真没救了吗 他艰难地又说了句 我摇摇头 生死有命 他最后还吊着一口活食气 不过这只会越来越凶 你也看到了 他极力表现自己还是个正常人 性格却已经变了 他不厌气 也是想和你过下去 为了这个目的 他会更极端 刚才要是动起手来 他必定会拼命反抗 打斗下来也难保全尸 现在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敬重死者为大 你拿出一块纺织罗盘 我镇住他的煞 之后再想办法给他接音 肚子里头的娃子 也是一条未见天日的命 接出来 让你老婆厌弃 他才能去投胎 停顿了一下 我劝了他一句 节哀顺便 商将正正地站了约末有一分钟 他就抿着下唇坐在了工作台前头 台上刻刀工具凌乱 也有一些废掉的罗盘 明显是纺织过整体定罗盘的 除此之外 的确有未曾全部雕刻好的纺织罗盘 他拿起一块 便低头 全神贯注的雕刻剩下的风水盘 倒不是我刻意找事 这的确是最平和的解决办法 最大程度的避免节外生枝 也不会让商将太崩溃 我身上最后那块纺织罗盘 也在之前使用生术接音纳时用掉了 此刻的时间仿佛过得很迅速 一眨眼就过了个把小时 商将手中的纺织罗盘 还剩下最后一圈风水盘 也就在这时 我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这是逢区发来的信息 其上聊聊几个字 罗先生 你们怎么样了 商将他表舅子猫进院子了 这人鬼鬼祟祟的 怕不干好事 我心里一沉 定定地看着信息 眉头逐渐紧皱起来 有句话叫做生米恩斗米筹 商将这表舅子 简直是贪得无厌 不过我却觉得 他大概率也有问题 首先面相上就不是好人 再者就是苗静死得太过蹊跷 莫名其妙就丧了命 前一刻 我看他都是好端端的 不过是我们和商将 在工具间待了一会儿 就出了事 这件事情 恐怕他脱不了干系 商老哥 你表舅子叫啥名字 我故作无意地问了一嘴 商将顿了顿回答 苗金伦 他沉默 又说道 名字是个好名字 可惜他没有满腹金伦 反倒是游手好闲 商将继续雕刻 他更为认真 手头速度也更快了 商老哥 我去一趟厕所 你尽量别出错 说完 我对刘文三打了一个眼神 又看了一眼商将 接着 我将手机让刘文三瞟了一眼 就自顾自地走出了工具间 刘文三并没跟上我 我和他配合那么长时间 很多时候 一个眼神就明白意思了 狼道里黑暗寂静 我脚下的速度不慢 苗金伦有问题 却不能让他 现在将苗金给惹闹 否则的话 就不可能平稳地震住苗金 很快到了院子里头 这会儿院子里起了雾 朦胧的雾气 白中透着几分星红 让人很压抑 一眼并没有看到苗金伦 我在院子里扫射一圈 不经意惊 因为苗金和商将的卧室窗户上 透着两个影子 一个分明是之前苗金的 他一直没动他 另一个影子是个男人 略狗着腰 一晃一晃地动 我平住呼吸 尽量轻声提气 压低脚步 朝着那窗户走去 因为院子太安静了 走了多半截 我也听到里头传来的说话声 小静 表哥不是贪心 只是表哥舍不得你 这不 还是回来偷偷看看你吗 我之前就只听苗金伦说过一个字 面向上他好色薄情 现在听他说话 声音也极度地猥琐 更是格外虚伪 你要怎么样 才能不打扰我们 终于 苗金开口说话 那空洞的声音也没有压低 反倒是听得比较清楚 走肯定是要走的 毕竟一百六十万不少了 可表哥是真舍不得你 也舍不得你肚子里头的娃娃 娘舅轻 骨肉轻 打断骨头连着筋 小静 你说 你就舍得我这么走了 苗金伦的话语更猥琐了 他那影子也靠前了一下 都快到苗金跟前了 苗金又冷不丁地说了句 打断骨头 连着筋 你不是想要我命吗 他这句话 却让我心头一寒 接着 苗金伦又匆匆说了句 小静 前晚上是我一时失手啊 你非要我走 才推你一下 你看 我不马上就回来 还帮你赶走那两个缠在你家的人 今晚不又赶紧过来了吗 你这头发也那么乱 来 表哥帮你整理一下 我已经走到了窗户前头 并且我晓得 已经晚了 我来不及进屋 因为苗金已经发现了我 此刻面前的窗户 微微开着一条缝隙 苗金那死记空洞的眼珠子 正和我对视 他的一只手 正推在窗户上头 凌乱的头发 几乎遮住了整张脸 几乎只是一个眼珠子露出来 而苗金伦的手 则是捋在他头发上 他更加猥琐地笑着 小静 你还开窗户做啥 万一商将回来 给他看见 可不好整 苗金伦伸手要来关窗户 这两个动作 几乎是在同时 苗金伦也看见了我 同样 他也看见了苗金头发下头 那黑红色绒毛密布的脸 惊怒和恐惧的情绪 同时出现在他脸上 下一瞬间 苗金忽然笑了笑 他在家 不过 以后你不会打扰我们了 苗金更为用力 直接将整个窗户完全打开 与此同时 他也抬手 一把掐住了苗金伦的脖梗 苗金伦想要惨叫 却没惨叫出声音 砰的一下 他的脑袋直挺挺地撞到了窗台之上 咔嚓的鼓裂声 苗金伦的头破了一道缝 血瞬间建设出来 他抽搐不已 明显痛苦到了极点 不停地信号信号 血落到了我的脚下 只差一点 只差一点 就到了我的身上 他的动作太快了 这不过十几秒钟而已 我刚抽出来哭丧棒 却完全没机会阻拦他 苗金伦 不知道是死是活 我死死地盯着苗金 心里懊恼到了极点 母子煞真的杀了人的话 那就没有接音可能 根本送不走 苗金也双目空洞地看着我 他脸皮又抽出了几下 似是愉悦的笑容 他快死了 他不能死得那么痛快 他这话 是冲我再说 你听见 看见了 你也要死了 下一刻 苗金半个身子直接探出来 双手朝着我脖子上抓来 他动作迅疾 凌厉无比 哭丧棒本就抽了出来 我也没有丝毫留守 扬起棍子 砰的一下就砸在了苗金的头上 吃得一声 白气滋生 苗金一声惨叫 他猛然后退 却更为凄厉凶煞地瞪着我 我速度不慢 直接七身往前 又是一棍子 打在了苗金的胸口 接连惨叫之中 他身上的绒毛 在迅速消散 转瞬又飞速滋生出来 就知道 你不是好人 我和你拼了 苗金愿毒 而又颤抖的声音 尖锐到极点 几乎是穿破夜空 我耳膜都刺痛起来 他再次扑向我 我直接一棍 抽中他的双手 这次声中 他手直接溃烂成漆黑一片 再次被血色绒毛覆盖后 就变得更为凄厉恐怖 我心头恶寒不减 他中了这么多棍子 竟然还没倒下 没被抽散魂 血沙当真是非同小可 呼吱声中 苗金反甩了一下胳膊 打向我的脸 而这会儿 我属于前力刚进 后劲还没跟上 一时间 还真落了破绽 猛然间 我抬腿一蹬 踹中了窗户下头的墙 整个身体倒飞而出 砰的一下 我摔倒在了地上 身后却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 分明是伤将惊慌失措的声音 罗先生 你没事吧 又是啪的一声 屋子的窗户 直接紧闭 让他们滚 苗金尖锐的声音传了出来 带着歇斯底里 刘文三和商将 同时搀扶住我左右肩膀 我也迅速站起身 紧握着枯桑棒 警惕地看着房门位置 苗金却并没有追出来 紧闭着的不只是窗户 还有房门 真是凶煞的紧 刘文三拔出腰间的炸鬼刀 一手去薅商将手里头的东西 我也注意到了 在商将的手中 紧握着一块纺织罗盘 应该是商将雕刻好了罗盘出来 刚好看见我倒下 只不过 商将却一下子躲开了 刘文三皱眉道 你躲干嘛 仿制罗盘给石榴 你这老婆太凶 不镇住的话 还得死人 刚才你没见吗 你那表舅子 脑袋都撞开花了 商将面色煞白 他死死地握紧了罗盘 目光也看着房门处 文三说 我喊了一声刘文三 也摇了摇头 院子里头 再一次陷入了安静 我也察觉到了一丝问题 商将出来之后 苗静就没动静了 前一刻还非要杀了我不行 现在却安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 最后他那句话 不就是命令商将 把我们弄走吗 活尸的执念 终究是要比血沙的怨气 力气更强 罗先生 救救他 不要伤他 成吗 商将嘴唇如动 语气也透着哀求 他伸手 将纺织罗盘递给我 也就在同时 屋内也传出来一个 苗静似悲切的哀求声 老公 让他们走行吗 咱们能安安稳稳地过下去 没有人能打扰我们了 商将死死地咬着嘴唇 几乎要溢出血来 他身体也不受控制地发抖 我没有伸手 接纺织罗盘 脑中思绪也飞速掠过 我在想我和刘文三 动手的可行动 同时 也隐隐有另一个打算 商将这时却慌了神 他问我 怎么不要纺织罗盘了 我定定地看着窗户 对商将抬手做了个竖掌的动作 示意他别说话 接着我沉声开口道 苗静 我晓得你执念深 可人生死有命 你和商将已经没可能了 如果你非不想走 我们只能强行镇住你 届时在商将面前 你也将体无完肤 苗静的哀求声 顿时变得冰冷十足 异响天开 我继续道 像是你这种 死不厌弃的活尸血煞 我见过不止一个 镇过也杀过 比你更凶的轻尸 我们也对付过 不过而而 你尽管凶 却也没有幸免的可能 况且 你拖着一个并不属于商将的孩子 再和他在一起 公平吗 我与爸的同时 苗静就没有继续开口了 屋内转出来的 反倒是悲怆的哀哭 这哭声 在人的心底迷你不断 很是压抑 商将的脸色 也愈发苍白 他身体一直在发抖 嘴巴翁动 似乎再说 怎么可能 我深吸了一口气 继续道 机会不是我给你的 也要看命数给不给你这机会 如果你表哥没死 那你还没算铸成大错 让我们救他命 会将他绳之于法 我可以给你接音 那孩子 让你表哥家人供奉 至于你厌弃之后 我会替你寻觅坟营 让你安稳落葬投胎 也可以让你坟营之风水 庇护伤将 你爱他知切不假 可你也对不起他 你的执念深 却也自私 莫要一错再错 我语速极快 也极为凌厉 刘文三眉头却越皱越紧 在我停顿的时候 他说道 十六 你一直和他废话做什么 和血沙讲的通道理 他直接就要朝着屋子走去 忽然一下 窗户开了 一个影子重重地被甩了出来 砰的一下 落到了我和刘文三跟前的地上 此人不正是苗金文吗 他满头是血 还能看到头上的伤痕和骨茶 还在心号心号 他脖子的位置 伤痕却很深 没发出来声音 应该是喉咙被掐破了 他还能动 就让我心头一喜 更让我悸动地 试着苗金的做法 我其实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没想到 他的确还有一丝理性 马上我就摸出来 手机打了120 下一刻 苗金却冷不丁地说了句 你们都走 让我老公进屋 刘文三当时脸色就是一变 他明显一副不可能的神色 也要开口 我抬手打断 微眯着眼睛 思绪也是迅速闪过 窗户在苗金轮被扔出来的时候 就被关上 也看不到此刻苗金的神态 不过我能推断 大概率苗金是不会杀伤将的 只是让他主动厌弃 这可能性也很小 他送出来苗金轮 恐怕也只是想给他自己一条退路 我现在在思索 是否应该直接动手了 这样震住了苗金 也有机会平安送走他 不会像是之前那样 苗金轮丧命 也只能强行震死苗金 偏偏就在这时 伤将忽然开口 他声音沙哑地说了句 罗先生 刘先生 你们先走吧 这话让我眉头一皱 不过下一刻 我却发现 伤将的眼神不对劲 他眼神在看仿制罗盘 明显神色是询问态度 我一眼就明白了意思 摸出来定罗盘 接着我将定罗盘 放在了自己头顶 也就那么一下 我就收下来 同时冲伤将点点头 接着 伤将又立声说了句 你们还不走 让我把你们打出去吗 同时 他将仿制罗盘装进兜里 文三说 我们走 我沉声说道 我声音刻意用得很重 刘文三也不笨 他甚至还推波助澜地冷笑了两声 才朝着院外走去 伤将走向屋子的时候 神色中明显带着几分悲哀 我们两人出院子的同时 也将苗金伦抬了出来 余光中看见伤将进了屋 院子外头 月光七七 冯区迅速从车上下来 惊恶地看着苗金伦 问我们怎么弄成这样了 伤将呢 我做了个虚声的动作 总归我们也没走 就是在这里等 不多时 救护车来了 我示意让冯区带着人走 并且让他报警 保住这苗金伦命的同时 也限制住他 至于其中原因 我简单说了几句 冯区表示明白 这已经足够报案抓人 冯区跟着救护车走了之后 院子外就只剩下刘文三和我了 刘文三抽了几根烟 一直看着院门 他皱眉小声道 十六 你会不会太冒险了点 靠谱吗 等会儿 别伤将这小命丢了 整成一对苦命鸳鸯 我正要说话 说我的猜测和打算 也就在这时 院内忽而传来一声淒厉的惨叫 还有婴儿的啼哭 我面色大变 这也没接音 怎么可能生产 这苗镜干什么了 难不成 我算错了 刘文三的手也是一抖 烟都直接掉到了地上 他面色难看 手也一把握住了扎鬼刀 警惕地回头看院门 十六 这血煞 我真是不能相信 他动作干脆利落 一脚踹开院门 我额头上也满是汗水 快步跟着刘文三走入院子 惨叫和婴儿的啼哭 却也只是那么一瞬间 已经消失不见 安静 安静到心跳声 呼吸声在耳边都成了杂音似的 紧闭着的屋门和窗户 简直压抑到了极点 院子里头更是白雾弥漫 白雾之中渗透着几分血色 月光也无法穿透进来 文三说 小线 你走我后面 这句话我刚说完 黄眼间 我突然看见屋门前多了一个女人 那不正是苗镜吗 不过此刻的苗镜 妆容精致 魅眼如丝 他身上的衣服也是干净整洁 哪有解煞凶利的模样 腹部的位置也是平坦 连怀孕的迹象都没有 刘文三脚步未停 他就像是没看见似的 还是速度飞快 同时他沉声道 十六 别小看了你文三叔 批发鬼那些个解煞 可比这女人凶得多 我也加快了步伐 一把摁住了刘文三的尖头 额头上的汗水更多 大颗大颗地从侧脸滚落下来 拉住刘文三之后 他就神色诧异 问我咋地了 怎么又停下了 赶紧去看商将 说不定还能救他一条小命 我这是确定 刘文三没看见门口的苗镜了 此刻的雾气更为浓郁了 甚至是感觉身手不见五指 一滴汗珠进了眼睛里头 酸色难受得不行 我也不敢闭眼 好在 这只是持续了一瞬间 雾气便烟消云散 刘文三还在问我 是有什么变故 房门前的苗镜 却已经消失不见 我沙哑着说 文三说 你刚才没看见 他在门口 刘文三皱眉 他面色也是一尘 不自然地回答 门口 门就没开过 十六 是你花眼了 还是文三叔这对招子不好用了 不过文三 叔子认为这双眼睛 还是看得透的 我心头一致 也就在这时 房门忽然开了 枝丫的声响之中 商将竟然走了出来 他脸色的白 白到了没有丝毫血色 宛若一个行尸走肉 他在哭 脸上都是泪水 可是却没发出来声音 已然是泪流满面 无声地悲怆到了极致 并且 他的双手和袖子 沾满了新红污秽的血迹 走到我们面前之后 商将的身体一晃 他砰的一下筋跪了下来 然后放声痛哭 搞什么鬼 刘文三语气不好听 他对我打了个眼神 商将没事 倒是令我松了半口气 可我也想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鬼 鹰胎哭了 必定是生了 鹰胎和苗静呢 我快步走进了房间里头 那扑别而来的血腥味 却险些让我作误 面前的荧幕 更是令我觉得愕然震惊 苗静的尸体 跪坐在新号新号 血应该是流干了 整个被子都是黑红色的 他身上也都是血红色的绒毛 并且这些绒毛 有朝着范青转变 他的一只手 按在新号新号 掐着一个比小臂 略微短一点的婴儿 这婴儿脖子歪在一边 分明是断了 他眼睛却睁得极大 这一眼看去 不也是三百眼吗 不过还是个婴儿 也能看出来 鼻头肥大 后唇无棱角 简直是像急了苗静轮 掐着婴儿的 不只是苗静的手 一条满是血迹的臍带 还连着不知道 什么紫红的东西 紧紧地缠着婴儿的脖子 明显能看出来 他滋生了一半的血色绒毛 却被中指下来 婴胎是生了 可苗静杀了他 我走到镜前 十分谨慎地 将手指放到苗静的鼻翼处 却发现他已然是咽气 母是子 这又是什么情况 刘文三更为恶然诧异 我沉默 定定地看了苗静许久 即便人已经厌气 但从他脸上 我还是看得出来 情绪 平静 解脱 还有几分懊悔 地上似乎有一串脚印 不过只有半截 鹰胎 的确出生了 原因暂且还不知道 这鹰胎会很凶 伤将也不是他爸 肯定是会杀人 苗静爱伤将到了骨子里头 他对于这鹰胎 更多的还是厌恶 一个不属于他所爱人的孩子 还要杀他爱的男人 他本身此刻的情绪就很极端 要了鹰胎的命 这也就不稀奇了 这也是我的猜测 可我觉得 应该和我所预料的差不多 恐怕和我刚才用言语 激化了苗静 也有所关系 想到前一刻的幻觉 我终于回想起来 我在什么时候 见过类似的一幕了 当初在杨江祠堂之前 我念复告之时 不就见过几百人 同时离开他们 躺着的灵堂 不过 那也只有我看见 像是幻觉一般 在那之后 本应该闹碎的黑煞 也不再闹碎 安安稳稳送入祠堂供奉 恐怕这苗静咽气的时候 就是刚才我看见 他走出来的那瞬间 对于他来说 这才是彻底的解脱 他放过了伤将 选择了自我惩罚 也是自我救赎 同样更是减少了 我和刘文三的麻烦 我心有余悸地 看着这红中戴青的绒毛 在思索间 我也没再继续说话 刘文三点了根烟 问我应该咋做 我长叙了一口气道 安葬了苗静 火化了鹰胎 他不想要这娃子 这本身也是一个 不伦的畸形 出生就是血煞 避免以后再生事端 我花音落下 星号星号苗静的尸体 忽而也朝着侧面倒了下去 转头看了一下商将 他已经从地上站起来了 也没有继续再哭 而是朝着另一个房间走去 不多时 他从对面的仓库屋里头 拖出来一个单驾车 骑上竟然是一口铜关 商将冲着我 又鞠了一躬 甘哑着声音 求我用这口铜关安葬苗静 再给他选一个 能平静去投胎的好葬地 我点点头 并没有拒绝 这时我手机又响了 打过来电话的是冯区 我刚接通 就听到冯区说不好了 苗静伦 刚才断气了 我心头一紧 断气了 没等我多问 冯区就语速飞快地继续说 他们之前在路上的时候 这苗静伦呼吸还比较平稳 勉强能吊住命 护士也说能撑到进医院做手术 可半路上好巧不巧的 救护车竟然出了故障 耽搁了时间 临近医院的时候 又出了车祸 苗静伦承受不住这样的颠簸 才一命呜呼 我告诉冯区 还是照常报警 其他的不用多管 电话挂断后 我也将苗静伦断气的事 说了出来 刘文三巴达巴达地抽烟 没开口多说 商将反倒是笑了起来 他笑得有点猙獰 说了得死得好 对于商将来说 这苗静伦就是他的噩梦 搅乱他的生活 毁了他的家庭 他如此反应 也是理所当然 我也才明白 阴胎能出生的原因 苗静伦死了 就是苗静杀人 也怪不得苗静会朝着轻尸转变 当初的小男 不就是杀了他母亲之后 直接从血煞化轻尸 还成了活尸的吗 他也自己生下来了阴胎 若不是小男 没有要我命的意思 只是杀了害他的周兵就离开 恐怕也没人能保得住我 将苗静的尸体放进铜棺 紧跟着 直接就在院子里焚烧了阴胎 我也才说了安排 直接连夜安葬苗静 以免夜长梦多 此刻年关已经过了 因为李德贤的突如其来 我和奶奶连年都没能过上 不只是杨历到了2018年 农历也到了戊虚年 在宅经所说的六十先命之中 戊虚年亡命 寄葬卯游以新庚甲 一藏迎身虚陈甘训六山 我稍作思索 就做好了打算 要将苗静葬入银山 长挂之中有解 阴剑长 阳剑身位之长 又有阴萧阳剑长 其中一阳为银挂 银挂也是人员挂 本身这一藏六山 就有藏后子孙发达 丁才大望 房房 君出名人秀氏 名阳四海 富贵永久的风水好处 加上银挂之中 一阳人员之象征 或许可以改变一些商将的命数 这也是我的尝试 当初冯志荣丧独子 我给冯家千分也有 注意选址 让冯家丁才两望 不过当时的冯志荣 英志公还代表会有子嗣 商将则是很干扁 直接是命中无子 只是这对于他来说 以后的晚年 未免太过凄凉 古相可改命数 我已经在罗剑术身上得到答案 这也算是我另一个尝试 若是能改变 那就是皆大欢喜 想清楚了这些 我也试以商将去开车 我和刘文三 则是推着单驾车出去 这同关的重量可不轻 单凭我们 哪能送上车 商将打电话 叫来了平时 给他台货卸货的一群工人 这才将同关 弄上一辆皮卡车 刘文三也皱眉说 还得去逢家 把陈瞎子弄过来 不然贸然上路 也会出问题 我郑重摇了摇头 说暂时不用 刘文三诧异 说虽然苗静咽气不闹了 但这尸体还是不简单 万一路上招惹什么鬼鬼祟祟的 也是大麻烦 我笑了笑 问刘文三是不是忘了 当初去狗家之前那半个月 陈瞎子传授我哭丧棒 更多的使用技巧 同时也教了我很多神婆路数 八字命理 复文 断生辰 和婚 点卯阴阳 其中开阴路 便是点卯阴阳之中的术法 刘文三一拍大腿 砸巴了嘴 问我这些学金了没 我沉宁了一下 说不敢打包票 不过可以一试 其实这对我来说 也是一种尝试 我已经不止一次想过 我不能总靠着别人帮忙 我的确还是经验不足 昨夜在朝阳宅外面 不知道直接开阴路 那样必定也会减少一些麻烦 当时陈瞎子这样做了 也给过我提醒 我思绪间 刘文三也点头和商将上了车的前排 另外几个工人 则是在后排坐着 至于我 则是直接在皮卡车后头站着 站在棺材旁边 低头看了一眼时间 此刻是午夜三点 刚好也是饮食 我拉长呼吸 来回平稳了足足几分钟 才咳嗽 以下清了清嗓子 沉声吆喝道 死人过关不沾地 活人夜行莫回头 饮食已到 白鬼夜行 阴阳止路 痴眉退避 开阴路嘞 这一嗓子喊出来 我浑身都是细密的鸡皮疙瘩 嗓音也是不受控制的 变得细长尖锐 话音落下的瞬间 皮卡车也上了路 我忽而觉得 自己的意识思绪格外的清明 这种清明 就像是周遭的冷风 灌入我的身体 那种意识的清凉感 双目似乎也锐利了不少 肉眼可见的 两侧的路边开始起雾 隐隐约约 似乎有人在走近 随着车往城外开去 雾气则是越来越多 那些人仿佛每一个都想要靠近 耳边能逐渐听到 他们的低语弥谈 格外的嘈杂 大致听清楚一些了 就是让我停车 在他们一程 也有一些尖锐点的 说车上的姑娘漂亮的景 干嘛扣在棺材里头 跟他们去过日子 我这才明白 陈霞子每次开阴路之后 面临的是什么 若是在以前 看见这些人 这些场景 我必定会双腿站立 现在 我的承受力也不同以往了 同样 我也发现一点好处 陈霞子虽然目障 但是也因为这样 她的眼睛 可以过滤很多 不用看见的东西 对于她这神婆一行 也有纯粹性 这一尘鹰鹿送下来 没有出现丝毫的意外 我也在城外 找到了合适的鹰山 让苗靖入葬 其中也未曾发生波折 当苗靖下葬之后 我们又沿路回返 商将的面相 有了肉眼可见的变化 她本身干瘪的鹰质功 竟然充盈了起来 这种充盈 还略有几分眼熟 竟然和苗靖的长相 有所相似 好似两人的夫妻 相重叠了似的 鹰质功的充盈 就代表商将的 命数得到了改变 她不再是命中五子四 这绝对和苗靖下葬 有直接关系 甚至我更觉得 是苗靖极力想要 弥补商将 才有的结果 我也将这件事情 直接告诉商将 商将却哭得像是个孩子 一直抹眼泪 最后他才说 他现在不想考虑这些 他要将纺制罗盘 给我做好 再尝试复刻订罗盘 并且 他也将没用上的 纺制罗盘交给了我 商将先送了我 和刘文三到冯家 然后他才开车离去 此时 已经过了五六点 天都亮了 我也和刘文三说 先去休息 估计冯志荣和陈叔 已经商量好了 怎么对付李德贤 先睡一觉 我们养精蓄锐 就准备收拾那老东西 刘文三也配了口唾沫 说了的行字 不过进院子的时候 刘文三又犹疑了一下 我马上看出来 问他怎么了 是有什么事情不好开口 刘文三的性格太过粗犷 所以我一眼就看出来问题 他还是犹豫了一下 才苦笑着说 这事本来是和陈瞎子商量好 暂时瞒着我的 不过他这性格 的确是藏不住事情 打算先告诉我 让我有个心理准备 我心头一灵 他们有什么事情 有必要瞒着我 我疑惑无比 不过也没太激动 对于陈瞎子和刘文三 我也抱有足够的信任 直接就问出了口 刘文三一边示意 我往偏远那边过去 才一边说道 还是和你的事有关 也和殷先生有关 我本以为是济娘山的事情 殷先生有什么变动 刘文三目光却扫过我的头发 叹了口气 殷先生知道你折寿 并不太高兴 他说什么要你去济娘坟 有特殊的事情要做 需要二五精气充沛 你折寿之后 阳神不足 大阴之命 造成阴谷更坚 就会形成有谷无神 其实我听不太懂 陈瞎子也听不太明白 停顿了一下 刘文三才继续道 我们能听懂的 大致就是殷先生最后的意思 他要回南山群岭 取诗丹 给你弥补杨寿 这番话 却让我心头大震 猛然间就驻足在原地 刘文三无奈道 说实在的 这事儿陈瞎子点头 我也同意 你年纪轻轻 总不能混个短命的下场 杨寿不是钱 没了可以赚 再者说 我和陈瞎子也一直认为 殷先生找你去济娘坟 和当年张九挂的挂有关 他的确在南山群岭一行帮了 我们大忙 可这一切也是利益挂钩 他也不会行无把握之事 这件事情对你没坏处 我却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开口 刘文三才继续告诉我 殷先生已经出发了 沈济留在村里头没走 能守好我奶奶和我爸 以及我爷爷的尸骨 殷先生的确提议 让沈济来冯家 大不了就是提前安葬 我爸和我爷爷 再让我奶奶留在冯家 这样也能有保护作用 他和陈瞎子给否了 话语至此 刘文三又深深地看着我 提醒我说 殷先生此行肯定会冒险 可他都这样做了 就代表去济娘坟的时候 我如果不在全胜状态 会出问题 同样 这也是殷先生对我的看重 到时候想不去济娘坟都不行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 告诉刘文三 我晓得了 我会小心注意 到了片院里头 刘文三之前住过冯家 也有自己的房间 他临头推门之前 又转身问了我一嘴 说二五精气什么意思 听得玄乎得很 我沉宁了一下 说道 二五精气就是人的生气 前父为阳成为神 二五父因则为谷 有神有谷 便有气息在 这就是一个活人 二五精气越充沛 人的气息就越充沛 小孩二五精气 未曾到圣气临人的时候 过了25岁 年轻人的二五精气也会消退 大概在18到25岁之间 是一个人精气神 最为完美的时候 刘文三若有所思 他点点头 成 十六你也别想那么多 总归本身就要去寄娘坟 殷先生 这事对你没坏处 说完 他就直接进了屋子 我也回到房间里头 简单洗漱了一下 躺在星号星号 一时间 我却没多少困意 殷先生要取来尸丹 给我弥补羊兽 这东西 就是杨夏元 拼命可求的存在 南山群岭 批发鬼已经成了山坟 本身的风水已经变了 或许殷先生 会有把握 可这也代表 他要挖穿山坟 若是杨夏元的尸体重建天日 会怎么样 只是这件事情 我却没有阻拦的机会了 困意一直不来 我也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脑子里头莫名地 围绕着二五精气的信息 灵卷一来临的时候 我也刚好想起来 当初在李家口 找到李德贤父母分营的时候 我第一次面对 接触二五精气 李德贤活葬父母 就是留纳口二五精气 让父母得以语化 对于殷先生来说 他又为何要我有充沛的二五精气 难道不是让我以地象堪余 以及藏隐观山的风水术 去改继娘坟的风水 让继娘再有语化的契机 并且还要对付张儿和马宝义吗 我突然觉得 这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 我本身一直以为 去继娘坟是要办这些事 可这些事情和二五精气 扯不上什么关系 殷先生必定还有事情瞒着我 我真的必须要万分小心才行 困意越来越足 外头的天光已经亮了 我反倒是沉沉地睡了过去 刚睡着我就入了梦 这梦境很熟悉 继娘山 继娘坟殷宅之前 那九个继娘的仆丛 对着我吹响唢呐 高亢嘹亮的唢呐声 钻入我意识深处 这一次反倒是比上一回 梦得更清楚了 唢呐也不只是杂音 有股格外一样的节奏感 我也注意左右看了那几个仆丛 发现他们的神色 都是兴奋之色 看我的眼神都很怪异 这一切并没有持续太久 继娘坟殷宅的正门缓慢开启 一个身穿凤冠侠配的女人 在那八卦架子前头站着 背对着我 红烛摇曳 气息泥泥 我有种抑制不住的紧张 却也有种渴望和好奇的感觉 我心里头很清楚 这就是一个梦而已 只是这梦太过真实了 真实倒让我觉得 自己就是在继娘山上 就连细节都是一模一样 这就促使 我有一个想法 我想看看继娘 猛地抬起头 看向那悬疑上方的亭子 继娘还是居高临下看我 我低头看了一眼身上的大链之符 把腿便朝着大门内走去 上一次 我看到这大链之符就吓醒了 因为这是继娘取妇的衣服 可现如今却不同了 走入大门之后 我静直前往大殿旁侧的廊道 记忆很清晰 我晓得继娘的房间是哪一个 大概登入悬梯的位置 也在那房间里头 刚步入廊道 呼而风铃声叮铃当当地响起 一个清冷的女生传来 直播 这声音不正是审计的吗 八卦架子前头的女人也回过头 她赫然便是审计 一双冷冽的毛子直直盯着我 她又说道 未曾行礼不可见继娘 我压根就没理会她 快步走进廊道 脚下的速度快到飞起 几分钟的时间 我就来到了继娘的房间 果然 这屋子的正中央 多了一个垂直下来的梯子 毫不犹豫 我直接就顺着梯子爬了上去 我速度丝毫没有减缓 很快就爬出了这房间的屋顶 垂直的梯子是摇晃的 出去了屋顶之后 却是嵌入冰封之中的旋梯 爬上旋梯之后 入手就是坚硬 生冷 即便是在梦中 竟然也让我感觉 手上刺痛不止 雪峰在耳边呼啸 就像是一把把刀子 搁在皮肤上似的 我硬着头皮往上爬 也不知道爬了多久 感觉下方有一道冰冷的目光 低头看了一眼 沈济就在下头房间里头 他正仰头看着我 我没有停顿 继续往上 总算来到了悬梯尽头 不知道为何 我想看清晰这停台 却发现很模糊 继娘的确站在停台上 她也很模糊 即便是靠近到这种程度 依旧像是看不清她脸似的 我刚在停台上站稳 忽然从四面八方 想起冷记的女生 我不喜欢不惜命的男人 你快死了 忽而我便觉得 周身上下都格外的麻痒 那种麻痒 几乎穿透内心 我忍不住挠了一下胳膊 却大惊失色 因为在我手臂皮肤上 竟然钻出来一个小小的白菌 仔细一看 这不正是一个湿头菇吗 那骨痒 简直是透彻心底 根本无法压抑 我忍不住伸手挠了一下 皮肤却直接被挠破了一个洞 拿掉了一个湿头菇 却从伤口里头钻出来更大一个 同时 周身每一处位置 都像是有东西钻出来似的 我额头上冒出来了汗 汗水没有滴落下来 却便凝固了 意识逐渐模糊 越来越模糊 耳边似乎听到女人轻声的呢喃 光影之葬 上帝之山 若福若连 奇缘自天 黄道之极 二五之精 山龙之气 羽化之门 恐惧 将我的意识彻底吞没 一瞬间 所有的一切仿佛 都陷入黑暗中 我也在往下坠落 猛地一下睁开眼睛 疼得从星号星号做起 心里头有股强烈的心迹和失重感 我本能地抬起袖子 却发现身上不再是大脸之服 正常的肤 色也没有麻洋感 阳光曝晒进屋子里头 略有刺目 炽热感钻进皮肤 我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手臂 紧实的皮肤也没有溃烂 更不像是梦中的烂泥 我还是没忍住 满头都溢满了汗水 这梦里头的内容太过可怕 那尸头姑真的就瞬间要人命 我觉得继娘太过诡异 神迹也太过神秘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是梦 是我异想的原因 静力驱散了脑中的思绪 我起床去洗了把脸 走出房间 阳光直射在脸上 摸出来手机看了一眼 刚好下午两点多 我也睡了不短的时间 院子里头没人 我也不晓得刘文三醒了没 不想去打扰到他 直接从片院出去 我去了前院 陈瞎子在前院里头 冯志荣也在 两人似是在商量着什么 我也看到徐世宇在旁边 还是徐世宇先抬头看见了我 他脸上有了笑容 冲我招招手 我到了他们几人进前 冯志荣马上请我坐下 陈瞎子则是问我 昨天什么时候回来的 没什么大问题吧 冯志荣也笑呵呵地说道 陈先生 现在的罗先生 可是今非昔比 商将家的事情 不过小事罢了 他也必定收拢了商将的人心 那人是个好工匠 陈瞎子还是看我 我便简单说了一些 商将家里头的事情 冯驱肯定是回来了 不过冯驱也不晓得之后那些情况 明显这会儿 刘文三也没起床 否则陈瞎子 早就该知道了才对 母世子 倒是少见 你做得很不错 陈瞎子点点头 灰白色的眼珠子 还是在我身上停留许久 阴阳指路 你快要成气候了 最后他这句话 却有几分感叹 我挠了挠头 说我还差得远 陈瞎子拉开了话题 说他们已经聊好 要怎么对付李德贤了 我心神一宁 马上就问他们 具体是什么情况 陈瞎子看了一眼冯志荣 冯志荣饮了半杯茶 清了清嗓子 才说道 李德贤做的买卖 是点殷亲 让人同葬 卖尸骨谈价 他交给了顾天良 甚至是绝坟 也是顾天良带着人手在做 这点殷亲 开谈下葬 还有点墓穴的事情 就必须是李德贤亲自操到了 我那朋友和李德贤 约好的时间是在明晚 我和陈先生商量的就是 让冯家的人手 混入我朋友家族中 同时 他们也调集大量人手 在周围埋伏好 避免李德贤跑了 徐小姐也会通知他们公安 在周围安插便衣 主要动手的人 还得是罗先生你 以及陈先生 刘先生 毕竟那李德贤诡异得很 普通人怕是去送命 我皱眉 说那这必须要万分小心 因为一旦露出什么破绽马脚 李德贤肯定就不会出现 并且 以后再想找他 那就是难上加难 冯志荣摸了摸下巴 他点点头 继续道 李德贤十分相信我朋友 我朋友拿出来的钱财不少 人为财死鸟为食王啊 李德贤干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不也是为了钱吗 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罗先生 这的确是个机会 冯志荣的神色很诚恳 此刻徐世宇也轻声道 我也安排了后手 局里面已经确定盯上王金菊了 若是李德贤出现问题 马上就收网 至少能抓住一个 我沉宁了一下 然后点点头 同样我也察觉到了 自从陈瞎子来我身边之后 李德贤似乎按兵不动了 他应该是发现我没有破绽 不好动手 这正好也是 应了陈瞎子那句话 李德贤就是想我乱了阵脚 以不变 就能够印制万变 思索之间 我也问了冯志荣 我们什么时候去 是要混在那些人一起吗 冯志荣摇了摇头 他倒是成竹在胸 还有几分兴奋似的 不 罗先生 我想请你赌一把 你们目标太明显了 出现在李德贤视线中 他必定察觉 风水师的本事都不小 可有个地方 他肯定察觉不到 雨霸 冯志荣脸上的兴奋 也变成了紧张 额头上也有不少汗水 他定定地看着我 我心头也很疑惑 什么地方 李德贤会察觉不到 冯家主 我的确没想明白 还请你明言 我开口询问 冯志荣才顿了顿 一字一句道 棺材 我眼皮顿时狂跳起来 冯志荣语速飞快地解释道 棺材最为安全 也最接近李德贤 罗先生 你现在伸手金飞西笔 面对面 李德贤肯定跑不掉 他纵然是风水术高超 也绝对没有机会 况且 他也没什么伸手 只是胆小如鼠 很谨慎而已 赌一把 不会有什么危险 一旦成了 李德贤就是接下球 我为你这眼睛 不得不说 冯志荣这提议 是的确很大胆 他不说 我压根不会想到这种方式 并且细想一下 我还真觉得 有几分可行动 李德贤的确太过小心翼翼了 除去了最开始 他认为我是一个 出出茅庐的新手 当面嘲讽我之外 之后顾家坍塌 他独坐江中游轮之上远观 以徐世宇来对付我 也是在江中观看 朝阳宅外 我也的确被困住了 他都没有出现动手 可想而知 其谨慎程度 棺材 绝对是最靠近李德贤 并且他不会发现的地方 当然 我也没有立刻答应 而是看向了陈瞎子 陈说 你怎么看 陈瞎子沉凝了片刻 他也点点头 我和你一起 待在棺材里 他这番话 等同于直接答应了冯志荣 冯志荣手紧紧按在了桌案上 他郑重道 这样一来 李德贤插翅难逃 我会去和刘先生商业 让他跟随徐小姐他们的便衣 我也会安插足够多的人手 确保万无一失 徐世宇轻声道 他必定会落网 再之后 冯志荣则是简单 和我们介绍了 一下他朋友的家族 还有这件事情的始末 那家族姓柴 在内阳市存在了近百年 经营的是古玩行业 家大业大 他们对风水也很相信 所以他朋友长子出事之后 马上就找了先生 意思是要好好点葬 顺便给家族驱除最近的厄运 李德贤也就是这个时候 找到他们家族 要得不止是钱 还有一些古董 那些东西都价值不菲 可李德贤所许诺的东西 更格外诱人 这个朋友跟冯志荣交情很深 极度相信他 再加上之前偶然听过 李德贤对冯家做的事情 才会把这些告诉他 与爸 冯志荣笑了笑 李德贤也是属于天作孽 不可活 他本事再大 还是比不过罗忠良 和张九卦传人的名头 罗先生此番拿下他 你也必定会有声望 我摇摇头 表示声望没有什么意义 解决李德贤才是唯一目的 马上我也问了冯志荣 出发时间 以及其他的安排 打算什么时候开始 毕竟明晚李德贤就要去 我们不可能太迟动身 冯志荣回答说 等今晚天黑之后 到了柴家 就能够安排准备 我也打算和陈霞子 叙事与商议一些细节 就说先回片院 冯志荣也没再说其他什么 我们三人刚到片院里头 就看见刘文三 从屋子里头走出来 其实我说回来片院 更多的也是 想将事情和刘文三说一遍 否则的话 在前院也能商议细节 当我和刘文三 说清楚我们的打算时 刘文三只说了一句 确定那柴家可信 千万别石榴 你和陈霞子进了棺材 到时候直接给埋了 我沉默了一下 道 我还是信得过冯志荣 刘文三也回答 冯志荣自然是信得过 只是那柴家还未曾见过 不能太冒险 停顿片刻 刘文三又继续道 再者说 李德贤是个风水师 本事不小 万一他在周围 还有什么风水方面的布置 我被安排到便衣里面 根本就不在附近 没办法帮忙 就算是我能在 我也看不懂 石榴能看懂的 就只有你一个人 你和陈霞子 都在棺材里头 那就太被动了 但凡李德贤 提前发现一丝问题 都得出大麻烦 话语至最后 刘文三摸出来 酒瓶子滋了一口 眯着眼睛说 我看 让我和陈霞子 待在棺材里头 这比较靠谱 至于石榴 你得待在外面 芥石怎么藏 得看咱们的本事 你待在外 头就看得透 至少能保证你的安全 和我们的安全 多 咱们输不起 冯志荣恐怕是仇恨过头 否则的话 他这阳江土皇帝 不会说这种话 刚才也是你文三书 我在蒙头睡觉 不然一口 把他自得清醒过来 这一下 也让我略有犹疑了 刘文三平时粗犷 关键时刻的提议 还是很正确 瞎子 你是觉得 这事有把握 才这样干对吧 别忘了 李德贤手里头 都多少人命了 咱还真不了解他 刘文三又给陈瞎子 递了一根普通的香烟 陈瞎子倒是没接 而是自己点烟 刘文三也不介意 将烟别在耳朵上头 这件事 我们再商议商议 卷叶子烟的辛辣烟气 飘散开来 最后一番讨论下来 徐施宇也发表了意见 得出的结果还是 和刘文三说的相同 他和陈瞎子进棺材 我在外头想办法掩藏 至于怎么藏 再做斟酌和打算 一黄眼 天色已然是临近傍晚 沉重的乌云挂在天边 仿佛随时会暴雨倾盆 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诡异的压迫力 刘文三示意我去和冯志荣说说这事 我也没多停顿 转身就准备去前院 结果在半途上 刚好碰到了冯屈 见到我 冯屈马上就有了笑容 说他刚好找我 没想到就碰到了 我问他是什么事情 关于苗金伦的 冯屈立刻点点头 他说他今天在公安局待了一整天 警方给苗金伦定罪 都是次要的了 主要是 他从苗金伦的未婚妻身上 知道了关于苗金的事情 匆匆赶回来 就是想告诉我始末 我心头一灵 其实我也有诸多疑惑 最重要的便是 苗金对商将的态度 既然他对商将那么深的情愫 为什么又会背叛 还怀了孩子 甚至还闹成那种结果 当然 对于其中 我也有所猜测 可能是强奸 或者是其他意外 以至于苗金被威胁 只是商将所处的状态太微妙 当时我没好多问 我立刻就让冯屈快说 冯屈却叹了口气 道 这事儿也是苗金可怜 娘舅亲 骨肉亲 打断骨头连着筋 在冯屈的讲述下 我才明白了事情的始末 昨晚上苗金伦断气之后 他们也没有再去医院 而是将尸体送往公安局 关于苗金伦的所作所为 警方了解之后 也通知了他家里人 来的人除了苗金伦的未婚妻 还有他老娘 他老娘在公安里头哭天喊地 意思是要商将和苗金赔命 公安直接盘问 他却很多东西答不上来 他未婚妻见了苗头 也不敢再隐瞒 就全部如实交代出来 这些年 他们生活在一起 苗金伦一直都有手好闲 苗金嫁人之前 苗金伦就隔三差五地借钱 他属于苗家唯一一个男丁 家里头重男轻女 再加上娘舅亲这一层 全家都支持苗金伦 认定女孩应该帮衬家里 打工赚钱回来 这是天经地义 并且早年间苗金他妈离婚 苗金也随母姓 一直住在家里 之后苗金嫁人了 商将可是那阳出了名的 同期工匠 家业不菲 苗金伦说是借钱 差不多也算是每个月 定量找苗金要生活费了 这事苗金虽然反抗过 但从小到大 在这种压抑的家庭环境下 他实在没办法 之后有一茶 苗金在家里头过年节 不剩酒粒多喝了两杯 苗金伦也喝多了 刚好家里头人在说 娘就轻 骨肉轻 打断骨头连着筋 放在 以前表兄妹结婚 就是亲上加亲 于是苗金伦闪心上头 就把苗金拖进了房间 当时他一想阻拦的 可哪执拗得过苗金伦 还被扇了耳光 等苗金伦发泄完了之后 又和他说 他还拍了照片 所以苗金被苗金伦 拿捏得死死的 说到时候商将的钱 都是他的 他未婚妻 开始也很厌恶苗金伦 可又觉得 苦日子是真的过够了 能把苗金彻头彻尾的当成摇钱树 只有好处没坏处 话语至此 我们已经走到了前院的门口 冯志荣还在院子里头 我停下来 示意冯区继续说 我听完了才进去 冯区又叹了口气道 之后的事情 就没什么意外了 苗金伦拿着照片和事情威胁苗金 这件事苗家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他们也给苗金施压 说商将总是外人 在轻能轻得过表哥 苗金毫无办法 只能一直被这么威胁着 苗金伦拿的钱还不够 还贪色 不止一次侵犯威胁过苗金 那孩子也是他的 作为这件事情 苗金伦还很得意 苗金伦他女朋友 开始觉得苗金可怜 之后也觉得他很贱 活该被胁迫 话语至最后 冯区还是摇摇头 他说这世道上 这种事情当真是不少 像苗金这种 一个女人家被娘家 当成摇钱树的 更是 比一比皆是 只不过 人的贪婪无穷尽 欲望也越来越多 苗金沦落的这个下场 简直是旧游自取 苗金是可怜之人 可他也有其可恨的地方 最惨的 始终还是商将 这件事情 商将知道了吗 我沉默 然后开口询问 冯区摇摇头 如实回答 罗先生 我晓得你这么帮商将 是想要他能好好做罗盘 这事我清楚 咋敢现在就说 稍微运作了一下关系 冯区话音还没落下 我直接说道 你跑一趟吧 商将应该知道事实 不然他的心里头 就是一个疙瘩 不管多少年都解不开 虽说他不是什么 风流倜傥的男人 但对苗金百般呵护 恐怕这也是 他被反复威胁致死的原因 苗金能重伤苗金轮 掐死阴胎 也是出于他对商将的 愧疚和爱意 我虽然很想商将 将罗盘做好 但也不能在这种事情上 故意不告诉他 冯区 麻烦你了 说完 我也轻叹了一声 可罗先生 这 冯区格外犹豫 他还是说了句 迟几天 晚几天 总归是会说 不一样的 我拍了拍冯区的肩膀 示意他不用劝我 最后 冯区还是听我的话 转身离开 去商将家里 我走进了前院 冯志荣 刚才就抬头看着我了 他笑呵呵地问我怎么了 我将我们商业好的结果 和冯志荣说了 当然 我没有说刘文三担忧 柴家不可信的问题 换了一个画风 大概就是说李德贤太危险的事 冯志荣沉思了片刻 说我们这种安排也合理 麻烦之处就是 怎么瞒过李德贤的眼睛 其实 这也是 我一直在考虑的地方 这堂装肯定是不能穿 如果能稍微改变一下身形 应该用处很大 我又思索了一会儿 冯志荣忽而一按桌子 他说了句 罗先生 你稍等 接着 冯志荣就朝着院外走去 他这一走 花费的时间就不短 足足过了半个多小时才回来 并且 他还不是一个人回到的院子 在他身后 还跟着一个风韵犹存的妇人 这妇人约莫四十来岁 身段依旧婀娜 妆容也十分艳丽 罗先生介绍一下 这位是唐力 他在内阳市 有相当数量的店铺 卖的都是胭脂水粉 这些古色古香的老物件 他手里也有门记忆 失成粉玉 这记忆几乎快失传了 或许能有用 对于粉玉这两个字 我却听不明白 问冯志荣是什么意思 唐力却轻笑着让我坐下 闭上眼睛别动 冯志荣也让我放心 先按照唐力的做 等会儿就知道了 旋即我也没再多犹豫 坐下闭眼 面前相风萦绕 唐力明显也拿了东西 在我脸上涂抹 并且我还能感觉到 他对我修了眉 病脚 甚至还有发际线 最后 他还让我抿唇 我也不知道抿了什么 唇间稍微有些苦味 时间过得飞速 再一次听到冯志荣的声音 让我睁眼之后 我面前多了一面镜子 紧紧地盯着镜子里头自己的脸 我脸皮都抽出了两下 本身我是鹅蛋脸 经过他这一划 竟然有几分像是长脸 眉毛本来弯曲 现在尾端则是形成了断风 整道眉毛都是笔直 鼻梁比之前高挺了不少 嘴唇也略有几分发黑 就像是肝脏和心脏 有问题那种病态的黑 整体有些牢病和阴狠的模样 唐力单手扶着镜子 他轻声说道 眼神还是不够狠 人最难辨的就是眼神 最容易出现破绽的 也是眼神 罗先生 你眼眸里头透着的都是善意 这可配不上现在这张脸 我微眯着眼睛 这张脸足够骗过很多人了 唐力的话也没错 眼神的确是最大的破绽 我闭了闭眼 毛海里头莫名其妙想着的 却是当初的杨夏元 想着杨夏元最后的诡异多变 那眼神之中的阴影 我极力去模仿 猛然间睁开眼 在看镜子里头 我此时的眼神 将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阴影之中 透着几分冰冷 配上劳病的脸 整个人的气质和之前 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乍一看 一眼已经认不出来 是我 当然 仔细看还是会看出来 毕竟改的只是妆容 又不是换了张脸 人不可貌相 罗先生年纪轻轻 便对情绪把控如此精妙 唐力眼神中很是赞叹 看我的目光 就像是看着他很喜欢的物件似的 我觉得有点不自在 不过也很快释然 对于他来说 给我化妆的结果 就是自己做出来的一件成品 若是成品满意 露出这眼神不奇怪 冯家主 帮我找一套布衣吧 不引人注意就行 我先和冯志荣说了要求 再看向唐力 和他道了线 冯志荣连连点头 说这没问题 小事一桩 唐力轻声继续道 罗先生 这妆容莫要破坏了 但凡是不怎么多见你的 很难认出来 换上衣服 保持好这副表情 和这张脸就相配了 此前的罗十六是个善人 此刻的 可不是 虽然唐力说的是实话 但我听着 怎么都觉得怪异 我表示 这些叮嘱我都记好了 冯志荣则是说 他稍后命人 将衣服送来 再等夜深一些 就准备离开 又一次回到片院 刘文三当场就惊诧无比 陈瞎子还好 没什么情绪变化 他本身就看不太清晰 徐施宇则是茫然地 问我怎么做的 整个人气场都变了 样子也变得这么怪异 要不是他对我算是熟悉 我穿着还是这身衣服 他都怕认错了人 我笑了笑 看向刘文三道 文三叔 怎么样 漂亮 刘文三眼中的惊诧 变成了赞叹 大致我将化妆易容的事情 说了一番 刚好冯家下人 也送来了一套衣服 我换上之后 冯志荣也来通知我们出发 我们并没有从冯家正门离开 而是从后门上了一辆黑色的越野车 冯志荣并没有同行 领路开车的 反倒是瘦瘦高高的冯君 我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没见 到他 他和我对视的时候 明显眼神还有点躲闪和不好意思 罗先生 家主这个时候再去柴家 比较扎眼 我会带你们从后门进去 其他的安排都在准备 至于柴家主 已经和家主沟通过了 冯君声音很谦卑恭敬 嗯 我点点头 我为了减少自己的破绽 也就保持模仿杨夏元的眼神 也没有变化 冯君踩了油门 车上了路 夜空无悦 乌云遮蔽了一切 出发的只有我 刘文三 陈瞎子三人 之前商议的时候 叙事宇也表示 他去了或许帮不到什么忙 还不如去盯着王金菊 截断李德贤的一条后路 夜晚的内阳市 路上也格外地寂静 月末四十多分钟 我们出了内阳市西城区的郊区 柴家在郊区 有一片很大的宅院 古色古香 我们依旧是从后门下车 在冯君的带领下进去 走过几条长廊小径 就连廊灯 都是仿古的油灯形式 因为天色太黑的问题 我也看不太出来 这柴家的风水布局 几分钟后 进了一间宽阔的堂屋 堂屋紧闭着门 冯君上前推开之后 透亮的灯光传出来 他做出请的动作 示意我们进去 进屋之后 他就立刻带上了门 屋里头亮如白昼 两口棺材停在最中央 一口棺材上了红漆 心红如血 另一口却是漆冷的白色 棺材前头都摆着香烛供果 明纸盆 香烛味道迷迷入鼻 很是难闻 轻微的脚步声 从旁侧传来 堂屋右侧有道门 只有一张帘子挡着 帘子被掀开 出现在我视线中的 是一个约莫五六十岁左右的男人 他目光如炬 身材瘦高 穿着一身像是以前 教书先生的布衣 手腕戴着手串 脖子上也挂玉牌 手里头还盘着一对 紫红色的纹丸核桃 看他的面相 阴勾鼻 单凤眼 眉形很长 嘴唇很薄 冯君先和他打了招呼 接着和我们相互介绍 这人便是柴家的家主柴玉 柴玉定定地看 这我 眼中还有几分明锐之色 阴阳先生罗十六 闻名不如见面 开阴路的陈瞎子 阳江捞诗人刘文三 柴某人信二和冯志荣是老友 才能请动几位 柴玉这声音倒是中气十足 也比较友善 只不过 我心里头还是有种本能的不舒服感觉 这源于柴玉的面相 骨相之中有解 鼻如鹰嘴 拙人心碎 这种鼻子尖细 鼻梁无肉 露骨 鼻头尖尖下垂 是典型的阴勾鼻 往往有这种面相的人 并非什么善男性女 内心也较为冷漠 往往更为在意金钱 利的得失 也会因为一己私欲出卖朋友亲属 几乎没有善念可言 可以用一个词语来形容 唯利是图 这也怪不得 柴玉会直接出卖了李德贤 李德贤的确是找上他 可以帮他 却也索要了大笔的钱财 让他失利 他又怀疑李德贤害他 再加上冯家在其中 这事就比较简单了 我微眯着眼睛 也回应了一句 柴家主谬赞 冯家主说过 和柴家的关系 我们必定会全力帮忙 这李德贤也一定会被拿下 柴玉眼中也有了恳求之色 同时他看了他那口红色棺材 说道 几位的意思 老冯也和我说了 只是我儿还在棺材里头 要把他请出来吗 还是陈先生和刘先生 同我儿一起在棺材内 死者为大 要请出来 陈瞎子开口道 我也沉生说道 应该不用现在 就进棺材吧 明晚李德贤才会出现 柴玉摇摇头 说李德贤明晚出现不假 他只是在下葬婚配的时候出来 明早上 他安排的其他人 就会来哭丧 准备抬棺 他的目光落在那口白棺上头 才说道 女士还没送来 也是明早道 现在就是尽 我儿棺材的机会了 等天亮 就会一直有人守着 我没心预解 要说之前 我的确没多少担忧 可现在柴玉的面相 总是让我有种 说不出的压抑感 这人 恐怕不值得深信 与此同时 陈瞎子开口道 石榴 开棺吧 看看尸体 柴玉也走到了棺材前头 他轻叹了一声 依旧是恭敬诚恳的神色 说道 罗先生 这件事情我全力配合 还请您事后 好好帮我下葬 让他能庇佑柴家 我也发现了一点小细节 这柴玉的性格 当真也是唯利是图 他闭口不提 会给酬金谢礼的事情 是将李德贤 当成了报酬 当然 这并不是 我想要钱 而是在判断着柴玉 到底值不值得相信 只不过 现在也已经是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放弃了这次机会 恐怕真的很难 抓到李德贤 思绪之间 走到棺材前头 我也没再继续琢磨柴玉的品性 我明晚也会在棺材外 还能看到李德贤 陈瞎子 在得到和老太的包裹之后 实力有了长足的进步 包括刘文三 拿了挨公相也有变化 这些从他们 在批发鬼的时候 能和血煞对抗 就能看出来 只不过我没有多问而已 对付李德贤 虽然没有完全的把握 但这种风险 应该在可控范围内 请客间想清楚了这些 我心中有了对柴玉的警惕 并没有摆在脸上 手也用力地抵住了棺杆 狠狠往下一推 梦想之中 红棺被推开 暴露在灯光下的 是一具年轻的男尸 他身上穿着红色的练服 脖子上挂着玉牌 手上腰间 也缠着一些价值不菲的猪玉 嘴巴里头鼓鼓囊囊 应该是含着什么东西 没有画纱的征兆 说红衣 红冠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开口说道 在陈瞎子教我那些神婆露术之中 红冠为喜丧 一般八十岁以上的老者正常死亡 才会用红冠 大红衣基本上是厉鬼凶魂 当然 并不是所有人死了 穿上红衣就会成厉鬼凶魂 而是一般寒冤亡死 冤屈怨念不散 所穿脸服才会变成红色 在尸煞之中 就像是血煞 会画血红色的绒毛一样 那种无怨念死亡的尸体 给他穿上红衣 也不会变成厉鬼 没有画纱 红衣是冲洗 用红冠也是冲洗 我猜得没错的话 旁边应该是一口白冠吧 陈瞎子又开口道 我连连点头 说没错 同样我也知晓 白冠是藏魏成家年轻人的冠 不过白冠向来使用的次数都很少 因为他要求也苛刻 魏成家正常死 白发人送黑发人 大多数年轻人二十多岁成家 死于这之前的 又有几个正常死亡 还不是飞来横祸 才会白发人送黑发人 李德贤当真是好手段 竟然能挖来未婚配的女尸 这用来点殷亲 若是婚缘相配 的确是大喜 陈瞎子低着头 他伸手去摸索 宏观内的男尸 旁边的柴玉 明显沉思犹豫了一下 同时开口道 罗先生 既然这女尸嫁给我 婚缘相配是大喜 等解决了李德贤 你是否也能再办办这喜事 柴家喜事不嫌多 我眉头一皱 陈瞎子的手 却掐在了男尸脸颊 虎口抵着他的下巴 一捏之下 男尸张开口 他另一只手 双指插入进去 夹出来了一颗 椭圆形的珠子 其色温润 似是欲珠 在灯光下 隐隐有种流转的感觉 婚缘相配归喜事 可有一点 这婚配未经他父母许可 未经没人点头 属于挖来之师 在以前这算是偷人 心好心好人妻女者 必当受重刑责罚 陈瞎子灰白色的眼珠子 眯成了一条缝隙 对着这玉珠看着 同时他继续说道 想要这女士的命 成为你儿子 成为柴家的孕 就只能靠着你儿子 逞胸强行镇住他 这样一来 你儿子本身死后 没有化纱闹碎 也会变成鬼碎 时间长了 必定为祸家族 家中有鬼 怎么能家业兴旺 若是你儿子 镇不住这女士 你们属于偷人上门 女士夜夜哀哭 必定是家财散尽 李德贤要的只是你的钱 他不可能给你 做好所有的善后 陈瞎子这一番话 说得很平静 也很自然 他也松开了男师的下额 摸出来一张纸 擦拭了玉珠上的口水粘液 这定适用的明珠 虽说能保证尸身不服 但不服往来一成祸患 尸煞不服因为怨 常人真想要负责后代 还是俯后戎坟吧 这也就不能千坟了 陈瞎子这一番话 对我来说也是深叫 神婆的露述 其实暗暗也有几分浅显的风水道理 只不过往往大幕风水好 生气旺盛 尸身也能不服 定适珠最多算是锦上添花 若是在稍弱的风水位 只能负责后代 不能尸身不服的话 还是不要用这种珍贵之物品 会招来有心之人绝坟 陈瞎子已经开始伸手搬尸体出来 柴玉的脸色 却变得阴晴不定起来 他额头上渗出汗水 太阳穴也略有跳动抽搐 柴家主 你还需要安排一下贵公子尸身存放的地方 切莫令人发现 我看陈瞎子已经动手 马上也开口说道 柴玉声音变得很沙哑 说他有一间密室 用于存放一些十分珍惜的古丸 除了他没人能进去 家族之中也无人知道 柴玉从旁边那门帘进去带路 陈瞎子背着尸体 我们跟着他去 刘文三则是守在堂屋里头 通过那屋子 又七绕八拐进了宅内长廊 最后在花圃假山下头 进了一扇隐蔽的小门 将尸体放在了假山之下的密室之中 整个过程中 光线都很灰暗 我也没注意 那里头都有什么 等出来之后 柴玉才沙哑开口 说他还真不知道 李德贤会给他柴家留下那么多隐患 还好通过老冯找到我们 这件事情 他恳求我们一定要办好 做掉李德贤这伤天害理之人 柴家感激不尽 我完全没想到 陈瞎子这番话 反倒是阴差阳错地 让柴玉愤恨李德贤 对我们来说 就多了两分好处 柴玉肯定会更加上心 因为李德贤完全不可信 他就只能信我们了 回到堂屋里头 陈瞎子将那定尸珠 交还给了柴玉 随后他和刘文三 直接进了棺材 多的话也没问 就让我搁上棺材 刘文三最后看了我一眼 眼神中充满了对我的信任 我将棺材拉回去盖好 柴玉才开口说到 他给我安排 混迹在宋桑队伍里头 这样一来 基本上就跟着棺材 宋桑队伍里头还要披麻戴笑 帽子压低点 也有遮挡作用 柴玉明显没见过我之前的模样 这番话也不稀奇 不过他这安排 也让我觉得不错 此刻时间不过十一点钟 柴玉和我简单沟通了几句 大概就是我这身份 除了他谁都不知道 宋桑队伍 是内阳市专业殡仪馆里头请来的 他们和李德贤也绝无关系 他今晚就随意安排我住下 明早会让人通知我起床换衣 他会告诉下人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原亲 届时如果有冒犯 他让我尽量包涵 我点点头 说这些都无所谓 隐瞒身份就是要彻底 柴玉笑着和我握了握手 说就交给我们了 接着 他便带我出了堂屋 临头的时候 我还是回看了一下棺木 内心也定了定身 走出堂屋之后 柴玉打了个电话 便来了个管家穿着的人 他几句吩咐 那人就领着我往别处走去 对于柴玉这家族 他自然是毕恭毕敬 对于我则是显得很冷淡了 住处也是一个小杂院 进去的时候 他还说了句 明早五点就会起床 不要到时候叫不醒 家主心善 你们这 些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 他都亲自接 不过柴家是有规矩的 我点点头 神色也比较冷淡 他甚至都没有进去 告诉我房间是哪个 转身就走 我进了院子 推了两扇门 才找到一个有床的屋子 整个房间都显得特别简陋 我进去躺下之后 床板坚硬冰冷 没味儿也不停地往鼻子里钻 白天睡觉多了 我没多少困意 可为了明天有精神 我还是强迫自己睡觉 只是内心依旧有些隐隐担心 思绪之间 我压低声音 轻声喊了喊我妈 结果并没有什么反应 犹豫了一下 我爬到床边 将我鞋调转了一下方向 鞋肩对着床 瞪了一会儿 他还是没出来 这就令我不解了 我妈应该一直跟着我才对啊 平时也有他不出来的时候 要么是时间不合适 要么是我让他别出来 不太安全 其实这会儿叫他 是因为我 还是无法完全放心 想让他去看着 陈瞎子和刘文三 确保万无一失 从兜里头摸索出来了 一张戏码超纸 我速速写下一封死人信 点燃烧了 这东西 陈瞎子再叫我那半个月 也和我详细讲解过 不过信虽然点燃 代表我妈收了 她却还是没出现 我皱眉躺在信号信号 也只能将这打算作罢 逐渐地困意钻了出来 我也斜靠在枕头上睡着了 我睡眠很浅 隐约却听到轻微的声响 像是有什么东西爬上了床 还轻轻抚摸我的脸 妈 我迷迷糊糊地喊了一声 回应我的只有寂静 那抚摸我脸的手 却冷得有点渗人 这感觉完全不对劲 我想睁开眼睛 眼皮却像是粘住了似的 竟然睁不开了 并且我身体也重得厉害 抬不起胳膊 起不了身 这感觉像是鬼压床 但又不是 鬼压床是梦 肯定能醒 然后再被拉回去睡着 对于精神是反复地折磨 也是其可怕之处 不过鬼压床也只是梦 最多折腾的是意识 现在我却可以肯定 我身边绝对有东西 它爬上了我的床 那手抚摸至我的脸颊 再到脖梗 尖锐的指甲在脖子上滑过 让我惊惧无比 你是谁 我沙哑地喊出声音 能开口说话 我也愣了一下 也就在这一瞬间 我发现我四肢的重量 消失不见了 猛然间 我坐起身来 同时我睁开眼睛 入目的 是一张轻质的脸 这轻质 可不是轻湿那种 泛轻的皮肤 而是年纪太小的 稚嫩青色 整张脸只有巴掌大 下巴尖尖 如若锥子 桃花眼 柳叶眉 鼻梁挺翘 皮肤 吹淡可破 在她的人中位置 有一颗红质 她穿着一身 普通的练服 却依旧遮挡不住 焦好的身段 只不过她双目无神 甚至没呼吸似的 按道理这么近 应该能呼气出来 我却感受不到 随着我坐起身 她的手本来是抚摸我 却呼了一下 掐住了我的脖子 尖锐的指甲 仿佛随时会刺进 我的脖梗里头 我不敢动了 你是好人 还是坏人 她嘴巴也很好看 樱桃小嘴 弹口开合间 声音也很滋嫩 我眼皮一直在狂跳 下意识看向床边 她并不高 所以腿也放在星号星号 一双黑漆漆的大头蛤蟆鞋子 穿在她脚上 显得格外不协调 你是活人 还是死人 我回应了一句 声音依旧沙哑 这女孩忽然震住了 这也是陈瞎子教我的常识 也是神婆露数之一 当时刘文三也略通一二 教我过几句 打发马宝义 大概作用就是 遇到莫名其妙 完全不晓得 怎么缠上的人和鬼碎的时候 能够将其安稳送走 撇开关系 她没有立刻回答我 像是茫然似的 我眯着眼睛 沉声说道 死人头点地 应该在棺材里 而不是在我星号星号 这句话落下的同时 她的脸色忽然变得死寂下来 本来还算整齐 的头发也散乱无比 一双眼珠子 更是怨堵起来 你是坏人 你和他们一样 她声音透着几分凄冷 手顿时变得用力起来 我在她挣住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摸到了藏在胸前的枯桑棒 同时 我也立声说了句 我是打鬼的阴阳先生 无端害人 便送你上路 还没等我抽出枯桑棒 她忽而身体一僵 又松开了手 正正地看着我几秒钟后 下了床 黑漆漆的蛤蟆鞋 巴搭巴搭地撞击脚后跟和地面 她往屋外走去 这令我很忙 不过她不怎么凶 现在不针对我了 我也不想瞎狠手 因为此刻我也发现 床边的鞋子还是正对着床 本意我是想把我妈叫回来 却没想到引来了别人 这档口 她已经消失不见了 我身体也陡然一沉 意识迷糊 陷入黑暗之中 一下子 我意识里头都分不清 这是梦 还是我醒了 也不晓得过了多久 耳边听到了 不耐烦的喊话声 我勉强清醒过来 觉得头还很发沉 脖子上有些痛感 睁开眼睛 手里头空空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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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没有握着哭丧棒 往怀里摸了摸 她还在我身上放着 真是梦里头见鬼 我晃了晃脑袋 总算缓过神来 房门忽然被用力推开 一张不耐烦的中年男人脸 出现我视线中 你怎么回事 不是说过五点钟就要起床吗 这人就是昨晚送我来这里的柴家管家 他生着一张方脸 也是一副刻薄手材的模样 我翻身下床 穿上了鞋 他朝着我丢过来了一套粗布麻衣 与其更为不耐烦地让我穿上 赶紧跟着他去前院 送丧队伍都齐活了 就差我一个插队的 别看我是家主远亲 拖拖拉拉的他 照样能让我滚出去 我也没和他争执 还是保持那副学来杨下元的脸色 披上麻衣 后头的那帽子 也就两分钟 跟着他走出门 他还碎碎念了一句 大清早一副冷脸 生怕柴家不多半点丧事 我哑然 心头还有几分无奈 顿时也明白 这管家这么不留情面的原因 恐怕还有我这面相和眼神的问题在其中 不多时 我就在他的带领下 回到前院 走路的过程中 我也仔细回忆昨晚上的情况 脖子还是有点疼 摸出来 手机当镜子看了看 却并没有看到什么痕迹 很快 我们便来到了前院 五点多钟 天空还蒙着黑色 只有天边逐渐开始变白 堂屋两侧 都站着不少和我穿着相同的人 两口棺材 正摆在堂屋之中 香火旺盛 明指烧得火焰窗高 此刻那口白棺还是开着的 我瞟了一眼 其中躺着一具女尸 轻智的脸 却给我一种强烈的熟悉感 我心头陡然一惊 同时 管家将我带到那群人的最后头 让我好好站在这里 紧跟着 他招呼来另一个同样穿着麻布衣 看上去明显气势稍微足一些的人 两人简单说了两句 大概我也听明白了 他是这哭丧队伍领头的 管家让他给我安排点事 不要光站着 那人则是交给我一口锣 让我跟在队伍后头 开始敲锣的时候动手就行 雨霸 管家离开 那人也没多过问我 走到了这排送丧 队伍的前头 而我站在这个角度 就看不到棺材里头的女士了 我心中却有几分说不出的压抑感 不管昨晚上是梦还是其他原因 这女士巧合得上我的床 这肯定没那么简单 更重要的是 他们来的要比柴玉所说的更早 恐怕刘文三和陈瞎子 刚进棺材没多久 我也离开之后 他就被送来了 李德贤办事果真是小心 也出乎人的预料 要是我们当时再耽搁一会儿 恐怕就会和他送尸体的人碰面 红色的棺材 依旧和左也没什么变化 白棺前头还站着一个男人 他穿着一身道袍 身材也显得心肠 自屋外也有一些汉子 他们穿着布衣 腰间缠着锣布帕 头上戴着红白双色的布帽子 还有人扛着龙杠 在王家傻子身上 我看到过同样的装束 这些分明都是台棺匠 柴家的丧事办得很大 也不晓得是不是李德贤 用来收钱的筹码 丧事办得重大 能要的钱也就更多 我不动声色地 将所有一切都看得清楚明白 果真是没发现李德贤 那穿道袍的男人 却令我觉得有几分眼熟 也就在这时 堂屋侧面的帘子被拉开 柴玉缓步走了出来 那男人转过头 冲着柴玉握了握手 喊了声柴家主 柴玉也没看我这边 他和那人也握了握手 那男人的声音很耳熟 同时看到他的侧脸 这不正是顾天良吗 当时顾天良怎么辱骂我 给我扣帽子的 我是记得清清楚楚 他这声音 我这辈子都忘不掉 没想到 李德贤会让他直接出来 更令我没料到的 是他这身穿着 李德贤这是教了顾天良东西 柴家主 这女子刚过十六 其他的信息和之前说的无二 若是您满意 我便命人盖棺 李先生已经交给我出丧表 刚好时辰快到了 要请台关将台关上路 坟地李先生也已经点好 咱们过去挖坟 开坛 静等天黑 就可完婚 顾天良一改之前 作为顾家大少爷的傲然模样 气势之中 反倒是透着几分谦和 有句话叫做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纵然他这样掩饰 我也晓得旗下的性子 心头反倒是也有几分笃定 顾天良也在这里 那我们这回就是一山二鸟 他和李德贤都逃不掉 柴玉扭头看了看棺材里 点了点头道 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 这女孩生的俊俏 年纪也合适 只要小李先生和李先生确定 他合适我儿的八字就行 那是必然 他也算是我花费好一番心力 才找到的人选 完全和柴少爷八字匹配 并且他还是土命 今日是他十六岁生辰 二月生人 一夫家 可让柴家尽才五十年 顾天良语气很爽朗 在他们的对话中 我也听出来了 顾天良改了姓氏 直接姓李了 柴玉眯着眼睛 他点点头 既然如此 全凭小李先生安排了 顾天良抬了抬手 喊道 领事领八仙盖棺 同时他手中也取出来一张纸 其上洋洋洒洒 写了一大篇字 那指他并没有立刻用 而是夹在手指间 双手背负在身后 随着那些台关将进入堂屋 他咳嗽了一声 轻了轻嗓子喊道 日吉时良天地开 盖棺大吉大发财 天清地灵玉月明 盖棺子孙静才丁 一封天官赐福 几个台关将 直接抬起白棺的棺盖 朝着棺材上头盖去 我惊差无比 这顾天良 当真会神婆的露术 这些东西 陈瞎子也教过 这是神婆的盖棺封钉口诀 他用的还是第二诀 李德贤绝非普通的风水师 连神婆的露术都精通 对付他还得更小心 眼瞅着棺材就要盖上 忽尔翁的一声闷响 整个棺盖忽然抛飞起来 朝着顾天良砸去 与此同时 棺材里头的女尸 竟然站了起来 这一幕惊煞了 旁边那些送丧队伍的人 柴玉也被吓得不轻 我面色也变了变 因为他在看我 轻致的巴掌脸 无神死寂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或许这算不上目光 只是头朝着我这边而已 死人哪儿还有什么目光 只不过一双死不明目的眼睛罢了 我不禁浑身恶寒 大颗大颗的冷汗 从额头上滚落 他这么朝着我看 绝对会看出来问题 说实迟 那石块 棺材盖子已经砸到了顾天良当前 眼看就要头破血流 呼的一声爆喝响起 一个扛龙杠的台关将飞身 冲入堂屋内 粗壮的龙杠 狠狠地顶在了棺材盖子上 刚好就给顾天良挡了这一下 从始至终 顾天良竟然没躲闪一下 他是被吓傻了 下一刻我就发现 并不是这样 本来顾天良双手背负 夹着出丧表 此刻他迅速收起来了那张出丧表 并且从腰下的衣服里头 抽出来了一把斧子 这斧子透着暗雅的黄铜色 给我的质感就像是 看着金算盘似的 他左手持着斧子 大步朝前 右手同时摸出来一枚铜钉 请客间就到了棺木跟前 扬起斧子 铜钉飞速举至女士脑门前 腹背重重落下的同时 他沉声喝道 手持金斧要封钉 东西南北四方明 竹雀玄武阵煞气 青龙白虎驱邪碎 一钉天钉极尽财 顾天良语速极快 啪的一声金属碰撞声 铜钉狠狠被砸入女士的额头 紧跟着又是一声闷响 仿佛骨头被敲裂 女士本身饱满的额头 都变得凹陷 我瞳孔又是一阵紧缩 心头却陡然生起一股子恶寒 恶寒的不是顾天良 竟然有本事反制 而是他用的 是盖棺封钉口诀的第一诀 他竟然用第一诀来震饰 简直是胡闹 甚至说得上是毒辣无比 盖棺封钉 顾名思义 就是封棺材的竖法 都不同程度地会一些 基本上死人入葬 盖上棺材盖子 用钉子封关的时候 他们都会在心中默念 很少会喊出来 这术法一共两绝 都只是用来封关 陈瞎子曾在叫我的时候说过 盖棺封钉 若是用来封诗 会起到两种效 果 第一是 这诗当场魂飞魄散 第二是 这诗承受住了这精气的凶力 反倒是化作更凶的诗杀 要么就是破诗成鬼祟 九成五的概率 是魂飞魄散 不得超生 往往数者这样做 都是和死人有不解的血海深仇 这样也十分损应得 会遭报应 这尸体 是顾天良偷来的 和他哪有什么血海深仇 偷来的尸体 自然会有怨气 诈尸起观也是 极为正常 顾天良不过是被惊扰了一下 他就直接下这么狠的手 让人魂飞魄散 我心头有股说不出的厌恶感 果然 他的性格和李德贤如出一辙 偷尸还要灭魂 当真是毫无人性 这一切都只是转瞬之间 女士被敲了这一下 已然是要朝着后方倒下 顾天良沉生又喊了句 扶住他 顿时 那几个退散的台关将 又快步回反上前 他们直接从后方 抵住了女士后背 女士还是僵直站着 只是她的额头上开始流血 流出来的血迹乌黑粘稠 顺着眉心流进了山根处 又进了眼窝里头 一双眼睛就变得心红可怕 我心下一沉 险些绷不住脸上 伪装的阴冷神色 因为顾天良又扬起了那斧子 再取出来了一枚铜钉 二钉扶路天降来 啪的一下 这铜钉砸入了天灵盖 女士的头顶也凹陷下来一块 三钉三缘吉地枣 四钉子孙满厅间 接连又是梁府下去 分别钉死了女士的人中 以及胸膛 她本来轻质的脸 还算是容貌尚可 如今却变得森然恐怖 双眼心红血流不止 头顶也在渗透血迹 人中的位置凹陷下去 嘴皮被打烂 露出来门牙 牙齿也断裂了好几颗 莫名之间 我觉得这屋子 也变得森冷下来 呼吱声响之中 本身橘色的明指火苗 以及烛火 都犯上了一丝忧虑 这一幕 更是让堂屋中的其他人 面面相触 只是哭丧队伍 其实也有少量的柴家家人 他们都在柴玉出来之后 零零散散地进来堂屋 现在甚至有几个 胆小的女眷 直接吓得昏厥过去 柴玉也是满头大汗 眼中分明有了慌乱 她甚至有点 眼神惶恐地看向我 我回视了她一个冷冽的目光 她这才不敢多看 台关将们 几乎同时松开手 砰的一声 女士直接倒回了棺材里头 盖棺 顾天良又喝了一声 那些个台关将 才将倒在地上的棺材盖子 搬回来 稳稳当当地盖了上去 没想到这女人煞气不小 不过柴家主尚可放心 我已经将她震住 她现在不但没办法榨湿 下葬之后 也完全是给柴家 添丁尽才的作用 顾天良冲着柴玉解释 柴玉这才擦了擦 额头上的汗水 说道 全靠小李先生了 我心中却更冷 盖棺封丁的第一绝 一共四丁都砸在尸体上 九成九势魂飞魄散 就算真的葬下去了 也绝无天丁尽才的作用 反倒是会让男尸也变得凶利 点音轻点到魂飞魄散的尸体 就和活人结婚 真找个死人一样 柴玉若飞找上我们 柴家必定家破人亡 悠悠的火苗 此刻重归菊虹 顾天良也回头看向唐屋四周 面含笑容地喊大家不要害怕 他已经震尸 即刻就要出丧 众人各自回到自己的位置 顾天良的视线 也从我身上扫过 不过他都没多看我一眼 很快 之前的混乱就平息下来 顾天良也念了出丧表 大概的内容 也和陈瞎子之前 用过得差不多 柔育出丧 大吉大利 以及一些好听的观面话 只不过 女士已经被打成了这样 出丧表也毫无作用了 顾天良最后将出丧表 拍在了棺材顶头 用一打子鸣指压住 他又朗声喊了一嗓子 八仙各自抬关 女眷当头引路 结果那打子鸣指 忽然一下子又掉了下来 直接落进了前头的鸣指盆里 火苗呼叱燃烧起来 连带着出丧表 也被烧得一干二净 明显 顾天良愣住了 我也不受控制的眼皮 微跳了两下 这女尸 没有魂飞魄散 出丧表落 代表鬼碎惊魂 她怕是魄尸了 尸体化煞 乃至于成为活尸 魂魄都不会离开身体 因为怨气封死了蹊跷 魂不离体 才会炸尸成煞 活尸还因为那口死 不甘愿咽下去的气 所以看似和活人无二 正常人死了 当场便是七破散尽 三魂离体 不过还有一部分怨气 未曾消退的 就会成鬼碎 常言中的撞邪 撞碎克 也是因为这样而来 尸煞破尸之后 出来的鬼碎更为可怕 这无影无形的东西 也不像是尸煞活尸 这样肉眼可见 想防都防不住 顾天良明显也迟钝了好一会儿 才不动声色地说了句 八仙台关 女眷隐目 台关将并不只是八人 算上院子里头的 笼共有十六个 头八个将白关抬了起来 左右摇晃三下之后 走出堂屋 后八个台红棺材的时候 几乎人人都低声喝了出来 明显是吃力不少 也有人眼中疑惑 喊道 小李先生 这棺材沉得不行 是不是有啥问题 你要不要看看 我心中顿时一慌 两个大男人在里头 肯定是要比正常的重 正当我怕出问题的时候 顾天良回头瞥了那人一眼 冷声道 你台的不是官 是柴家的家财万贯 越沉才是越好 什么问题不问题的 莫要胡说八道 顿时那台官将 也不敢多言了 两口棺材先行外出 顾天良走在最前头 宋桑队伍 则是两侧并排走着 有人击鼓 有人敲锣 我也跟着一起 敲响了手中铜锣 也有柴家的其余女眷 小孩一起跟着哭丧 此刻天色透着亮光 最后一抹黑 也彻底被驱散 柴家本身就在郊区 周边多山林 约莫走了多半小时 进了偏僻的小路 最后上了一座 风水一般的支龙山 之所以一般 山前无水 有沙无名堂 生气薄弱 再者是周围无群沙潮案 那这山就以无保地可言 只能说在合适的位置 风水尚渴 本身李德贤他们 就只想卷钱 也不可能花费心力 选多好的山头 甚至我觉得呢 女士的生辰八字 可能都是胡周的 只是年轻和稚嫩 做不了价而已 一路上走至山顶 棺材落地 顾天良又指挥着 台关将们 挖坟掘土 一番忙碌下来 时至中午时分 两个深坑挖好 棺材就放在坑前 顾天良才让众人休息 再之后 便是一直等 送丧队伍的人 稀稀拉拉地坐在地上 我也和众人待在一起 这期间 也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只是顾天良 一直和柴玉在别处说话 距离太远 我也听不见 他们说了什么 时间过得很缓慢 两三点钟的时候 有柴家下人 送来了干粮一类的吃食 又等到六点多 接近七点钟的时候 天色逐渐入目 而在这入目之前 顾天良竟然走了 当时我就觉得有点不自在 这就走了 他不等李德闲来 还是说 难道发生了什么变故 他发现了问题 自他离开之后 天色彻底入夜 还是和昨夜一样 乌云笼罩了整个夜空 没有月亮 也没有星光 山顶之上更为压抑 仿佛随时会落下暴雨 等在一侧的柴玉 也是有些坐立不安了 不过他这一次 明显能把空住了一些 没过来看我 哭丧的柴家女眷和小孩 已经跪在棺材前头 点起来了香烛指前 此刻山下又逐渐来人 这些人明显是柴家的下人 抬着大三声供品 在两口棺材前面 摆起来了灵堂 并且在他们最后头 还跟着一个瘦高瘦高 脸型狭长的中年男人 看到他的一瞬间 我就立刻微微压低了头 顿时我的心 就放进了肚子里头 这人我化成了灰 都能认出来 不正是李德贤吗 他依旧戴着那副 金丝边框的眼镜 身上也穿着糖装 不过他脸色 看似没什么问题 可头发却花白了不少 人未老 头鲜白 分明是折兽的征兆 李德贤干了那么多 伤天害理的事情 果然也抵挡不住天前报应 他走至近前 先和柴玉打了招呼 柴玉也没表现出来什么异样 当灵堂摆好了枝 后 李德贤才煞有其事地 开始操持开弹 说是开弹 做的也是那档子事 女士已然被钉死 她明知道这样 也不过是演戏罢了 而她也绝对没有猜不到 我们也在陪她演戏 一番摆弄下来 李德贤还手吃浮沉 围绕着两个棺材 各走了三圈 朗生念了不少点 殷亲时候的说辞 也类似当初陈瞎子 在破我爸的殷亲时候那番话 同时 我也从她的话语间知道 那女士名为吕巧 当真才16岁 我其实已经有些按捺不住了 想要动手抓人 只是陈瞎子和刘文三还没行动 我也不敢冒进 周围的台关将 隐隐有将李德贤围住的动作 这些台关将身手绝对不弱 不过他们也不足为据 因为柴家还派遣来了不少的人手 守在四周 这些人手之中 我晓得有冯家安排的一些人 一旦动起手来 他们就能牵制台关将 李德贤绝对是插翅难逃 唯独让我不舒服的是 让顾天良走了 在我思索之间 李德贤也摆弄到了最后 他走到两口棺材前头 笑呵呵地在女士棺前敲了三下 道 人伦之大莫过于婚 柴公子与这吕巧儿小姐 乃是天造地设 上上之婚配 男主财 女敬财 女望男命五十年 柴家必定再度飞黄腾达 请白关下葬 抬一抬手 顿时就有台关将 将白色棺材抬进了坑内 此刻 我又发现 那些明指的火苗和香烛开始变成忧虑 我心头一冷 恐怕等不下去 必须得找信号动手了 这吕巧儿 要闹碎 再不动手 等他闹起来 怕是得出变故 也正当此时 李德贤的手 也在红色棺材上头 敲了三下 忽然 他后退了三步 这一幕发生得很突然 他话音也戛然而止了片刻 整个人似乎都全神贯注地盯着棺材 从侧脸看 他的神色突然变得阴冷警惕了许多 我却很猛 不应该啊 李德贤一直都没发现问题 难道从哪露出来了破绽 李先生 有什么问题吗 柴玉神色也略有几分变化 他不自然地看向李德贤 他脸上有紧张也不为过 不至于被看出来什么问题 李德贤笑了笑 他摇头又退后了几步 同时说道 问题倒是没什么问题 只不过这柴少爷似乎有点不太喜欢我 其他的倒是无碍 他眯着眼睛 又冲着那几个台关将说道 送柴少爷入土 好好填坟 我顿时就明白过来 李德贤已经发现了 虽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但他现在离棺材越来越远 哪还有给陈瞎子和刘文三动手的机会 刚才他靠得近 可时间又太短 也没合适的时机 立刻就有台关将开始动棺木 柴玉面色更是变化不定 李德贤一边后退 他同时脸上还是笑容 说道柴家主尚可放心 殷勤已经点了 婚圆既定 柴家不会出问题 还会招财添丁 眼瞅着他距离棺材已然五六米 再走就更为远了 我等不下去了 心头也有了一个冒险的决定 猛然间 我直接跨步 走出了送丧队伍 挡着李德贤要退开的那条路 虽然我们还隔着十余米 但是他也差一地看向我 我回敬他一个阴冷的目光 李德贤猛然间停顿下来脚步 他眉头紧缩 单手扶了福金斯边框的眼镜 他没有继续往前 眼神中依旧是格外疑惑 不过警惕之色也变得更多了起来 你 他正要开口 我二话不说 直接抽出来了 藏在胸口的枯桑棒 骤然间再次跨步往前 手里头使足了力道 当头便朝着李德贤头上打去 可毕竟还有十余米 免不了要前冲去追李德贤 他眼睛陡然睁大 脸上忽然有了凝笑 你 原来是罗十六 这白了头发 我当真是没认出来 李德贤的声音中格外兴奋 他一边猛地后退 同时双手一抬 分明是招呼身后人的那一番动作 呵呵 先给了你点教训 没想到你胆子很大 还敢直接来找我 平时尚且还好 你今天找来 便是找死 我当然没指望 能瞒住李德贤多久 简 丹的易容化妆也不是换脸 而我现在 也不是真的觉得 能打到李德贤 顷刻间 李德贤身后要抬棺材那些抬棺匠 也在他的招呼下 朝着我冲来 李德贤退的速度很快 马上就回到了他刚才的位置 他面容中更兴奋 好似有种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惊喜 这分明是 觉得他手下那些抬棺匠 能轻而易举地制服我 我也陡然停顿下来了脚步 李德贤 你作恶多端 今天已经是你的绝路 我力声道 李德贤依旧是冷笑 绝路 若是 你等我走到你身旁 给我那一棍子 恐怕我也是回天乏力 你始终太年轻 太容易激动了 站出来的还是太早 把他给我扣住 李德贤直接指向我的脸 旁边的几个台关将 也都放弃了埋白关 全都朝着我冲来 李德贤的身边 空无一人 这是个绝好的时机 碰 一声闷响忽然传来 红色棺材的棺盖 陡然抛飞而起 与此同时 那些冲至我面前的台关将 也陡然驻足下来 他们瞬间回过头 李德贤也变了脸色 他根本不敢转身 而是往前逃 只不过 他的反应速度 还是太慢了 东的一下 棺材盖子 直接砸在了他的后背上 李德贤惨叫一声 直接被打了个连滚带爬 陈瞎子和刘文三 几乎同时从棺材里头 一跃而起 顷刻间 陈瞎子就追至李德贤身前 直接一下 压在了李德贤的后背上 刘文三手中的炸鬼刀 则是狠狠朝着李德贤头上斩去 我心头大惊 立刻喊道 文三说 不要杀人 李德贤被刚才那一下砸中 伤势绝对不清 被陈瞎子压那么一下 已经是双目圆针 吐血不止 刘文三一刀下去 岂不是要伸手分离 我很想李德贤死 却不想刘文三杀他 届时还要搭上刘文三一条命 吃的一声 炸鬼刀在李德贤脑袋 前头半寸的地方 狠狠斩入了地面泥土之中 我头上满是汗珠 呼吸也变得格外急促 好歹刘文三收了力 李德贤眼睛瞪得很大 眼珠子似乎断冒出来了 他的神色 顿时变得格外的愤怒 还有怨毒 陈瞎子的速度却很快 李德贤正要开口 他便单手成长 狠狠地敲在了他的后脖梗 下一刻 李德贤便身体一僵 脑袋无力地捶了下去 这一切太快 快地让那些台官将 根本来不及阻拦 等他们反应过来 等他们反应过来 愤怒地上前要救李德贤的时候 柴玉猛地大喝一声 顿时守在两侧的那些柴家下人 以及混在其中的冯家人手 全都蜂拥而上 转瞬间 也将他们全部围堵起来 台官将当头的那几人 都是愤怒地瞪着柴玉 也有人气不过破口大骂 说柴玉和人合谋 害李先生 柴玉压根就没有搭理他们 只是目光冷漠扫过一眼 接着在看向我的时候 已然满脸笑意 有惊无险 罗先生好变通 好算计 刘文三呸了一口唾沫 直接吐到了李德贤的头顶 骂道 靠 为这老小子 老子尿都要憋死了 瞎子 你把他绑好 这杂碎阴险得很 搞不好装呢 说着 刘文三又补了一脚 揣在李德贤头上 接着他匆匆跑去旁边的空地 陈瞎子则是从李德贤身上下来 他迅速地摸出来一根绳子 将李德贤严严实实绑起来 我也快步走到了陈瞎子 和李德贤身边 李德贤的确是昏迷了 嘴角还在一雪 伤势应该不清 他眼睛也死死闭合 一丝缝隙都没睁开 我也觉得是有惊无险 不过刚才我稍微慢一分 也就没这个机会了 棺材盖子也砸得很准 才能拿下李德贤 偏偏就在这时 忽而天上一道惊雷乍响 紧跟着划过一道闪电 闪电刺目 可光怎么透着一点忧虑 忽而一切都变得极度安静下来 雷声落下 闪电也消失不见 灵堂前头的明指盆 火花飞舞 这些火苗也全都透着忧虑 本身昏迷的李德贤 眼睛忽然睁开了 莫名之间 我却觉得他的眼睛 怎么有点像是桃花眼 他直勾勾地看着我 忽然冒出来了一句话 这竟是个女人娟戏的腔调 你是活人 还是死人 这冷不丁的问话 吓了我一跳 同样变了脸色的 还有陈瞎子 他眯着眼睛 灰白色的眼珠 只剩下一条线路出来 煞是可怕 闹碎了 这是我第一个念头 李德贤不是女人 他被打得昏迷过去 凭陈瞎子的本事和力道 他哪那么容易醒过来 还有他的眼睛 不正是和吕巧尔一个模样吗 他直勾勾看着我 我也叮叮地看着他 手中的枯桑棒当头朝他眉心打去 话语也带上了绿色 我是打鬼的阴阳先生 李德贤口中顿时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 你们都是坏人 你也和他们一样 这声音何其熟悉 不正和昨晚上一样 尽管到现在 我都不知道那是尸体上床 还是梦里头撞碎 眼瞅着枯桑棒 已然要打中李德贤额头 我也收了两分力道 借用这枯桑棒的曲弦能力 能把他打醒就好 不能把他头打破了 否则他就得一命呜呼 突然怕 得一声脆响 绑住李德贤的绳子 竟然断了 李德贤猛地抬起手来 双手赫然朝着枯桑棒一拍 枯桑棒稳稳地被他夹在手掌中 虽然发出痴痴的声响 白色烟雾滋生 但是明显没有更多的作用 陈叔 制住他 我嘀吼一声 一时间李德贤这状碎后的力气 竟然大的 让我都难以挣脱 结果陈瞎子却没动 我有点急了 他反倒是掉头 朝着另一边走去 陈叔 你干什么 我又喊了一声 才发现陈瞎子竟然走到了第一个坟坑那里 他接近了那口白色的棺材 抬起腿 一脚就踹中了棺材盖子 顿时我才明白 擎贼先擎王 吕巧闹碎 肯定是先对付他的尸体 只是让我不解的是 明明吕巧是被李德贤和顾天良挖坟 现在闹碎了却要帮李德贤 思绪飞快 我也喝了一声 猛地回抽哭丧棒 我力气用得也很大 几乎使出全力 结果李德贤却忽然一松手 我蹬蹬蹬 踉跄后退了七八步 才勉强站稳 呼 而李德贤的面色 变得格外的痛苦猙獰 死死地捂着额头 像是在挣扎似的 在这过程中 他竟然发出凄厉的哭声 尖锐道 死都该死 下一刻 他那痛苦猙獰的表情和哭声 就戛然而止 李德贤变得神情木然 他连看都没看我 直接朝着下山的方向跑去 这跑的动作 也不像是个大男人 反倒是女人 两手手肘夹在两肋 还握着拳头 迈开的步子 也不是很大 只不过 他的速度却很快 陈说 我晓得了 他要杀顾天良 他要让李德贤 带他去找顾天良 我不禁浑身汗毛倒数 脊梁骨也直冒冷气 没有犹豫的时间和机会 我正准备追下山 林了回头望一眼 发现陈瞎子处在棺材旁边 他的手捋了驴耳侧 月光之下 这动作简直别提有多甚人 陈瞎子哪有头发 这里能捋什么 更重要的是 他也像是一个女人似的 甚至陈瞎子还回头看了我一眼 灰白色的眼珠子 也像是桃花眼的形状 我脑袋嗡的一声 浑身都僵硬了 陈瞎子也撞碎了 也就在这时 树林子那边 刘文三脚步匆匆地追出来 他面色很不好看 骂骂咧咧地说道 石榴咋回事 你闻三叔放的毛 李德贤那别独自咋跑了 此刻李德贤已经冲到山顶旁边了 眼瞅着就要下山 闻三叔 你去追李德贤 千万小心 他撞碎了 现在他不是他 可不管怎么样 他都会杀人 你尽量制住他 不要让他杀了顾天良 我语速也飞快 刘文三明显有点猛圈 他不是他 杀顾天良 疑惑归疑惑 刘文三还是拔腿 就朝着李德贤追去 他的速度明显 要比李德贤快不少 我也快步走向 陈瞎子和棺材旁边 此刻山顶 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那16个台关将 当真是好手 柴家起码30来号人 加上冯家的 得有50多个了 都没能把他们打趴下 反倒是好些人 被台关将们 打得倒在地上 星号星号蜷缩 惨叫连连 宋桑队伍 已经跑了个七七八八 还没跑的 也没动手的 就只有柴家那些亲戚 女人和小孩数量也不少 他们全部都围着柴玉 柴玉明显被吓得不轻 强作镇定 陈叔 我很快就到了陈瞎子身边 他忽然身体一抖 也不再是那个怪异的模样 额头上却冒起来了 痘大的汗珠 这碎克 好凶 罕见的 陈瞎子的声音 都有了惊异不定 先开关 他马上又催促了我一句 我也立刻反应过来 陈瞎子明显没有继续撞碎 应该是吕巧要制住李德贤 没有多少本事 还能一直降助陈瞎子 刚才也不过是 让我无法去追而已 我们同时摁住了棺盖 在棺材边缘摸索起来 陈瞎子取出来一根铁丘 当初他也在技娘坟上使用过 铁丘迅速地开始 撬棺材上头的钉子 顾天良用了 盖棺封钉口诀的第一诀 钉破了吕巧的诗 同样 他依旧用完第二诀封了棺 陈瞎子撬完了所有的钉子 我也大喝一声 卯足了力气一推 管改呼斥一下开了 棺材里头的尸体 却让我心头恶寒到了极点 吕巧的脸上全都是血 他本身被砸烂的胸口 人中 印堂 以及天灵 整个人都不似人样 现在普通的素色练符 却变得心红无比 就像是他流出来的血 将练符染红了似的 尤其是他尸体睁开的眼睛 比我看过任何一个尸杀 都要空洞 这空洞给人的恐怖更多 仿佛他能直接钻进人的意识深处 衣服 什么颜色的 陈瞎子沉声说道 哄 我声音戛然而止 改了口道 血红色 他的血染红了脸符 坏了 陈瞎子的脸色更为难看起来 他一字一顿 李德贤和顾天良 他们惹出了大祸患 刚才我在棺木里头隐隐听到了 这吕巧的命数是土命 二月生人 陈瞎子立刻又问道 我马上点点头 同样我也告诉陈瞎子 八字太复杂 我也就只记住这两个了 别的记不清 此刻柴玉却慌里慌张地跑到我们身边 他脸色很差 身体一直在发抖 却递给我一张纸 这上头 不正是吕巧的生辰八字吗 他们卖尸的时候 给我看过生辰 罗先生你看看 柴玉声音很小 他也瞥了一眼棺材里头 顿时脸色更苍白 饶是他家大业大 可以和冯家比肩 见到这闹碎的尸体 也是被吓得不轻 念 陈瞎子沉声道 人五年 人迎月 以丑日 五时 土命尽财女 关于命数 陈瞎子教会我浅显的不少常识 这更复杂的 对我来说 还是一窍不通 陈瞎子的脸色 却顿时难看了很多 他忽然说了句 顾天良 早就知道他会诈尸 这一句话 却让我梦了 不安道 陈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早就知道诈尸 陈瞎子眯着眼睛 一字一句地说道 这吕巧是土命 又是二八月生的子五人 齐年人五元宵 死后当家剧团员 结果他们偷到尸体 已经破了一次命数 所以 吕巧必定是要诈尸的 我却更为茫然不解 照陈瞎子这一说 顾天良打破尸体 也是他们本身的计划之一 并不是突然发生 我也将我的疑惑 告诉了陈瞎子 陈瞎子点头说 没错 周梅间 我也直接说了 他们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这不是自己 给自己找麻烦 添乱吗 陈瞎子摇摇头 他忽然说道 如果说没有我们的话 这乱的 就不是他们的阵脚 而是柴家 吕巧诈尸 李德贤必定有把握可以化解 并且还要让吕巧闹碎 找柴家报复 给柴家带来灾祸 至于他们的目的 现在还不得而知 只不过李德贤很冒险 或许他都猜不到 这吕巧会变得这么凶 他命犯白衣杀 此刻白衣成解衣 小碎成厉鬼 肯定是会报仇的 也是柴家的 运气好找到我们 破坏了李德贤本身 得布局 否则这命数 让李德贤转嫁给他们 柴家就没多少好日子过了 陈瞎子这一番话 纵然是有深奥之处 却也不难理解其意思 砰的一下 柴玉直接跪在了棺材旁边 他这是被吓得 我犹豫了一下 也说道 事态不在李德贤的控制范围内 也不在我们的 现在得制住吕巧 不然怎么抓得住李德贤 若是再出什么变故 让李德贤清醒过来跑了 恐怕就再无机会了 并且我也告诉陈瞎子 吕巧现在撞碎李德贤 必定是杀顾天良去了 陈瞎子点点头 眯着眼睛道 傅世子 李德贤应该就会清醒 不过没那么快 那顾天良不是省油的灯 柴家主 你知道他们可能去什么地方吗 陈瞎子问柴玉 我诧异 这柴玉怎么可能知道 只不过 柴玉的反应 明显出乎我所料 他忽然睁大了眼睛 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道 顾天良 肯定去柴家大院了 我晓得 他们搞这一出 是要干什么了 还没等我询问出来 柴玉就一字一句地说道 柴家有一对祖传的铜狮子 青铜器 价值连城 当初我儿暴毙 家中风水出了问题 李德贤他们找上门来 开口要的 就是这对铜狮子 我拒绝之后 他们才开出来了别的天价 若是他们从下葬点殷亲 就在算计柴家的话 他们肯定要的 还是那铜狮子 三言两语 我也明白了柴玉的意思 这的确和陈瞎子说的 能够对得上好 李德贤和顾天良 本身就打定了 让这女士闹碎的主意 在柴家堂屋里头的诈尸 也不过是计划的一环而已 真的变故 也是他们没料到 我们在这里 不过顾天良肯定是不知道这里的变化 他应该是在 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行动 在这番变故之后 李德贤也会成为他们计划里头的变数 我想明白这些的同时 陈瞎子明显也清楚了 他眯着眼睛说道 石榴 你联系一下杨差妮子 他们的便衣 全都去拆架 另外 让他收网 这吕巧 暂时不管他 不能让李德贤那么容易脱困 顾天良没那么容易死的 即便是死了 也是他咎由自取 我们的速度得快 得在柴家堵住他们 陈瞎子语速极快地做了安排 接着他一把将吕巧 从棺材里拉出来 竟然直接背在了背上 陈叔 你 我还没说完 陈瞎子直接打断我道 白衣杀化雪衣 吕巧必定是厉鬼 有仇报仇有怨抱怨 不要阻拦他的时候 怎么对他尸体都无所谓 刚才他没有针对我太久 背着他 也有背无患 我当时就明白过来他的意思 现在也可以利用 吕巧对付李德贤 需要制服他的时候 也有尸体在手 不再做任何耽搁 我开始联系徐施宇 电话通了之后 我很快说了这边的安排 他也基本上没有犹豫 直接表示 他马上去通知 柴玉也已经从地上爬起来 他跟着我们一起 往山下去 此刻柴家那些亲戚也跟着 柴家和冯家的人手无法抽身 他们在对付那些台关将 下山路上 陈瞎子声音凄厉地开了阴露 我们来时花费了一小时左右 回去基本上是跑 反倒是二十来分钟 就到了柴家前头 陈瞎子略有喘息 我也累得够呛 腿脚都在发软 柴玉并没能跟上我们 落在了最后头 夜空中乌云密布 沉甸甸地 仿佛随时会坠落下来 物业的风声 混杂着偶尔一声闷雷 空气都变得格外的沉闷 此刻柴家的门口 已经有了便衣 他们守着门口 神色谨慎严肃 当头的一个我还见过好几次 小男那件事 还有前几天夜里头 我刚救了徐施宇 也让逢去报警 来的警察里头就有那人 他快步走到我面前 和我握了握手 罗十六 我是邹为明 施宇他嘱托了 让我们尽量配合你 上头也发过话 针对这些诡异事情 尽量以你为主 我们来的时候 一夕看见有人先进了柴家 应该是李德贤 每一个出口都有便衣 随时也有人巡逻 确保他没离开 邹为明的语速非常快 说话也格外的干净利落 我心头一喜 其实怕的 就是我们来的迟了 既然李德贤没走 那顾天良 必定也在里头 你们派人进去没有 我也郑重询问 邹为明脸上 顿时有几分担忧 他点点头 进去了两个 不过对讲机暂时失灵了 他们也没有反馈消息出来 我们还在等 我回头 和陈瞎子点点头 陈瞎子直接将驴巧 放在了地上 他手里头摸出来一个小罐子 沿着驴巧周身倒了一圈 这东西像是熊黄 这尸铁 你们谁都不能碰 一定要看好它 陈瞎子叮嘱了一句 那邹为明 也迅速点点头 陈瞎子便先行走进了 柴家大院里头 我也紧随其后 本身古色古香的大院 却透着一股子 阴逸的压迫气息 安静到了极点 反倒是让人耳边 觉得听到嘈杂的幻听 我和陈瞎子简单商量了两句 就断定了 顾天良肯定去了柴域存放家中 珍贵古玩的那个秘室 李德贤肯定也是去那边找他 我们两人快步去了唐屋 如今的唐屋里头 明直散落一地 乡竹指前早就燃烧殆尽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浇湖味道 从旁边连着那小屋进去 我极力回忆 勉强凭借记忆找到了路 不多时 我们就来到了那甲山所在 到这里之后 我们就小心了不少 甲山处于一片花圃的中央 旁边还有很小的潭水 没有月光 只有院内的一些灯光 依旧显得格外灰暗 我手里头握住了枯桑棒 陈瞎子也是如此 摸到甲山里头掩藏的门 通过一段斜着往下的过道 便来到了密室之前 此刻 密室的门 虚掩着一条缝隙 果真是有人进来了 不然的话 柴域不会犯这种错误 如此重要的地方 绝不会不锁门 我轻手轻脚 缓慢将门推开 悦摸得有五十来坪的地下室 房间虽然不小 但依旧显得逼泽 灯光透着一股子幽绿色 地上放着一张白布 白布上头 赫然便是穿着红色恋服的柴家少爷 他面色铁青 双目紧闭 我迅速扫过这地下室内 四面墙壁都是货架 上头放着不少古朴精致的古丸 陶瓷 铜器 字画 应有尽有 货架下头 还有不少的木箱子 在南墙根的位置 我发现了柴玉所说的东西 那是两个月末一米左右高的同志麒麟 李德贤是来了这里 便衣肯定不会骗我们 那顾天良必定也在这里 密室门开了 他却不在 他人呢 我眉头紧锁 眉心欲结成了一个穿字 陈瞎子微微低头 他的耳朵轻微动了两下 是在仔细分辨声音 就在这时 陈瞎子忽然朝着一个木箱的方向走去 我也赶紧跟过去 两人到了这箱子前头 诺大的木箱显得格外厚重 外头还有一把锁 锁得严严实实 陈瞎子抽出来铁丘 直接往上一敲 啪哒一下 锁头就掉了下来 我抬手一线 木箱里头竟躺着一个昏迷不醒 或是说不知道死活的人 这人不就是顾天良吗 他双目紧闭 脸上的表情也很痛苦 甚至是争鸣 更为可怕的是 他的四肢被折断了 双手双脚都完全折断压在身下 整个人刚好平稳地放在箱子里头 陈叔 顾天良 深吸了一口气 我平稳的声音 李德贤当真是完全被撞碎了 他这么心疼顾天良这儿子 结果却把他放在箱子里头 手脚也折断了 不晓得还活着没有 陈瞎子弯腰 他的手刚好触碰到了顾天良的鼻翼 还有口气 那吕巧是要折磨他 不让他死那么快 不晓得李德贤在哪儿 他应该也清楚 顾天良死了 他就制不住李德贤 我心头更为恶寒起来 忽然我觉得 尸煞对比这些鬼碎 简直是好对付太多 尸煞的恐怖 就是恐怖在明面上 而撞碎呢 明明一 个正常的人 却忽然能做出来不正常的事情 不计后果 没有任何道理可言 基本上也防不住 就像是顾天良 他就算再不是省油的灯 必定也是相信李德贤的 他哪会料到 李德贤会对他下狠手 也就在这时 忽然另一侧的雾门位置 发出枝压的声响 紧跟着砰的一下 门死死闭合 我心下一沉 快步朝着那边跑过去 门已经关得严严实实 这门是从外往里推 我想要开门 就得往里转 可门上没有任何把手 整扇门也贴合在墙上 几乎是光滑一片 哪能使得上力道 冷不丁的 外头忽然传来一声 捐细的女声 你们都是坏人 你们都该死 我几两骨都在窜寒意 浑身冷汗沉沉 下来的时候 我和陈瞎子 已经很小心谨慎了 却还是没有防备到这一手 我眼皮狂跳 声音也格外压抑 吕巧 你想报仇不假 可你手里一旦沾染上人命 就别想投胎了 不要走错了路 现在收手 我和陈叔都能送你回家 你不但能一家团员 还能投胎 可外头却没有其他的回应 只剩下七粒忧怨的哭泣 那哭声太空洞了 不像是人哭出来的 反倒是凭空乍响 并且这哭声里头 还混合着李德贤的声音 男不男女不女的 更加甚人了 陈瞎子也回到了我身边 他面色也很凝重 手里头的铁锹 顺着门缝往里头插 我晓得他这是在想办法开门 这时间过得很慢 更让人压抑 隐约间 我忽然听到外头传来 似乎是柴玉的喊声 接着又是一声恐惧的惨叫 砰的一声闷响 好像有什么东西撞在门上了 陈瞎子的动作停止了 他鼻子动了动 我眼瞼也抽搐了一下 完全是不受控制的抽搐 从下方的门缝里头 渗出来了一团血 这血冒出来的一瞬间 就像是绽放的花一样 迅速蔓延 并且朝着前方地上 柴家少爷的尸体流去 柴鱼的血 下意识地 我觉得压抑感变得更强 空气似乎都开始粘稠起来 地面只是普通的水泥 还有不少裂纹 有的血渗透进去 就变成了黑色的细线 这血 绝不能碰到柴家少爷 这是我本能的直觉 与此同时 陈瞎子也开口了 他语气格外的凝重 子狮染腹血 必当金狮诫命 柴鱼若是死了 那柴家少爷还会更凶 十六把尸体背起来 我不敢有丝毫犹豫 陈瞎子的话 也吻合我的猜测 飞不到了柴家少爷的跟前 眼瞅着血差一点就要 蔓延到柴家少爷的身上 我一把将他从地上拽起来 背在了背上 冷硬的皮肤 僵硬的关节 死人给人的那种粮 是犹如钻心一般的冰寒彻骨 他脑袋无力地搭拉在我肩膀上 下巴抵着我的肩头 让我格外不舒服 血蔓延到我的脚下 我额头上满是汗水 却略松了口气 可暂时避免了失变 我们却依旧出不去 被困在这里 也不晓得吕巧会有什么算计 万一李德贤先清醒过来 那我和陈瞎子 当真就是问中之憋了 下意识的 我摸出来手机看了一眼 现在刚到子时 我们应该还有不少时间 天亮即明 不管这吕巧在凶 李德贤都能清醒过来 也就在这时 忽然能听到 外头像是有惊雷炸响 这雷声太大 即便是我们已经在地下 依旧感到震耳 陈瞎子手里头的动作 忽然僵硬了不少 他额头上竟也密出了痘大的汗珠 要下雨了 他忽然沙哑着声音说了句 应该没事吧 我不自然地问道 陈瞎子摇摇头 直接放弃了继续窍门 雨智英 雷惊魂 若是小雷小雨 只不过是让鬼祟暴虐 若是凶雷大雨 也会让鬼祟崩溃 你的雷积木枯桑棒 便是来自凶雷大雷 说话间 陈瞎子也覆耳在门上倾听 片刻后 陈瞎子又开口说道 雨很大 雷声也很大 他走了 我眉头也紧锁起来 马上又问陈瞎子 他走了是直接走了 还是控制着李德贤走了 陈瞎子摇摇头 他怎么 可能放过李德贤 这顾天良被折断四肢 放在箱子里头 是因为他认为顾天良必死无疑 就是要让他死前承受这些痛处 死后也不见天光 无法下葬 现在大雷惊魂 他必定更是急躁暴虐 应该会杀了李德贤 不过可能没那么好杀 恐怕没那么容易 我也咬牙接了一句 太阳穴的清津 不受控制地跳动起来 我也马上摸出来手机 想要打电话给徐施宇 既然吕巧和李德贤离开 那柴家就没什么危险 可以让那些便衣进来了 只不过 这电话却打不出去 一直显示不在服务区 恐怕这和我们身处地下室有关 外头也是雷雨天 本身手机信号就会受影响 陈叔 我们怕是得等很久了 等外头的人反应过来 再找到我们 文三叔应该追上了才对 他人也不见了 那些便衣也没说看见他 不知道有没有出事 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格外不甘心 同样也很担忧 可这不甘心 却丝毫没有办法 计划再周密 也赶不上变化来得快 我们打破了李德贤的计划 可本身也没有算到 李德贤自身 就准备了在计划中的变数 他们想要乘乱回柴家 窃取铜麒麟 这便导致我们双方 都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得偿所愿 也就在这时 忽然外头传来了轻微的咳嗽声 这声音格外的虚弱 仿佛命在旦夕 门也缓慢地被推开了 陈瞎子反应速度很快 铁丘直接嵌入缝隙之中 顺势往下一勾 地下室的门 顿时便被打开 我心头大血 开门的 竟然是柴玉 他满头都是血 额头上有一个窗口深可见骨 显得格外的可不争鸣 柴玉的脸色 也虚弱到了极点 他扶着墙 才能勉强站着 颤声喊了句 罗先生 陈先生 你们没事吧 陈叔 我刚开口 陈瞎子已经往前将柴玉扶住了 石榴你在这里等我们 看好顾天良 陈瞎子干脆直接背着李德贤 速度极快地上了台阶 他不消解释 我就明白意思 万一有什么变故 让着顾天良跑了 我 不太觉得 吕巧真能要了李德贤的命 他若是脱困 肯定会马上就顾天良 此刻 我也没那么急躁了 顾天良是他儿子 李德贤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妙 时间每一分一秒 仿佛都格外地缓慢 我回到木箱旁边 去试探了一下顾天良的呼吸 比之前又虚弱了一些 不过还是勉强活着 有口气在 大约过了五六分钟 外头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进入地下室的 不正是那些便衣吗 无一例外 他们身上都是湿漉漉的 明显淋了雨 我也马上招呼他们 将顾天良先抬出去 本来我还想叮嘱 不要直接碰顾天良 避免二次伤害 我们得保住顾天良的命 结果 他们明显更为小心 直接抬的就是木箱 我哑然 随即觉得 自己想的很多鱼 羊叉紧叉哪 会不懂这些 从地下室出去的时候 我也分外小心 台阶上都是柴雨流的血 我一点都不敢 让柴少爷的尸体碰到 从假山出去 经过廊道 回到堂屋之中 外头的雨水 如倾盆一般 哗哗落下 冷气一直往身上灌 我总觉得不太自在 好像有点毛骨悚然的 感觉似的 之前那个叫 周卫明的便衣 喊了我一声 让我可以把柴少爷的尸体放下 这尸体不涉案 没必要带走 其余便衣 则是有人打伞 将顾天良抬出去了 我这才听到 外头有救护车鸣笛的声音 同时 我也瞅见陈瞎子 从外头走回了堂屋 我当然没有直接听周卫明的 令我疑惑的 也是陈瞎子 没守着吕巧 疑惑的问了他一句 吕巧的尸体呢 陈瞎子才告诉我 他的尸体 要被带回公安 我心下一惊 马上就看向周卫明 说这怎么行 吕巧凶得很 而且我们 还得送他回去 周卫明 则是显得格外为难 苦笑着说 这女士涉案 请我们别为难他 并且 他也拍了拍我肩膀 说道 罗先生 上一查 你不是和施语说过那些事吗 施语都和我们讲过的 以前我们是不幸 现在亲眼所见 也不得不幸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 您说过官府衙门能震煞 放心 我们也算有过经验 警方也更容易查到 这女士 是从哪被盗窃来的 王金菊已经落网了 她那里肯定会有线索 若是有我们 无法解决的麻烦 上头会让施语来找你的 我还有话想说 却也没办法再开口了 在徐诗语的帮助下 内阳市官方已经很迁就 我们这次行动 几乎完全是在我们的安排下办事 柴玉所说的也不假 尸体涉案 他们不可能让我留下 上一次廖寡妇的事情 还是徐诗语从中钻了空子 给了我们时间 这时 陈瞎子却说到 石榴 柴家主和顾天良 都被送去医院了 你跟着他们走一趟 让他们安全送吕巧到局里 湿血没有继续流 干涸下来 他已经没闹碎 李德贤不在柴家 应该是逃了 不过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儿子女人都在我们手里 他走不远 这一次 我们要占据先机 王金菊被抓了 他肯定晓得很多事情 还有顾天良醒了也能问话 不能给李德贤喘息的机会 陈瞎子语速很快 我也点点头 将柴少爷给放下来了 结果让我愣住的是 这柴家少爷的脸上 竟然滋生了绒毛 不过 这只是普通的白色绒毛 画的也是白纱而已 我反应过来的瞬间 就摸出来一张阵纱符 贴在他头顶 这时我才发现 他下巴的位置 竟然沾到血了 侧眼看了一眼肩膀 在我肩头上面 竟不知道什么时候 染上了一处血迹 我一个机灵 猛地抬头看周围明 他本来一本正经 此刻嘴角却忽而勾起一丝笑容 格外的诡异甚人 不过这只是瞬间 他请客又恢复了表情的正常 这一转眼的变化 却让我心头很压抑 罗先生 还有什么问题吗 周围明却疑惑地问我 我低头看向了他的手 在他的手上 的确还有不少的血迹 周围明也反应过来 他愕然了几秒钟 然后才不自然地说道 可能刚才无意碰到 地下室那边的血了 罗先生这 太抱歉了 我心里头微微警惕 这哪是无意 肯定还是屡巧闹碎的缘故 周围明自己都不晓得碰到血 好在 这柴少爷也只是白煞 现在也不在地下室里头 同样我也觉得 化白煞的原因 一来是血不够多 二来是柴玉还活着 否则的话 还不晓得会有什么变故 思绪很快落定 我说没事 将柴少爷化煞的问题 和陈瞎子说了 我才示意 他们一起离开 走出柴家大院之后 我也给刘文三打了个电话 暴雨倾盆 坐在车副驾驶上头 不光是车窗上面满是水帘 外头与声都是震耳欲聋 混杂着惊雷 更令人压抑无比 车刚发动油门 亮起前头的大灯 我就看到路径头 一个人正一瘸一拐地走过来 他捂着眼睛 虽然视线模糊 但我还是立马就认出来 这不就是刘文三吗 我赶紧又开了车窗 招呼刘文三快过来 他走路还是慢得很 好不容易一瘸一拐地到车前 我拽着他上了车 刘文三肤色白得吓人 脸上和额头上 还有不少的伤口 文三说 你这是咋了 刚才出变故了 刘文三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 他眼睛还有点发红 太阳穴还一跳一跳的 脸上似是有几分痛楚 十六 你们都追下来了 那老小子抓住了没 我苦笑 和刘文三实话实说 只是抓住了顾天良 以及徐世宇那边收网 抓住了王金局 李德贤是跑了 不过不知道他现在什么情况 我猜测 就算是吕巧支不住他 也肯定不会让他那么轻松 刘文三骂了个操 然后才告诉我 他本来是追着李德贤 结果都快下山了 路上遇到柴家之前 跑下来那些送丧的人 其中一个好像是里头的领队 在路边绊了他一脚 他给摔到山脚下头的阴沟里头了 还是被雨水给滋醒的 这直接就坏了大事 如果他没出问题 搞不好就抓到李德贤了 我也劝刘文三 现在别太急躁 说到底 这一查我们占了上风 李德贤现在成孤家寡人 只要我们快一点 拿到信息线索 就能让他措手不及 雨霸我也让他先写写 把吕巧送到公安 就送他去医院 刘文三也不再多说 问驾驶座上的邹维明 要了烟 我则是开了阴路 邹维明马上便踩下油门 一路上再没有出现其他变故 很怪异的是 只有柴家 这片郊区范围在下暴雨 进了城区 反倒是月亮都出来了 只不过这月光太过冷清 要比平时估计太多 到了公安局 徐世宇他们已经在外面等 本来我请邹维明 再送一趟刘文三去医院 刘文三却坚持不走 说要听听看 徐世宇有没有问到什么线索 这会儿 我也看得清楚 刘文三小腿位置 肿起来很大一块 他分明是受伤不清 身上的衣服 也有很多破损 搞不好还有骨折 徐世宇便马上开口 我开车送文三叔去医院 路上说吧 能问王金菊的都问了 刚好还要去等顾天良 醒过来盘问 我这才稍微松了半口气 刘文三也就没那么降着了 上了徐世宇的车 前往医院的路上 徐世宇大致说了 从王金菊口中问到的线索 如果李德贤出事 他会去哪里 刘文三马上就一拍大腿 说那等什么 赶紧去追啊 结果他也疼得呲牙咧嘴的 口中脏话连连 说他非得把李德贤腿 拧掉半个 徐世宇忍俊不禁地笑了笑 说道 文三叔 要冷静 警方当时就派遣了人手 准备将那个地方完全封锁起来 天王也随时有人监控 李德贤只要回去了 他就跑不掉 狗急了跳墙 兔子急了 也会咬人 不能逼得太狠 徐世宇又补充了一句 我点点头 也说道 照这样看 他已经是问中之鳖 文三叔先看你的伤 保重身体吧 很快到了医院外头 临下车 我去搀扶刘文三 徐世宇却忽然看向我 他轻声冲我说道 替我向阿姨说一声谢谢 没有她的话 可能抓不到王金菊 我当即一愣 恶然之余 也是苦笑不已 我说 为啥我妈 没有跟在我身边 就连我将鞋间对着床 她都没来 她原来是去跟着徐世宇了 虽然徐世宇没说详细过程 但我已经能猜测到 抓王金菊绝对不轻松 李德贤不可能没有防备 不保护王金菊 我妈都出手了 可想而知 其中凶险 我点点头 倒也没再多说别的 进了医院之后 我送刘文三去急诊 徐世宇则是去了手术室 顾天良还在抢救 他的意思是 王金菊的话 未必能完全相信 狡兔三窟 也要在顾天良口中 得到确凿的信息 这才能万无一失 最后急诊的大夫诊断 刘文三小腿骨裂 其他地方也有不少伤口 需要缝针 他们给刘文三处理伤势 也简单进行了一个小手术 纵然刘文三内外都很粗犷 还是没嫁住疲惫 被送回病房之后 就已经沉沉睡去 我也的确是困得不行了 在旁边的病信号信号睡下 这一觉醒过来 外头已经是天色大亮 阳光炽热 照射在我脸上格外晕烫 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耳边还听到 有人小声争执的声音 空气中还能闻到点烟味 病房之中 不应该有烟味 侧头看去 果真是刘文三靠在床头抽烟 他腿上缠着绷带 光溜溜的脑袋上 也有贴着纱布 在他床边 一个小护士都快急哭了 他一直跺脚 小声说 你是病人 这里还是病房 真不能抽烟 对你身体恢复也不好 院里头还会处分我们的 刘文三皱着眉头 说了句 你不进来不就行了吗 这不让人抽烟 不让人喝酒的 还让不让人活了 我哑然 也从信号信号翻身下来 事宜让小护士出去 他则是更为难 无奈地离开病房 我本来也想劝刘文三少抽两口 可转念一想 刘文三大大条条一辈子 随性而为 这真不让他抽烟喝酒了 喝药了半条命没两样 索性 也就没多开口 文三说 你伤势还好吧 叫大夫过来不 刘文三摆摆手 这点小伤算不上什么 还比不上上一回那些水猴子闹的 不过摔一跤而已 停顿了下 他又疑惑道 你要出去 我点头 说去弄点早饭 刘文三砸罢了一下嘴 笑眯眯地说 让我帮他带几瓶二锅头 正当此时 病房门却被敲响 请进 我喊了一声 进来的却并不是护士 而是徐诗宇 他身后还跟着一个年纪不大 约莫三十来岁的男人 这男人脸上愁苦无比 我诧异 这人是谁 公安局的人 徐诗宇走上前 他手里头还提着盒饭 十六 你和文三叔吃点东西 徐诗宇轻声道 这位是我疑惑地看向那男人 同时我接过盒饭 也给刘文三递了一盒 他皱了皱眉 倒也没说话 打开盒饭吃了起来 我就晓得 刘文三是想喝酒 徐诗宇带了饭来 又带了人 我就没法出医院了 徐诗宇轻叹了一声 回头看了眼 他没开口 那男人反倒是走到前头 他先是 冲我拘了一躬 诚恳地说了句谢谢 才说他叫林友卿 我更为不解 因为我并不认识他 也基本上不认识姓林的人 只不过徐诗宇带他来找我 肯定有事 平稳了一下思绪 我问他找我有什么事 谢我做什么 他抿了抿嘴巴 眼眶却红了 然后才说道 他谢我是因为 我救了他儿子一条命 前几天 他老婆被人掳走的时候 已经是即将临盆 最后得到公安的通报 他老婆已经遇害 不过孩子却活了下来 他从公安和医院护士的 口中晓得 是我给他老婆接生 才救了他儿子 同样他也打听过 晓得我是前段时间 在阳江边上 救过很多人的阴阳先生 他这两天一直想要找我 却得不到门路 刚好今天早上 遇到徐诗宇徐警官 他那天见到过 我和他走在一起 所以马上就求他安排见面了 我这才明白过来 这林友卿 是那婴儿的父亲 婴生子的父亲 林先生 这件事 你不能谢我 我也当不起这声谢谢 我轻叹了一句 摇摇头 那女人因我而死 若非我 李德贤也不会抓人害人 林友卿重重摇头 他说 你救了我儿子一条命 莫说是谢谢 我跪下磕头 都当得 罗先生 我想找您 也是想求您一件事 他语气变得更为哀求起来 我心头一领 问他什么事 同时 我也已经有一些猜测了 因为当初 陈瞎子就和我说过 我做的事对 也有不对 折寿是保住了一条命 却也让世上多了一个婴生子 当年我能活下来 的确花费了不少人的心力 我爷爷都赔了命 婴生子这辈子无比坎坷 想要他存世 就需要付出代价去保护 若是无人能护住 都不肖让人来害 本身的厄运没运 就能够要了命 并且我还看出来了 林友卿的眼瞼 英志工的位置发黑 英志工也是子女工 干别是无儿无女 发黑便是孩子健康出问题 运势不好 果然 下一刻林友卿就开口道 我儿子他这两天 看起来是好端端的 可他就是不闭眼 不睡觉 你说 这只是一个刚出生的娃娃 还得住在暖箱里头 他不睡觉咋成 还一直发烧不退 医院没什么法子了 我就想找您帮忙 行 我也没有怎么犹豫 直接就点头答应 说去看看 这时候 刘文三却开口道 十六 别忘了刚才叮嘱你的事 对了 这娃子命挺苦的 你天性良善 他又和你命格相近 文三叔觉得这也算是缘分 阴生子教阴生子 倒算不错 你那十年命 折给自己徒弟了 那也不亏 是不 刘文三扒拉了两口饭 又点了根烟 吞云土雾之间 还笑呵呵起来 我反倒是一阵 收徒 当时 林友卿的面色 就变得格外惊喜 不过他看了我一眼 就又闭上了嘴 不敢开口问 我没有马上回答 因为我压根没想过 现在就收徒 一旦收了这徒弟 就相当于 我要多一个担忧 多一个软肋 在如今我这情况下 给他带来的不可能是好处 只有危险 从病房里头离开 在林友卿的领路下 到了医院七楼 靠着楼道的一个病房里头 有婴儿暖箱 我也看到了那个孩子 三四天的时间 他还是那副皱巴巴 像是小老头的模样 躺在暖箱里 一双眼睛睁得溜圆 小小的婴儿 应该是眼珠黑白分明 澄澈干净 但现在却透着几分血丝 这不应该出现在一个婴儿身上 他看到我的时候 却并没有看我 反倒是 看向我身体右侧 本来他是面无表情的 现在却忽然笑了笑 林友卿和徐世宇 站在我左边 徐世宇还好 林友卿脸色当时就变了 他不安道 又来了 这几天就是这样 他莫名其妙地看一些地方 明明没人还看 之前他都没笑 现在咋就笑了 罗先生 我老婆走得可怜 他就只留下这个孩子 求您一定要帮帮忙 林友卿都快给我跪下了 我赶紧搀扶住他 你们先从房间出去 我沉声说道 啊 林友卿茫然失措 徐世宇也搀扶他另一个胳膊 往病房外走去 临头我和他对视一眼 他眼中就只有信任 病房门刚关上 我回过头 就看见我妈已经站在暖箱旁边 他低头看着那婴儿 伸手触摸了一下 却被暖箱隔断 你们很像 我妈的声音依旧是略有空洞 不过情绪却越发清晰 我也走到旁边 当然我清楚 我妈说的像 可不是说我们长得像 而是相似的宿命 他比我要可怜一些 我轻叹了一声道 我妈沉默不语 低头 我仔细看她的脸 按道理 她不应该能看到我妈 也不应该像是林友卿 所说的那样莫名其妙 看一些地方 这很显而易见 她看到的和常人看到的不同 老话都说 小孩容易看到脏东西 不过那都是因为 信门未曾关闭 神魂纯净的原因 我用生树 已经关闭了她的信门 她还是能看到 甚至比其他的婴儿更夸张 那就怪异了 片刻之后 我就发现了问题所在 她信门位置 还是有一条细细的缝隙 信门的确已经被生树关闭 这缝隙却是被我冲撞魂魄之后 裂开的缝 无法完全修复 下意识的我摸了摸自己的额头 我那条裂缝也很明显 我眉头紧皱起来 一下子也明白这原因了 当年我在村子里头 应该也是和她一样的 不过有奶奶守着我 加上一直在家里头 还有我妈在外护着 我还能见到什么东西 就算是有鬼鬼祟祟的脏东西 也不敢进我家的门 医院却完全不一样 生老病死 这四个字在医院里头 被诠释得淋漓尽致 并且在医院里头 阴气重 生气也不弱 这种气息交替之下 反倒是不用夜晚 也会有不少东西走动 她能看到的东西 比当年的我多了太多太多 又怎么能闭上眼 想要她睡觉 恢复正常 只要离开医院就能半倒 思绪清楚了之后 我就开口 让我妈先闭一闭 我妈略有几分联系地收回目光 不过她也没多说什么 我去打开了病房门 让他们进来 这当口我妈已经离开 消失不见 林友卿明显脸上 都是急切之色 徐施宇也有抑制不住的担心 罗先生 你看出来问题了吗 我直接摸出来了两张震煞符 贴在了门口的位置 接着我又贴了一张 在婴儿暖箱下方 最后 我才如实告诉林友卿 他儿子是从死人腹中出生 是个婴生子 婴生子能活下来 性门都无法完全闭合 注定了这辈子 会比常人看到更多不同的东西 我现在用符纸震住这病房 短时间内应该没什么东西 会靠近这里 他儿子能好好休息几天 身体恢复正常之后 就要接回家 尽可能少接触外界 等年纪大一些 就会好不少 我刚说完 林友卿就呆呆地看着暖箱 面上都是震惊 声音却极力压低 他 真的睡着了 我也才注意到 孩子的确沉沉地睡了过去 徐施宇的脸上也有了笑容 罗先生 真的太感激你了 林友卿紧握着我的手 都变得语无伦次 我没心却还是郁姐起来 没有散开 尽管我想回避 可我的确回避不了 这只是殷生子的第一个难关而已 陈瞎子和我说的那番话 也回信号信号在耳边 你管了他生 管他现在不死 却很难管他一直活下去 你想想你活下去 你爷爷付出了什么 那不只是刘英婆的十年阳寿 这孩子的命数 恐怕也会和我相似 命徒多舛 他又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有一个替我付出命的爷爷 随时守在身边的妈 罗先生 难道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的沉默 明显让林友卿有了慌张 他不安地看着我 林先生 我希望你能有一个准备 我轻叹了一声 开口道 因生子出生 就必定会遭到诸多咸言碎语 甚至命薄多哉 刚才我闻三叔提议让我收徒 你儿子的确和我有机缘 只不过 还不晓得这是好是坏 如今我身边的危险 比他本身要遭遇的危险更多 这样吧 你去做一件事 思绪飞速转动 我再次开口道 他妈妈的尸体 应该还在公安那里吧 对对 林友卿盲点头答道 徐世宇也恩了一声 微微汗手 是是 你和林先生一起走一趟 等天黑的时候 将那尸体取出来 送到林先生家里 摘掉旗上的纺织罗盘 这 徐世宇神色有了不安 他抿着下唇 道 他不是化煞了吗 摘掉纺织罗盘 还要送出公安局 恐怕会变得很凶煞 我怕出事 林友卿满脸的茫然和不安 他的额头上 也不停地冒汗 我又轻叹了一声 道 他的确凶 凶得离谱 只不过他的凶也是 在我接应之后 他想抢回去娃子而已 孩子离不开妈 因生子 也离不开母煞 至于收徒 再等一段时间吧 我了结现在的事情 就没什么问题了 届时 我会为他补一挂的 徐世宇的神色 总算好看了不少 他轻声 告诉林友卿 他也知晓很多 因生子和母煞的事情 他会和他说清楚 让他也别太怕 林友卿眼眶有些红 他抢笑着点点头 总归能让我儿子 活下去就成 我啥都不怕 他这话 也让我心中 颇有几分感触 徐世宇看了他暖香 又轻声开口 让林友卿 先陪陪孩子 等晚上了再去局里 林友卿坐在暖香旁边 也不多言语了 我和徐世宇走出病房 我也和他到了线 徐世宇诧异 问我谢他做什么 我如实说 他能和林友卿 解释因生子 能让我省下不少时间 徐世宇却笑了笑 说我和他太客气 也太拘泥 这不就是一件 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吗 我哑然失声 一时间不知道 怎么接话才好 徐世宇并没有和我 回刘文三的病房 反倒是带着我 朝着另外的楼层走去 很快我们到了第五层 隔着老远 我就看到其中一处 病房门口 拉着警戒线 还站着两名警察 顿时 我心里头 所有多余思绪 全部都被驱散开来 顾天良 醒了 我沉声问道 徐世宇摇摇头道 我早上看过还没醒 不过他手术已经完成了 除了四肢骨折之外 并没有其他的伤势 今天应该会醒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他醒后第一时间 就要盘问 也就在这时 徐世宇忽然摸出来手机 此刻手机嗡嗡震动不止 显示有来电 他驻足接电话 也并没有回避我 三言两语挂断之后 他明显有几分紧张和喜色 一字一句地说 李德贤去了王金局所说的地方 看来王金局没说谎 局里面已经在做更多准备 要封锁那个地方 一旦顾天良醒了 就要马上盘问他 毕竟李德贤不好对付 看有没有 什么能避免掉的危险 徐世宇这番话 也令我呼吸略有急促 极力让心绪平稳下来 我也镇定了不少 李德贤的能力不少 本事不小 有句话叫做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若是能从顾天良口中 得到一些关键性的信息 不但能避免危险 也能更容易制住李德贤 走过警戒线 进了病房 病房里头也有一个便衣 对我和徐世宇点头打了招呼 居中的一张病信号信号 顾天良双目紧闭 床头还坐着个护士 他胳膊腿都上了石膏 额头的位置埋了针 正在输液 顾天良的脸型 其实并不同于李德贤的狭长脸 反倒是有点方脸 当时我才觉得他像是顾开山 现在仔细看来 眉眼之处的细节 的确能看到很多李德贤的影子 他的性格也极为阴狠 这就和李德贤更像了 我正准备仔细看看顾天良的面相 忽而 他的双眼毫无预兆地睁开 一双眸子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也眼皮微挑 直直地盯着他 莫名地我就猜测到 顾天良早就醒了 他在装睡 他应该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不明白在柴家是怎么回事 毕竟动手伤他的事 撞了碎刻的李德贤 只不过 我却也很清楚 对于我的事情 李德贤肯定不会瞒着他 顾天良的眼睛微眯了起来 他声音略有虚弱 却依旧透着一股子厌恶 罗十六 原来从中作梗的是你 立刻旁边的便衣警察 就站至了顾天良床边 徐世宇做了个阻拦的动作 那人没开口说话 我摇摇头 说道 从中作梗 我并不这么认为 李德贤的手里头 太多条人命 他伤天害理无恶不作 必定是要受到制裁 你走了歧途 手里头还没沾上人命 还有机会回头 顾天良忽然笑了起来 笑着笑着 他就说了两个字 恶心 一个死人肚子里头出来 得东西 和我说回头 歧途 你还真当自己是个阴阳先生了 顾天良对我的态度 并没让我感到惊讶 李德贤定然知道我的身份底细 他告诉顾天良也很正常 我正要继续开口 忽然床头那个护士抬起手来 啪的一耳光 抽在了顾天良的脸上 清脆的耳光声 响彻整个病房 我愣了一下 徐世宇也猛了 那便一立刻伸手 抓住了那护士的胳膊 脸色难看到 你干什么 护士年纪不大 也就二十来岁的小姑娘 她一脸慌张茫然 不自然道 我也不晓得 刚才忽然一下 就觉得不受控制了 我没想打她的 便一皱眉 说 你到旁边去站着 她隐隐将护士和顾天良挡住 顾天良脸色铁青 死死地瞪了那护士一眼 又看向我 她脸上已然留下五指掌印 格外地清晰 我很快就明白原因 顾天良在这里开口骂我 我妈刚才还看过那婴儿 她肯定是没走 寻常的白煞 黑煞 都能有影响周围人的本事 血煞更强 更何况我妈 刚才只是一巴掌 可能都便宜顾天良了 徐世瑜也轻声开口道 顾天良 你还是多一些素养吧 现在你多一些配合 届时你也会少一些罪责 总之 你是逃不掉了 李德贤也必定会伏法 顾天良却冷笑一声 我爸会伏法 呵呵 再给罗十六十年 他都没那个本事 若非柴域反水 你们也没办法钻空子 罗十六 我会亲手送你上路的 顾天良又阴冷地说了一句 结果又是啪的一声脆响 这一巴掌声音更大 顾天良直接就惨叫了一声 头都被抽歪了 额头的输液管 也被打飞到一边 动手的已然不是那护士 反倒是旁边的便衣 他眼中惊惧 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又看了顾天良一眼 回头在看我们的时候 他眼皮狂跳 这怎么回事 我没想 顾天良脸色变得格外怨毒 他嘴角一直在流血 同时也一声不吭 一句话也不敢说了 徐世宇侧头和便衣说了几句话 接着他就让我先出一下病房 他们来盘问顾天良 我也晓得 我留在这里 也没用 顾天良肯定什么都不会说 反倒是会过于激动 以至于出现刚才这样的变故 我走出去 坐在病房外面的椅子上 约某等了一个多小时 徐世宇他们也没出来 干等着也不是个事 我就出去买了刘文三药的烟酒 回来给徐世宇发了个信息 就回了刘文三的病房 刘文三明显兴致勃勃 问我收徒的感觉咋样 我苦笑 如实告诉刘文三经过 同样也说了顾天良的事情 说罢了之后 刘文三就皱着眉头 他说 我这样的做法也没什么毛病 他反倒是有点考虑不周了 接着他又说到顾天良 神色顿时冷漠了很多 道 和顾天良李德贤这种人 哪需要讲什么道理 他们有心 杀人害命 偷人尸骨 千刀万剐都不为过 该问的问出来 该送去崩了的就崩了 他要不死 肯定都有人得去弄死他 我心头轻叹 刘文三是过来人 苦儿在江堤大坝下压了那么久 他对杨江和神的怨恨都那么深 稍微换位思考 他恼羞成怒也很正常 简单又聊了两句 我就到旁边病信号信号带着看书 差不多都到了两点多钟 徐世宇才过来 他明显有些无奈 告诉我顾天良的嘴巴很严 多一个字都不说 我沉宁了一下 说也不用问了 王金菊的话也有可信度 现在李德贤也到了地方 直接去找他就可以 徐世宇点点头道 上头也做好了准备 封锁已经完成了 李德贤的藏身之地周围几公里 都有警戒线 还加了警犬 他跑不出来 上头也安排了人手 打算今晚就开始抓捕行动 我皱眉 让徐世宇去商业 得让我先看过地方 我走最前面 否则的话 他们肯定会栽在李德贤手里 徐世宇却笑了笑 他很认真地告诉我 上头已经和他聊过了 不需要再去汇报商业 可以让我先进 顿时 我心头也有了几分笃定 思索之后 也让徐世宇去接一下陈瞎子 现在知道李德贤在哪 顾天良也被抓住 他就没必要守在柴家 柴鱼的尸体 简单震住即可 我也准备去找一趟商将 现在我手里头没有纺织罗盘 天知道李德贤 还有什么恶毒手段 必须做好一切准备 确保万无一失 刘文三则是一直叹气 说他这腿不争气 没办法亲手去拧断李德贤腿了 他让我务必要帮他代劳 我无奈苦笑 和徐世宇同时离开医院 他驱车去接陈瞎子 也和我说好了会合的地点 而我则是打了一个车 去找商将 这期间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我在商将手里头 也拿到了三块纺织罗盘 便禁止前往和徐世宇 约定好的地点 结果到了地方之后 我才发现 这竟然是之前周厂长 带我来过的城中村 当然并不是当初那个入口 可我的心还是略微沉了一些 警戒线几乎封锁了 所有出村的路 也随时有人巡逻 李德贤将藏身之地选在这里 绝对不简单 隐隐的 我心头还有几分悸动和不安 当初小男死在这里 谢煞化清 他也是我接触的 第一个接近轻尸的存在 若非我妈 若非机缘巧合 我和徐世宇的运气好 加上小男不屑于要我们的命 我们早就死了 守在这里的人手 其中有一个就是邹维明 他到近前来和我说了情况 自从李德贤进去之后 就未曾出来 具体李德贤应该住在哪 他们暂时没有进城中村 无法得知 从王金菊口中盘问来的线索 说的也比较模糊 邹维明递了章纸给我 上头写了寥寥四个字 前命吉方 他也告诉我 关于李德贤住在哪 王金菊就只说这个 其他的再就问不出来了 我微眯着眼睛 盯着这张纸条 前命吉方 这是西四宅的一宅形容词 王金菊说的并不模糊 反倒是清晰到了极点 有这方位 基本上我就能直接找到李德贤 问题就在这里 他说的太清晰了 他明明是不懂风水的 就算是被盘问出来 那最多也应该是说 一个宅子的街道位置 可他反倒是用一种 其余人都不清晰的方式 给出了答案 那这地址 就不是给警方看的 而是给风水师看的 话而言之 他要我看 思绪瞬间想清楚了这些 我眯着眼睛 心头有了几分警惕心 难道说 李德贤事先想到过 他可能有被逼到绝路的一天 也料想过 王金菊会被抓 这地方 就是因此而准备 并不是一个临时找到的藏身地 那恐怕就不是我们围堵李德贤 反倒是李德贤等我们来了 这纸条 也就是请君入问 若是在以前 我肯定想不到那么多 而是因为得到这地址 信心百倍地去收拾李德贤 现在我却警惕到了极点 丝毫不敢小觑他 同样 我也叮嘱了周维明 没有我的信号和开口 他们绝对不能够进入这城中村 这是属于我和李德贤 两个风水师之间的博弈 恐怕不是他死 就是我死 周维明眉头紧皱 明显神色很不自然 他简单问了几句 我也没多回答 差不多等到了六点多钟 临近暮色降临的时候 徐施宇的车总算是来了 他再不到 我都担心他们路上出变故 车门打开 陈瞎子下车 狼敖也从后排钻出来 我这才知晓 他们耽搁那么久的原因 竟是去接狼敖了 这一次 狼敖明显和之前不同 没有来扑我 他反倒是走到了 近前城中村的入口处 来回走动 显得很急躁 毛都炸了起来 没等徐施宇开口 我就到了近前 轻声和陈瞎子说明了情况 陈瞎子的眉毛挑了挑 他摸出来一罐子熊黄 让我撒在近村的路上 看看有什么反应 我当时不明所以 也就按照陈瞎子所说的做了 熊黄的粉末 还透着一股子刺鼻的味道 大约 我也就撒了基尼左右的距离 熊黄粉末里头 出现了两种脚印 脚印出现的时候 熊黄都迅速变白 甚至透着青色 暮色愈发深沉 驱散了最后一丝天光 夜幕降临 路灯会暗 旁边徐施宇打了手电筒 照射在那脚印上 那泛青的颜色 莫名地让我不寒而栗 额角瞬间溢出一层冷汗 为什么撒了熊黄 会出现脚印 还是青色的 有什么说到吗 徐施宇小声询问 周围明明显也很好奇地看我 我抬头喊了陈瞎子一声 告诉他 我所看到的两行青色脚印 陈瞎子点了一根卷叶子烟 火星微微跳动 他才说到 青色的怨气愈发重 走过任何地方 都会留下痕迹 这也是警告一些人 莫要靠近他们的家 我心头微微一寒 这些人 指的不就是我和陈瞎子 这样懂详的人 当时 我脑海之中 就冒出来了小男的名字 青色本就少见 小男家在这里 死在这里 除了他 还有谁会发出这样的警告 便是他警告 我们也得进去 不可能就这么放过李德贤 我态度坚决 同时 我也仔细分析 当时殷先生与杨夏元 同杨夏元的大儿子交手 那青诗才是真的凶悍 不只是本身足够凶利 甚至将道家术法 硬生生地改成了殷邪之法 殷先生和杨夏元两人联手 也都只能 堪堪打成平手 小男虽然也是青诗 却不能够和那青诗相提并论 一来是他画青诗 并不一定彻底 并且 他年份远远比不上杨夏元的大儿子 二来就是他并不是风水师 也不会到家术法 只是单凭兄弟成为的青诗而已 陈霞子得到和老太的包裹之后 实力增加了不少 我和他联手之下 这一回未必惧怕小男 况且我妈还 在后面跟着 我们把握很大 想清楚之后 我也直接将自己的分析说了一遍 我本担心陈霞子会阻拦我进去 没想到他尽点点头 说我分析的有道理 还没等我欣喜浮现在脸上 他就又忽然说道 但十六 你必须答应陈叔一件事 我们才能进这城中村 什么事 我略有疑惑 陈霞子这么认真说 不会是小事 他眯着眼睛 灰白色的眼珠子 成了一条缝隙 你要全力以赴 他沉声道 我笑了笑 说道 我肯定全力以赴 不 你还差了一样东西 陈霞子摇了摇头 这就真的令我不解了 我还能差什么东西 虽然我现在穿的是在冯家换的布衣 但是该戴的全都戴在身上 还没等我问出来 陈霞子就忽然看向了徐世宇 说道 你一子 去帮十六找一只公鸡来 年份他应该和你说过 速度要快 我们在这里等你 我心中大害 骤然将瞳孔紧缩成一个小点 陈霞子灰白色的眼珠子 和我对视 一字一句道 小娜和其他的士不一样 他杀过人 士过母 不但是轻师 更是凶狠无比 你要全力以赴 又怎么能少了 英树先生的杀术 我们的目标是李德贤 他能在这里 必定也是想利用小难 所以一旦遇到小难 恐怕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陈叔把握不大 必须得你愿意下狠手 咱们才能对付他 莫要心软了 心软我们可能就会死 他与爸之后 脸上犹有几分担忧 我陈莫 调整了一下呼吸和心绪 才回答道 陈叔 我晓得你意思了 放 心吧 我不会滥用好心的 他的确死得可怜 可他也沾染了人命 如今早已不是人 只有害人之心 送走他才是最好的结果 陈霞子神色明显有几分欣慰 他拍了拍我肩膀 说他能感觉到我成长了不少 不只是身手方面 思绪也缜密很多 他最担心 我滥用善心 现在看来也是多余 我和陈霞子说话这档口 徐世宇已经离开 约莫等了个把小时 他才匆匆赶回来 手里提着一个麻袋 一个顶着鲜红关子的鸡头 从麻袋口钻出来 分明是一只熊鸡 他另一只手里头 还握着一个空的矿泉水瓶 上一查 我和徐世宇 险些死在小男手里 就是因为我 带着活鸡进去 结果关键十个鸡 居然飞上房梁 之后对付王家傻子 我弄过现成的鸡血 效果也没有差多少 我感觉 得杀了鸡放血 不然容易出问题 徐世宇小声跟我解释道 他俏丽的脸庞 在月光下 微微泛着红韵 关于对付王家傻子那一查 徐世宇并不知情 他能有这种准备 完全就是心思缜密了 我接过他手中的东西 轻声跟他说了句谢谢 先打开麻袋 扼住鸡翅膀之后 拔了三根最为鲜红的尾灵 紧跟着我 迅速用接音的匕首 割破了机关子 揪住机头 对准了矿泉水瓶放血 机关血并不多 也就一两厘米深 我将尾灵放了进去 末端确保完全浸泡在血中 顺手扭断了熊鸡的脖子 将它丢给狼翱 再小心翼翼地贴身 放好矿泉水瓶 同时 我也叮嘱徐世宇 让他们只能够守在 这城中村外头 发生任何事情 都不能进去 如果遇到什么危险 最好避开 徐世宇凝重地点点头 也抿着唇 轻声说 让我注意安全 临近城中村的时候 陈虾子给了我一支 卷叶子烟 让我抽上 我本来不想点 他告诉我这抽着醒神 也是为了避免李德贤 又有什么鬼鬼祟祟的手段 迷人眼睛 我这才没有拒绝 一口烟吸入肺里头 辛辣的感觉 让思绪格外的清明 路面略有一些坑坑洼洼 此时一轮满月高悬在夜空 犹如一个润白的圆盘 泛着清冷的柔光 两侧不少房子 打着拆的红字 路边也有不少老树 往里走得多了 四周也变得安静起来 我下意识回头望了一眼 发现路口 似乎都模糊了不少 已经看不到徐世宇了 取出来了一块 纺制罗盘和定罗盘 我将纺制罗盘交给陈瞎子 他直接就收了起来 接着 我又用定罗盘确定方位 王金局所说的 前命吉方 乃是西四宅的一种 我觉得 李德贤应该是 有意找的西四宅 因为当初李家口村里头 他老家就是西四宅 我硬生生用风水术 给他改成了鬼进门的凶宅 破了西四宅无凶的风水局 若是李德贤 真的有意布局 请君入瓮 恐怕就是 要在西四宅上 洗去他的耻辱 很快 我就确定了前卫 迅速往前走去 不多时 我和陈瞎子 就先经过了一幢平房大院 院门紧闭 门口挂着白灯笼和白灵 这院子 不正是周冰的家吗 也是小男的家 经过这里的时候 我就觉得 有一道冰冷的目光扫过身体 路边完全没人 院门也没有打开 那种被扫尸的感觉 却贯彻心底 我下意识地 按住了衣兜里的矿泉水平 跟在我和陈瞎子身边的狼翱 尾巴也垂了下来 不到万不得已 我和陈瞎子 都不想和小男冲突 这杀术也是后手 好在我们走过去之后 院门也是紧闭着的 我刚略松了一口气 几两鼓 却瞬间窜起来一股冷意 因为前卫 到了 就在十几米外 还有好几家院子 其中一家明显院墙 被翻新过 门外还种着招财的金钱树 那翻新过的院墙 要高过周围其他的院墙 分明就是西四宅的 前命疾方所在 没想到 这和小男家那么近 到地方了 陈瞎子忽然说了句 我点点头 擦了一把鹅角的汗水 嗚了一声 因为高度的紧张 声音都有些微颤 这里阴沙怨气很重 你之前说的西四宅 不应该是吴兄之宅院吗 陈瞎子 眯着灰白色的眼珠子 我犹豫了一下 才说道 没错 西四宅属于吴兄大吉 其前命疾方 昆命疾方 岳命疾方 更命疾方 一共四个方位 都是大吉 不过西四宅也有相对位 八卦之中 有生必有死 其前命疾方所对应 生气在西方 天意在东北方 延年在西南方 浮卫在西北方 李德贤所选的那西四宅方位 方位属于西 是生姬宅 我抬手指着那有招财术的院子 陈瞎子势力 最多能看到模糊的影 子 不过他其他感官灵敏 还真目光对向了那边 他直接就往前走去 我眼皮微跳地回头看了一眼 目光再一次落到了 小南家的院门处 在罗盘的方位指向之中 小南家的这个院子 也对应西四宅的一种指向 有生必有死 有疾必有凶 前命疾方的西四宅 祸害在东南方 六杀在北方 五鬼在东方 绝命在南方 小南家的院子 对应着绝命味 这就代表着 生姬宅愈发厉害 那绝命味也就更凶 有句话叫做 纯王齿寒 一一相吸 若是要破生姬宅 绝命味那边也会出事 我快步跟上陈瞎子 语速极快地说道 李德贤算计太精明 他这前命疾方的生姬宅 映射了小南家的绝命味 动生姬宅 绝命味会保护 小南就会出手 我们得万分小心 尽量不能破了生姬宅内的风水 避免和小南冲突 之前我断定 小南没有多厉害 是因为 他就是雪煞化青湿 没有年份滋养 可现在生姬宅 对应的绝命味 李德贤肯定是知道 小南的存在 故意所为 小南会比想象中更厉害 语巴的同时 我们已经来到了 生姬宅之前 院门两侧各一株金钱树 叶片肥厚 像是铜钱 颜色呈现墨绿 兵来降党 水来土掩 既然已经到了 李德贤如今的家门前 没有退去的道理 他即便是准备得再完善 也是被我们逼来这里的 陈瞎子话语很平静 他手里抽出枯桑棒 往前一搭 便抵在了院门之上 我心头也突突直跳 陈瞎子这话 反倒是让我更亲民起来 没错 李德贤之前是步步紧逼 乱我阵脚 还让我破了接音的机会 可他现在却是落了下风 的确可以说是被逼来的 其实 这已经是他最后一波了 内心也笃定了很多 时刻保持对小南的警惕 我目光也落在院门处 枝鸦一声轻响 院门直接被推开 院子里头竟是亮着灯 狼傲先行一跃进去 我和陈瞎子紧随其后 这院子里头并不阴冷 西四宅属于极宅 一般情况下 不会有什么鬼祟 宽阔的院子里头 却有一个土包 这就像是坟头似的 前头竟然还有一块碑 我们禁院正对着坟尾 所以我才没掩人出来 我心下顿时一惊 在西四宅立坟 这是什么意思 陈叔 小心一些 这里立了坟 这简直是怪异之极 西四宅根本就不养鬼 不知道李德贤葫芦里头 卖的什么药 狼傲已然是绕到了坟头前面 呲牙咧嘴 嘀吼了一声 我往前的同时 也沉声喊了句 李德贤 没必要藏头鹿尾 我已经来了 空旷的院子里 我的喊话 也形成了回音 李德贤却并没有出现 回音落下之后 就只有安静 我们也走到坟头前面 目光落在墓碑之上 我不禁恶然 因为墓碑上头刻了字 其字为 李唐经与李氏同葬和睦 旗下几个小字 孝子李德贤千坟至此 以西四宅供养羽画师 得以先父母不符长存 我心头恶寒 头皮都发麻了起来 这字眼何其熟悉 当时在李家后山 我们发现李德贤活葬双亲 立的就是这样的墓碑 只不过 当时除了姓氏名讳之外 只有个孝子李德贤立 现在多了千坟供养的字眼而已 那时我们挖坟 也破了他活葬父母 服幼后代的气韵加持 他大伯李老冠 将尸体带走 表示要安葬到 一个普通的地方 我完全没 想到 李德贤君 将尸体弄到了这里 西四宅的确不养鬼 甚至生气浮沉 不养凶尸 可对于羽画师来说 反倒是一个绝佳的所在 虽说比不上真正的龙脉血眼 但生气也能够保持羽画师的二五 惊气不散 李德贤依旧可以享受到 仙人羽画 子女登天的气韵必用 好一个李德贤 小看他的本事了 我抿着嘴 低声说道 同时 我也在陈瞎子耳边低语 和他说了 这粉里头 是李德贤羽画的父母双亲 他又给弄来了 恐怕他大伯 李老冠 凶多吉少 陈瞎子闭口不言 他忽而扭头 看向了一个方向 我也下意识 顺着他所看的方向 扭过头去 院子正难免地堂污下头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出来了一个人 他身形削瘦 脸颊狭长 戴着一副金丝边框的眼镜 略有苍白的脸色 说明了他的身体状况 并不是很好 肩头略有塌陷 背部也微微妥起 分明是之前在山上的时候 被棺材盖子砸伤 毕竟他也是个人 受了这么重的伤势 不可能一天就恢复 李德贤推了推金丝边框的眼镜 他忽然笑了笑 冷不丁地说了句 藏头鹿尾 在我家里面 我有必要藏吗 倒是你罗十六 真的是长进了 胆子也更大 敢直接找到这里来 陈瞎子手忽而快速律动起来 他踏步往前 就要朝着李德贤冲去 与此同时 李德贤却忽然抬起手 啪啪拍了两下巴掌 狼翱忽然冲着院门处 狂吹不止 一股阴冷至极的风 从院门处吹来 我眼皮狂跳地看过去 院门口多出一个秃顶的老头 他头顶边缘 只有一圈头发 画白稀疏 并且和李德贤有几分相似 这人 不正是李德贤的大伯 李老冠吗 他脖子上套着麻绳 后头拉着一个单薄的木板车 车上有一口青石棺材 那骨子被冰冷目光 扫过身体的感觉 又陡然出现了 罗 十六 你既然风水树长尽了 那就应该知道 此宅为生鸡宅 旁边的绝命卫里头 有一句青石 说到底 这青石还是你一手造成 死在他手里头 不知道你做何感想 李德贤声音讽刺 也透着一股子浓浓的怨气 当时 我的脊梁骨 就窜起来一阵阵的冷汗 心头更是恶寒无比 小男在这口青石棺材里头 他被李德贤置住 收归即用了 之前我还庆幸觉得运气好 路过小男家 也没什么反应 只要稍微注意 不起冲突 就不会出事 可现在明显不可能 我并没有回答李德贤这句话 手隐隐地按着腰间的兜里 这顷刻间 陈瞎子已然冲到了李德贤的跟前 他双手曲起成爪 直接抓向李德贤的头顶 我则是警惕无比地盯着李老官 和那口棺材 李德贤仿佛对于一切都成竹在胸 他根本就没有闪躲 眼瞅着陈瞎子 就要拿下李德贤 忽而 他踩过脚下的地面 砖石裂开 直接出现一个凹坑 陈瞎子力气不小 腿脚都陷进去半只 陈瞎子反应速度也很快 他已经静置李德贤面门之前 探手就去锁喉 李德贤依旧没闪躲 骤然间 上方的房梁忽然一抖 轰然一声闷响 一根房梁竟然直接塌了下来 狠狠砸向陈瞎子的胳膊 陈瞎子猛然后退 才僵僵避过 李德贤还是一动不动 他脸上都是讽刺的笑容 我压住心底的震惊 中快速思索 陈瞎子胸口略有起伏喘息 额头上的青筋都在不停地跳动 陈叔 不对劲 先别动手 这岂止是不对劲 更是诡异到了极点 就好似这宅子 都在护着李德贤一样 此刻我才注意到 堂屋里头 好像还有一口棺材 那棺材表面像是镀金了似的 透着一股紫灿金色 并且在棺材前头竖着灵位 摆着明知火盆 点了香烛供奉 棺盖打开了一部分 那里头也有尸体 也就在这时 那李老关忽然摸出来一把锋锐的匕首 他神色木然 下一刻竟是一刀子抹向自己的脖子 这一幕发生得太突然太迅速 我压根没有时间阻拦 同时 我也根本阻拦不了 很明显 李老关已经是身不由己 否则的话 凭他对李德贤的厌恶 又怎么可能来这里拉关 皮肉断裂 一股烟红的鲜血飙射而出 李老关猛地扑在了青石棺材上头 他身体抽搐不已 更是血流不止 整张脸迅速地变得灰败 眼珠子瞪大到了极点 也格外地猙獰 棺材里头 忽而发出阵阵难听的歌之声 就像是指甲在挠洞似的 又是砰的一声闷响 棺材竟然直接弹射而起 李老关就趴在棺材上头 他的尸体最先被弹飞 直接朝着我和陈瞎子砸了过来 陈叔 小心 我迅速闪躲开来 陈瞎子听声变位 飞速朝着另一侧闪开 结果紧跟着就是弹飞的棺盖 青石棺盖格外厚重 不过却并没有砸到我和陈瞎子 而是抛飞起来 接着落地之后 稳稳地插入了地面 地面已然满是李老关建设出来的鲜血 我和陈瞎子也被分开 我心都快从嗓子眼里头跳出来了 而那青石棺材里头 一具女尸已然翘无声息地树立起来 他披着一身烟红如血的恋服 头发披散在脑后 稚嫩的面庞上生了青红交加的绒毛 一双空洞的眼珠子 正直勾勾地盯着我 他最多十六七岁 不正是小男吗 浑身上下都被他看穿 我不禁汗毛倒树 头皮发麻 小男也没有其他动作 可莫名地我耳边嗡嗡作响 像是听到有女人在笑 又有孩子在哭 忽而又是喷了一声闷响 我不敢直接回头 因为我担心不盯着小男 他直接动手 我怕是就得丧命 余光看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 也就是之前李德贤站着的位置 他已然消失不见了 隐约能看见 堂屋里头那口镀金的棺材 盖子好像被盖上 这一切都是请客之间 沉瞎子忽而匍匐往前 直接逼近院门口的小男 他一手哭丧棒 另一手则是勾施的铁丘 我也没有停顿 先下手为强 等小男出手了 我们未必挡得住 钻紧我自己那根哭丧棒 同时另一只手掏出一块纺织罗盘 得先制住小男 才有机会能用杀术 陡然间 陈瞎子冲到了小男跟前 一棍当头打了下去 小男的身体很僵硬 木然地抬起手 竟直接挡住了陈瞎子的棍子 痴痴一声 白烟冒起 他却并没有受到半分创伤 反倒是那哭丧棒 前半段竟然直接变得漆黑如炭 陈瞎子动作更为迅速 铁丘直接去勾小男的脖子 小男另一只手也木然竖起 虽然看似缓慢 但也偏偏挡住了铁丘 下一刻 陈瞎子则一跃而起 稳稳地朝着他肩头作曲 赫然是他惯用的魁心点斗招式 专刻施杀 与此同时 他手中的铁丘和枯丧棒 也狠狠往后一扣 竟然刚好形成一个十字的形状 将小男的双臂死死扣住 同样陈瞎子的双臂 也就不能动弹 得摁住枯丧棒和铁丘 这样一来 却给了我天赐良机 下一瞬 我也到了小男进前 枯丧棒都没能使得上 纺织罗盘 直接就拍到了小男的头顶 啪的一声轻响 纺织罗盘被稳稳吸附 小男脸上的青红色绒毛 似乎都在轻微退散 灭了他 陈瞎子语速极快 他却并没有松开手 对比我 陈瞎子的警惕性更强 我呼吸也几乎凝滞 不敢停顿下来 直接就去摸矿泉水瓶 可还没等我拿出来 也就这转瞬间 小男头顶的纺织罗盘 竟然寸寸碎脸 他冷不丁地直接往前倒下 这一倒之间 力气却大得惊人 陈瞎子被他重重地甩出去 砸向我的身体 砰的一声闷响 我和陈瞎子 就如同滚瓜葫芦似的 两人都滚出去七八米外 我感觉身上的骨头 都要被摔断了 剧痛无比 艰难地要从地上爬起来 却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 那抹了自己脖子的李老冠 竟然站在陈瞎子身后 这会儿 陈瞎子正要爬起身 他受力最大 摔得最重 头上已然有了鞋口子 嘴角也在一雪 李老冠手里头 握着那把锋锐的匕首 狠狠朝着陈瞎子后 驳梗扎去 我心下大惊 立刻一声 陈叔小心 陈瞎子的反应也很快 他往前一扑 可李老冠 竟然一脚踩踏着他的腰头 顿时 陈瞎子就满脸猙獰痛苦之色 他也根本没扑出去 这也是我第一回看到 陈瞎子如此表情 可想而知 李老冠下脚多狠 他神色木然呆滞 眉眼之间 竟有几分像是小男似的 显而易见 他这是撞了碎 否则的话 就凭他脖子上那道伤口 他就没本事再站起来 我强忍着身上的剧痛 也朝着李老冠一扑 与此同时 一道黑影 重重地砸向了李老冠 狼翱一口就狠狠咬住 李老冠握匕首的胳膊 他力气强悍地 带着李老冠扑向了旁侧 直接就砸在了那粉土包上头 本身粉土比不上砖石 被这一砸 顶端都直接被砸平了 狼翱脑袋猛甩几下 李老冠的胳膊 都成了一团烂肉 院子里头的温度 忽然在这一瞬间 降至冰点 坟头上鲜血淋漓 狼翱松开口 跑回我和陈瞎子跟前 胸利地盯着李老冠 此刻李老冠竟然一动不动 那酷似小男的眉眼 也恢复了正常 身体还在微微 星号星号抽搐 我快速爬起身 将陈瞎子搀扶起来 陈瞎子额头上 竟是大颗大颗的汗珠 我死死地盯着 青石棺材外头 刚才那番动作 小男也出来了 他站在棺材前头 却并没有看我 也没有看陈瞎子 反倒是看着李老冠 我更为警惕 也不敢率先再出手 他凶得可怕 强得也可怕 陈瞎子和我 基本上都是全力以赴 一个照面 两人都受了伤 贸然在动手 怕真的会死 手钻紧了枯桑棒 时刻准备着李老冠再冲上来 至少得解决了一个 才能专心对付小男 此时我心里头 也有诸多疑惑 李德嫌消失不见 那口棺材盖上盖子 显而易见的是 他肯定进了棺材 我却不晓得 他这是玩哪一出 只能肯定 这对他没坏处 对我们没好处 下一刻 星号星号的李老冠 忽然一下子又坐立起来 我本以为他要来对付我们 可没想到的 是他竟然在捧坟土 将刚才撞得散落了的坟土 全部捧回去 血混杂着土 整个坟都成了血坟 本来紊乱的思绪 却忽然一下子被点名了似的 我呼吸顿时急促起来 咬牙说了句 陈叔 他开始不是想杀我们 他是在护着生鸡宅 生鸡宅和绝命位相对 他能变得这么凶 和这宅子里头葬了羽化师也有关系 刚 才你伤不到李德贤 是因为李德贤已经葬了自己 他要落葬在这生鸡宅之中 宅园成鹰宅 所以小男会保护他 羽霸的同时 我心头更恶寒 也更确定我的想法没错 否则的话 他不会让李老冠不分 更让我压抑的是 想要对付李德贤 就必须要镇杀了小男 否则的话 不但碰不到李德贤 我们连这院子都出不去 陈瞎子朝着地上吐了口唾沫 唾沫里头沾着血 他也灰灰的咳嗽了两声 那就是他魂飞魄散 才动得了李德贤 陈瞎子声音也沙哑无比 我点了点头 脑中也飞速地想对策 应该怎么样才能制服小男 仿制罗盘只能顶住那片刻时间 基本上没什么用 杀术需要起手势 定不住 他也没办法势 我忽然发现 唯一一个冒险的手段 就是定罗盘了 当初杨夏元就用了他手里头的罗盘定青尸 罗盘并没有碎 挣扎犹豫了一瞬间 我也不再迟疑 定罗盘很珍贵 可我与陈瞎子也就这一条命 心里头低声和爷爷说了句对不住了 我便压低了声音 和陈瞎子说我还要一个机会 刚才那样的机会 我有把握 这一次能灭掉他 可这话我也没多少底气 因为陈瞎子受伤不清 他恐怕创造不了这种机会 下一瞬 陈瞎子忽然挺立起来了腰背 仿佛痛楚都被强压了下去 他手一甩 直接就丢掉了手里头那根枯桑棒 转而将我手中的枯桑棒顺了过去 这动作行云流水 当然我也没有阻拦 雷姬目枯桑棒入左手 陈瞎子右手忽然往前一洒 洒落出去的则是一片碎钱 起码有数十枚 紧跟着 陈瞎子又是往前冲去 他低喝道 丁友丧命女 百闻碎前惊 震悟定师 当头一棒 他这声音 充斥着前所未有的中气 同时也有力气 其中他所说的丁友 不正是去年小男死的丁友年 我也不敢出神 浑身提气轻身 放慢半拍 紧跟着陈瞎子而去 请客间 陈瞎子来到小男跟前 碎钱 先打在小男的身上 并且稳稳贴在上头 他脸上碎钱更多 起码有十几枚 在月光下反射着寒芒 陈瞎子一棍子打了下去 小男明显要抬手 碎钱却几乎同时 竖立起来 发出嗡的一声蝉鸣 他周身忽而被定住似的 一点都不能再动 眼瞅着雷激木枯桑棒 要打中他硬堂 我心头大写 这当头一棒 可要比普通的枯桑棒 强了太多 在陈瞎子手里头 他才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也就在这时 忽然上方传来嗖的一声轻响 一个强宝 忽然从后方抛飞而来 竟刚好挡在了枯桑棒 和小男之间 砰的一声闷响 枯桑棒重重击 打在强宝之上 一阵刺目的火花电光闪过 痴痴的白烟 发出刺耳难听的声响 那强宝陡然变成了漆黑一片 甚至冒出焦糊的味道 强宝狠狠砸在了小男的胸口 哗啦的轻响声 小男身上的碎钱 也全部落了下来 他双臂屈起 刚好接住了强宝 院子里头 顿时就全是凄厉的悲哭声 小男没开口 那声音就像是从意识之中升起 在耳边响彻不断 陈瞎子面色也变了 飞速后推到了我身边 我也猛地停顿下来 能看得格外清楚 那强宝里头 不正是一个鹰胎吗 此刻鹰胎的头凹陷下去 明显是给小男挡了那一棍子 胎儿浑身交呼 一点声响都没发出来 也没有正常鹰胎给人的阴森感 怕已然是被打得魂飞魄散 虽然小男和鹰胎的命的确苦 但他们早已经成为 害人性命的祸患 没有能送走投胎的可能 打得魂飞魄散 能让他们少害人 并不是坏事 可坏就坏在了 先灭掉的是鹰胎 悲哭之中的怨气 更为狠力浓郁 甚至让我四肢都在僵硬 鬼使神拆的 我抬起头 刚好和小男对视 他空洞的双眼 仿佛有了神志似的 眼底还透着几分青涩 我脑袋传来一阵迷糊的感觉 仿佛有骨无形的力量 让我抬手 想要去掐成瞎子的脖子 我心头恶寒无比 一下子就明白过来 这小男 想要我撞碎 这种感觉 黄仙那里感受过 当时那黄仙是让我上吊 没想到 撞碎客竟和黄仙 蒙人眼睛的感觉相似 我用力地咬住嘴皮 直直口腔里头 都有了血腥味 可脑子里的迷糊感觉 还是越来越强 根本就控制不住 自己的双手 陈瞎子握着哭丧棒 就挡在我身前 隐隐护着我 他对我完全没有丝毫防备 我双手已然高举起来 意识还在拼命 和这无形的控制力抗衡 能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眼珠子在冲雪 变热 甚至都快要凸出来了 陈叔 躲开 几乎拼尽了所有的力量 我牙关里头挤出来了 这四个子 同时 我双手狠狠落下 掐向陈瞎子跛岗 陈瞎子陡然回过头 他灰白色的眼珠子 也眯成了一条线 却并没有给我当头一棒 反倒是一只手指 重重点向我的眉心 顷刻之间 小男却也动了 他身体前倾 看似动作缓慢 却瞬间来到了陈瞎子的身后 并且 他单手竖起成掌 直接朝着陈瞎子后心刺去 我更是牙自欲裂 突然一道黑影闪过 狼傲一口便咬中了小男的胳膊 小男一甩手 狼傲却直接翻滚而出 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狼傲对付血煞 已然是勉强 面对轻尸 的确不够看 但他对小男的阻拦 给陈瞎子争取到了时间 他一直点中我的眉心 我觉得 脑袋都要被戳穿了似的 他用力勾画 应该是在我脸上画了一道符 顿时 我意识里头一阵清明 那种撞碎的感觉 陡然消失 与此同时 小男再度挥避 向陈瞎子袭来 陈瞎子反应速度更快 哭丧棒重重 击向小男的胳膊 啪的一声 伴随着如同蛇影的电弧闪烁 小男的胳膊上 煞时出现一道漆黑的痕迹 他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眼中躺下两道血泪 可他却根本没有后退 又去掐陈瞎子的脖子 顷刻间 他们便缠斗在一起 本身陈瞎子对上小男 是余力不足 可现 再换了雷击木枯丧棒 竟然有了抗衡的本事 只不过 这也只是勉强的势均力敌 根本就没有再制住小男的机会 我也没办法使上定罗盘 我脑中思绪飞快闪过 咬牙喊道 陈叔 你撑住 让我先破了这生机宅 生机宅对绝命为 小男现在肯定比以前更厉害 都是因为风水之中的滋养 他不想 我们破坏这宅院 并不是保护李德贤 而是保护生机宅 就如同刚才李老关撞破了坟头 他还让其捧回去一样 相对而论 破了生机宅 绝命为的风水也会变弱 小男就不会那么凶 说不定会给陈瞎子机会 陈瞎子也没回答我 手中的招式变换得更多 远远不只是当头一棒的使用 至少现在看来 他完全能撑住一段时间 狼凹也在旁侧叙事待发 明显小男露出任何一丝破绽 他都会趁机突袭 我快不来到了坟头之前 李老关这会儿 又倒在地上 星号星号 他已经在冰死边缘挣扎 明显是小男无心在影响他 我发现李老关看的方向 竟然是堂污 他脸色苍白如纸 嘴唇还在翁动 隐隐从口型能看出来几个字 杀了他 我没有耽搁 而是直接一脚踹在了坟头上 松散的坟土 直接就被踹掉了一大块 接着我便开始徒手挖坟 这院子里头 我一眼找不到工具 也没办法再耽搁 怕有新的变故 李德贤利用生机宅的生气 继续养羽化湿 羽化湿同样也会反补 这就是生生不息的作用 先破这坟头 若是能破羽化湿 也必定会削弱生机宅 约某挖了十来分钟 本身就不大的坟头被我挖开 坟土下头没有棺材 只是两卷席子 这席子竟然是用铁树叶编织而成 铁树重阳气 李德贤对于风水的领悟 他不怕生机宅阴阳失调 因为绝命味的存在 生机宅再厉害 绝命味都会相平衡 也以至于小男这么凶 我格外小心地将两卷席子打开 生怕被尖锐的叶片刺穿手指 两具尸体赫然出现在我眼前 男师七十岁出头 女师六七十岁的模样 他们都栩栩如生 头发与脸颊上生着白羽和细细绒毛 充沛的生气 让人丝毫不觉得他们已经死了 而这生气外溢之下 整个宅内忽而又有所变化 另一次的小男似乎身上的皮肤更轻 他竟一瞬间有了碾压尘瞎子的势头 尘瞎子节节败退 我瞳孔紧缩成一个小点 挖坟并没有破掉生机宅 反倒是让羽化师的生气出来更多 以至于小男也因此更加强横起来 这就和批发鬼之中生气太强 让那些解煞和轻尸 不会咽下最后一口气一样 当然 这里完全比不上批发鬼 最多维持一个小男 还未必能喂吃太久 可我们也没有殷先生和杨夏元 思绪电闪而过 我直接摸出来了矿泉水瓶 刚才那一番打斗 机关血摇晃的瓶身到处都是 甚至连尾铃上头都染上不少鸡血 拧开之后 我分别左右手夹出来一根尾铃 血已经变成了暗红色 透着一股子强烈的杀气 八打两滴血落下 落到了男尸的脸上 顿时那白色的绒羽就消散了一块 脸上也有一个血洞 我手微微发抖 破了羽化湿 这里的生气就会迅速消失 生机宅就会被削弱 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 就是杀术 三根尾铃 我还能留下最后一根去对付小男 我也不知道 针对羽化湿 这杀术是否管用 极力让呼吸平稳下来 两根尾铃分别被我夹在指缝中 月光映射下 尾铃尖端的断茶尖锐甚人 手指尖反倒是炙热 就和上一次相同 我的眼睛也很热 热得发烫 像是要低血 这是杀术 给人带来的微妙变化 凶煞尸 天不容 杀术至 魂命断 开始半截化 我声音还有几分沙哑 到了后半截 则也是力声低吼 猛然仰起双手 狠狠地朝着两具羽化湿的胸口刺去 痴痴两声几乎同时响起 尾铃完全没入了两具尸体的胸口 他们身上的白色绒雨 飞速消散 本来饱满的皮肤 竟也开始干瘪枯搞下来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从栩栩如生的尸体 就变成了两具枯湿 浓郁的生气 如同昙花一现 这生机宅 也迅速地变得阴冷下来 风水之间的平衡被打破 小男这绝命味的轻尸 力气能够压制生机宅的生气 此处的西四宅风水 快要被破了 也因此 小男刚刚的强悍状态 瞬间就被削弱了不少 陈瞎子再一次勉强能够抵御 只不过他也受了伤 胸口和胳膊都在流血 狼傲已然加入了战局 他伺机在关键时刻冲出 咬上小男一口 留下一道伤势之后 又被小男甩飞或者踹飞 我的目光落到唐雾之中的棺材上 不经心中一阵狂喜 李德贤认为 小男能对付我们 将自己葬入棺木中 和生机宅同化 借此保住自身 充分利用小男 只不过 他压错宝了 我微眯起眼睛 冷然地快步朝着唐雾之中走去 转瞬便来到了 那口金灿灿的棺木前头 明纸盆里头的纸钱还在燃烧 李德贤分明烧了好几捆纸钱 燃烧速度很慢 香烛却已经烧了过半 我快步走到了另一侧棺材的后头 接着推住棺材 用力往前一嗓 轰隆一声闷响 棺材直接被我推开 棺材里头传出来一阵新香的味道 卷丝绸缎做底 李德贤躺在其中 当真是舒服 他猛然睁开双眼 眼中都是震惊 显然他根本想不到 我们能抵挡得住小男 能开他这口罐 罗十六 你们竟然能 李德贤翻身就要坐起来 我心中恶寒 目光冰冷地俯视李德贤 很明显 李德贤的自葬也是权宜之计 等小男对付了我们 他就会出来 压根不会死 这不过是在风水之中 取巧算计罢了 李德贤刚坐起来 我已然挥起胳膊 狠狠一拳都砸下去 直接就砸在了他的脸上 李德贤身体陡然 朝着旁侧一倒 脑袋砰的一下 撞在了棺材内壁边缘 他惨叫一声 顿时右侧脑袋血流不止 我这一拳 一点力道都没收 直接将使当头一棒的 那骑径用上了 李 德贤脸都被我打歪了 嘴巴也流血不止 李德贤 你说了 江宝全部压在小男身上 他的确是难得一见的轻尸 利用西四宅无凶的风水局 也的确让他变得更强 可你却不知道 我们见识过真正的轻尸 数十年龙气滋养 大风水师化作的轻尸 要比小男强了太多 区区一个西四宅的生机 也远远比不上 陆存行龙的风水学演 有句话叫做杀人诛心 挥出那一拳头的时候 其实我脑袋里头 更有一个疯狂的念头 李德贤距离我如此近 他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一刀 我就能了结了他 给无辜往死之人报仇 也给我谢饭 可我更清醒 知道我不能那样做 所以我换了另一种方式 朱欣 李德贤浑身颤抖不止 他抬起手 指着我 眼中的惊怒更多 哆嗦了半天 他才憋出来一句 不 不可能 见过那等轻尸 你们怎么可能活着回来 凭那瞎子 你以为能镇住小男很久 他马上就要死了 生机宅内 有我父母羽化之师 就算那瞎子本事大 他也撑不住多久 罗十六 你也不用 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说话间 李德贤就要朝着棺材 更里头缩去 他压根就没有出来的意思 同样他刚才在棺材里头 也不可能看见 外头发生了什么 我微眯着眼睛 快步逼到了棺材另一侧 伸手直接就抓住了 李德贤的衣领 用力往外一拽 李德贤直接就被我拽了出来 其实我和李德贤 都有相同的软肋 这也是我俩 远远比不上杨夏元的地方 同为风水师 杨夏元的身手很强 他能够与青狮相搏斗 甚至是殷先生 也有与青狮抗衡的本事 可我和李德贤 却没有什么身手 不光是我们 当初同行去南山群岭 包括那秦泰 以及其他的 那群风水师在内 大家都没有什么身手 杨夏元的特殊 在于他和柳家的道士有关 会得识倒是驱邪的本事 殷先生则是守卫 纪娘山的祭司 也有特殊身手 大部分风水师 几乎都是手无腹肌之力 李德贤被我拉出棺材之后 砰的一下就摔倒在地上 他抬起头 整个身体都僵 住了 在他的额头上 满是痘大的汗水 从这里 视线能够清晰地看到 被挖开的坟 坟旁边则是被杀树灭了 生魂的两具枯尸 李德贤的双目 竟然滚落下来两道泪水 他视线再次移动 到了小男和陈瞎子的身上 身体也微微抖了抖 最后他才回过头 死死地看着我 双目之中都是狠烈 破我爹娘羽化尸体 罗十六 你必遭报应 李德贤这番反应 却让我觉得有些恶心了 还掉眼泪 有多深的感情 我语气森寒地说道 你为了一己私欲 竟然活葬生生父母 你不觉得你这眼泪 落得很讽刺吗 如今他们被破失 在我看来也是一种解脱 至少不用再被你这个 是傅沙姆的凶手继续利用 做你逞凶为患的工具 上苍有眼 孰是孰非自有分明 我怕什么报应 李德贤颤巍微微地站起身 他恼羞成目 直接朝着我扑僵过来 而在他手里头 竟不知道什么时候 摸出来一把匕首 这匕首尖锐无比 还有几道血槽 我心头一领 丝毫没有半分松险 狮子薄兔一须全力 李德贤的确被我逼到绝路 可人到绝路 必定也更狠吧 况且 他也不是兔子 我更算不上狮子 我快速摸出接音的匕首 他刺向我胸口的同时 我也以匕首去挡 不得不说 经过那么多次实战 和殊死搏斗 如今李德贤这动作 对我而言真的慢 慢到了极点 他压根没有刺中我 便被我的匕首 一下扎穿了手心 惨叫之余 匕首落地 我一拳头 又砸向了他的鼻梁 他直接被我一拳 砸翻到了地上 我猛然弃身上 也没有给他起身的机会 倒转匕首 用尾端狠狠地 击向他的犬骨 李德贤又是一声惨叫 我连续好几下 分别都砸在 他关键的骨头位置 惨叫连连之余 李德贤也开始哀求起来 罗石六 你别杀我 同位风水师 我们也算是一脉相承 没必要你死我活 我只是一时走入七托 你放了我 我用宝物换命 这些年 我积攒下来很多钱 还有很多风水师 渴求的珍贵物件 杀我 你徒增杀念 那些东西 足够换我一条命 此刻李德贤的脸上 已然是血肉模糊 接音的匕首刀柄 也沾满了鲜血 李德贤的口齿都不清了起来 痛苦的哀嚎更多 我并没有继续打下去 摸索出来绳索 将李德贤死死地绑好 他也有了喘息之机 看我的目光里 竟然只剩下卑微的哀求 哪还有之前的兄弟和狂傲可言 罗 罗石六 我有 我直接从他身上 割下一段布条 擦拭匕首上的鲜血 平静地说道 你有钱 那些都是不义之财 甚至不是坑蒙拐骗 而是杀人害人换来的 我已经打猎了你的鼻子 破了你的财帽弓 这些钱 你留不住 无论藏匿在哪 都不再是你的 李德贤睁大了眼睛 面色又变得更猙獰起来 死死地瞪着我 我也没有停下来 更为平淡地说道 你就算有什么机缘宝物 今天也到此为止 因为我还打破了尼玛谷 以后你不但没有机遇 更不会有家业 顾天良也要和你一起付出代价 人面有九谷 李德贤你面谷齐家 可内心真的是坏到极致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你想要活命的机会 你害死的那些人呢 我不会杀你 只不过是破掉了你所有骨项 并且会将你交去法办 城中村外守着多少警察阳差 你心里头应该比我还清楚 你 李德贤怒急 他猛地想要做起身体 可被我完全绑死 也不过只是在地上 蹦跋了两下而已 罗十六 你绝对不得好死 你没出生 就让英树先生丧命 出生之前就克死你妈 你爸也因此早死 我李德贤 以此后十年阳寿 诅咒你五子四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 竟然直接咬破了舌头 一口鲜血喷浆出来 我面色微变 正要闪躲 可那血 却忽然被一阵风吹打回去 全部打在了李德贤的身上 身后传来轻微的脚步声 从我侧身走出的 不正是我妈妈 他平静地看着李德贤 直接一把揪住了他的肩头 往上一提 下一刻 李德贤就被他丢进了棺材里头 与此同时 他声音更是森然空洞 管不住你的嘴 我就先要了你的命 十六不杀你 不代表我不能杀 李德贤浑身哆嗦不止 我妈又是伊拉娜棺材 盖子 砰的一声 棺盖重新严密地盖在了棺材上头 我妈重重地拍了一下棺材 那嗡嗡的震动声 让里头又传出来一声惨叫 十六命不好 我的命也不好 可总好过于你这是傅沙姆之人 惨叫之余 又是李德贤的哀求 只不过这声音更微弱 加上棺材挡着 几乎听不见了 妈 你留他一条命 他害死不少人 都得给那些人家一个交代 我也没阻止我妈的行为 他肯定会有分寸 与爸 我就赶紧朝着院子里头跑去 陈瞎子还在和小男缠斗 升级宅此刻多于生气 已经完全消散 小男的气息也更弱了下来 恢复了正常 血色绒毛混杂着青色 他本身的化煞程度 也就是血煞化青 陈瞎子则是愈伤愈战 愈战愈勇 枯桑棒每一下 都打在小男的关键骨节位置 他魁心点斗的招数 也是弓尸的骨头 能够减缓尸体的行动能力 陈瞎子能这么厉害 在我预料之内 他本来就从未被逼到极点 再加上这雷击木枯桑棒的作用 本身就能破杀 小男身上的伤势也越来越多 也并没有办法迅速恢复了 让我意外的 反倒是狼狼 他本身被小男甩一下 就直接被甩飞出去 完全只有骚扰的作用 就算是他搏命一击 也不会给小男带来多大伤害 可现在 他非但没有伤势 反倒是要比刚才凶了更多 并且我发现 他的毛发上头 竟然透着诡异的青红色 就像是本身的黑 染上了血煞化青的颜色 狼狼的嘴角 也满是暗红色的乌血 我顿时就明白过来 狼狼在变强 他没咬一口小男 看似被轻易甩飞 可他也吃到了小男的血肉 本身这狼狼 就是吃尸煞鬼祟的东西 刚才的小男 还是生机加持下的青尸 他都能咬到两口 现在弱下来 更是给了狼狼机会 这就像是进补 吃得越多 狼狼就越凶煞 反倒是小男就会变弱 就和人被吸了 惊奇洋气一样 陈说 我来帮你们 我快步冲到近前 也大喝了一声 陈瞎子仿佛就是 在等着机会似的 他大喝到 断喉 这一嗓子几乎快破了音 整个院子里头 陡然一下都变得安静无比 狼狼忽然高高跃起 他这一窜 竟然有三五米高 同时 陈瞎子也一跃而起 踏中狼狼的身体 反倒是窜得更高 狼狼一声长长的狼狼之后 就朝着小男狠狠落下 他一口 竟咬中了小男的脖梗 小男也被逼到了绝路 疯狂挣扎 之前他手里头 一直抱着那被打散魂扑的 阴胎没松开 现在也将阴胎丢下 双手狠狠地插入了狼狼 双腿两侧 血肉穿透的声音 格外地刺耳 狼狼也乌叶惨叫 不过他反倒是咬得更死 狼和狗都一样 一旦死斗起来 那就绝不会松口 即便是拿刀子在身上刺穿 都是死咬不放 下一刻 陈瞎子也猛然落下 他这一脚 竟然狠狠踩中了小男的双肩 与此同时 他手中的雷击木枯桑棒 一下子扎进小男的头顶 扑得一声碎响 枯桑棒插进去 一指长 小男的双目 陡然圆睁 那一瞬间 我仿佛觉得 他神色都变得清明了似的 不过这反倒 是让我觉得压抑恶寒 又有种身体不受控制的感觉 十六 他破湿了 马上动手 否则就会和驴巧一样成岁 我身上顿时冒起来 一阵鸡皮疙瘩 哪敢吃一 请客间抽出来了最后一根尾灵 尾灵入手 那被撞碎的感觉 才消失不见 小男这血沙化青的尸体 破湿闹碎 岂是驴巧能比的 凶煞师 天不容 杀树制 浑命断 我立合的同时 右手狠狠地朝着小男 胸口扎去 吃的一声 尾灵完全没入他的胸口之中 下一刻 我却觉得浑身一空 明明我不应该这么虚弱 却像是 用尽了所有力气似的 险些软倒在地 青红色的绒毛 瞬间布满了小男全身 他陡然抽出双手 也朝着我的脖子上 狠狠扎来 只不过 那也只是昙花一现 下一瞬 那些绒毛就完全为民 就和当初王家傻子一样 毕命之前最后的回光返照 我砰的一下 瘫坐在地上 陈瞎子也抽出枯桑棒 灯灯后退好几步 狼傲却一直没松口 还是死咬着 直至小男的尸体 开始逐渐变成枯骨 我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忽而 月光却不见了 那一瞬间 院子里头的灯 烛火 也几乎同时灭掉 院子里头 陷入了格外诡异的黑暗 陡然的黑 甚至到了伸手 不见五指的程度 伴随着黑暗 还有极致的安静 不只是听得到 自己的心跳 呼吸 甚至沉下子的呼吸 和心跳都清晰可闻 我身体很疲惫 挖开坟 和李德贤搏斗 完全不可能让我这么累 频繁使用杀术 恐怕给我身体 造成了难以承受的负担 只是我却不敢休息 硬撑着身体站了起来 晃晃悠悠地 朝着糖屋里头走去 一边摸出来手机 赵明 也不安地喊了一声妈 这月光消散得不正常 灯光烛火 也灭得不正常 我怕又出什么变故 我和陈霞子 就真的没本事 在扭转乾坤 她和我都到了极限 不管是身体和精神 都已经在临界点 没有在动手的能力 来到糖屋里头 我妈还是站在棺材边缘 她伸手搀扶住了我 头发微微飘动 神色更是复杂 她没死 我妈就像是猜测 到了我的想法似的 先开了口 我定定地看着棺杆 我的确怕李德贤死了 她这种心理 这种本事的风水师 一旦丧命 必定凶煞无比 当时老官府死了 就直接要化轻尸 杨夏元的儿子也那么可怕 李德贤绝对不会落到哪儿去 思绪尖 我还是 不放心 用力去推棺杆 我妈搭了把手 棺杆又被打开 李德贤蜷缩在棺材尾巴 最角落的位置 瑟瑟发抖 他满脸的血肉模糊 身上也满是血污 一双眼睛睁得溜圆 眼中却全是恐惧 我松了一大口气 也就在这时 呼而滋滋声进入耳中 灭掉的灯光 竟然又亮了 院子里头 也再一次挥洒进月光 没亮起来的 只有香烛和明指盆 我惊恶之余 却好似明白了一些什么 陈瞎子用雷姬木枯桑棒撑地 脚步略有盘山地 走到堂屋里头 灰白色的眼珠子 正对着棺材的方向 说了句 石榴不要高看的李德贤 凭他的本事 如果他今天真的死在这里 我们没有提前准备 肯定要被打得措手不及 甚至可能把命留下 可他如此贪生怕死 毫无骨血 气魄可言 又怎么敢自尽 他这种人 就如同鹰沟里的老鼠 能活下去 绝对不会丢掉 最后一丝活命的机会 李德贤眼神便更为闪躲 其中的怨毒却隐藏不掉 陈瞎子这三言两语 完全将李德贤的性子点名 我心头的那块大事放下来 自己也想得更清楚了 先前李德贤落败之后 马上 就想着用钱和宝物换命 陈瞎子的话太有道理 轻尸魂飞魄散 会引动月华阴气的变化 对吧陈说 思绪清明之后 我也询问陈瞎子 陈瞎子恩了一声 平静回答 轻尸被迫 音乐诗灰 灯灭实属正常 你需要休闲 让诗诗来处理善后吧 我妈的手 忽然摸到我的脸颊上 也打断了我和陈瞎子的话 她声音柔和 却透着一股担忧 的确 我身上的疲惫 已经完全抑制不住 现在完全是凭借着意识 强撑着行动 稍微松懈一下 都会倒下 我冲我妈点点头 摸出来手机 拨通了徐世宇的电话 三言两语说明了情况 我实在是站不住了 走到门槛的位置坐下来 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陈瞎子也没比我好多少 她坐在我旁边 必须得用枯桑棒撑住 才能坐直 她腰身还在微微发抖 分明是之前的伤势 伤及了腰骨 眼皮上下开始打架 我咬了咬舌头 才勉强清醒 院子里头更是狼藉 那两具被杀树灭了的羽化尸 已经成为了两具白骨 李老关生死不知 地上蔓延出去很多血迹 猙獰可怕 至于小男 他也彻底成了白骨 狼凹的身体仿 佛爷大了一圈 他身上的毛发略有发亮 黑中泛青 月光映射下 又隐隐有几分暗红 威慑力十足 他走到了我和陈瞎子的面前 静静地趴下 至于他双腿的伤势 则是完全隐没在了皮毛之下 根本看不见分毫了 刺耳的警笛从屋外传来 当头走进来的就是徐施宇 他身后还跟着一杆便衣 我放松了很多 勉强于光看了一眼我妈 我才发现 他早就走了 棺材旁边空空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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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陈说 你们没事吧 徐施宇话语中 透着浓浓的担忧 他急不朝着 我们走来 我眼皮一沉 浑身更为疲惫 终于撑到了临界点 朝着前方倒下 狼凹躺着的位置 还刚好就在我身前 我一头栽进了他身上 最后只是闻到一股 若有若无的湿臭 眼前一黑 黑暗完全笼罩了一切 意识一直在清醒 和混沌之间游走 我好似能听到 耳边有嘈杂的说话声 一会儿又变成极度的安静 时不时的 有人在我身上摸索 按压 我想睁开眼睛 却控制不了身体 最后索性放弃了 让自己放空休息 也不知道 到底过了多久 鼻翼间开始闻到 熟悉又刺鼻的药水味 我勉强睁开眼 惊 入墓地则是洁白的墙壁 光线虽说不上晦暗 但是并不刺眼 果然 这里是医院 扭头左右看了看 我才发现 这病房里头 只有我一个躺着的 两边的床空空如也 在我床头的右侧 须是雨头枕在胳膊上 他侧脸都被压出来了不少痕迹 睡着了 明显能看到 他眉心有一小处欲结 形成了一个穿字 即便是睡着了 都不安心 除此之外 他脸上的疲惫更多 我正正地看着徐诗宇侧脸 看了许久许久 徐诗宇的睫毛 轻微颤动了一下 他睁开了眼睛 略有迷蒙地抬起头 我和他对视 我的视线没有游离 徐诗宇的眼中 迸发出来的是惊喜 甚至于 还有几分水雾 你总算醒了 徐诗宇惊喜无比 还带着几分颤音 陈叔没事吧 你要不要去旁边 星号星号些话 我几乎同时开口道 其实我是很想问我昏迷了多久 他在这守了我多久 只是话到嘴边 还是脱口出 说了别的 陈叔没事 他腰骨受了伤 有些骨裂 和文三叔住一个病房 我不用嫌 我马上叫大夫来看看你情况 徐诗宇眼眶泛红 他起身 匆匆朝着病房外走去 几分钟之后 好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大夫 进了病房 身后还跟着不少护士 我被他们一阵摆弄 又是看瞳孔 又是听诊气听心跳 甚至他们还推进来不少仪器 给我做各种各样的检查 徐诗宇就在旁边等着 我感觉他比我还紧张 我约莫被他们折腾了半小时 其他的人才逐个离开病房 只剩下一个主治大夫 他摘下听诊器 皱眉看着我 这会儿我才有点不安 我身体状况很糟糕 正打算询问 他却已经先开口了 23岁 我点点头 他眉头皱得更紧 陈生说道 身体素质很差 说你三十四五岁 我都不会怀疑 你的生活习惯 有很大问题 好端端一个年轻人 长期熬夜 已经没有睡眠质量可言了 病历上头我看了 不到半年 你胳膊就骨折过两次 这主治大夫 并不是当初给我治疗断臂的 可他的话 却令我心头一致 当初引动那铁牛进入江里 拉破地下河的闸门 我给顾若林挡了一下骨折 之后也因为一系列事情 短暂时间手又受伤了第二次 那时候的大夫就说过我一次 对 与我来说 这并不是什么好的回忆 一时间 我没有开口回答 主治大夫摇摇头 叹了口气 才说道 年轻的确是本钱 可这身体 却经不住一支无底线的折腾 你的身体机能很差 先住院一段时间 想要恢复过来 需要长期疗养 不过就算是这样 你也没办法恢复完全了 有些损伤是不可逆转的 只能够保证以后不出问题 女爸 他也没有再说别的 和徐施宇招了招手 明显是让徐施宇跟他出去 之后的几分钟 病房里头 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从床头摸索出来手机 我打开相机 用前置摄像头当镜子 我脸色的确很憔悴 眼角略有几条鱼尾纹 并角的头发 混杂了好些斑白 虽然只是损伤了十年阳寿 模样看上去 也就苍老了十岁左右 但是我身体的确很糟糕 甚至都比不上一个三十岁出头的中年人 这并不只是阳寿损耗 我心里头很清楚 这和我频繁使用 杀术脱不开关系 上一次灭掉王家傻子 杀术对身体也有损耗 只不过那时候 我二五精气饱满 阳寿充沛 没有什么感觉 并且 当时我只用了一 次杀术 灭了王家傻子 一个血沙而已 这一回是三次 分别两具羽化尸 还加上血沙化青的小男 在我身体 变得更糟糕的情况下 用三次杀术 除掉了更强的尸 消耗可想而知 只是 我现在不晓得 损伤的除了阳寿 到底还有什么 按照阴生九术之中的描述 使用杀术断母子杀两条命 会有天前 头一次 王家傻子只是普通血沙 这一回小男算是母杀 我会不会遭报应 思索之余 我也没有后悔 小男命苦可怜 他已然报了仇 手上却还有其他性命 如今又成了李德贤的工具 我心慈手软 只会让他害更多人 病房门再一次被推开 徐士宇回了房间 他手里头还提着个果栏 坐在一旁之后 就开始削梨子 大夫都说了什么 我先开口 打破了沉静 徐士宇停顿了一下 他没马上回答我 而是将梨子削好之后 送到了我手边 然后才轻声道 和他跟你说的差不多 不过和我说的更强硬一些 必须让你休息一段时间 不然可能会猝死 我刚送到嘴边的梨子 就顿了下来 脸上都是苦笑 我知道你身体状况 成这样的原因 十年的命 搁谁身上都不好受 还好 我听陈叔和文三叔说过 鹰先生去取那什么事单 能帮你把命补回来 只不过 你这种奔命做事的法子 吃亏的也只是自己的身体 你不能再这样做了 我们局里头 的确遇到过几件案子 开始以为是他杀 实际上是猝死 徐士宇话音不断 他接连说完 才催促我吃梨子 我极力让呼吸平稳 也尽量不多胡思乱想 对我来说 这段时间我也格外疲惫 基本上没有一天轻松的时间 我是想歇下来 只不过歇的了吗 任何一件事情 都几乎是悬梁之词 本来这一次从南山群岭回来 我就想和奶奶好好过个年 也和鹰先生商量了休息一段时间 再跟他去进梁山 结果李德贤这一出 打得我们措手不及 现在除掉李德贤 的确算是松了半口气 可我身体也垮了多半 深吸了一口气 我才说道 等鹰先生回来 我和他商量商量 我歇一段时间 暂时哪都不去 诗丹要怎么弥补二五精气 我也不清楚 认认真真的思索之 后 我抬头看向徐士宇说道 徐士宇本来又在削苹果 他抿着嘴又顿了顿 轻声道 苹果刚才碰脏了 我去洗洗 说吧 徐士宇匆匆进了病房里头的洗手间 我愣了一下 削皮的水果 还能脏了吗 我看也没有什么脏东西啊 过了几分钟之后 徐士宇出来了 他似乎比刚才更精神了一些 甚至有点容光焕发的感觉 苹果已经削得干干净净 一点皮都看不见 他声音变得和之前一样活泼悦耳 陈叔身体没什么状况 文三叔恢复得七七八八 就只剩下你一个人 需要长期疗养 对了 何彩尔阿姨也从柳河村来了 等会儿 他会送来给你炖的汤 上头给我批了假期 我在这里照顾你 徐士宇认认真真地说完 他忽而低下头 在抬头的时候 他又定定地看着我 神色更加坚定 并且一字一顿地说道 我要看着你身体康复 才会让你走 还有你这个大忙人 这一次要履行你的沉默了 手机都用了那么久了 你要送我的东西 却还不见踪影 你应该不会骗人的 尤其是女人 对吗 徐士宇的目光太直接 他的话语也太直接 让我退无可退 躲无可躲 其实从南山群岭回来的路上 我就考虑了这件事 当时问刘文三和陈瞎子 刘文三的意思 是要和我好好说道说道 给女孩送东西的窍门 在陈瞎子这里 他却觉得送个需要东西 比如说给他算一挂 当时他们两人还争执了起来 回来之后 事情接踵而至 反倒是没给我这个机会 主动去提 徐士宇现在去开口了 关于这件事情 我也就没有闪躲的道理了 略做思索 我试探性地回答道 我和陈叔聊过 要不 我给你算一挂 啊 徐士宇刚才还认真的神色 顿时就变得恶人 算一挂 他甚至有些哭笑不得的表情 我也不傻 马上就知道陈瞎子说错了 尴尬之余 我赶紧说道 这件事情作罢 礼物我还没准备好 最近事情太繁杂 不过我会准备好的 徐士宇眼嘴轻笑 似乎看我的窘迫 他反倒是更高兴 不 那就算挂吧 可我不知道 应该让你算什么 徐士宇放下手 他表情依旧很认真 我还是很尴尬 才说道 挂要算 礼物也要送 我不骗你 徐士宇眼前一亮 他轻声道 那一言为定 就在这时 病房门被敲响 徐士宇起身 喊了声请敬 推门入的 正是何彩 他面上挂着喜色 手中提着保温筒 到了病床旁边 他就是一阵 嘘寒问暖 又说刘文三 嚷得好几次要来 他没让来 说我还没醒 等会儿让我吃完东西 休息好了 他再喊刘文三 过来看我 总归之后的多半天 也没有再休息的机会 刘文三和陈瞎子 来看过我之后 冯家也来了人 最后还有柴家的柴玉 前者还好 文三叔和陈叔 还有冯家 都本着让我多休息的意思 没多久就走了 柴玉表面上也很感激我 甚至还带了一份礼物 是个价值不菲的古丸 不过他自理 行间里头 却一直在暗暗问我 什么时候 能帮他家改改风水 再给他儿子 点个好的墓葬 我倒是也没反感 本来柴玉的面相 就是唯利是图的阴沟鼻 这次能拿下李德贤 还真的是多亏了柴玉反水 只是这思索下 我还真没想好 什么时候 去帮他做这些事 徐士宇却刚好帮我解了围 他直接和柴玉说 这次对付李德贤 我付出代价太大 身体也都垮了 总得让我休息好 不然拖着病烟烟的身体 也不可能帮柴家 把风水改得多好 柴玉就没多说什么 只是笑呵呵地 讲让我好好休息 他过几天再来看我 并且 他也道了个歉 说他的确考虑不周 当柴玉离开以后 徐士宇就将病床放平 让我赶紧休息 睡上一觉 之前那段时间 怎么样的疲于奔命 我都没有多大感觉 现在躺在星号星号 只是多说了几句话 我都格外疲惫 我也没有逞强 赶快闭眼休息 恢复身体 临睡前 我也在思索 应该给徐士宇 送的怎么样的礼物 其实这件事情不难办 女人喜欢的东西 龙共也就那么多 徐士宇即便是在坚强 他也是女人的范畴 我可能得去请教一下刘文三 难办的是算卦 我肯定不能只是单纯算一卦 因为我回想起来 当时陈瞎子还说过 让我用风水术 给徐士宇 他所需要的东西 徐士宇会需要什么 迷迷糊糊的 我进入了睡梦中 这一觉 睡得就格外安稳了 在等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徐士宇 睡在隔壁的病星号星号 床头 还有新放过来的保温筒 看了一眼手机时间 现在是凌晨五点多 我这一觉 竟然都睡了快十个小时了 取而代之的是 恢复了不少的精神 稍微活动了一下脖子和胳膊 身体也比之前好了太多 精神和思绪格外清零 我捏手捏脚地下了床 上了个厕所 又在窗户站了会儿 病房里头待着 着实有点憋门 我也一直想不到 徐士宇需要的 稍作犹豫 我就想 心意意地出了病房 这期间 我也确保没有将徐士宇吵醒 夜里头的医院走廊 简直安静到了极点 几乎是落针可闻 我一直到了 刘文三的病房外头 敲了敲门 来开门的也是刘文三 他撑着一个扶拐 也明显是睡眼惺忪 看到我 他明显吃了一惊 十六 你还当真成夜猫子了 什么身体状况呢 半夜还过来 刘文三略有严肃 我苦笑 说我睡了太久了 刚好这会儿醒过来 其实是有事情和他 以及陈叔询问 刘文三将我让进了病房 另一张病信号 信号陈瞎子也醒了过来 他坐起身 我才直接说明了来意 一来是问刘文三 送点什么好 最主要的 还是询问陈瞎子 这风水术 能给徐世语什么 刘文三当即就笑出来了声音 他点了根烟 砸扒了两下 嘖嘖地说 陈瞎子压根就不懂女人 这下直接翻车了 陈瞎子眉里 刘文三 灰白色的眼珠子看向我 才说道 他父母早逝 爷爷歹毒 一个女孩独生过这些年 他缺的是一个家 除此之外 他生活也未必多么宽松 既然你决定了 要用风水术法 陈瞎子就建议你帮他点宅地 帮人帮到底 送佛送到西 这宅地的钱 你不缺 你可以直接出了 至于这宅地上修什么屋 你应该比陈瞎子更懂一些 陈瞎子 这就是一针见血了 他说得更为透彻直接 刘文三却哀悠一声 猛甩了两下手 分明是烟头烫了手指头 他愕然且诧异地瞪着陈瞎子 道 陈瞎子 是你疯了 还是十六疯了 点宅地 修风水宅 这对老婆也就不过如此了 这徐师宇是不错 可他也没点头 十六还没做啥呢 你这不是 把十六当成钱袋子 随便往外撒了吗 陈瞎子点了根卷叶子烟 道 我看没什么问题 况且这屋未必十六不能住 他不也得买房子 你要是觉得不妥当 我们可以再让十六叫个人出来 一起说道说道 语霸之后 陈瞎子的神色更为平静了 我也不蠢 一下子就明白 陈瞎子这是要喊我妈出来吗 他自打一开始 对徐师宇的好感就不错 至于我妈 他不但给送了书子 甚至于在我们对付李德贤的时候 他还去跟着徐师宇 直接保护她 可想而知 我妈的态度是什么 刘文三的意思我懂 他这辈子经历过的女人不少 八字没一撇的事情 不会投入太多 只是陈瞎子让我做的 一下子又上升得太快 这反倒是让我局促不已 并没有立刻开口 把我妈喊出来 刘文三啪哒啪哒的 连续点了两次烟 都没有点着 屋子里头 忽然一下子就陷入了寂静 终于 刘文三的烟点燃了 他狠狠地吸了一口 直接燃掉了半只 先是看了看陈瞎子 又是看了看我 他忽然说了句 瞎子 说句实在话 我晓得你意思是 那妮子合适十六 没错 他的确很合适 心性过人 不会给十六拖后腿 直到进退 十六也需要有个人 能照顾他生活 而不是给他找麻烦 陈瞎子直接开口 刘文三 他叹了口气 反倒是没有继续争执 只是脸上露出几分苦笑 认识这么多年 头一回看你三番两次 打断我的话 看来你的确看中他 不过 我就问你一句 你当真看不出来 现在十六还在动摇 我也在问你一句 十六听我们的话 按照我们的句作了 若是之后再有个变故 若他其实不怎么喜欢那妮子 这事对他公平吗 刘文三摇摇头 剩下半支烟也到了底 他冲我笑了笑 道 十六 这事儿 我和瞎子都不能给你做决定 文三叔不反对 他要比顾家那丫头更适合你 无论如何 你和顾家的事情已经断了 不过要怎么抉择 你需要考虑清楚 莫要伤害一个真心实意对你的人 想好了 该怎么做 就去做 一旦做了 自己就不能后悔 否则变 会自食苦果 陈瞎子面向着刘文三 他竟然也没继续说话了 只是重新躺回到新号新号 并且还侧过身 背对着我们 林了他说了句 朝阳宅旁边 应该有不错的地 刘文三也躺上床 资了一口酒 又点了根烟 慢慢抽着 我走到病房门口 又停顿下来 回头冲着他们微微躬身 说了谢谢 刘文三也忽然补了一句 道 女孩莫过于喜欢打扮 那妮子恐怕这辈子没怎么打扮过 你可以试试 我笑了笑 虽说刘文三和陈瞎子意见不同 但他们都说得格外重肯 我也觉得更温馨 对我来说 他们愈发的亲切 一失一复 出病房之后 我没有立刻离开 而是坐在病房门外的长条椅子上 我在扪心自问 自己对徐诗语的感受 之前 我其实一直很避讳 自己想这些事情 上一次我仔细深思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自卑 怕喜欢一个人 最后又求而不得 甚至是伤害到对方 我不敢去多想和徐诗语发生过什么 同样也是觉得 这不太真实 只不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已经从不真实 变成了现实 我不能否认 顾若林曾是我渴望而不可得的人 我同样也不能否认 徐诗语竟然也翘无声息地 在我内心占据了一席之地 内心忽而有了几分苦涩 若是我接受徐诗语 却保护不好他呢 因为隐隐地 我脑海里又莫名冒出来了 自己那两个关于纪娘山的梦境 之前我未曾想到 沈济对于我那些厌恶眼神 来源于何处 甚至我之前要进那阳市 他还故意绊倒了我一下 现在鬼使神拆的就想清楚了 难道他们对于我有什么算计 纪娘对于我又有什么算计 这念头出现的一瞬间 就变成了强烈的落空和心慌感 我本能地睁大了眼睛 直直地看着前方 也用力捂住了心口 要真的是这样 我就会给徐诗语带来危险 一个我控制不住 他也想象不到的危 险 这也是阴阳先生得天独厚的能力 身边忽而有了轻微的阴影 一个身影坐在了我身旁 这不正是我妈吗 她轻轻揽过我的肩头 抚摸我的头发 似乎是在安慰我 我脑海中 尽是这些杂乱的思绪 心绪也更加不宁 过了半场时间 我妈亲生说道 你并不是因为做不好决定而苦恼 你在害怕 你怕什么 我妈手停在了我头顶 她的声音有点冷 当然 这不是对我的冷 而是透着几分互端的冷意 母子怜心 她能猜测到我的心思 这并不奇怪 我这才坐起身 苦笑至于 我将自己对于阴先生 还有审计的猜测说了出来 同样 我没有隐瞒自己的梦境 并且 我也将阴阳先生 可以对于冥冥之中 将发生的事情预警 这个特殊的能力 告诉了我妈 我妈也沉默了许久 她才开口道 还尚未可知 他们对你 目前没有恶意 你的阳寿 也需要弥补 妈会保护你们 我笑了笑 说道 总不能一直让您面对危险 你们保护我够久了 若真的鸡娘有算计 那也只能我独自面对 我妈还想说话 此刻我脑中的思绪 忽然清明了更多 我认认真真地说道 妈 我想好了 礼物我买 宅地我点 您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我妈明显脸上有喜悦 同样也疑惑 我认认真真 一字一句地说道 看阳关之后 您已经不用 随时跟着我 这个我晓得 我要您答应的就是 若是我此后 再去无土之山 再上纪娘坟 您不能再跟着我 那山上危机四伏 纪娘又是即将语化之师 殷先生也有大本事 我不希望您出事 生死有命 而也不想再连累您一次 居时您就跟着失失 而才能放心 无后顾之忧 顿时 我妈直接就要摇头 我根本没有 给她说话的机会 直接站起身 砰的一声 跪在了她跟前 妈 不同意 她的手忽然落到我的肩头 便是一股 我难以抵御的力气 要叫我拉起来 我卯足了力气 额头上青筋都鼓了起来 还是死死地跪在地上 您身我护我 我已经想过多次 怕您出事 若是您拒绝 而就至此拒绝一切人 找个无人认识的地方 苟且偷生 即便是这辈子良心谴责 也不想再让您涉险 同样 我也接受得了孤独一生 不去连累其他人 我缓缓抬起头 话语和心绪也更为坚决 我妈也起了身 恋服无风自动 身体也在颤抖 她脸上的情绪更多 分明是拒绝 她正要开口 忽儿病房门被推开了 同时出现在门口的 竟然是陈瞎子 和刘文三两人 他们刚才就没睡觉 我闹出来的动静也不小 开门出来也很正常 先开口的是刘文三 她语气正重 道 大妹子 我们猫墙根听好一会儿了 石榴这孩子的话诚恳 我看你倒是不用为难她 猫墙根 我苦笑不已 刘文三和陈瞎子 竟然还偷听 我妈神色陡然冷了不少 身上明显有了杀鸡 陈瞎子忽然忽然忽然地咳嗽两声 我们也算不打不相识 对于石榴 肯定抵不上你们母子怜心 不过她的安危我们一样看重 有我们跟着她 你应该要放心 你听不出来石榴的话吗 守着那妮子 她也放心 两全其美的事情 何乐而不为 虽然我眼瞎 但我心却比常人更亲民 若是有牵挂 她就不会死在外面 若你在济娘山出什么意外 她也会拼了命报仇 陈瞎子一番话不急不缓 我妈身上的杀鸡 却削减了很多 她正正地看了我一眼 又伸手摸了摸我的脸 也就在这时 我手机嗡嗡震动了起来 我妈也不再说话 她转过身 朝着楼道里漆黑的地方走去 背影显得孤单寂寥 逐渐隐默在视线中 我心里有种感觉说不上来 她应该很伤心 止 不过 我真的不能再自私 同样 陈瞎子说的那番话 也没错 若是我有牵挂 我必定就会有 不死不甘的信念 若是一切牵挂都在我身边 那我才会孤注一掷 甚至在出事之后 不死不休 摸出来手机 电话是徐世瑜打过来的 我接通 她明显有些紧张 问我去哪了 我笑了笑 说 马上就下楼 我刚看了看陈叔和文三叔 电话挂断 还没等我再说话 刘文三又拍了拍我肩膀 道谢的话别说 我和瞎子当你是儿子 说了就生粉 想让我们不去的话也别讲 文三叔要和你翻脸 既然你都想好了 就下楼去找她 另外 文三叔再叮嘱你一句 莫要学我拈花惹草 那妮子 最近和你踩一走的挺近 以后仔细上不了床 我感觉她手段更狠点 这当阳差的女人 可不好得罪 本来我觉得这氛围很压抑 还有点决然的感觉 竟被刘文三说的 我既尴尬 又想笑 陈瞎子才说了一句 十六 不是你这种人 刘文三当即就对了回去 没见过女人的瞎子 哪晓得其中的道道 陈瞎子呵呵冷笑了一声 也就是这一笑 刘文三直接一下关上了门 两人免不了一阵斗嘴 我轻松了不少 快步往楼下走去 同时 我也彻底想好了决定 现在直接去接受徐施宇 他一直往前走 我只要伸出手就够了吗 那对他来说 毫不公平 我只要对他的付出回应 他必定也能理解 我们还需接触一段时间 至少履行完我的承诺 也给徐施宇足够的时间去思量 同样 我也必须等到 自己从寄娘山平安回来之后 很快我就回到了病房 徐施宇坐在床头削水果 保温筒盖子是打开的 热气腾腾的汤食 飘出诱人的香味 刚才去护士那里热了吃的 你昨晚没醒 现在赶紧吃一点吧 徐施宇抬头看我 脸上都是笑容 我坐在床头 狼吞虎咽地吃完了 东西 又接过了徐施宇递给我的苹果 这期间 我一直注意到 他其实都在小心翼翼地看我 最后 水果也吃完了 再抬起头来 徐施宇又赶紧看向了别处 我认认真真的看着他的侧脸 说道 我感觉自己行动力没什么问题了 倒不用一直住院 咱们天亮了去走走吧 我给你买点东西 另外 我打算帮你点一处宅地 修个风水宅 徐施宇明显身体僵住了 他眼眶有些发红 不过 他却并没有回过头 忽然他抿着嘴 认真地说道 是陈叔的意思 还是说 阿姨的意思 这一句话 我才明白 徐施宇到底思绪有多理智 多清明 他从始至终 就看得出来这一切 接着他又轻声说道 谢谢你罗十六 礼物我收 风水宅太贵重 我不 我摇摇头 打断了他的话 说道 虽然我一直没有多少主见 但这个决定 是我的意思 徐施宇的身体僵住了 他侧过头 又想要起身 我下意识地 鬼使神差说道 这大早上的 眼睛进不了沙子 水果也不会脏 你想去洗手间做什么 徐施宇又是一顿 他语气也格外认真 一字一句道 从小到大 我有一个习惯 我不想让人看到 我掉眼泪 去洗手间 我想哭 我愕然 没想到徐施宇 竟然这么直接地回答 下一刻 徐施宇回过头来 他眼眶虽然红 但是眼泪却还没掉下来 他缓慢两步 挪到了镜前 分外仔细地看着我 接着 他轻轻凑前 在我的唇上 亲吻了一下 在挪开的时候 徐施宇快步 走向了洗手间 零了 我只听见 他清脆悦耳的声音 在耳边回信号信号 我答应跟你去 也接受你所说的风水宅 可我看得出来 你还没准备好 无论是什么原因 我等你 等到我觉得 可以在你面前哭 而不会担心失态的时候 那时候 你就准备好了 谢谢你 罗十六 洗手间的门关闭 我正正地看着白色门板 心里却涌起一丝丝 暖意和温馨 在等徐施宇出来的时候 他脸上并没有丝毫的泪痕 甚至眼中都没多少血丝 分明是已经洗漱过了 自他神色之中 更多的也是喜悦和阳光 我的目光也不再躲闪 同样也去洗漱了一番 在之后 便是徐施宇 带我去办理出院手续 他很细心 也和我简单商量了一些 医院的确没必要常住 可以在逢家休息 或者去陈叔的昭阳宅 同样 他并没有提起来去柳河村 林离开医院的时候 我还是给刘文三发了信息 说了我的情况 他倒是没有回复我 不过有何彩照顾他和陈瞎子 我并不担心 说实在的 我对于内阳市一点都不了解 哪有什么街道 能逛什么 都不知道 说是我带着徐施宇走动 倒不如 说徐施宇领着我走了一圈 内阳市的繁华市中心 我给他置办了一套化妆品 徐施宇高兴的 就像是个小女孩 哪还有阳叉的模样 并且在那店里头 也有化妆师给他化了妆 本身的徐施宇就已经很美 我曾经想到过一句诗 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 如今稍作打扮 更是明艳动人 完全当得上那句话 群方男竹 天香国宴 至于吃东西 徐施宇本来是要带我去他 平时都吃的小店 我则是表示 虽然家常菜好吃 但总不能一直都吃那些 再者说 今天是我花钱 不用节省 徐施宇笑得很开朗 说他就不客气了 他也有很想去 但平时不敢去的地方 我今天肯定会大出血 一整天的时间 过得飞快 我也难得的清闲 更觉得温暖 临近傍晚的时候 徐施宇带我去了内阳市的电视塔 七十多层上的露天餐厅 对正常的工薪阶层 着实消费不低 不过对我来说 算不上什么 接应看向 阴阳术赚来的钱金额不菲 我除了当时给了徐白皮一笔钱 以及修补金算盘 几乎没有花过钱 还有当时托逢区区卖的东西 反倒是徐施宇到了地方 又觉得太贵 拉着我要走 最后还是在我坚持之下 他扭扭捏捏跟我留下 露天餐厅最边缘的位置 能俯瞰整个内阳市的一切 徐施宇痴痴地看着下方 过了两久 他才拿出来手机开始拍照 等上菜之后 他也将手机递给我 让我帮他照 我是很仔细认真的照了照片 徐施宇却看着一直笑 他说 我在算命看向这方面 的确是天赋一禀 能让很多老先生择舌 可拍照真的是不能恭维 我刚大的挠头 说我也没给女人照过照片 徐施宇的眼中 神色间瞬间就浮现出了 更多的喜悦 他忽然说道 我能有个要求吗 我回过神来 点点头 我尽可能办到 徐施宇眼神才浮现出来 几分忧郁 接着轻声道 点宅地就不用买地了 我家的老房子在老城区 我爷爷人不好 不过 那也是我出生的地方 也是我爸妈长大的地方 我不想那里一直阴森森的 你能将他的风水改好吗 说真的 在下午逛街的时候 我就想过宅地问题 更考虑过 陈瞎子说的朝阳宅附近 纵然那里会有不错的风水地 以后和陈瞎子也有个照应 可毕竟 那里临近火葬场 距离城区又很远 对于徐施宇来说 不可能方便 也不会适合居住 我还想过 又得找冯家 帮忙挑选一个适合的地方 最好得在城内 前我全部出 不需要冯家掏 却没想到 徐施宇竟然会说 改他家的老宅 略作回忆 我陈生回答说 那条老街 地理位置的确不错 只不过整条街之中 七七八八的宅子 都有风水问题 莫不是门前穿心煞 就是冲路煞 你家的老宅 更是大路直冲门亭 是为案件射人凶 门外重鬼术 屋内养黄仙 徐白皮是以自身之凶利 强震风水冲撞的煞气 才这些年平安无事 普通人受不住那骨气的 徐施宇抿了鸣嘴 轻声道 我晓得 我又沉宁了一下 说道 风水固然能改 可我还是不建议住那里 徐白皮这些年的事情 应该也伤害了不少街坊邻里 丢了孩子 这都等同于血仇了 常年住下去 你会遭人诟病 闲言碎语少不了的 警方在追回那些 孩子 我爷爷也害死了不少人 逃避解决不了问题 反倒是替他赎罪 我内心才不会不安 也希望我爸妈在酒泉之下安宁 徐施宇依旧很认真 同时他眼底也有几分歉意 我好似明白了 他这歉意的意思 心里头却没有责怪 反倒是觉得联系 并且他说赎罪这两个字 更让我觉得 他真的有很多男人都没有 也不敢有的担当 正当徐施宇 还要继续开口的时候 我也长叙了一口气 点点头道 好 那我想办法 将其改成风水宅 案件设人凶的确凶 但这种地势也很少 若是能利用得好 或许有奇效也不一定 另外 这赎罪让你一个人来做 未免太过为难你 徐白皮永远留在狗家外面 不能够伏法 也无法像是李德贤那样 让法治给那些 他坑害过的人交代 这也算是我的过失 或许 我可以先从整条老街的风水洞起 他们大部分 都是风水奇差的凶宅 住在里头的人家 一辈子坎坷 将风水化作正常 甚至于给他们财运 家运 这也可以帮你 我话音落下 徐世宇更是喜悦无比 甚至于他眼中 还有几分难以想象 真的可以 那么多人家 这不会太过为难你吧 徐世宇还是不安地询问 我笑了笑道 我也要积善积德 不止为了我爸妈 为了我爷爷 也是为了我自己 这段日子 我手中也有杀念 纵使是替天行道 也总会有影响 你不用担心 再者说 这也可以提升我风水方面的造诣 徐世宇这才安心了不守 吃罢了东西 我就提议 今晚去住他家老宅 我着手修改风水布局 徐世宇马上就摇头拒绝 说他得让我休息 不能因为他 又让我疲于奔命 我缓和地解释 说改风水 又不用斗尸鬼 正常坐西即可 其他的 就和吃饭睡觉一样正常 徐世宇还是将信将疑 我招手喊来服务员买单 准备先带徐世宇去了再说 结果我不曾想到 服务员过来的时候 手里头却拿着菜单 打开之后 里头夹着一张小票 他面带微笑地告诉我 我们的单 已经有一位小姐买过了 买过了 我面色一宁 徐世宇也露出疑惑的表情 服务员将小票放置坐上 便转身离去 我盯盯地看了几秒钟 心中有了几分猜测 不过 我并没有去拿起来小票 也并没有去前台找 起身 笑着和徐世宇说了句 运气好吃了顿白石 咱们走吧 徐世宇倒是什么都没问 显得很乖巧 同时起身 只不过 他和我侧身 走到一起的时候 轻轻地握住了我的手 我身体一震 却并没有躲开 前台和电梯有一段距离 静止到了电梯 然后离开 这期间 也并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在路边叫了辆出租车 上车之后 徐世宇就略显慌乱地 收回了手 他看着窗外 一直没说话 我还记得他家的地址 就和司机说了 随着出租车 穿梭在车水马龙的路上 窗外的景色 也一直在变化 我定了定身 其实我自己都压抑 自己竟然丝毫 没有胡思乱想 谢谢你 徐世宇忽而轻声开口 我大概想好 怎么改那条老街的风水了 我也几乎是同时开口 并且我也回过头 刚好和徐世宇对视 我笑了笑 说 谢谢我干什么 徐世宇眼中逐渐明亮 本身那一丝 犹豫也消失不见 他认认真真的说道 就是想谢谢你 你知道为什么 还要故意问 男人都喜欢这样吗 徐世宇的语气中 竟出现了几分俏皮 我心情顿时就放松了不少 这就像是一个本能 和徐世宇走近待在一起 会让我觉得轻松 没那么压抑 吐了口拙气 我并没有去接徐世宇的话 因为我还真接不住 而是顺着我之前的话头 语气轻松地说道 那整条老街 是一条笔直射出的剑 又像是长枪 宅经之中有解 房多路窄 煞成枪 枪长煞墙破人房 两侧的那些房子 大多也是相互对着的门冲煞 门前栽树 更是穿心煞 他们家中出灾祸 形成的怨气 也会流入大陆之中 最后全部冲去你家的老宅 由你一家承受 破解之法 得先削弱煞气 先砍树 改门做起 停顿了一下 我又摇摇头 轻探道 这就是风水 一双看不见的手 一把摸不到的刀 徐世宇也若有所思 他轻轻点头 现在不早了 过去再住一晚 明天就可以去找 那些老街的居民商量 能让家里头变好 应该不会有人拒绝的 我预言又指 这件事看似容易 可做起来绝对不易 这不易之处 不在改风水上 而是徐世宇的身份上 只是 他这么聪明 应该猜测得到 不需要我提醒 月末半小时的行程 我们到了老城街道 徐世宇家外头 老旧的街口 灯光太暗 石柱子灯杆上的 瓦斯灯忽明忽灭 还透着压抑音译的气息 出租车停在了路口 司机匆匆说了句 下车吧 里头不好掉头 不进去了 我心里清楚 这条路 给人就是音译不安全 怕是没几个车 愿意进去 付了车钱 我和徐世宇下了车 零零散散 两家超市 卖烟酒的铺子开着门 其余门户紧闭 愿门对路 我走的速度并不快 极力记下这些门户的地理位置 半截路之后 连路边的灯光都没了 今晚上又没月亮 路面当真是黑得吓人 我和徐世宇 都摸出来手电筒照明 徐世宇稍微朝着我凑近了点 他并没有在握我的手 而是抓着我胳膊 以前的他 可并不怕这些 我心里更清楚原因 老话说 出生牛犊不怕虎 也是因为他们不知晓 这个世界的险恶之处 夜路有鬼祟 行走莫回头 当无神论被打破之后 极致的黑夜 就是人心中的恐惧来源 不多时 我们便走到了街道的尽头 一间老院子 掉了漆的红门 门口贴着对联 门边两侧的槐树 树冠参天 树节古老 让人感到一股股的凉意 从脚底 从脑袋后头 拼命往身体里钻 徐世宇往前几步 打开了院门 不自然地说了句 怪得很 上一次回来 也没有那么森了 这里好像更压抑了 我跟上去 同时回答道 煞气怨气太多 这案件越来越凶 以前徐白皮住在里面 他本身就是大凶之人 这怨气奈何不了他 现在他不在了 自然就没人震得住 况且 长久没人居住的宅子 是没有生气的 因上加阴 森冷也就不奇怪了 院子里很安静 堂屋门开着 放木桌周围几张椅子 放得整整齐齐 无人动过 徐世宇拉着我胳膊 带着我走到了上次 我们住过的房间 推门进去 先休息一晚上吧 其他的事情 明天再说 床边的书桌上 还是放着蜡烛 徐世宇过去点燃 烛光洒满整个房间 我们关掉了手机电筒 我倒是不怕 不过是一个空院子而已 也没了徐白皮 应该不会有任何危险 而徐世宇竟然又往外走去 我愣了一下 马上就喊住他 问他去哪 徐世宇很自然地回答 他去收拾别的房间 现在他爷爷和大伯都不在了 这里很安全 我也才反应过来 孤男寡女一个屋子 的确不合适 徐世宇还笑了笑 轻声说他和警方一起来过这里一次 带走了他大伯的尸体 他当时也将这里的房间都清理了一遍 别的屋子住人是没问题的 否则他也不会答应我的提议 今晚就过来了 话语至此 我也不好多说别的 徐世宇出去之后带上了门 细碎的脚步声远离 我躺在信号信号 倒是没多少困意 摸出来一张细码超纸 拿出笔 便随手勾画我记下来的路面和屋宅 时间过得飞快 一晃眼 旁边的蜡烛都燃烧了过半 手机嗡嗡震动了一下 我摸出来一看 还是一条微信消息 只不过这信息是徐世宇发来的 就只有寥寥几个字 九点半了 你该休息了 我心中有几分暖意 回了一个好字 将细码超纸放到床头 我吹灭了蜡烛 平躺了下去 困意逐渐袭来 我逐渐进入睡梦中 只不过半梦半醒之间 似乎听到屋子外头 有巴搭巴搭的声响 像是有人在抽汗烟 徐白皮都死了 院子里哪儿还会有人 我想睁开眼睛 可意识还是控制不住的疲惫 有几分像是鬼压床 明明清醒了 可马上又被拽着睡了过去 并且 我精神状态也不比以前了 以往能够强行 从鬼压床的感觉里头 挣脱醒来 现在却没办法 我也不知道 过了多久才真的睡着 总归第二天 还是徐世宇将我叫醒的 阳光照射进屋子 暖意渗透身体 除去了头半夜的鬼压床 我休息得还算不错 精神也很饱满 徐世宇明显也是如此 他让我赶紧起床 他早餐都买回来 快放凉了 翻身下床出了院子 方木桌上 已经摆着豆浆油条一类的吃食 不过院里头的井口旁 还放着水盆和毛巾牙刷 分明也是徐世宇准备的 快速地洗漱了一下 我才过去坐下 徐世宇也坐在我旁边吃东西 我其实没提昨晚上的梦 因为没必要说出来 免得吓到徐世宇 偏偏就在这时 徐世宇忽然小声地说了句 昨晚上我做了个怪梦 奇怪得很 就梦到院子里头有人抽烟 砸把嘴的声音 很像是以前我爷爷的声音 我想醒过来 却也醒不过来 我也听过很多人说死过人 还有阴气重的老房子 里头会鬼压床 没想到自己就遇见了 你昨晚睡得还好吧 我瞳孔陡然紧缩成了一个小点 握着碗的手 瞬间骨节都吐了起来 徐世宇也做这种梦 那怎么还可能是梦 昨晚上是当真有人 在院子里头抽烟 额头上 顿时就出现细腻的冷汗 我放下碗 心中略有几分发沉 徐世宇的脸色 明显也变了变 他很不自然地看着我 我摇摇头道 我本来寻摸自己 也是做了个梦 这样看来不像是梦了 昨晚上我们睡着了之后 院子里头的确有人抽烟 徐世宇抿着下唇 他放在桌上的手 也微微握紧了拳头 反正不可能是你爷爷 或许是个贼吧 我故作轻松地说道 徐世宇强笑了笑 没接话 我疑惑却愈发多 徐白皮是肯定不可能 杖梅因来之地 他被拖下去的时候 已然是冰死残疾 绝对伤不来 那昨晚上 是谁在抽烟 思索之间 我告诉徐世宇 先不要担心 等会好好排查一遍屋子里头 看有没有什么 我们忽略掉的问题 徐世宇也点点头 虽然 现在已经没多少胃口 但我还是将东西 全部吃下去 不吃饭 身体就跟不上精力 之后 我才让徐世宇 留在堂屋里头 哪都别去 接着 我才开始从进门出的 第一个屋子里头找起 大约花了个把小时 我才将整个院子 找了一个遍 并没有发现 什么诡异和不正常的东西 当然 几乎每个房间的角落隐蔽处 我都看见了黄皮子的窝 在这院子里头 有这些黄皮子窝 并不奇怪 徐白皮的房间 我尤其仔细地寻找 发现了几张残破的 黄鲜皮之外 也再无其他物件 临最后 我大带猜测 或许是这里怨气重 阴气重 所以引来一些东西 只要破掉这里的凶宅风水 就能平安无事 简单和徐士宇 说了一下我的判断 他才放心了不少 经过这番寻找 我也将这宅子的风水 摸了个透彻 除了按键射人凶的冲路煞局 本身这老宅 也是一种凶宅 并且这宅子特殊 我之前从未见过 不加以仔细 更是很难分辨 因为它其余修建 都和任何普通宅院相同 唯一不同的 便是房顶 正常的宅院 唐屋两侧肯定还有房 就类似于四合院 在这种布局之中 左右两侧的屋子修建出错 可能会造成凶宅的结果 徐家这几间屋子 都没有出现类似情况 唯一的问题 就在于房顶 唐屋左右修建的东西两间屋子 瓦顶是完全盖在一起的 并没有一屋一瓦分开 在风水之中 正常的屋子都是一屋一瓦 有自扫门浅雪一说 而当瓦顶完全连接在一起 又是唐屋两侧的东西两屋 那就形成了特殊的风水宅 王自房 王自主大兄 夫人 小孩 多灾多难 分辨清了宅院情况 我不由地替徐师宇捏了把汗 好在他早早离开这里 否则的话 恐怕他自身也活不到现在 徐白皮抓来的那些孩子卖出去 对于孩子来说 本身也是大兄之相 难以扭转 这些年 基本上没人能察觉 破案 也和这里的风水有关 风水就是无形的手 轻轻一推 就会让人难以琢磨 这一切想清楚了之后 我就告诉徐师宇 王自房的凶险之处 并且我也说明 这宅子是没改建的可能 唯一的办法就是拆了 重新在原址建宅 我在改掉这案件 设人凶的路冲煞 把新宅修建成招财禁宝 开支散业的大吉之宅 徐师宇倒是没有犹豫 他点头同意的时候 还小心翼翼地问了我 破掉这里的风水 那他爷爷搬到这里之后 卖掉的那些小孩 是否有找回来的可能 说我也不能保证 不过在冥冥中 推动命数的那只手消失了 事情肯定有转机和变故 徐师宇的神色就更为坚定了 说那就拆 零了 我给冯屈打了个电话 让他帮我安排人手 大致的事情我也告诉了他 并且说清楚了 不让冯家掏钱 我自己负担 这段时间和冯家的关系越来越近 我也的确需要人帮忙 基本上有事情就直接找冯屈了 交代好了之后 冯屈也告诉我他这就安排 挂断电话 我去房间里头 拿出来那张戏码抄纸 带着徐师宇出了院门 顺着朝街道入口走去 这会儿约末九 十点钟 老街上不少小孩跑出来玩 几乎家家户户的门都被打开 路边也有不少妇女聊天 一些老树下头 还摆着棋盘 不少老人围在一起下象棋 这种老街的热闹 反倒是如今的小区 不可能出现的情况 只不过 整条街的凶 却让他们压根过不了多少好日子 多数人穷苦 只有少数在西寺宅和东寺宅的人富裕 很快 我们就来到了路口当头的一家院子门外 我也和徐师宇说清楚情况 打算一家一家地找他们聊 修改风水 在那院子门前 有个妇女正坐在树下摘菜 我们走过去的时候 她明显就谨慎起来 尤其是看见徐师宇的时候 她直接就端起来菜篮子 要进院子 徐师宇匆匆上前 喊了一声疑 把她拉了下来 那女人警惕无比 问徐师宇要干什么 她们家可没犯什么事情 惹不上警察 更不想和害人精 徐白皮的孙女打交道 那妇女的最后一句话 明显让徐师宇身体微微颤了颤 她面色微白 却并没松开手 态度诚恳地说道 我并不是要找什么麻烦 只是想和您商量一下 改一改您家门口的风水 这条街的风水都有一些问题 一直住在这里的人户 都没什么好运气 家里头还经常出事 只要稍作修改 就能改变气域 妇女愕然地看着徐师宇 她眉头紧皱 问道 你啥意思 皱我家呢不是 明显 她语气直接就难听了下来 我立马上前 就要帮徐师宇一起解释 她却反过手来 一把揪住了徐师宇的胳膊 更是声音尖锐地喊 让大家都来看看 好不容易 那害人精的徐白皮 和徐大敏没了 街坊邻居能过点安生日子 没想到徐家留下的孙女 还饶不过大家 要来继续坑害人 她这反应又快又突然 我面色微变 徐师宇也紧咬着下唇 很快 周围其他住户门口的女人 小孩 还有那些下象棋的老人 都逐渐围了过来 大家都在焦头接耳地问 发生了什么 那妇女更是牙尖嘴利 三言两句 就给徐师宇扣了个帽子 大致就是说 徐师宇和徐白皮一样 打心眼子里头坏 看上去干的是 替人伸张正义的工作 实际上做的 却是坏良心的事情 好端端地说 这条老街的风水有问题 住在这里的人都没好运气 经常出事 还要改他家的风水 天知道徐师宇 是不是想害人 改了别人家里头的房子 好继承徐白皮的本事 继续偷孩子 这番话落定 周围那些人 也都七嘴八舌说了起来 大部分都是咒骂 徐白皮和徐大明的 同样他们 也对徐师宇指指点点的 说徐师宇不安好心 本来大家还觉得 徐家就剩下他这么一个女儿 好歹做了个人 小得大义孽轻 现在看来 恐怕还是一秋之河 最后还有人讽刺地说 徐师宇当大家都是傻的 他又不是什么先生 随便说几句话 大家就会相信 徐师宇脸色煞白 他接连几次想要解释 都根本插不进话 我面色也越来越沉 同时 我一直扫视周围这些人 脑中飞快地想着对策 眼瞅着场间的话语 越来越激烈 甚至有几个妇女 要上前来揪徐师宇的头发 我也在这期间 几乎将所有人的面相 都观察了一遍 心中笃定的同时 我跨不上前 挡在了徐师宇前头 目光看过众人 我沉声说道 是是不是先生 我是 他特意请我来改这条街的风水 替他爷爷赎罪 让大家以后能过上好日子 喝退 最开始那妇女 冲着我脚下 就吐了一口浓潭 大家都是傻的 凭你们说什么是什么 不要在这里招人厌烦 也别想着害人 赶紧滚出去 这条街都不欢迎你们 说什么冠冕堂皇的赎罪 没人相信你们 有那么好的心 其余人也立刻跟上他的话 言语中的咒骂 也越来越激烈 甚至还有人开口 说徐师宇真有那么好的心 就把徐白皮拐卖掉的 那几个孩子给找回来 这事儿办不了 说啥都是白搭 徐师宇面色更白 他明显没料到 这些人会那么难缠 至于最后那番话 他更是无法回答 人群之中 明显也有人在往前挤 那几个人 神色更为激动一些 眼中带着悲愤 我一眼就看得出来 这些人恐怕 就是丢了孩子的人户 徐师宇下意识 拉住了我的手 要从侧面走开 同时他压低了声音 小声和我说 再想其他办法来沟通 先不和大家冲突 我却没动 徐师宇眼中 明显有些着急 吐了口啄气 我低声说 让他别慌 现在走了 在后面想解释 就不容易了 没等徐师宇开口说道 我就沉声又说了一句 你们这么吵 也没有意义 我就说一句话 你们知道 当初徐白皮 为什么会住进这条街吗 若非是他住在这里 你们也不会这么倒霉 这些年被他坑害 我这一句话 顿时就让所有人 安静了下来 他们的 目光 也都直勾勾地看着我 徐师宇脸色又微变了一下 他微咬着唇看我 没有开口 也没有拉着我继续走了 我笑了笑 平静地说道 我晓得 一个老头挤到前头 他手里头 还盘着两个不锈钢的圆珠子 他瞪圆了眼睛 让我不要卖关子 要说就赶紧说 我依旧语气平静 说道 当年在内阳市 有句话叫做 老成精的黄鼠狼 抽汗烟的徐白皮 他专门偷娃子 害人不浅 几乎没人敢得罪他 明摆着让他作恶多端 同时 又有位声名远扬的先生 放出话来 谁能抓了徐白皮 他就替人算一挂 那先生名为铁口金算 张九卦 是风水界的大人物 无数人都想求他算卦 很多大家族 有身份地位的人都听过他 便是因为张九卦开口 内阳市界内的风水师 都想要活捉徐白皮 徐白皮才被迫隐姓埋名 藏入这条老街之中 悄无声息地重操旧业 让大家苦不堪言 大家现在骂诗诗毫无作用 他已经做到了大义灭青 今天来找大家改风水 也的确是在赎罪 真要说罪魁祸首 大家也想要去骂的话 应该去骂始作俑者 因为是他造成的这原因 如果不是他 你们这些年 不会饱受徐白皮的啃害 也不会有那么多人 互丢了小孩 我这番话说完 顿时众人的眼中 冒出更多恨意 几乎都是恨得咬牙切齿 同样我也看出来了 当年张九卦的名声虽大 但也不是任何人都家喻户晓 以那老头为首 还有好几个人都站出来 问我那张九卦的算命铺子 开在什么地方 他们要去砸了他的招牌 让他给个交代 我心中暗暗道了个歉 我也是没更好的选择 只能把这便宜师傅 拉出来背锅了 面对众人几乎要喷火的目光 我指了指自己胸口 神色不变地说道 这就没必要去找张九卦了 这么多年过去 他早已经先去找我就可以 因为我就是他的徒弟 一瞬间周遭就再次安静下来 起码有上百人的眼睛 都注视着我 他们的目光从欲喷怒火 变为仇视愤懑 充满敌意 有些人突然散开离去 很快 他们又回来了 有的手里握着扫把 扬铲 有的拿着木棍 甚至菜刀 徐世宇紧紧拉着我的手 他想说话 我用目光阻止了他 站在我跟前那老头 忽然说了句 你是他徒弟 有句话叫做失墨若富 还有句话叫富寨子长 你晓得不 那几个之前在人群之中 亡理解的人 也到了最前头 这些人的手里 都攥着菜刀一类的锐气 众人的目光 变得更加冰冷 上百人形成了 一股极大的压力 他们不说话 不叫骂 可眼神中的愤恨和敌意 却在不断暴涨 我晓得 这是情绪到了极点的 一种体现方式 咬人的狗不叫 想要杀人的人 动刀之前也格外安静 恐怕他们想要我 填命泄愤了 徐世宇不由分说地 挡在我身前 我按住他的肩膀 镇定地扫尸了一圈众人 说道 想动手打我 甚至是杀了我来泄愤吗 真伤到我 你们也得付出代价 倒不如好好听听 也回想一下 刚才我们说的话 诗诗带我来给整条街改风水 是来赎罪 替他爷爷做的那些恶事赎罪 我师尊当年 只想遏制徐白皮 逼他不再作恶 却不想徐白皮 隐匿到你们这条街上来 殃及到了你们 我给你们改风水 也是对我师尊无意间 伤及无辜所做的一个交代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你们几位 应该家中丢过孩子吧 说话间我目光扫过逼的最近 手里头有菜刀利器的那几人 那几人几乎都是眼眶泛红 身体微微发抖 没等他们开口 我陈生说道 只要这整条街的风水改好了 就有很大的可能性 让你们全家团圆 我也会单独给你们修改风水 尽量使你们家中招财劲宝 开枝散叶 他们几人没说话 都紧紧抿着嘴巴 之前那个老头也不盘手头的珠子了 他眼底都是怀疑和不相信 说道 凭什么你 说什么就是什么 徐白皮和张九瓜害的我们 还不够惨 何况 你才多大点年纪 嘴上眉毛办事不劳 说你在道场里头学徒 还可信一点 老头话语连珠 大部分人都是跟着点头 尤其是街道当头那家的妇女 更是声音尖锐 没错 我看他们就是不安好心 指不定是想怎么坑害 咱们街坊邻居呢 孩子都被卖了那么多 当差的都没给个话头 凭他怎么找回来 他伸手就来揪我的衣服 我皱眉 一把就扼住了他的手腕 对于尸煞鬼祟 我的确需要全力以赴 可对付这么一个普通人 还是守到情爱 下一刻 那妇女就哀忧惨叫出声 整个人都朝着地上倒去 打人了 恶人先动手啊 简直没天理了 警察还要当帮凶的 他这话语凄惨悲凉 不知道的人 还当真以为我动手欺负他了 僵持的局面被瞬间打破 众人也有要动手的倾向 我定定地看着那妇女 沉声开口道 安不安好心 可不可信 也不能因为你一句话就确定 我看你额中凹陷 眉毛四散 下巴短小 应该事惯借钱不还 再看你眉尾低垂 眼尾低垂 嘴角低垂 三处赖象 除非被逼上门 也不会还债 此刻 你鼻头长了一颗红枝 又干扁了下去 才要外出 你的债主 应该要上门了 我语气很重 声音也很大 确保围在四周的所有人都能够听到 那妇女骤然之间静呆住了 她无比惊恶地看着我 转瞬就变成了恼羞成目 从地上爬起来 指着我鼻子骂倒 你简直是胡说八道 我借钱不还 还有债主上门 街坊邻里都知道 我平时是个啥样的人 日子苦归苦 可挣多少花多少 我不可能去借钱 就算是借了 砸锅卖铁 也得还上 明显 她说这番话的时候 眼神中都有几分闪躲 只不过从她的面向上表现 那颗红枝 干瘪得越来越多了 三间六宵的贫穷象也 逐渐浮现出来 一般三间六宵 木同空福 才是穷死的象征 没有木同空福 就没有死象 单纯的三间六宵 只会更加贫穷 我并没有继续和她争执 看一个人的面向 是不管用的 没有立刻发声 也就没有十足的说服力 我之前就已经扫过了一圈众人面向 几乎都做了分辨 目光再次回到那老头的身上 我定定看着他的眉毛 道 至于老大爷你 左边眉毛呈现赤色 右边生了一颗白米 有道是眉内赤色或白米 必行手足不用移 准头一点血光线 必有哀丧效福来 你应该有一个兄弟 久病成灾 或许命不久矣 消息会很快到你这里 老头当即红了眼睛 骂道 我撕了你这张烂嘴巴 他猛然前冲 当真要来撕我嘴巴 不过他又忽然猛地顿住了 因为从他身上 响起了很大的手机铃声 他立刻摸出来手机 一边接电话 一边狠狠地盯着我 意思很明显 打完电话再来收拾我 下一刻 他脸色却变了 眼泪刷的一下就滚了下来 哆嗦地说道 啥 咋可能 好端端的人啊 他身体一晃 一下子没控制住 就瘫坐在了地上 马上又有相近的人 去搀扶他 我心头微叹 我也没想到 他这消息来得那么快 也没有停下 直接伸手点了 人群中的几人 说了他们的面相 这也不光是去算 他们会即将发生什么了 而是说 他们曾遇到过 大概什么事情 差不多五六人之后 人群之中 已然全是震惊 和难以置信 他们交头接耳 说话的声音 也越来越多 这会儿 那妇女也接了电话 脸色当即也垮了下来 唯唯诺诺说一些话 声音很小 却没少提到钱 这个字眼 前一刻 众人还是欲要杀人 现在他们却金句交加 不敢上前 还是那老头 颤唯唯地起身到了我跟前 他没有做事来掐我 也没有之前的凶狠 只是满脸老泪纵横 那你说 是不是改了风水 就能救人了 我有个弟弟 他明明好端端地 忽然就脑一血了 医院还说 这隐患已经很多年了 眼瞅着人快没了 你能不能救他 他脸上都是哀求 甚至要朝着我跪下 我赶紧伸手 搀扶住他的胳膊 他眼中的哀求更多 也紧紧抓住了我的小臂 手就和钢钳似的 死死抓着 怎么都不松开 周围那些人群 也都面带期望 我心里头很清楚 他们期望的 并不单纯 是我说能救人 只要能救这老头的弟弟 对他们来说 我就是可信的 我改风水就会令他们受益 脑中思绪飞快 我却并没有笃定地回答 沉默了片刻之后 我才说到 风水之法 是阴阳之大学说 从古传承至今 也是古人之瑰宝 必定有其存在的意义 其中给活人乡宅 为死人点目 无不是求家庭圆满 生死无忧 冥冥之中 一切都有命数 恰到好处的风水 可以使人变好 居住在穷恶风水奇差之地 也会让命数变差 我不能确凿地说 一定能救人 不过肯定不会变得更糟糕 信则有 不信也未必无 至少来说 我曾给内阳市的逢家改风水 他们也曾免受灾祸 我曾在阳江江畔改风水 那里的渔民对我 应该也有几分见解 至于出了内阳之外的诸多事情 若有人去打听 应该也能知晓一二 这一次 就连徐施宇的目光 也有几分诧异了 就像是他没想到 我会给这样一个 模棱两可的回答一样 那老头却拼命点头 他还是紧抓着我 声音很用力 那我信 你先改我家 我弟弟他不能死 围着的众人 似乎也没有在意 我的模棱两可 而是在小声议论 冯家和阳江的事情 内阳市的土皇帝 自然是家喻户晓 在平民之中 冯志荣的名号 可要比张九挂流传的更多 同样上次阳江的事情 在内阳市 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些人话语 也开始变得紧张激动起来 包括神色 都隐隐有了兴奋 最前头那几个丢了孩子的 更是凑近了更多 我这才注意到 那妇女电话也打完了 他脸色通红 时不时偷看我们 这边两下 又看看他家的门 我沉宁了片刻 这老头已然相信 那我也没犹疑 点点头说 先去看他家风水 也就在这时 冯区的车 也开进了老街里头 他后面 还跟着几辆工地车 之后的事情 就简单了许多 我先安排了冯区 他们去拆老宅 当然这期间 我让徐世宇同行 看看他是否有什么 特殊需要注意的地方 接着 我先去给那老头 看家中风水 定下从哪修改 自老头家里出来之后 才从第一家的风水 开始看起 并且 我也让其余人 各回各家等待 让他们等待期间 我还安排他们 砍掉门前的老树 这穿心煞 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保留 大部分的改风水 其实不难 最多的门冲煞 将两侧的门错开 重新封死门洞 再开心门 就能直接破掉 麻烦的是院内的建筑 像是徐世宇他家 那种王字房 竟然不止一建 类似于这一种 就只能够拆除重建 至于其中 还有单耳房 双耳房 孤独房 晒尸房 这一系列的凶宅 常年住在这些房子里头 再好的命格都得败掉 又怎么可能过上好日子 也好在有冯家出手帮忙 拆建需要的相关手续 他们都能够相应去办理 冯区还带了冯志荣的话 大致就是冯家能在内阳市发展至今 离不了整个内阳市的帮助 这些人家出不起钱 冯家可以帮衬 甚至还可以聘用他们合适的人 去冯家的一些产业上班 整条老街得有上百家住户 虽说我看风水的速度已经不慢 大部分的风水问题 也只是一两处 需要拆除的 只有十分之一左右 但为了避免出现纰漏 确保万无一失 我还是很仔细小心 看完一次 又会复看第二次 期间整整花费了三天时间 才将各家各户的风水完全看完 改建的改建 拆除的拆除 许诗宇家的老宅 彻底一为平地 依照本身的地理位置 我先设计在街道尽头 修一个类似于屏风之类的障碍 打断着案件 摄人兄的风水局 也打算再放一对铜麒麟做证物 至于后面的房子 我也画好了设计图 采取了卯卫不足鬼魅婚 青龙开口福来真的风水宅形式 以后这宅院红富长道 人丁兴旺 不但能喜事不断 这三天自然无法住在老宅里头 我们住在冯家 夜里头我和徐世宇 都没有再听到抽烟的声音 大致我觉得自己的判断没错 应该就是风水问题 引来鬼祟上门 临第三天的下午 所有安排完全落定 我们也就不需要长时间待在老街 这几日 我保持正常的作息 身体也好了更多 不过病角的花白 面容上的中年 像却恢复不过来 陈瞎子和刘文三也出了院 被冯家接来 冯志荣给他们 安排了一顿接风宴席 用罢了餐后 刘文三才和我说 要不就带着徐世宇 回一趟柳河村 这一查出来的时间也不短了 别让我奶奶担心 其实我也打算要回去一趟 一来是我们都不知道 殷先生有没有回来 二来也是打算 将我爸和我爷爷 安葬入土 徐世宇自是心生喜悦 说他也有一段时间 没见过我奶奶 上一回 他在我家村子的时候 和我奶奶聊得也算不错 做好了决定之后 我还是问冯志荣要了冯区 让他这段时间跟着我办事 冯志荣则很高兴 让我把冯家当成自己家就行 冯区安排了车辆 我们一行人离开了那样事 约莫快夜晚七八点钟的时候 我们回到了柳河村 进村的路上也没什么障碍 一直到了刘文三家门口 我们下了车 进院子的时候 我发现审计在扫地 奶奶则是坐在门槛边缘 手里头竟在捏猫骨桃 我一眼没看见殷先生 徐师宇声音清脆 喊了一声刘奶奶 我奶奶抬起头 他差一只鱼 也扫了我一眼 眼中明显有几分高兴 倒是审计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面上带着几分寒霜 他一句话都没说 转身就进了自己房间 奶奶放下猫骨桃 在两侧擦了擦手 满脸笑容地朝着我们走过来 何彩和刘文三 则是去放随行的东西 沉下自点了烟 自顾自地去堂屋坐下 回来柳河村并没有带上狼傲 沉下子住院期间 就让冯家的人 将狼傲送回了朝阳宅 奶奶到进前之后 我们简单说了几句 不过 他明显对徐师宇的兴趣 要大过我不少 拉着徐师宇的手 一直问东问西 还说让徐师宇 今晚上跟着住他的房间 看着奶奶高兴 我心里头也喜悦不少 徐师宇也一直言嘴轻笑 一口一个奶奶 喊得老人家更是乐开了花 我简单和奶奶说了一下 我打算安葬 我爸和我爷爷的事情 他也没有反对 甚至于他还主动和我说 天色已经不早了 让我去房间休息 什么事都等 明天了再谈 接着 他就先拉着徐师宇进了屋 我回到了平时 自己住的屋子里头 至于冯区 他则是先回冯家做准备 明天会开车过来拉关 躺在屋里的信号信号 我也没睡觉 看着奶奶高兴 我心里头高兴不假 可此时我也略有一些 不安和压抑 殷先生离开 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 我对付李德贤 就花费了数日 又住院 再加上这三天改老街风水 殷先生却还没有回来 会不会出什么意外 翻来覆去 我没睡着觉 看了一会儿藏隐观山 还是思绪沉静不下来 我准备去审计那里问问 看是否殷先生有什么消息 至少他们师徒 应该会有联系 结果刚翻身要下床 我就发现 床边的椅子上 静静坐着审计 房门虚掩着一条缝 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我 还是不能敲门吗 我苦笑之余 也有几分无奈 上一回 沈姬在酒店里头就是这样 大半夜的吓了我一跳 藏隐观山是继娘的不传之秘 你也视若珍宝 对吧 沈姬的话 却透着几分莫名其妙 我不明所以 嗨 试点了点头说 我肯定视若珍宝 他呵呵笑了笑 道 你不惜命 我师尊却要去冒险 而你这些天似乎也没做什么好事 男人 他眼中又出现了那一抹厌恶 沈姬这话语带上表情 我就听得明明白白 一下子懂了意思 他这是不满 我和徐世宇之间的关系 可也没有爱着他的事啊 我和他并没有怎么接触 我本来想继续开口 可脑海之中 莫名就冒出来了 那重复两次的梦境 忽然我也想到了 其实沈姬刚和我见面的时候 他就曾露出过厌恶的表情 那次也是我和徐世宇见面 从那阳市回来 当时我和沈姬都还不算认识 思续飞速在脑海中闪烁而过 我心头微微沉了下来 与此同时 沈姬忽然又说了句 在我失踪回来之前的这几天 我会寸步不离地跟着你 还请你自重 我 皱眉看着沈姬 我无奈地说寸步不离 这不太好吧 毕竟孤男寡女 共处一世这算啥 沈姬却闭上了眼 根本就不说话了 我更为无奈 同样我也怕被误会啊 翻身坐在床边 我定定地看着沈姬的脸 问道 那先说别的 殷先生有没有联系你 他这一行 有没有危险变故 没有 沈姬只回答了一个词 没有联系 还是说没有危险 我重复问道 沈姬面色依旧平静 道 那种情况的风水局 已经不会给师尊造成危险 他应该三天后 就会取回师单 届时你就需要跟我们去寄娘山 不知道为什么 我和殷先生 沈姬已经算是同生共死了一次 可从沈姬这里 我却始终觉得 我们之间连朋友都算不上 隐约还有种说不出的心迹感 尤其是 刚才我觉得 他对我的眼神话语 和我那个梦有关之后 这感觉就越来越深了 沈姬 你没必要寸步不离跟着我的 我答应了跟你们去 就不会食言 我又说了一句 沈姬 轻声说道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我已经彻底无话可说了 沈姬简直是油盐不尽 深吸了一口气 我眯了眯眼睛 说道 我帮你算一挂如何 说这话 也是我想通过挂像看看 沈姬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可她压根不理我 无奈之下 我在房间里头也睡不下去 起身 我就想要往外走去 沈姬开口问我要去哪 我回答说 去我奶奶房间说话 她起身 竟也是要跟着我去的样子 我停顿在门口 周梅说我去找我奶奶 她也非要跟着 沈姬还是不回答我 沉默了片刻 我转头回了床边 将被褥卷起来 直接说了句 那我去堂屋打地铺 你应该不用跟着了吧 你待在你的房间门口 就能看见我 我心中已然有了脑目 也没有直接说出来 停顿之余 我再一次开口道 不管殷先生对你交代了什么 你也应该知道 我虽然算不上君子 也不是小人 这也是 你对我的评价 无需让我们都不好办 沈姬忽然看向我 目光和我对视了几秒钟 这一次 她神色中就没那些厌恶了 反倒是隐隐透着几分复杂 下一刻 沈姬竟直接走出了我的房间 门被轻轻带动 房门关闭得严严实实 灵了 耳边还有沈姬的 一句话语回星号星号 你要跟我们去寄娘山 在此之前 你不能再接触其他女人 这不只是师尊的意思 也是她的意思 随着声音缓慢消散 房间里也安静无比 我却眉头紧皱 放下手中的被褥 沈姬口中都说她 那应该不是说 沈姬自己本人 这她 难道是继娘 我脑中的思绪越繁杂 那种隐隐的心机越来越多 躺上床 鬼使神差地摸出来了 藏隐观山的羊皮书 又拉了拉自己身上的衣服 冷不丁地想到 那个梦 梦里头的继娘曲夫 恐怕没那么简单 这一行 我还敢带着刘文三和陈瞎子去吗 这段时间 刘文三和陈瞎子的实力 也在不知不觉间 有了不小的进步 尤其是陈瞎子 已经能和小男这样 血煞化轻的凶师搏斗 再加上狼傲的变化 实力不容小觑 刘文三看似不显山不露水 上次也能斗血煞 陈瞎子是因为和老太的那包裹 相当于拿到了神婆的全部行当 至于刘文三 显而易见 是和哀公项有关 只不过我总觉得 这对于继娘坟来说 还完全不够看 若是审计和殷先生 再出什么问题 更是难以解决的麻烦事 再说继娘坟上 还有马宝一和张二 此行的危险 绝对不亚于批发鬼山 而且较之更甚 明面上我晓得 殷先生让我去 是要继娘语化 这也是张九卦算过的卦象 可在此之下 我却开始觉得他们 必定有阴谋算计 这算计 一定和继娘取负有脱不开的关系 思绪紊乱之余 我翻开藏隐观山 接着看里头的内容 只可惜 在藏隐观山之中 根本找不到 任何与继娘取负有关的内容 恐怕除了殷先生和审计 就只有继娘村的人知晓了 不知不觉 我看了两个多小时的藏隐观山 对于藏隐之法的理解 又深刻了几分 临睡之前 我做了个决定 我要给刘文三补一挂 单凭我空口白牙 不让刘文三和陈瞎子去 他们绝对不同意 补一挂看看 如果有大危险 我就有了借口由头 当着和彩的面 他也会劝说 这一觉我睡得格外的沉 期间压根就没醒过一下 睁开眼睛的时候 刺目的阳光钻入窗内 舒展了一下筋骨 我翻身起床 推门进院子 院子正中的方木桌上 摆满的吃食 香肠腊肉 卤肉鸡蛋 清炒小菜 还有熬得浓稠香滑的白粥 刘文三 陈瞎子 还有徐世宇他们 都已经在吃东西了 我走过去的时候 徐世宇笑着冲我招了招手 喊了一声十六块过来 我这才发现 他身边空着一张椅子 前头还成了一 晚招 刘文三家的早饭 像来这么丰盛 虽然没冯家的精致 但一餐下来 整天都精力充沛 扒拉了几口吃的 我才注意到 审计没出来 奶奶和和荷彩 则是在堂屋门槛前头摆弄东西 奶奶做的还是猫骨桃 和草是在缝补衣服 文三叔 审计呢 我问了一声 刘文三耸了耸肩 说没看见 徐世宇才轻声说道 刚才我敲门叫他了 没反应 推开门看了看 屋里头空的 应该是出去了 我眉头微皱 出去了 他不是还要看守着我吗 怎么还会出去 不明所以之余 我三两口吃完剩下的粥 饱腹感变成暖意 贯彻了全身 我没有立刻说 要给刘文三算挂 而是直接讲 我打算今天就着手布置灵堂 送我爷爷和我爸下葬 从冯家回来的时候 我就已经说过自己的打算 刘文三郑重地点点头 说也是该送他们爷俩入土为安了 陈瞎子则是提醒了我一句 莫要忘了 你当初答应你师父的事情 我陈莫 我当然忘记不了 当初在张九瓜的复文之中 答应过要让他和英树先生 也就是我爷爷同葬 同样我也许诺 要摘抄一份宅经和英生酒术 至少在酒泉之下 让张九瓜能学权了地相看鱼 没等我开口 陈瞎子就继续道 近来事物繁杂 你哪有时间去弄那些书 昨天陈叔也忘了提醒你 这样吧 你将东西交给杨差妮子 让他去饮饮一份 陈叔陪同他 确保安全 你就在这里准备下葬的一阴误事 到时候看看 今晚能不能就安葬好他们爷俩 冯家的人已经带着车来了 其实我当初许诺的是摘抄 陈瞎子只字不提摘抄两字 也是因为 我的确没有时间去做 英生酒术倒是简单 最多花半天 就可以抄录下来 宅经之上 却不止那些古文 还有大量的风水图纸 这整个摘抄下来 恐怕没有个三五天时间 还真 做不到 下葬我爷爷时 不带着摘抄本的话 怕是对张九挂不尽 陈瞎子这折中之法 已经算是考虑周到了 徐诗语 我是信得过的 他也不懂风水 有陈瞎子保驾护航 也不会出什么披露 审计不在 院子里头没有外人 我就直接将宅经 以及英生酒术取了出来 犹疑了片刻 我又摸出来了 藏影观山的羊皮书 轻叹了口气道 他为了这藏影之法丧命 也一起印下来踏本吧 徐诗语明显格外小心 将这几本书收起来 贴身放好 走吧妮子 陈瞎子起身 往院外走去 徐诗语很认真地看向我 又对我点点头 语气虽然轻 却很坚定地说 让我放心 他们出院子之后 刘文三也擦了擦嘴 点了一根烟 巴搭两口后 问我要准备什么东西 他这会儿就去办 我没有直接说 而是拿出来细码超纸写 下葬我爷爷和我爸 我要准备的东西比较多 同样也想用更风光的形式 让他们入土 好让我爷爷知晓 他搭上了命的孙子 已经继承了他的衣钵 也让我爸晓得 他的儿子已经不是那个 只知道自卑躲藏的孬种了 几分钟后 我就密密麻麻 写了大半章纸 刘文三拿过去看了 他叼在嘴上的烟都抖了抖 说了句 好家伙 十六 文三叔可是你干爹 以后等我下去了 这一套丧 你得照单 给我也来一份 不能厚词薄笔 我 何彩本来在缝衣服 他一下子就抬起头 呼吃一声 一个鞋垫子 啪的就打在了 刘文三的光头上 什么事都吃不得亏 这种话能随便说吗 何彩脑袋不行 我也很尴尬 没法子接话 刘文三胆了胆 光头上的灰 笑呵呵地说 头发长剑是短 你懂什么 秦皇汉武下葬了 还有林寝后葬呢 提前和十六说道 也不碍事 奶奶放下猫骨头 则是双手合十 喃喃道 百无禁忌 百无禁忌 我苦笑 说让文三叔 先别想这些不吉利的 帮我去做准备吧 如果他一个人不行 就喊上逢驱 总归他们在外面的 刘文三这才离开 我爸和爷爷的棺木 被存放在了 收拾出来的杂屋里 我过去看了看 两口棺材 依旧是完好无损 其实安葬老人 最好的棺材是何寿木 单说何寿木 恐怕很多人不懂 这也是农村老人 替自己准备的棺材本 人老未去世的时候 先打造好棺木 放在屋檐下头 取人生百年 终有入土为安之日的含义 屋檐下有棺 的确不吉利 若是有何寿木 反倒是大吉 屋主能看得开生死 基本不会闹碎花沙 我爸年纪未到 爷爷则是坐了路鸡而亡 何寿木是无法准备 他们的棺材 接连被换了好几次 这两口棺材也很普通 我自不能让他们草草下葬 走出杂屋 我到了何彩尔近前 说请他带我去一趟 这柳河村的棺材铺 基本上大型的村子 都必定会有棺材铺 只是不怎么险于外人之前 何彩尔差异问我 你要换棺木 我点点头 说我爸和我爷爷 都下过一次葬 这第二次也算是重葬 我不可能让他们 还是普普通通的棺材入土 我爷爷还好 也算是不会画纱的吉士 可我爸画过黑纱 需要棺木阵师 同时他往内一年两千坟 若是不处理好 家中还会死人 何彩尔神色正中了不少 点点头道 棺材铺虽然有 但有个地方的棺材 绝对比棺材铺得好很多 我带你去吧 说完 何彩尔就放下手里的东西 开始我还没想到 何彩尔说的是哪 等走到村尾吧 老村入口处的时候 我就清楚了 他要带我去找何老太 当时我也想起来 当初去柳林子里的时候 绕到了何老太家院子的后方 后院里头 就摆着很多骨灰盒 纸扎 花圈 这一类的丧葬用品 我也没看后院的屋子 现在想来 那里肯定也放了不少 棺材 何老太做神婆那些年 应该办过不少白丧 不多时 我们就来到了 何老太住的小院 此刻这里 已经和上一次完全不同 院中已然没有树 篱笆也彻底拆除 何老太在院中的躺椅上 晒太阳 一身神婆的桩树 挂着不少铃铛 他单手还捏着一根枯桑棒 在地上清点 妈 何彩尔喊了一声 何老太睁开眼睛 他瞥了我们一眼 却并没有起身 何彩尔走至跟前 语速极快地轻声 说明了我们的来意 听罢何彩尔的话 何老太又闭上了眼 随手挥了挥 何彩尔马上就领我去了后院 到了之后 我也略有心惊 那棵长在后院里的老杨树 已经被砍断 就那么倒在地上 大半截延展到后院之外 视线能看到不远处的柳林子 大白天的 依旧透着森森寒意 柳条灰洞之间 总觉得有人在下头偷看似的 我依旧记得 当初我斩断了一条花离子的尾巴 结果 他在我对付王家傻子的时候 钻出来 狠狠咬了我一口 离子记仇 阴险 这柳林子 我肯定是不能再进 何彩尔推开了后院的屋门 这后院堂屋宽阔 地面就放了十来口棺木 每一面墙上还有四口 这起码有二十来口的棺木 我细细看过每一口棺材 最后选定了两口 从材质上能分辨出来 其中一口用的是栗木 这口棺材虫生气 当时在批发鬼里面 找到那风水大师的尸体 他就是用的栗木棺材 安葬尸体 我打算用这口棺木 安葬我爷爷 或许也有羽化的可能 另一口则是春木 这木材不易腐烂 也少有虫已是有 用来安葬 我爸最为合适 诺大两口棺材 我和何彩尔也带不走 他就去村里头喊人来台 这期间 我就在后院里等他 莫名的 我总觉得柳林子里头 还是有眼睛在看我 我背过身 并没有多看柳林子 不多时 何彩尔就带着人手回来了 其中也包括了李二根 众人抬着棺材往外走 临走过前院的时候 何老太静也没躺着了 他站在路边叫住了我 还没等我问他啥事 他就递给我一个手串 白色的圆珠子 打磨得很光滑 握在手里头 却透着一股 说不出来的凉意 渗透心皮 我下意识地打了个冷静 妈 你给石榴 这东西做什么 何彩尔先开口 他神色疑惑 何老太咳嗽了两声 也没说话 转身又回去躺下 我也疑惑起来 想要询问 何彩尔忽然若有所思 回头瞅了一眼 他就推散了我一把刀 先走吧 我妈不想多说话 采医告诉你 这是啥东西 我话被压了回去 一路上出了老村 都快临近回到 刘文三院子的时候 何彩尔才告诉我 这手串的珠子 用的是死了的离子腿骨 柳林子里头有不少离子 有一些老的皮毛都发白了 当初刘文三和我遇到 白离子的事情也告诉过他 他还替我们捏了把汗 文言 我的手都有些发抖了 心里直觉的渗得慌 手串是死离子骨头摸的 我还在手上一直把玩呢 接着 何彩尔又继续说道 离子年份长了 猛人眼睛 我妈可能觉得 会有离子跟着你 所以将这东西送你 有这股猪串 那些畜生东西 也就不敢乱来 而且 他还有一种奇笑 我问何彩尔啥奇笑 他郑重地回答说 破邪 我愕然 何彩尔才拉出来 脖子上挂着的 一根细红绳 上头竟然也穿着一颗古猪 白的圣人 何彩尔告诉我 这些年 他没怎么见过鬼祟 也没啥东西碰他 就是因为这猪子 隐约他还记得 当初杨江要出事的前夕 应该是有脏东西 进过他房间 最后也走了 顿时 我就心惊不已 的确 当初杨江出事之前 我梦中也是预照过 何彩尔可能会出事的 甚至于最开始的马堡中 也说过何彩尔会吊死 这预照却没有出现 原来 是因为 他身上有自保之物 顿时 我也明白其意思 就像是桃木活着是鹰雾 死了做成桃木钉 反倒是星号星号一样 这离子谷 也有相同的功效 心中的芥蒂没了 我便将那手串 戴在了手腕上 回到院子里头 让村民将棺材放下 何彩尔也没让他们离开 意思是 等出发的时候 总需要人抬棺 没必要全部找冯家的人 我也没拒绝 更换棺木 我奶奶也来帮忙 我爸的尸体 轻而易举就挪了棺 而在挪动我爷爷的时候 他却树立在栗木棺材里头 怎么都不躺下去了 并且他的头 像是隐隐移了位置 正看向一个方向 一旁守着的那些村民 明显有点慌 何彩尔也是疑惑不解 他略有不安地问道 十六 这是咋了 英树先生他 我定定地看了爷爷的尸体几秒钟 又看向他所看的方向 还是叹了口气 奶奶的神色却有几分冷 他站在爷爷的棺材后头 语气也透着几分埋怨 死了那么多年了 还心不甘 你儿子也死在那了 你孙子也差点死在里头 你除了那副看见 谁都想垂帘两下的善心 啥好的东西都没留给十六 还要闹个死不落关吗 十六不会让你回小柳村当地基 我也不同意 奶奶这番话落下的瞬间 爷爷的尸体 忽然砰的一下子 直挺挺地倒进了棺材里头 那些村民面面相去 奶奶则是眼眶微微泛红 她又说了句 十六 你还去给她找这么好的棺材作甚 能葬的安心地 已经是她的福气 我苦笑之余 也劝了奶奶几句 爷爷半条命给我 半条命给了小柳村 也是她的执念 况且她也没闹 人死面朝天 或有冥冥中的不甘心 只是死人哪儿 还有思量的机会 时间过得飞速 一晃眼就到了下午 期间刘温三回来了好几次 她也带着不少人手 搬回来大小三生 灵堂需要使用的大方木桌 以及最重要的一系列阵物 也就是这些东西 最为花费时间 阵物不简单 是放进棺材里头的东西 还有相当一部分 是要放入木穴 我将应该入棺的阵物放好 最后也裁了一张 细码超纸成长条形 写下四个字 六更天形 又用白纸叠成一个匣子 将长条纸放进去 最后将匣子 贴在了我爸棺材当头的位置 这叫做阳虫葬法 也是破解眼眉的一种术法 其中包括 天剑 天牢 天玉 天福 天德 天成 天鹰 己路善神 葬入此法 就是以善神破凶神 其原因之一 是我爸未满一年再次落葬 其二也是因为 他只能单葬 不能和我妈同学而眠 这也叫做单葬压矿 古语有言 凡人家单葬妻丧 单葬夫丧 古有杨氏英 英氏阳之说 若不压阵 必主重丧 阳虫葬法 只能稳正其一 侧正其二 我又用一块 让刘文三取来的方砖 将其表面在磨刀石上磨平 用毛笔粘了朱砂 写下两竖形字 左边写 身披北斗 头戴三台 右边写 寿山永远朽识人来 最后又在背面写上 长命负贵吉 这就类似于 当初纪娘山那玄女 分金大藏的六丁守木转文 刻字的砖头 名为邝灵符 可压坟内一切凶煞 并且十年大吉 这样一来 就能确保 我爸不会再出事 甚至于 当初若是用这种方法安葬他 也不会有需要 七七四十九天断阴这一说 同样 单葬 压矿也出现在很多人的身上 普通人不知小原因 略有小的一二的 知道给配音轻 也就是这个意思 孤阳不长 孤阴不生 无论生死 还是需要阴阳调和 当所有的一切全部做完 我也写好了复文 做好出桑准备的时候 我才发现 陈瞎子竟然已经回来了 他站在院子一角 徐世宇也在旁边 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我 我回头的时候 他就匆匆朝我走来 取出来贴身放着的那几本书 交给我 此外还有一个小袋子 他告诉我 里头放着影印本 他对过里面的内容 基本上没出错 我感激地说了句谢谢 将几本书收好 影印本也装进兜里之后 我才郑重无比地 开始行叩拜之礼 不知不觉 已然过去了一整天的时间 夜幕降临 月华影线 三跪九寇之后 我站起身 前程无比地捧着附文 陈生念道 今为悟虚年 丁卯月 丁未日 不孝子孙罗十六 宋先父罗婉成 及先祖父罗忠良之遗骨 千坟落葬 十六不孝 事物繁忙 令爷爷与父亲久未下葬 甚遭奸人夺失 幸而奸人杨下元一死 冥冥之中命数天定 十六已然袭得杨算之术 得精算古相 成为地相堪于第二十八代传人 爷爷尚可明目 秉承师尊遗愿 以及同门之情 故决定将其遗骨与铁口精算同葬 话语至此 我爷爷坟头那明指盆 忽而火光 窜起三米高 本来夜里无风 盆中明指却漫天飞舞 整个院子都是火光四溅 我心中知晓 这是亡人之喜 才会有火光漫天之响 话音没有停顿 又看向我爸的棺木 沉声道 先父在天之灵 亦可见十六如今 再非当日怯懦之相 男儿一生 头自顶天 脚自踏地 不敢懈怠尖头之重责 还请父亲明目 黄眼之间 我好似看见我爸的棺材 竟然挪开了一条缝隙 我爸竟然从棺材里头 晃晃悠悠地爬了出来 他头正正地看着我 眼中尽是悲怆 尽是不舍 同时他口中喃喃 虽说听不见声音 但从口型上看 让所说那两个字 竟然是徐娘 我妈的名字 自我心头也生起几分悲怆 深吸一口气 尽量平稳的心神 我低声喃喃 爸 你就放心吧 妈很好 你莫要让她担心 那就更好了 又是呼吃一声 我爸棺材前头的明指盆 也建设出来漫天火光 眼前一切恢复了正常 棺材哪儿被打开过 刚才那一切 分明也只是冥冥中的幻想 抬手招呼村民们 开始抬棺 送我爸和爷爷走 用不上抬棺匠 地上看域之中的英术 就是最好的送丧之法 抬棺匠多是镇师之用 完全不需要他们 到了院外 将棺木放在皮卡车上 逢驱一直在外等着开车 其余人则是上了另外一辆 准备尾随 陈瞎子在我耳边叮嘱了几句 跟着我一起 到了皮卡车的后排 坐在棺材的另一侧 月光忽而变得更为明亮 我清了清嗓子 朗声喊道 阴阳点路白鬼壁 大幅正观神墨精 紧跟着 陈瞎子狭长的声音 也穿透夜空 阴阳压车 瞎子做事 路通牛棉 痴妹皆亡 开音路嘞 话音落下的瞬间 也在村路之上 形成了连绵不断的回音 皮卡车发动了油门 载着我们往村外而去 这个点并不是太晚 村路上却没有什么村民 帮我们抬棺材的那些村民 明显通知过村里头 他们都不出来 避免给我们造成麻烦 不多时 我们便出了柳河村 陈瞎子神色格外板正 一双灰白色的眼珠 直直地看着前方 我也很小心仔细 刚才那句话 是陈瞎子叮嘱给我的 让我喊出来 同样也刷新了 我对开音路的认知 竟然还有这样的一种形式 以我为主 以陈瞎子为服 陈瞎子还告诉了我 这一路肯定不会太轻松 上一次带着张九卦的尸体 回继娘村 都能遇到莫名其妙的人来讨卦 那地方对于张九卦来说 还格外陌生 基本上没什么熟知的人 并且张九卦是铁口精算 算是杨树先生 鬼祟本身也会避而远之 我爷爷却并不一样 首先他是音树先生 专替人点坟营 阴宅 并且他心善 过往那些年 不知道帮了多少人 可以用宅心人后来形容 这样一来 他下葬路上 必定会有相当一行人来尾随 或是求他办事 或是想跟他同葬坟营 从柳河村村口往外 雾气开始生腾起来 并没有寻常阴路上 那么多的人出现 可越安静 我就能越感受到 这其中的不平静 一股股的夜风 幽冷阴寒 从开始的似有弱 无变得越来越大 逐渐带着乌叶 就如同鬼哭一般 让人头皮发麻 车经过了凉弯子 我还记得 这是我和奶奶 刚和刘文三打交道的时候 捞起来第一具女尸的地方 从这里翻过山丫口 就快进内阳市 同样也要经过小柳村外 过丫口 下山 上了进内阳市的国道 也看到了进小柳村的岔路 我的心脏骤然一缩 下意识地握紧了手中的枯桑棒 因为随着我们靠近 岔路口的雾气愈发浓郁 隐约之中 雾气里头竟然站着乌泱泱一大群人 有相当多的人 让我觉得很眼熟 还有不少小柳村的老人 甚至于其中 我还看见了陈小胖 陈叔 都是活人啊 我不安地问他 之前那些鹰路上出现的东西 一眼就能觉得不是人 可现在站在岔路口的 大部分都是我见过的村民 其中不乏有一些熟络的 甚至还有当初张水灵的父母在内 他们不可能是死人 除非一整个村子的人 都莫名其妙丧了命 那样的话 早就会形成那样是最大的新闻了 我也不可能不知道 陈瞎子面色依旧板正 他平静地回答道 活人撞碎 死鬼上身 小柳村这些人 就像是喘着气的鬼 樱树先生救不了他们 他们却想着樱树先生一直去救 天知道这里面几个人撞碎 还是装神弄鬼 或是人鬼混杂 这 陈瞎子这句话 也让我心头冰冷了下来 也就在这时 忽然有人冷不丁地喊了句 罗十六 停车 让罗中良下车 又有人言辞很尖锐 毫不客气地开口喊道 甚至那陈小胖 竟然物质冲了出来 站在了道路中央 他张开双臂拦车 稚嫩的面 旁之上也是争鸣之色 除此之外 还有张水灵的父母 他们也是仅有的几个 对我家友善的人 陈叔 他们几个没装神弄鬼 是被撞碎了 我面色很难看 陈小胖却忽然开口喊道 罗中良生是小柳村的人 死是小柳村的鬼 他应该待在地基里头 今天谁都带不走他 陈小胖的声音透着极度的干哑 嗓子里头还像是有弹叶似的 呵呵声不断 这哪儿是一个孩子的声音 我隐约觉得有些熟悉 这好像是村里头一个老人的声音 他已经死了不短年头了 眼瞅着皮卡车要撞到陈小胖 车速已经缓慢下来 陈瞎子忽然冷冰冰地喊了一声 牛棉味道 车断然不停 紧跟着 他忽然自车头一跃而出 同时他力声喝道 白鬼不必 灭白鬼 神魔挡路 竹神魔 痴魅作乱 魂飞魄散 自他身上 竟飞射出来数十枚震雾岁前 月光七七 这些岁前反射着刺目的寒芒 先是有树枚打在了陈小胖 和张水灵的父母身上 本来张水灵的父母也是面色猙獰 现在一下子却痴痴呆呆 双目直勾勾地看着前方 岁前稳稳地贴在他们的额头 甚至又嗡的一声树立起来 陈瞎子落地的同时 又掏出枯丧棒 狠狠几下抽在他们几人的胸口 先是惨叫声破空 然后他们蹬蹬蹬后退数步 摔倒在了路两边 在这期间 那其余的碎钱 也打在了路边那些人群之中 陈瞎子毫无停顿 冲入了人群之内 接连的惨叫声 伴随着乌叶的风声 鬼哭之声更为凄厉 在没有人继续挡路的情况下 我们的车也开出了这一段路 车速还是放缓了不少 我回头看陈瞎子 刚好一道凌鲣的进风传来 陈瞎子已然回到了车上 他胸口上下起伏 急促喘息 脸上的气色也弱了不少 再看那些小柳村的村民 大部分在地上痛苦哀嚎 至于陈小胖和张水灵父母 则是跪在地上 面色茫然 自然也有一部分 冲着我们这边咒骂不止 陈瞎子呵呵咳嗽了两声 才说道 人打一下就行 鬼要打数次才跑 陈叔打得了这些小的 恐怕零分前 还会有人挡路 那就不是小柳村这些愚昧村民 恐怕是你爷爷的老朋友 到时就全靠你了 我心头微领 重重点头 没多问陈瞎子 他已经将能说的都说了 同样我也没再看后方 那些人 注定不可能再得到爷爷于英庇佑 车子从郊区进了内阳市 继续朝着当初安葬张酒挂的那块 回龙雇祖的风水地赶去 临近子时的时候 终于过了过到外边的收费站 车停在了小路旁边 在网里就是荒草地 以及几座熟悉的大山 山市高低急应回转 一座山数座高低不同的山峰 一山化树山 堪称回龙雇祖 登高之地 深造金井 黄金登水墓登沙 我脑海里头忽然冒出一个念头 爷爷安葬于此 配上立木棺材 他定然会成善师 这里已经算是临近坟前 村民们逐个下车抬关 我走在前头岭路 本来以为会发生什么危险 却没想到 这里并没有任何鬼鬼祟祟的人 或者是怪异的事物 反倒是在临近上山的地方 堆了很多纸渣 莫不是花圈 纸渣房子 轿子就是纸渣的小丝仆人 花花绿绿的纸箱子 里头叠满了纸渣元宝 即便是那些纸渣人 也都是跪在地上 似乎是在送爷爷似的 送爷爷来下葬 基本上所有人都出来了 奶奶他们也坐在另一辆车跟着我们 台关上山 他们也走在后头 此刻他也走到了我身后 叹了口气 你爷爷这辈子滥用的善心 也给你带来不少麻烦 总归这最后一程 没人来挡路 送些花圈元宝 也算是他们的感激了 我大致有所猜测 奶奶这样一说 也就彻底明白了缘由 我此前登过一次这座山 也算是熟悉 一路上直接到了山顶 期间并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陈瞎子本来担忧 爷爷可能会有老朋友拦路 最后也只是那些纸渣送行 到山顶之后 我在张九瓜的坟头旁边 选到了另一处急壤 依旧是深凿金井 准备葬我爷爷 并且我也在旁边 又找了一处风水烧讯一些的地方 让人挖坟坑 安葬我爸 回龙雇主的金井 能葬下两人 已经是物尽其用 我爸算是凶师落葬 并且长幼有序 他落地 在我爷爷脚下 也算是守了规矩 约某到了丑石末 也就是凌晨三点的时候 终于两口棺材落葬 我心中也落下一块大石 分别给我爷爷和我爸 又磕过了头 奶奶坐在爷爷的坟边 低声弥谈 我掏出来隐隐的宅金 阴生酒树 以及藏隐观山 到张九瓜的坟头前焚烧 火苗燃烧得格外旺盛 火蛇飞速地吞噬着 三本书的每一寸 没有几分钟 三本书就彻底燃烧 成了灰烬 我也冲着张九瓜的坟前磕了头 让他和我爷爷师兄弟两人 好好叙叙旧 以后相伴左右 也就不算孤单了 起身 我准备 招呼大家下山 结果啪哒一声轻响 我身上挂着的长木匣 竟然掉了下来 长木匣里头装着金蒜盘 长时间以来 除非遇到什么大事 我必须摘下来 其他时候都不离身 此刻长木匣的袋子 竟然断了 木匣平躺在地上 并且盖子也被甩开 金蒜盘暴露在月光下 反射着点点金光 蒜珠形成了一个挂像 不过这挂像 竟还是张九挂 灵下葬之前 给我的那一挂 地围坤 六阴瑶的挂像 众人都不敢多言语 在我身后的徐施宇 也小心翼翼 他本来想来拉我 也放下手 我定定地看着金蒜盘 我这才发现 挂像并不完全是六阴瑶 因为除了第一瑶 出六瑶的霜上 知晓尖兵将到的挂像还正常 其余的挂像 已然是全部混乱了 我心下一惊 脑中浮现了一个可能 难道说 其实是这个时候 这挂像才算是应验 当时 我以为阴先生来找我 加上我去过纪娘山 就算是应验了第一瑶 其后 我也一招挂像 去隐隐改变自己的形式方式 可现在算盘落地 挂像实打实地告诉我 第一瑶 如今才来 也就在这时 徐施宇忽然不安地说了句 十六 这份 怎么裂了 那怎么有一只断手 这份证据 这份证据 这份证据